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351集 徐明月大喜啊 连忙搀扶着妹妹一起进去 少时 徐明月惊喜的声音响起 爸爸 妈妈 妈 不好 他们昏迷了 大哥 大哥快救命啊 陈浩却已经来到他身后 看到了屋内的几个人 一共有七个 除了一对穿戴整齐 一看就不是农村人的中年男女外 另外五个 三个大人 两个小孩 都是穿得破烂 头发乱糟糟 脸上脏兮兮 男女都无法辨别 七个人分成了三伙 中年男女一起 两个脏破的大人 还有一个护着俩孩子 此刻呀 七个人都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陈浩观察片刻 开口道 他们不是昏迷 是昏睡了过去 这是晚上不睡觉太劳累倒置 那怎么办呀 徐明月急忙问道 陈浩说 别打扰 让他们先休息 说着 陈浩走到旁边的空地 挥手间把地上的灰尘卷起丢了出去 而后 陈浩从秀里乾坤中取出锅碗瓢盆 煤气灶 架子 各种食物 两姐妹原本担忧呢 看到陈浩这变魔术式的行为 再次蒙圈啊 之前父母的遭遇 已经让两姐妹三观破碎了 现在遇到陈浩 那破碎的三观彻底地找不回来了 只觉得这个世界好虚假呀 他们以前就生活在一个虚假 营造出来的环境中 准备好了东西 陈浩就开始烧水做饭 地方简陋啊 陈浩也没有那细心 直接就是炖的大锅菜 有菜有肉 算是一个火锅 慢慢的 火锅的香气弥漫 陈浩正在调料呢 突然眼神一动 对着旁边一伸手 抓住了一只脏兮兮的小手 转过身来 是昏睡的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看起来才五六岁模样 别看这小家伙外表很脏 但是眼睛却很亮 眨巴眨巴的 就好像星星一样 十分迷人 陈浩动作一顿 然后笑着道 呵呵 别着急啊 还没熟 熟了才能吃 小家伙没说话 看着陈浩好一会儿后 这才蹲下来 看向火锅 眼神热切 喉咙不时的鼓动 这时 其他昏睡的人 陆续也都醒了 徐明月哭喊着叫爸妈 一家人团聚 叙述自话 陈浩没关注那边 反而被小家伙 期待的眼神 弄得心里痒痒的 忍不住夹起一块肉 吹了吹 滴了过去 小家伙见了 眼睛一亮 刚要伸头去咬 就见黑猫跳过来 哇一口咬住筷子 然后目光悠远地 看向陈浩 陈浩和小家伙都无语了 小黑 别闹啊 陈浩哭笑不得地 说了黑猫一句 然后把他抱在怀中 使劲撸了撸 这才拿起碗 给小家伙盛了一碗 笑道 小心烫啊 小家伙激动地捧过 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吃 而是转身 跑到了那个 还护着另外一个孩子的 脏兮兮的大人身边 把碗递给了他 见到这一幕 陈浩揉了揉黑猫的脸 说道 哼 你看啊 这小家伙多孝顺了 你还跟他抢啊 黑猫瞥了一眼 小家伙所在 猫眼不屑 这时候啊 徐明月父母 还有其他几个脏兮兮的人 都围绕了过来 看得出来 他们很想吃 只是还保持着礼貌 不敢随意动 陈浩说 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都吃吧 陈浩这么说了 徐明月不客气地 先给父母盛了两碗 另外的人 也都急匆匆地 开始打捞 陈浩抱着黑猫 站在一旁 默默观望 吃喝片刻 徐明月父母精神 好了许多 站起来 来到陈浩身边 一脸感激道 真是 谢谢大师了 要是没有你啊 我们两口子 怕也只能成为 这荒村的野鬼了 陈浩说 哦 不必谢 这不过是我和你女儿的 交易罢了 现在人没事就好 呃 天色不早啊 今晚你们在这里 休息一晚 明天一早就离开 徐富急忙道 大师啊 你有所不知啊 这地方邪门得很啊 进来了就不能出去的 我们之前也实验过很多次 每一次都绕了回来 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啊 而且汽车放在这里 居然还能腐朽 我们才来这么些天 车就无法使用了 哦 对了 还有一个诡异的东西 在地下 跑得特别快啊 也在阻扰我们离开 陈浩笑道 哼哼 没事的 这些我都了解了 你们放心 明天一早 肯定能走 徐富看陈浩如此自信 顿时不再言语 很快 一锅大杂烩被一群人吃得点滴不生 吃人嘴短 吃饱喝足了 这些荒村移民纷纷对陈浩表示了感谢 似乎是长久不说话了 这些人说话都显得不利索 字语简短 模糊 通过徐富介绍 陈浩这才知道 这几个人 互相并没有亲人关系 都是荒村最后移民了 其中两个孩子被一个失去了自己孩子的疯婆娘照顾 因此疯婆娘倒是不疯了 反而对孩子照顾很好 另外两个则是两个男的 另外就是这个荒村啊 在几十年前村子还是人盯兴旺 七八十二三百号人 虽然和外界少有沟通 但是田地皆有 积压满龙 宛如一处世外桃源啊 可是有一天啊 村子里来了一个人 然后村子就变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维勒系统 这个人自称龙虎山天师 路过本地告知村民 此地和云顶天宫相连 是天门之地 这话原本被吃笑 无人相信 但是那天师当着所有人的面 做了法师 燃烧了灵符之后 村民当晚集体做了一个梦后 这才发现了 原来是真的 真的有一处云顶天空 而且天宫之中有仙约 美酒 还有仙女跳舞 灵鹤飞翔 宫殿成群 让村民们乐不思数 那个年代 可没有什么娱乐节目 有了这样的美梦 人们自然欢喜接纳 可是谁也不知道 这美梦 却是一场灾难 自从能做梦之后 村里的人就苍老得越来越快 不过多久 老人全部去世 而且后面的人 没有能活到五十岁的 都在四十九岁的某一天 悄然死去 可是这时候啊 村里的人就好像吸毒一样 被美梦彻底吸引 没有人发现这个问题 等有人察觉不对劲的时候 为时已晚 当时的村子 也只剩下几十个人了 而且当发现的人 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 村子出现了第二个变化 这里只能进不能出 而且村民发现 他们做的梦 不再是美梦 而是噩梦 梦中也不再是云顶天宫 而是一个幽暗的地方 有一个瓮一样的器具 开始里面只是伸出一双尖锐可怕的手 后来慢慢地 冒出了长发 头 身体 最后变成了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 女人站在瓮中 这样可怕的场面 自然让人们越发恐惧 可是一到天黑就做梦 这已经成为了惯例一样 除非强迫自己不睡觉 否则入梦就会受惊吓 然后人也会变得很憔悴 村民们开始想办法 可即便如此啊 到目前也只剩下几个人 默默地抵挡那恐怖梦境 听完这些 陈浩 陈浩还视众人一眼 笑道 除了做梦 你们遇到其他的异常没有啊 移民们摇头 陈浩又看了看外面 日落西山 马上就要天黑了 陈浩想了想 拿出一根松灵香 点燃后 让徐复等人吸闻 香气入鼻 众人只觉得头脑瞬间清醒 感觉脑子前所未有的活泛 只要一回忆 哪怕很久远的记忆都能记起来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躲在这房间内 不管看到什么 听到任何事 都哪儿都不能去 否则出了事 我不负责 徐复忍不住问道 大师啊 那您这是 这个地方是一处兄弟 为人刻意谋划 村民都是被选中的人 利用他们的意念和生机 来捕育那个凶武 到了如今 凶武算是有了气候 我打算会一会这个凶武 还有 他背后的操纵者 大师啊 有把握吗 徐复认真问道 陈昊正要回答 突然眼神一动 笑道 还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啊 看来这边背后的人 看来这边背后的人有小动作了 说着 陈昊就发现 屋外的院子中出现了一个身影 这身影 没有丰富有丰富有丰富的身影 没有丰富的身影 陈昊无所畏惧 面孔和一双阴富有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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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的身影 因为阴月山中的那个可怕的白衣女人 脸部是模糊不清的 根本看不清楚长相 而这个虽然同样都是白衣 可脸看得清清楚楚 自己怎么就能扯到一块去啊 只是啊 这脸莫名的越看越像 也不知道是哪儿冒出来的感觉 陈昊觉得 这女人和那个白衣女人 肯定有脱不开的干系 正琢磨着呢 面前的女人突然一张口 一条长蛇飞上陈昊 陈昊侧头避开 同时伸手抓住了长蛇 手中雷光一闪 长蛇直接断裂 但是诡异的是啊 那断开的长蛇没有消失 而是化作了一缕长发疯狂的生长 缠绕陈昊 请客间就把陈昊包裹得 如同残涌一样啊 下一刻 蠕动的头发突然凭空生火 快速焚烧 等头发烧尽 陈昊愕然发现 披头散发的女人不见了 陈昊面色一变 身影一略 回转屋内 然后就看到 徐富一行人 包括徐明月 徐明娇 两姐妹 居然睡了过去 陈昊看向公鸡 问道 怎么回事啊 他们不是吸收了松铃香吗 怎么还能睡觉啊 公鸡说 浩哥 是哪只老鼠 骂了个逼的 这小东西居然阴我们 猫姐去追它了 还没回来 陈昊看去 果然黑猫不见了 那只低调的巨鼠也没了 脸色变得难看 完全没想到 被自己禁制加持 那巨鼠居然还敢乱来 胆子真够肥的 随后 陈昊看向徐富等人 虽然才刚刚入睡 但是 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慌张 惊恐 显然梦中正在发生 不断刺激这些人 产生害怕恐惧的意念 同时陈昊也发现 两个孩子的生机 正在快速消退 持续这样下去 只怕支撑不了多久了 就在这时啊 一道灵光破门而入 直逼陈昊 反手间抓住灵光 在手中化作一道怪异符纹泯灭 陈昊目光微动 看向门外冷哼道 发铁 这是要跟我斗发吗 那就如你所愿 说着 陈昊拿出符纸 贴在每一个睡着的人眉心 顿时啊 这些人的表情松懈下来 欢和许多 做完这个 陈昊身影飞掠出去 来到院子中 挥手间 一张桌子出现 然后 符布 蜡烛 符纸 陶木剑 同龄一一出现 摆放整齐 陈昊转身间 换上了道袍 手持陶木剑 手指轻弹 两根蜡烛 蜡烛 燃起 随后 陈昊看着大门方向 朗声道 既然要斗法 那就来吧 今日之战 只分生死 不分输赢 一道冰冷的老声传来 陈昊笑了 还真是你们啊 那就不要废话了 动手吧 看看这到底是谁的地狱 小北 已让你有几无处 老生凶狠的威胁之后 就再无声音 旋即 阴风气 阴傻弥漫 隐隐约约 无数的鬼影在阴风之中 若隐若现 然后 哀嚎 神隐之声 连绵不绝 陈昊见了咧嘴一笑 还以为 你们归一死板 第一步先放毒蝎呢 可惜了 这一种毒蝎啊 对小黄小黑来说 可是难得的美味啊 说着 陈昊环顾四周一眼 手掌一握 挥洒 一片黄豆飞落 灵光浮动间 化作了数十个金甲战士 败锦 金甲战士 整齐跪定 大声参败 陈昊淡定道 斩妖除魔 杀 准除魔 话落 金甲战士起身 分成两队 冲入了阴风杀气之中 哨时 传来战斗的声音 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一处 山顶别墅中 一个嚣张霸气的女人 高举守卫 手捏酒杯 荡漾着红酒 俯瞰下方 一副得意模样 在她面前的大厅中 成群结队的人 或者不是人 正在欢愉 而在大厅 靠近窗户的地方 一个全身金甲的男子 好似不合群 手持长枪 看向窗外孤月 突然 男子身影一动 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 然后飞快奔走 到了山头边缘 看向一个方向 目光激动 怎么 发现了什么吗 一道声音响起 却是那霸气女人出现了 金甲男子开口道 我看到了 同伴 你 霸气女子一愣 然后眼睛变得明亮 这样的斗兵 还有更多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五十二集 洒斗成兵 小北居然还有这等神通 阴冷老生惊奇开口 陈浩咧嘴一笑 哼 这就怂了 阴冷老生道 怂 怂 小北 谁给你的勇气 对本座说这个字 陈浩黑黑笑道 不怂就好 我还怕你不禁揍呢 阴冷老生道 小北猖狂 你的确不容易对付 不过 你以为这里就本座一个人吗 陈浩道 早发现了 有七个 我已经被包围了 要动手就尽快 别逼逼啊 好一个小北 无愧是道门新一代最强天桥 以前我们还有顾忌 不敢对你出手 如今世道大变 你又主动送上门 这就是你自己找死 随着话落 阴气杀气四面八方的涌现 然后更多的恶鬼厉鬼 在阴气之中出现 围剿斗兵 原本把阴魂打得落花流水的斗兵 顿时陷入了烈士 感知到这一幕 陈浩冷笑 陶木剑一拍桌面 桌子上的符纸粘起十多道 陈浩手捏剑绝 在陶木剑上一抹 一道法光浮动涌入符纸之中 刹那间啊 符纸爆发灵光破空而去 落在了剩下的斗兵身上 得到斗兵加持 剩下的斗兵顿时一个个灵光强盛 攻击更显凶猛 在恶鬼厉鬼之中冲击 无有一何之敌 眼看着就要翻盘 突然一个斗兵惨叫一声 灵光泯灭 变回原形落在地上 随后更多的斗兵惨叫着消失 千里之外 山顶上 金甲男子突然怒吼 恶毒阴法 居然敢吐我同伴 当杀 说着 他完全不顾霸气女子 直接飞奔下山 笔直地向一个方向跑去 霸气女子没有追击 而是先手一挥 一道红光落在金甲男子身上 然后看着金甲男子消失在夜色中 霸气女子满意地笑了笑 一转身 消失不见 这是什么邪术啊 感知到斗兵的消失 陈浩惊讶地开口 可是 无人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阴风邪煞 不断地向院子内渗透 一种古怪的气息 更是在邪煞之中游走 琢磨不定啊 陈浩愣哼 哼 邪不胜正 即便邪术凶狠又如何呀 今日看我破制 说着 陈浩身影一略而起 上了屋顶 然后 桃木剑反背 另一只手伸出 风来 言出法随啊 法力快速消耗 请客没了一半 刹那间 天地回应 风声渐起 乌乌有声 雨来 陈浩再次呼喊 顿时天空深邃 乌云晦聚 滚滚不绝 浩大的声势 覆盖了整个村庄周边 数十里 隐藏在暗中的阴冷老声 惊骇大叫 呼风唤雨 这不可能 陈浩法力消耗大半 却面不改色 俯瞰四方冷哼道 哼 不可能 那就承受这不可能的威能吧 风来 这一嗓子下去啊 大风嗖嗖而起 席卷废村 狂风所过 阴风破碎 邪煞驱散 无可凝聚 云来 啼啪一声啊 电闪雷鸣 大雨 琴刻而下 雨水冲刷 煞气沉淀 阴气消弥 失去了阴风邪煞 顿时 一道如同长蛇的虚幻之物暴露出来 凌空盘旋飞舞 张开血盆大口 凶狠地冲向陈浩 陈浩冷笑啊 哼哼 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 却是个谐音蛇 妖魂邪物 雷击之 啪的一声啊 雷电在音蛇身上 顿时 音蛇惨叫着躯体破碎 在电花之中泯灭无形 但是这时啊 风雨一顿 似乎有些厚力不接啊 而站在屋顶上的陈浩 也是身体摇摆了一下 面色微白 却始终坚挺 故作镇定 真是让本座吃惊啊 你这小辈 居然精通这么多数百年来无人掌握的神童 先缘之强 数百年来堪成底 如此的你 更不可能放任你成长下去 否则 我到修士 何以生存啊 阴冷老生再次开口 陈浩笑道 哼哼 想要杀我 那就来吧 只会躲起来的鼠背罢了 有何惧之 撞 胡风唤雨 可是先天真人才能施展的大神童 你区区数十年道行 即便能够掌握 又能支撑多久啊 现在你的法力已经耗空了吧 没有了法力 你不过是一只呆宅的小绵羊 还敢猖狂 声音落下 几道气息从各个隐蔽之处出来 快速地包围了小院 这些人都是黑色长袍笼罩身影 看不出性别年龄 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是同样的气息 陈浩环视一圈 咧嘴笑道 终于敢出来了 把你们引诱出来可真不容易啊 黑衣人之一开口道 继续撞 没有法力的你还敢大言不惭 今日 他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啪的一声 一道雷霆落下 劈在他身上 眼光之中啊 黑衣破碎 几乎能够看到一副人形骨架 电光泯灭之后 这个黑衣人也倒在地上 气息全无 什么 其他的黑衣人大惊失色 哼 谁说我没有法力了 一群孤陋寡闻的邪门歪道 刚才不过是迷惑你们罢了 不如此 你们怎么可能从暗中出来 让我一网打尽啊 陈浩目光变冷 不可能 刚才的神通明明是真的 一个黑衣人不信 太打击人了 如此可怕的神通 一招破了他们联手的邪法 绝对是消耗极大的 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余力啊 陈浩笑道 当然是真的 不真 你们能出来啊 但是很抱歉 我可能比你们掌握的资料中 稍微厉害了那么一点点 而且 要对付你们的 不是我 我真的只是诱饵呢 话落 陈浩坐了下来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 当着一群黑衣人的面 打坐恢复法力 黑衣人们面面相去啊 突然天上又开始下大雨 啪啪啪地下个不停啊 黑衣人们疑惑地看着陈浩 又看看天空 陈浩在打坐 失去了他的驾雨 天上的乌云开始散开 只剩下小雨飘飘 这突然变大 是什么情况啊 不好 快躲开 一个黑衣人似乎发现了什么 惊恐地大叫 然后准备跑走 可是下一刻呀 天上的雨水就变成了一道道尖锐的冰锥 覆盖之下 废村都被破坏殆尽 地面都被砸出了一个个坑洞 几个反应慢的黑衣人被冰锥砸中 直接倒在地上惨叫啊 随后 更多的冰锥落在身上 瞬间叫声消停 另外的黑衣人急忙施法 加持防御 抵挡躲避冰锥 很快 一波冰锥消停 天空变得晴朗 而剩下的四个黑衣人 却是提心吊胆啊 完全不想什么对付陈浩了 分成四路 飞快逃跑 可是四个黑衣人却没发现 他们看起来像是跑出了村子 可是实际上啊 却在环绕着一栋房子绕圈去 在一旁 蓝蝴蝶扇动翅膀 灵光浮动 看得嘻嘻之笑啊 蓝蝴蝶百年道行 精通兵法幻术 传承惊人 虽然出手很少 可一旦出手 如果没有针对之法 根本就杠不过呀 奇怪啊 有些不对劲啊 这些家伙有些弱得过分 哪像是刚才那种写法的驾驭者 他们 不好 小蓝小心啊 公鸡在一旁观看 突然感觉不对劲 急忙提醒 下一刻 白衣女子出现在蓝蝴蝶旁边 头发一甩 裹住了蓝蝴蝶 混账东西 给我放开小蓝 公鸡大怒啊 扑腾翅膀飞了过去 白衣女子不为所动 头发分散一部分缠绕公鸡 公鸡张口一吐 一道碧绿光芒击中白衣女子的头发 绿光浮动 可是白衣女子的头发 却丝毫没有变化 公鸡有些惊呆啊 实话神通居然无效 难道是因为 这个家伙是个鬼 公鸡琢磨着 身影却没停 躲开了头发的公鸡后 张口就是一个光圈 覆盖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似乎有些迟钝 对于光圈完全不躲 任由光圈套住了身体 然后光圈收缩 让白衣女子 慢慢地失去了掌控力 席卷的长发也缓缓消失 蓝蝴蝶趁机扇动翅膀 消失不见 白衣女子似乎看到这一幕 然后她的身影也消失不见 公鸡看得一脸懵逼啊 这他妈 假的吧 被老子的光圈套住了 你还能跑啊 你压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而这时候啊 在屋顶打坐的陈浩背后出现 白衣女子长发遮掩的脸 慢慢地从她肩膀后面冒出来 突然的遭遇让白衣女子有些懵啊 阴冷愿毒的眼神也变得有些迷茫 随后 她的身影凭空消失 但是再次出现 却在秀里天坤空间一个角落 小女孩的身边出现啊 小女孩原本极力地在收敛自身气息呢 突然发现白衣女子出现在身边 眼珠子都瞪圆了 就当她准备逃开的时候 白衣女子先一步消失不见 之后啊 白衣女子在秀里天坤空间中不断地闪现 吓得让小女孩和白雾不自觉地 蜷缩到了一个角落 然后抱在一起 意外地团结了 屋顶上啊 看到这一幕 陈浩松了一口气 果然啊 秀里天坤对付这类没有生命的异类 最是有效不过 只要没有超越先天的修为 一抓一个准 自己冒险当诱饵 没白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随后啊 陈浩看向一个方向 叹息一声 幕后驾驭 先前和自己对话的那个老家伙 太过精明 哪怕自己主动当诱饵 而且大量消耗法力 他居然还沉得住气 只是让几个弟子当替死鬼 就在刚才白衣女子被自己困住的瞬间 他就直接圆顿 这会儿气息都消失了 根本别想追到这样狡诈的家伙 气势从屋顶上下来 陈浩看了看公鸡和蓝蝴蝶 没啥问题 只是有些被吓到了 二者联手 神通对白衣女子完全无效 这让出道以来极少受挫的攻击 有些郁闷 暗暗琢磨呀 是自己最近飘了 神通退步了 还是神通跟不上时代变化 需要琢磨新套路了 没有管陷入沉思的攻击 陈浩进入屋内 在白衣女子被自己用神通彻底困住的时候 这会儿 徐傅等人已经恢复了正常 等明天早上醒来 这一波交易算是完成了 吩咐蓝蝴蝶极小留下来照顾 陈浩则走出村子 阴阳眼观察地气煞气走向 来到了后山的一个洞穴前 看这洞穴情况啊 应该是一处墓穴 洞口被打开 没有任何防护 这会儿已经杂草丛生 陈浩没有犹豫 直接进入了洞穴中 下到了一个地下涌道 地下一片黑暗 陈浩手捏法绝 凝聚了数十个小火球 直接覆盖前面 照映得明亮一片 看得清楚了 陈浩就发现 涌道中地面上 都是射出的剑枝 显然先进来的人 遭遇了陷阱 不过看情况 也被轻易破解 陈浩目前也是修为健身 意高人胆大 面对这样的墓穴 完全无据 穿过涌道 通过一个被外力破开的石门 里面就是一个大殿 大殿石柱雕刻神兽云纹 奇花异草 更是铜器玉器 看起来入葬之人 富贵非常啊 陈浩环是一圈 就来到了大殿旁边的偏殿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寝宫 里面有腐朽的锦杖珠帘 白玉关 不过吸引陈浩注意的不是这些 而是在白玉关国的旁边 还有一个半人高的瓷缸 这瓷缸通体有黑啊 内中散发出惊人的怨气 甚至 这瓷缸因为怨气太多 而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感知中啊 和这四周山脉地气联合一起 长久滋养 成为了一种类似法器的存在 姑且可以称之为怨气 陈浩走到瓷缸边 绕了一圈 越看目光越凝重 这瓷缸完全和地气结合在一起 就不分彼此 甚至不可以轻易移动 否则必定惊动地气 从而导致山崩地裂 地气咆哮 从这一点看 白衣女子的出处算是找到了 必定是在这瓷缸内孕育而出 不过有点奇怪啊 这瓷缸到底什么来历 怎么会有这样奇异的变化呀 注视瓷缸 陈浩尘银片刻 伸手放在了瓷缸边缘 下一刻呀 怨气缠绕陈浩的手指 快速蔓延陈浩全身 隐隐约约之间 陈浩脑海中突然浮现了许多画面 圣诗 繁华 成情 恩怨 灭族 最终就是这一口瓷缸 记忆的最后 陈浩都看得心惊肉跳 那是两个女人的斗争 最终失败的那一个被诛灭九族斩杀千人 而这女人却被斩断四肢 切了舌头 做成了人棍 放在这瓷缸之中 用他族人的鲜血配合各种药材滋养不死 眼睁睁地看着另外一个女人风光无限 最后 就算是那个女人死了 也把这个女人带入了墓穴 就放在寝宫旁边 让她目睹自己死后殊荣 瓷缸中的女人 因为没有人补给 慢慢地也死了 但是这口瓷缸 装满了怨恨 成为了这墓穴中最凶险的东西 陈浩手臂一抖 缠绕身体的怨气就被震散 然后看着瓷缸 陈浩叹息了一声 此物怨气太深 已经无法消弭 而且它和地气相连 轻易不能移动 否则就会破坏这百里山林 而且陈浩发现了 这死在瓷缸中的女子 和被抓的白衣女子并不一样 显然这地方是后来被发现 然后借助这瓷缸怨气和这一方兄弟 来培养白衣女子 可惜啊 凶物培育 忧伤天和 成功之时 必有劫术降临 自己说来 或许就是这东西的劫术 他最终功败垂成 心中想着 陈浩转身就要离开 突然啊 瓷缸嗡嗡有声 然后怨气爆发 呼啸而出 凌空幻化成一大片虚影 全部都在看向陈浩 陈浩脚步一顿 和那无数虚影对视 良久 陈浩开口道 你们这是在求助我帮忙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353集 虚影们不说话 只是看着陈浩 陈浩道 你们恨的是 那个躺在白玉关中的女人吧 那怕是死了 也要破坏泄愤 说起来刚才的记忆 你们的确很可怜 无辜冤死 不过你们终究怨气太重 对这一方地狱的生灵 影响太大 我给你们一个选择 我可以把那白玉关中 乱杀无辜的女人骸骨 送到你们的瓮中 但是毕竟事情隔得太久远 报仇无望了 所以你们发泄完了 就必须放弃仇恨 投胎转世 如果答应给我一个回应 否则 我出去之后 绷进入口 未来这里将永远埋在地下 无人知晓 这下 虚影们暴动起来 怨气呼啸 似乎很不满意 陈昊笑了笑 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怨气追击过来 陈昊身上冒起雷光 噼啪一声 怨气瞬间泯灭大半 虚影们也都发出哀嚎之音 眼看陈昊就要走出地宫 突然系统声音响起 怨灵群 二百三十七年怨魂 死怨完成 两年道行 奖励发放 在一股法力涌入丹田的时候 眼前的瓮中 虚影也在一道道地冒出来 散发白光 他们似乎后悔了 不甘心 努力反抗 可惜任务成形 哪有后悔的道理 一个个地化作白光散去 与此同时 秀丽乾坤空间中 正一脚踩住白雾 秀发缠住小女孩脖子 不断猛勒的白衣女子 突然发出惨叫 身上一道道怨气 移出身体 挥发消散 随着怨气的消散 白衣女子的形象 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身上的阴气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超然脱俗的气息 长发散乱 也变成了绣发盘绕 披在肩膀 朴实无华 气质纯粹 原本阴冷恶毒的眼神 更是变得幽远深邃 空灵炫烂 慢慢的 惨叫声消失 白衣女子沉默下来 脱离了魔掌的小女孩和白雾 再次抱作一团 蜷缩在角落里 这一刻呀 小女孩心中 莫名的期待出去了 出去了 还有可能是欺负别人 可是在这里 只能被欺负 完全打不过呀 看着瓷缸中的怨灵 残魂全部消失 虽然怨气还很重 但是失去了本源 终究有一天会彻底被消弭 届时 这瓷缸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了 陈浩满意一笑 转身出了地宫 然后师法封进了入口 回转村里 陈浩就发现黑猫已经回来 看到陈浩黑猫喵了几声 公鸡翻译道 老哥 猫姐说那这老鼠已经死了 因为它太狡诈 抓不住 只能杀 陈浩说 死了就死了 原本看它起零 也算是一类不易 想给它一个机会 没想到这家伙雄性十足 被禁制控制的还敢害人啊 死不足惜 说着 陈浩夸奖了黑猫几句 黑猫开心地眯起猫眼 美滋滋 之后 陈浩找了个空位坐下来 意念深入秀丽乾坤 感知被抓住的白衣女子 这一感知啊 陈浩差点没叫出来 我操 这真的是白衣女子呀 只见空间之中 除了躲在角落 瑟瑟发抖的小女孩和白雾 另外一个 却是一位中灵玉秀 气质超俗 眼若繁星 姿态优雅的女星 她一举一动 无不赏心悦目啊 这一会儿 这个女人双手搭在一起 眺望什么 十分专注 就好像她的眼神 穿透了秀丽乾坤 看到了外界一样 陈浩意念感知的时候 白衣女子似乎也发现了陈浩 转过身来 注视向陈浩的意念 陈浩一惊啊 要知道 被抓进秀丽乾坤空间中 除了王爷的那个化身 似乎小女孩她们都无法察觉自己的意念 这个白衣女子 难道是和王爷一样的存在 可是这样的她 怎么会被一个普通的邪道修饰抓住 还困在瓮中 用兄弟怨气淬炼成为凶物呢 意念与白衣女子对视 无声地观察 两久啊 陈浩眉头微粗 真是奇了怪了 这个女人变化之后 感觉和音乐山中的那位 越发地相似了 那是形体 姿态 气质 都几乎相同的感觉啊 陈浩可不是普通人 感觉细致入微 绝对不会错的 但是这也很奇怪啊 音乐山中的那位 绝逼是大老吉 哪怕是自己进阶了先天 遇到了也不敢放肆 而这位 看起来很厉害 却被人放进兄弟淬炼 二指的差别 貌似有点大呢 心中琢磨着 又看着白衣女子 纯粹到毫无杂质的眼神 陈浩心中一动 意念覆盖过去 和白衣女子接触 这一接触啊 陈浩愣住 白衣女子居然毫无抗拒 意念更是纯净如水 没有丝毫的杂念 面对陈浩的探知 发出了好奇的念头 就好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 对外界充满着贵之和新鲜 陈浩愈发惊奇 全方位的和白衣女子接触 看起来像是灵魂之体 但是通体有一种超越了普通灵体的真灵存在 就好像后天和先天的区别一样 女子的意念纯洁无瑕 如同一个清澈的山西 自己的意念感知 就好像溪水中的一条雨 虽然流过 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这种种体现让陈浩越发肯定 这女人和音乐山中的那位绝必有关系 或许有机会可以带去看看 说不定就和那个让陈浩至今都懵逼的系统任务有关系呢 大佬激发的任务 那奖励可都不一般啊 正琢磨着呢 突然陈浩吓了一跳 因为那白衣女人 那原本任由探查的意念 突然蔓延到了陈浩的意念之中 这让陈浩惊诧无比啊 因为白衣女人的反击 并没有让陈浩生出惊惧慌乱之念 似乎白衣女人的意念蔓延 毫无恶意 陈浩略意沉吟 莫不作声地任由白衣女人感知 片刻后啊 白衣女人突然开口了 白衣女人和陈浩的意念接触 陈浩什么想法 立马被意念反馈 白衣女人似乎觉得有趣 咧嘴一笑又喵了一声 顿时让陈浩意念微微活泛 家人一笑百媚生啊 这白衣女子容颜绝美 气质超俗 那嫣然一笑 说句能媚惑众生都不为过呀 陈浩心中惊叹 这半辈子见过的女人 怕是没有一个能比眼前的更美了 那种美啊 惊心动魄 无可形容 正想着呢 白衣女人突然咯咯咯咯地叫了几声 陈浩嘴角一抽啊 漠然无语 这一会儿她哪里还看不出来 这个女人通过她的意念 感知到了黑猫和公鸡的存在 然后模拟了二小的叫声 也就是说 这个女人就是一张白纸 正在快速接纳外物吗 陈浩若有所思 随后心中一动 意念传递出了一段信息 白衣女子果然愣住啊 随后她突然开始偏然起舞 姿态优雅 美轮美奂 让原本吓得瑟瑟发抖 躲在墙角抱团取暖的 小女孩和白舞都看呆了 陈浩默默地看着白衣女子 跳完了一段舞蹈 意念越发活泛 各种信息不断流出 不过这一次 陈浩在各种信息之中 添加了一种虚假信息 哥哥 我是你哥哥 然后白衣女子不由自主地 就喊了出来 并且意念表现了亲密 陈浩显是满意地笑 但很快啊 笑容微微顿重 说起来 这白衣女子白纸一般好忽悠 可是感觉中 他和殷月山的那位有关系 如果有一天确定了真有关系 自己贸然充当他哥哥 这会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呀 陈浩暗暗担忧 白衣女子瞬间感知到 陈浩的情绪变化 意念发出了疑问 陈浩回神 连忙安抚了一下 随后暗想 不管有没有关系了啊 现在既然是白纸 那就有错过不放过 先混个脸书再说 随后啊 陈浩开始认真教导 白衣女子认知万物 甚至 陈浩还把收入 秀丽乾坤中的许多书本 杂物工具 也都拿出来 教导白衣女子 慢慢的 白衣女子 从那种不识人间烟火的 仙女状态 向人间形态转变 也和陈浩越发地亲近 时间慢慢过去 感知到快要天亮的时候 陈浩自己还没说什么呢 白衣女子突然就先发出了困意 似乎像睡觉了一样 陈浩没有打扰 静静地看着白衣女子 慢慢地蜷缩身体 然后变成了一团光滑 凌空悬浮 散发柔和的光芒 就如同月亮一样 陈浩先是惊叹 旋即叹息一声 这下绝鼻没跑了 和音乐山的那位大佬 肯定脱不了干些 打亮那一团光滑片刻 陈浩就退出了秀丽乾坤 随着天色越来越亮 沉睡得徐富等人都醒了过来 因为晚上睡着的缘故 大家都吓得不轻 连忙检查自身 结果呀 什么异常都没有 好了 都不用看了啊 困扰这个村子数十年的诅咒 已经被我消除了 从此以后 你们再也不受噩梦的困扰 也不会有49岁的死亡限制 陈浩淡定地开口 几个废村移民 不敢相信地看向陈浩 徐富更是激动地道 大师啊 那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当然可以啊 太好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可以回家了 诸位啊 我之前说了 只要能离开 你们的未来 我为你们负责 这俩孩子 我也会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 成为动良人才 徐富认真地看向几个废村移民 这几个人却已经抱头痛哭 泣不成声 那是压抑了许多年的悲切 一招宣泄 无可抑制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维力系统 许久 等废村移民情绪稳定了 然后 一行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一起离开 下午两点 走了几个时辰 一行人终于到了一个小镇 然后叫了车来到了停靠沙船城市 到了这里啊 徐富已经通知的人就过来 安顿废村移民 而后他打算宴请陈昊 好好感谢的时候 陈昊表示 需要走了 徐富很是不舍呀 斟酌了一下 开口道 大师啊 您是有真本事的人 这样浪迹四方 风残露宿 不符合您的身份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邀请您 成为我徐家供奉 只要我们能 他还没有说完 陈昊直接打断 诶 招揽的话就算了啊 我能救你们 完全是看在 你女儿拿出的神像面子上 既然现在你们安全了 缘分已尽 就此告辞啊 说完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徐富正要呼喊 徐明月就拦住了他 爸 算了吧 这样的高人 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驾驭的 徐富不甘心地道 明月啊 这一次的经历 可是让我明白了很多 那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居然都开始用邪术害人 没有大师这样的高人庇护 下一次再遇到可怎么办啊 徐明月认真道 这个世界既然有大师 那肯定就不止一个呀 有的轻高孤傲 但也有爱才爱色的 爸 我们可以邀请其他的大师啊 徐富眼睛一亮 默默点头 在小城补充了不少生活 所需的一些觉得不错的东西 陈浩回转沙船 再次出发 船行水面 浪花重重 几个小时后 日暮西山 夜色降临 当月亮在夜空浮现的时候 陈浩就感知到 秀里乾坤中的白衣女子 从光滑状态化作人形 当陈浩打算接触时 便惊奇地发现 只是睡了一觉 这个女人又变回了仙女状态 气息缥缈 雾沾凡尘 之后意念感知 陈浩沉默了 白衣女子如同第一次感知到的一样 对外物完全不抗拒 毫无防备 最诡异的是 白衣女子再次对陈浩 表达了陌生的感觉 恍如不认识 陈浩检查片课呀 叹息一声 昨天晚上算是白费功夫了 这个女人啊 根本没法教育 她能够接受外来的一切 而且速度非常快 可是一个白天之后 她又会变成原样 任何加持在她身上的 不管是什么 都会被消除得一干二净 保持着最初的纯净无瑕 你一样的女人啊 琢磨片刻 陈浩放弃了教导白衣女人 她的身份 还是要去一趟音乐山确认一下 如果和任务有关 那就交接了 各得其所 如果没有 再做打算 想着 陈浩意念回归 开始打坐 恢复昨天晚上消耗的法力 之后两日 平安无事 沙船顺青江而下 直入大海 顿时辽阔的水浪 让众小欢呼雀跃 激动不已 陈浩倒也不着急赶路 就在海中停住 让极小下水玩 陈浩自己也换了一件泳裤 跳入海中畅游 还别说呀 长这么大 陈浩还没有来海边玩过 在水中潜水的感觉 似乎还挺不错 一场嬉戏 心情舒畅 之后继续前行 按照导航 已经进入了东海范围 到了这里 陈浩就把火龟放在了前面 让他指路 火龟表示 焦人岛是一处海岛 或者说是一座 海岛下的巨大水底洞穴 传承的记忆 那海岛呈现三角形 岛上有一根晴天石 陈浩通过火龟的描述 在百度上搜索这样的岛屿 这一查 还真查了出来 这是一处距离陆地 有三百多海里的岛屿 晴天石 是一块树立在岛屿上的 数十米高巨石 和岛屿看起来完全不搭 就好像被人移动过来的一样 十分壮观 而且岛屿不算小 草木茂盛 可以说是海鸟的天堂 充满着原始风味 曾经有富商看重这里 想要开发成海岛景区 中阴距离陆地太远 海岛附近还有暗礁 开发难度高 前景无法预料而放弃 陈浩导航了距离 意外地发现自己所在的区域距离海岛居然很近 只有不到一百海里的样子 看到这个 陈浩笑了 然后加速前行 向岛屿所在开去 这一次来找交人 陈浩可不是真的为了什么龙宫 而是为了避世 察觉到了天地异常变化 还有几个救助的对象都在入室 隐约气和变化的节奏 陈浩就感觉不对劲了 这是想把我牵涉其中 无法自拔呀 修行之人最怕的是什么呀 情太多 这情啊 不仅包括爱情 还有友情 亲情等 凡是牵扯太多 最终就会受到拖累 无法放开 一个弄不好 就是勇士沉沦 大道断绝的下场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五十四集 这绝逼是天道在无形之中的影响 它虽然没有智慧 只是公正的运行 但是自己这个艺术 想要超脱这个天道的封锁 那肯定就要各种 有形无形的招数对付 让自己和天地变化扯不断个安息 这就是最阴险的招数 幸好陈昊即使醒悟脱身 否则 继续下去 不知不觉 陈昊就会中招 到时候 艺术也就不存在了 他会成为天道改变世界的棋子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家乡学校的那个小鬼王蜂 他为骄人所害 却死后痴迷数十年 陈昊得到了他的任务奖励 理所当然要为他寻一个公道 乘风破浪 远远的 一个岛屿在眼中逐渐变大 站在船手 陈昊眺望岛屿 突然表情一睁 阴阳眼中 陈昊看到岛屿上居然有人气 而且还不少 足有十几个 嘶 这就奇怪了 百度上说这是个荒岛啊 就算是标注的信息都少得可怜 只有晴天石和海鸟圣地两种 其他的一无所知 这样的地方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啊 正琢磨着呢 陈昊目光又看向岛屿另外一处 这里居然还有阴魂存在 陈昊默默观看 一眼不发 很快 沙船就靠近了岛屿 在一处小湾停靠 从沙船上下来 陈昊还没走多远呢 一群人就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有几个着急的 甚至摔倒在地上 却不管疼痛 爬起来继续跑向陈昊这边 陈昊不动声色地打量 这正是感知中的十几个人 都是年轻人 看起来男的少 女的多 正看着呢 陈昊突然眼睛眯起 随着接近 这十几个人 有一部分头上冒起了黑气 这是节气啊 也就是灾难临头了 什么情况啊 难道他们过来要和我冲突 然后被我弄死几个 陈昊满心疑惑 一群人中跑得最快的一个男子 很快到了近前 神情兴奋 喘息着说不出话来 他努力顺气 断断续续地道 哥们儿 可算 可算是 盼来人啊 快快 有吃的没有啊 陈昊放下一货 笑道 哼 怎么 你们不是来这里游玩的 男子大口喘息几次 气息平缓许多 说话也利索了 是游玩的 可是十多天前出现了大风暴啊 游艇被吹走了 物资也都没了 这几天好不容易熬过来 现在饿得不行啊 能给点吃的吗 我可以出十倍钱购买啊 陈昊说 钱就算了 你们等一下啊 陈昊说着 假装回到船上 一手提着一箱泡面 一手提一箱矿泉水上来 这时候啊 一群人都环绕过来 看到泡面和水 都是一眼睛发绿 急忙掏出撕开就吃啊 看了出来 这群人都不是 普通人家的孩子 平时生活都很讲究的 但是这会儿啊 看到泡面 比看到亲爹还要欢喜 先前和陈昊说话的男子 也在啃泡面 一边啃一边的 兄弟 仗义啊 这钱我记下了啊 等你带我们出去 有什么困难 我一定帮忙 陈昊笑道 不用 以后遇到别人 有需要的时候 不要袖手旁观 我送的这些食物 就算没白费 说着 陈昊转身就走 男子看陈昊 似乎是要进入岛屿 连忙上前道 兄弟 你这是要干啥呀 陈昊道 看不出来吗 我就是专门来这里的 男子为难道 可 可是我们咋办呀 兄弟 要不 你先送我们回去 之后要干什么都好 我还可以帮你 弄更好的船 陈昊环视一眼 那些还在啃泡面的人 笑道 何必多此一举啊 我来这里 就是有些私事 忙完就走 不着急 你们可以等等 男子还想说什么 陈昊已经走远 看着陈昊的背影 消失在树林中 一个小胖子 走到了男子身边 黄哥 这小子 什么意思呀 不想救我们呀 他是说有事 要忙完才走 嘿 这穷屌丝 能有什么事啊 是不是要 故意折腾 好额一笔钱吧 小胖子冷笑啊 男子错愕道 不能吧 吃的他都说不要钱 看起来不像那种人 再说了 只要能安全回去 给点救命钱 也不算什么呀 哎 风哥 你这就不了解了 我爸的工地上 这种心眼多的 穷屌丝多的是 我经常见 早就一听二楚了 这小子 肯定不安好心 是胃不饱的 小胖子说着 眼珠子一转笑道 不是这样吧 咱们开他的船回去 这不行啊 那他怎么办呀 男子倒还是有点良心 没有答应 小胖子说 我们这不是先自救 再来救他呗 这种人苦日子过惯了 就算丢在这岛上 也能比咱们过得滋润 你就放心吧 说完 小胖子不等男子反驳 就跑到了人群中 一合计 居然都答应了 然后麻溜地上了沙船 树林中 陈昊并没有离开 而是眺望着停船的地方 当看到那群人 吃完自己送的东西后 居然跑去船上 陈昊心里就终于明白 那几个人头上的黑气 是怎么来的了 陈昊没有阻止 我对你们伸出援手 你们却想断我后路 该死了 那就是命 默默观望 不多时 沙船就启动 然后缓缓离开岸边 掉头远去 可是当沙船离开几百米后 突然砰地剧烈震动了一下 然后沙船开始漏水 原本船上一群欢呼得到救援 说着回去如何庆祝新生的人 顿时一个个脸色煞白 眼神惊恐 留在岛上虽然难受 但至少脚踏实地 很有安全感 现在好了 跑到了水中这么远 船触脚漏水了 这几百米对于这段时间 体力和精力消耗巨大的人来说 那就是死亡之路啊 怎么办呀 军哥 怎么 怎么办呀 人都慌了 环绕着小胖子询问 小胖子也在发抖呢 文言看了看那随着漏水 正在倾斜的船体 二话不说 抢了船上的一个救生圈 直接跳到了水中 向岛屿游去 其他人见了目瞪口呆啊 然后慢慢地回神 各自寻找求生工具 等能漂浮的东西都被抢走了 还剩下一半的人 哀嚎求救 痛哭大骂 却疏手无策呀 最终 这些人哭喊着跳入水中 向岛屿游来 远远地看到这一幕 陈昊面无表情地转身 带着仲晓 向那个阴魂潜伏的地方走去 山林之中 如履平地 翻越了山头 就到了一处 山体裂开的峡谷外 目光看向峡谷 内中幽暗 那阴魂就潜伏其中 正在沉睡 陈昊走了过去 来到峡谷中的一个洞穴口 看向了那潜伏在角落 肉眼难见的一团阴魂 说起来呀 这阴魂阴气浓郁 显然也是老鬼了 对于绞人公 火龟只是传承记忆 这样的老鬼 肯定比火龟了解更多 正是一个好向导啊 一番手 一根灵香浮现在手中 陈昊聚火点燃 放在了阴魂旁边 阴魂顿时活翻起来 被陈昊拿着的灵香 引动着漂浮出来 慢慢地幻化成一个老头 一脸陶醉得吸食香气 不过很快 老鬼反应过来 看了一眼陈昊 大惊失色 转身就想跑 然后一只猫挡住了去路 喵了一声 老鬼惊恐啊 急忙转身 然后又看到了攻击 又转身 则是蓝蝴蝶 再转身 就是大头两口子 和两只小奶狼 看到四面八方都被包围 老鬼目瞪口呆 喃喃自语 那娘了个鼻 要签命了 老人家 你跑什么呀 陈昊微笑开口 一脸和善 老鬼转身 嘿嘿笑着道 没捧没捧啊 就是钢水香 有些密乎 打尸鬼可光烈 汗舌蓬壁生回 陈昊道 没跑 那咱算算账 老鬼一惊急忙到 大师啊 天地亮闲 老头子躲在这里 折不躲念 可没害过人啊 陈昊 陈昊笑着说 我也没说老伯 你害人啊 我说的是这个 陈昊把手中燃烧未完的灵香举了起来 咧嘴笑道 吃了我的香 是不是应该付出点什么呀 老鬼不说话了 老鬼一脸憋屈 陈昊说 那你吃了没啊 吃了 那不就得了 陈昊笑咪咪咪地说道 老鬼这下不反驳了 那妈逼的 这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坑我呢 说吧 大师又傻事啊 老头子嫌生命啊 为北亮心类事 安不干 老头一脸正色地说道 陈昊笑着说 肯定不违背 就是我想知道 这娇人宫怎么走啊 娇 娇人宫啊 哼 诶 话未说完 老头子话语一顿 错愕地看向陈昊 那要去娇人宫啊 不要命了吧 陈昊说 我有事要去见娇人 你只要告诉我 怎么走就行 老鬼深深地看了陈昊一眼 又打亮了 其他几个灵兽 这才道 说起来呀 那么这一圈也不好热 倒也不惧脚刃 不过老头子说举圈 这脚刃在水底下 可厉害着呢 那要是真热上了 不减得能套好啊 陈昊问道 娇人对人类是不是很排外啊 呵呵呵呵之排外啊 简直都成仇恨了 这岛上还有一些人 大师那肯定见着了吧 那些人就是左 那儿不好去 非要来这里外 有几个女类 还扮演脚刃 和人在水中 干那种不知熟类事儿 让脚刃愤怒 因来风暴 摧毁了他们的串 所以我全权大师啊 要是没有必要 还是不要和脚刃接触 那群脚刃啊 格格都是炮着 一天就做呀 陈昊说 见还是要见的 不过老伯放心 我就是问几个事 不会主动惹事 老鬼见陈昊坚持 只好点头道 中 安安靠苏能这么进去啊 不过安安不会随性嘞 陈昊笑道 这就足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希望 随后 一行离开山东 跟着老鬼 向岛屿山中走去 一边走 老鬼一边介绍 原来这焦人宫 在岛屿地下最深处 而这岛屿 除了表面上之外 周边树里暗焦无数 都是焦人暗中布置 而焦人宫 则在岛屿之下 三百多米深的地方 一共有三个出入口 一是海底深处涌道 那是焦人往来 大海深处的道路 二是暗焦洞穴 方便焦人在附近海域畅游 三就是这岛屿上的一处水洞 这水洞直通地下焦人宫 老鬼也是从这里下去 才发现焦人宫的存在 之后见识了焦人的厉害 却是再也不敢下去了 很快 陈浩一行就来到了一个山洞 在山洞中发现了一个水池 水池清澈 似乎可以透视深处 到了这里 老鬼道 大石啊 提个心啊 这水洞虽然质同 但是地下也有几处玩到 常有海底抄袭阴力啊 我是昏蹄 不受影响 但是活然下去 可就不一样了 陈浩笑着说 哦 多谢老伯 之前多有冒犯 得罪了 这是一点心意 还请老伯别客气啊 说着 陈浩拿出了一把灵香 老鬼见了 眼睛贼亮 他不通修行 勉强凝聚魂体 成了老鬼 可是也终究有 灵魂溃散的一天 有了这灵香 他就能存在更久 不过看了灵香片刻 老鬼却是没伸手 而是看向陈浩 开口道 大石啊 俺在这刀上 也有六十多念了 说句实话呀 祸了七十多岁 此后还能存在六十多念 俺也算是狗辈了 对于多存在几天 俺不强求 但是俺有个执念 这么也放不下 如果大石能把俺完成 老头子干净不尽啊 陈浩文言眉头一挑 没想到啊 这老鬼也有故事 看着老鬼 陈浩笑道 老伯 你说 老鬼说 我本是海洋人 当年家里穷 不说吃了上顿没下顿 每天吃不饱 那是肯定的 而且我家兄弟多 有兄弟五人 等到了年纪的时候 成家就成了大问题 我身为老大 为了家里几个小的 一咬牙 做了上门女婿 说到这里 老鬼叹息一声 一脸无奈道 哎 等念了俺啊 也算是一表人才啊 而且俺还子学了 小学可成 算是十里八小的菜资 上门儿的家庭 也是很富裕又欠了 俺如门儿后啊 给了俺家里许多帮助 俺很感激 可是后来俺发现啊 俺进来 却是贼门儿啊 陈昊一愣 老鬼继续道 俺赏门儿来哪一家 是刀幕师家 还偷偷想锅外 云书孤动贩卖 当年他这一家刊种俺 就是因为俺租上是欲命除神 俺自幼也是海中长大 井捧水性 还粗筒问墨 可以绑到他们 当年啊 为了家里的几个弟弟 俺昧着良心 诸咒为虐 可没少干坏事啊 不过 那些孽儿啊 俺把分道收了欠 大部分都用来 自助那些贫穷 又需要的人 一辈子都在弥补罪性啊 或许就是因此 那一家子死来死 失踪来失踪 大部分都遭遇了恨祸 唯独安祸到了七十多岁 后来啊 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决定回老家 去看看曾经的亲人们 哪怕见不到人 能死了埋在祖地 也算是落叶归根 可是我没想到啊 我临行前决定 把遗产捐献的想法 被几个不孝子得知 居然在我坐的船上 动手脚 让我葬身海底啊 说到这里 老鬼一脸悲切 那时候俺才知道啊 哎呀 做坏事啊 终究是有报应了 哪怕一辈子密布 我都难因不偿玩意啊 所以俺不恨 不怪 只是心远未撩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五十五集 说到这里 老鬼看向陈昊 大师啊 死后我也见了不少人来这里 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相信 直到看到了你 我觉得应该相信你 你能帮我完成遗愿 你说 我有两个愿望 一是落叶归根 埋在足地 而是有一家宝贝 是盗墓世家世代传承 那是真正的国宝啊 价值无法估量 可惜那家作孽太多 族人死绝 东西反而落在我手上 我希望大师能够带出去 我死前没有想到如何处置 希望大师能有一个决断 王子鬼 赵有瑜 六十三年圆魂 完成寺院 奖励 一年道行 激发了任务 听到系统的声音 陈昊认真打量老鬼许久 这才到 老伯恩 你生前如何 我不做评价 但是在你身上 我没有看到怨气 反而有福德光芒 这说明上天对你 都认可不是坏人 我可以帮你落叶归根 老鬼笑道 福德光芒啊 这倒是有亏了 我这一生不害人 却也倒卖过古董 那算什么好人啊 那个年代 只求生存 还管别的什么呀 再说了 东西是死的 流失出去 终有回来的时候 而人是活的 旧人一命 可不是死物可比啊 说完 陈昊道 至于你那个宝物 是什么东西 如果可以帮你买了 帮助苦难之人 也算为你积因德 这可不行啊 那东西可是老祖宗 留下的真正宝贝 可不是什么古董字画 能够比的 哦 那是什么呀 玉玺 而且还是传说中的 那块缺了一脚 刻自寿命于天 极寿永昌的 传国玉玺 陈昊吃了一惊啊 真的假的 这玩意儿不是 失踪两千年了吗 是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不过了解了那情后 我也很惊叹啊 当年我入坠之家 在数百年前 意外发现了一处 神秘古墓 为了入墓 这一家当代 最厉害的摩金校尾 带着数十个好手 深入其中 两天后才出来啊 结果进去的人 全部死绝 只有那个摩金校尾 出来 而且还身受重伤 只留下那个玉玺 然后不治而亡 之后 传国玉玺被这一家当成绝密隐藏 非嫡系传人根本不知道啊 否则消息透露 这一家也活不下来 到我手里之后 我曾经极度想要上交 可是我接触这一行久了 了解不少内幕啊 这东西上交了 落到谁手里 可就说不清楚了 这样的国宝 要是流失国外 那我就是千古罪人啊 虽然生前是赶着一行 但什么东西不能流失 我也是心里清楚的 这是底线啊 陈昊沉默了 如果是这个 那这传国喜的确是真正的宝贝啊 要知道严格来说 这玩意儿就是人皇至宝 已经不能用凡物来形容了 它绝比有着超乎想象的潜力 而且陈昊突然有种莫名的感觉 这大变时代 似乎啥都开始冒出来 连传国玉玺都冒出来了 要说他不是刻意出师 鬼都不信 现在这玩意儿和自己貌似有了牵涉 只怕又是一个坑了 不好处理啊 琢磨了片刻 心中一动 陈昊看着老鬼道 撑 这东西我帮你处理了 等我忙完这里的事 就带他出去 老鬼大喜说 多谢大事了 有你安排 我也可以放心了 随后 陈昊没有多言 吩咐了蓝蝴蝶等在外面守候 就带着黑猫公鸡 还有火龟一起进入水池 开光盗袍 避火避水 穿在身上制造出一个圆形空间 滴水不沾 从水洞往下一路下潜 片刻后就深入水底 过程也平稳 没有出现意外 直接就到了一个地下水洞交错 四通八达的地方 这里雨种丰富 各种各样 珊瑚水草美轮美欢 陈昊没有关注这些美景 意念放开 感知四方 水底深处 对意念影响很大 只能感知数十米方圆 不过陈昊也发现了焦人的气息 这气息和龙大师媳妇的很像 让陈昊断定是焦人 随后 陈昊跟着焦人气息一路追寻 穿梭了不知道多少个弯道 终于眼前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水底洞穴空间 前行上去 浮上水面 陈昊就看到珠光柔和 氧气充足 正打算上岸呢 陈昊动作一顿 眼睛瞪圆啊 目光看向前方石洞 卧槽 意念感知中 他发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那是 那是龙哥的 还有啊 龙月的气息啊 这他们老龙一家子都来焦人工了 陈昊心中惊奇 连忙飞掠水面 到了洞穴石地上 目光看向一个方向 那是一个洞穴 通往深处 感知到的老龙的气息 正是在这里面 斟酌了一下 陈昊还是走了过去 不管穆婉秋当初做了什么 但是老龙并没有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了 也不能见到了当作不实 穿过洞穴 前面出现了更大的空间 看规模如同一个村庄一样大 里面有许多特殊的建筑物 每一处都有水道相通 似乎利于焦人游动 有种无法形容的美感和创意 不过在这个空间中 陈昊却发现 焦人的气息并不多 满打满算 也不过才十多个 传说中服侍龙王的焦人 如今也没落了吗 陈昊不动声色 继续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龙大师气息所在的地方 这是一个洞穴 似乎经过了扩展 里面不小的秧子 当陈昊到了洞穴口的时候 一个声音响起 月月啊 空灵剑爵 注重心境 心如止水 波澜不惊 你这样囚禁 有些急躁了 今日你去寒泉 话未说完 龙大师久违的身影 走出了洞穴 然后 他看到了站在外面的陈昊 声音戛然而止 瞪大眼睛 满脸错愕 陈昊微笑汗手 龙大师揉了揉眼睛 再看 还是陈昊 顿时叫道 陈道友 你怎么来了 在龙大师身边 似乎比以往销售了很多 反而显得更漂亮了的龙月 也是惊奇地打量陈昊 陈昊 陈昊笑道 呵呵呵 想来所以就来了呀 怎么 龙哥不欢迎啊 龙大师连忙道 怎么会啊 就是 就是太突然了 我没想到躲在这里 都能再遇到陈道友啊 这 这真是 看着激动得有些手足无措的龙大师 陈昊道 龙哥 别激动了 既然相见 那就是缘分未尽 不请我进去坐坐呀 龙大师连忙道 可以啊 陈道友 里面请 陈昊走了进去 洞穴如同一个洞府 一些地方还能见到现代化的产品 和这诡异的建筑 有很大的别扭感觉 到了一处客厅类似的洞口 陈昊坐下来 龙大师 则给陈昊倒茶 看着龙大师雪白的头发 苍老的面孔 陈昊叹息了一声 昔日龙大师虽然不是意气风发 却也是风度翩翩 气质有成 而如今啊 他的变化太大了 大的陈昊都不敢相信 把一碗茶递给陈昊 龙大师笑道 这焦人宫虽然寒酸了些啊 不过里面也有一些好东西啊 比如这海茶 滋饮养肺 迷神补弃 可是人间找不到的东西 陈昊没有喝茶 而是看着龙大师 开口道 龙哥啊 你们怎么来了焦人宫 还有嫂子呢 龙大师沉默下来 好一会儿后才到 婉秋啊 他已经去了 去了 陈昊动作一顿 目光看向龙大师 让陈昊有些意外的是 龙大师面色平静 似乎很镇定 抱歉啊 我 陈昊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龙大师笑着说 这就是命啊 在他拿出焦珠为月儿铸鸡 扩展潜力的时候 就注定了他命不长久 不过在晚秋临终前 带我们来到了这焦人宫 安顿在这里 我也不求其他 只求能够把月月培养出来 也算没有辜负晚秋啊 陈昊看向龙岳 一段时日未见 龙岳正在向一个 亭亭玉丽的少女转变 面容和他母亲有几分相思 长大后 必然姿色不会差 而让陈昊赞叹的是龙岳的修为 从筑基到现在 龙岳的身上 已经有了近乎一年的道行 这可是很惊人的修行速度了 虽然有焦珠的功劳 不过龙岳自身的潜力和底子 也摆在这里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仔细打亮龙岳 陈昊眼神一动 挥手间 两把灵坛箱拿了出来 龙哥 悦儿身上有些躁气 这是心境不稳的征兆 他还小 安耐不住长久苦修是正常的 这灵坛箱唯我炼之 宁神静气 必出外邪 正好可以帮他辅佐 龙大师眼睛一亮 深深地看了陈昊一眼 没有拒绝 结果后道 多谢陈道友啊 说完 龙大师顿了顿 继续说 陈道友啊 你来焦仁宫有什么事啊 如果有需要 我也可以帮你 陈昊笑着说 哦 我来有两件事 一是找一个焦仁 不过嫂子既然回来了 那个焦仁肯定不在 我也就不多说了 另外就是想通过焦仁了解一下龙宫的情况 我就想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真龙 看着陈昊好奇的眼神 龙大师摇头道 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别说真龙 就说这焦仁族也没落得厉害 我看过焦仁族的古籍 记载说呀 最鼎盛时期 焦仁族有数万之众 甚至出现过非仙的焦仁 可是现在呀 这焦仁宫的焦仁只有二十余 而且还有几个是老弱病残 勾言残喘罢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陈昊早就意念感知到了 文言问道 焦仁族有记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龙大师说 没有记载 倒是有一些口口传承的消息 说是龙宫遭解 天地不容 其他语言不详 似乎是禁忌啊 陈昊一脸错愕 这话怎么说呀 龙大师沉吟片刻道 说句让道友不相信的话 焦仁族祖上流言 这一方天地不容修行了 早在数百年前的时候 那一场大变 让修行断代 就是征兆啊 到了如今 这大变正式开启 人间将会进入 完全断绝修行的时代 陈昊看着龙大师问道 龙哥 你相信吗 嗯 我信 因为我得到了一些 目前外界还没有传开的消息 据说是整个修行界 我说的是整个修行界 包括道门 佛门 有关部门 海外其他修行之地 从一个月前开始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入道弟子 不管是依靠外力 还是本身天赋出众 都无法真正入道 强行入道就会遭受反噬 轻则疯癫 重则逆歇而死 陈昊瞪大眼睛 真的假的 你确定是没有一个 嗯 陈道游目前修为地位 也足够知道许多消息 只要你找有关部门询问 就能知道真假 所以目前各种异常出现 修行界反而没有动静 就是因为这个 比起异常啊 这种传承断绝才是所有修行之人最关心的事 陈昊倒吸凉气 这人间的变化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加的严重 这天道到底想要把人间变成什么样子呀 所以 道游啊 你也该为自己打算了 我听说一些修行之人正在琢磨 能否通过阵法逆转阴阳 大同幽名 进入其他世界 再续传承 只不过这样的行为风险太大了 根本不是一群连先天都不是的修行之人能够驾驭的 进入其他世界 陈昊眼神一动 莫名地想到了阿弥罗 天无绝人之路 哪怕是逼迫到了尽头 也会有一线生机 修行绝代 那是在这个人间 如果换个地方 是否能够再续啊 阿弥罗之前来人间 说是为了寻找神喜 可是这神喜却不知在何处 阿弥罗也困在人间无法离去 是不是 这阿弥罗也是大变的契机之一 他是修行界的一线生机 陈昊心思白转 各种念头纷纷 对于天道 因为自身艺术的原因 陈昊尽最大可能的揣测都不过分 正琢磨着呢 陈昊眼神一动 目光看向客厅之外 感知中 几个骄人正在过来 龙大师明显也发现了 面色微变 开口道 陈道友啊 骄人一族其实是比较温和的 只是多年来 人族破坏大海生态 乱杀乱补 这才让骄人族 对人族改变了态度 不过即便如此 骄人族也极少对人族下狠手 知识教训居多 道友心胸宽广 别和骄人一般见识就好啊 陈昊笑道 哦 龙哥安心 他们过来似乎另有事呢 他话音一落 几条骄人就从水槽中出来 游动到了客厅一边 人力而起 看向陈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356集 这是两个骄人 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骄人 那皮肤都要褶皱到一起 头发几根苍白稀了 一条鱼尾 又黑上带着绿色苔藓 另外一个 却是个很年轻的小骄人 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 容貌清秀美丽 皮肤白皙如鱼 下身为红林 亮丽如宝石 就是看起来有些害羞 陈导长啊 我为你介绍 这位是目前骄人族的族长 林 这是小骄人 红 骄人族目前血脉最纯正的后裔 也是未来骄人族祭祀 林族长 这是 龙大师还没说完呢 老骄人就笑道 呵呵呵 我知道 他叫陈浩 是因为人族修士 早在几百年前 我骄人族第十六代祭祀 就用七天术算到了他会到来 对于陈导长 我骄人族已经等待了太久 老身本以为这是族上传说 可是今天 老身相信了 陈浩不为所动 微笑道 然后呢 老骄人说 陈导长啊 你是想知道黄龙宫所在吧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就告诉你 陈浩说 那算了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 老骄人无语了 陈导长啊 你就不问一下我有什么要求吗 老骄人看着陈浩 认真问道 陈浩咧嘴一笑 我是真没兴趣 这和你提什么要求无关 老骄人深深地看了陈浩片刻 叹息一声道 哎呀 陈导长啊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呀 哪能啊 你老这么大年纪 德高望重 肯定不会做出忽悠人这样 头顶声窗脚底流浓的恶心事 说话都出自肺腹 而不是胡说八道 我身为小辈 肯定相信你啊 老骄人瞥了一眼龙大师 龙大师嘴角一抽 干笑无语 随后 他又看向陈浩道 既然如此 老身想求道长帮个忙如何呀 帮不了 陈浩果断拒绝 老骄人道 这又是为何呀 需要为什么吗 大家又不熟悉 我为什么要帮你 人族有句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陈浩 族长 你说对吧 老骄人不说话了 如果你帮我们 我可以把自己送给你 这时候 小骄人突然开口 嘟起嘴 看着陈浩 陈浩目光一动 打亮小骄人片刻 就看向老骄人道 大家说人话 不要东扯西扯了 你所求不过是 骄人族延续下去 对吧 老骄人叹息道 啊 刀长 灰眼如炬 老身 行将朽 末 唯一放不下的就是 焦人族传承 族上第十六代 你可拉倒吧 启天一眼 受尽弃绝 这启天术 即便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推演之法 只能得到模糊的预示 你焦人族 比人族先天更牛逼是吧 一个启天术 就能算到几百年后我来 还能知道我的名字 陈浩直接打断 随后戏谑道 哼 我听说焦人族 有一种通灵海螺 能够监控海域 哪怕细微之声 也能捕捉 还要我继续说吗 老焦人看着陈浩 好一会儿后 这才到 陈道长 郭飞长人啊 现在能好好说话了 道长说得对啊 我所求焦人族延续 而能够帮我的 在目前修行界 非陈道长莫属 理由 我焦人族 我焦人族虽然身居海底 不问世事 可是我们从未 我们从未与人间脱节 更是和道门保持良好的关系 时常交易所需 修行界出现任何事 我焦人族都能掌握 陈道长的横空出世 是唯一让我无法捉摸之人 而你的修行之快 而你的修行之快 机缘之强 更是前所未有 道门断定啊 你是末法之后 人族再终再终先天之人 更有人说 你是应天而生的天命之子 所有人都在等着你突破 然后给修行界一个希望 说到这里 老焦人顿了顿道 但是我不这么看 天道之变和你的成长 看起来似乎关系匪浅 不可分割 但是我总觉得 你并非天选之人 而是灵友来路 陈浩眉头一挑 我气 果然是老家伙级别的 贼精贼精啊 连仙天都不入 居然能看透这么深 把陈浩脸上的细微变化 看在眼中 老焦人笑了笑 继续道 我就赌真一点 相信也只有陈道长 能够做得到 陈浩笑了 灵组长真是高看我了 你这些话以后可不能再说 否则别人就会想我太臭不要脸了 不过我可以答应帮你们 只要你们配合我 一切听从我的安排 老焦人大喜 连忙道 这个自然 只要陈道长答应 我们发誓吧 我只相信天道誓言 陈浩表情变得认真 老焦人连忙举起手 果断地发了誓 陈浩笑着说 你看早这么说不就得了 还起天术 七拐八拐的 整这么多幺蛾子干啥呀 我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 我只是不喜欢被人当成无知 我这样的道门心秀天骄 不要面子的吗 灵族长啊 现在你可以说要我做什么了 老焦人道 我要一样东西 就在黄龙宫 那是一颗珠子 拳头大小 那中有焦灵虚扬 珠子 名为焦灵天珠 是我焦人族之宝 陈浩豪迈道 这个好说 不就是黄龙宫吗 去一趟也无妨 不过嘛 陈浩话语一顿 笑眯眯地继续道 我帮你们理所当然的 你们也要帮我 这样互利互惠 才是友好合作 对吧 老焦人一愣啊 点头道 如果陈道长有什么需求 尽管开口 只要能做到的 我焦人族 必定不会推辞 很简单啊 我认识一个修罗 修罗 老焦人面色未变啊 别怕 那修罗虽然脾气不好 动不动就喜欢砍人 但是性子直 不虚伪 只要不见面 就喊打喊杀 反倒是一个 能够很快交好的朋友 老焦人惊叹道 没想到 陈道长居然还有这样的交情 老神钦佩 刚才小家伙说 要把自己送给我 这焦人族未来的祭司 身份尊贵 我可承担不起啊 不过只要他帮我做一件事 这黄龙宫 我就去定了 陈浩目光看向了小焦人 小焦人好奇道 要我做什么 陈浩咧嘴一笑 在这岛屿上有一个东西 我要你带着去找那个修罗 小焦人还没开口 老焦人就焦了起来 等等 陈道长 你说的不会是那个玉玺吧 陈浩道 看来灵组长知道这个东西啊 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老焦人急切道 不行啊 那东西绝不能碰 陈浩扬作不解道 怎么不能碰啊 他难道对焦人族 还有什么伤害啊 老焦人欲言又止 最终叹息道 陈道长啊 能换一个吗 哪怕让老神分身碎骨 也无所谓 可是这玉玺 我们绝对不能接触啊 那是人族之宝 碰了 我焦人族数百年 必试之功 可就一招惊毁了 陈浩笑道 银组长啊 我这人做事最讲究公平 黄龙宫的危险和玉玺的危险 没多大区别 我都敢冒险 为什么你不敢啊 难道说你焦人族的命 比我的命更值钱啊 老焦人嘴角抽动啊 敢笑道 陈道长啊 此事重大 容老神回去好好想想 再来给你答复 说着 他拉着小焦人 顺着水洞离去 陈浩撇嘴不屑 不过心中也是凝重啊 连老焦人都吓怂了 这玉玺怕是问题真不小 这个球踢给谁好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祝贵为乐系统 陈道友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龙大师还有些懵 不是很明白这个过程 陈浩笑了笑 看向龙大师道 龙哥啊 如果我估计不差的话 这老家伙肯定对你 或者说对龙月 也有过这类的话 希望以后你们帮他一个忙 对吧 龙大师错愕地点头 陈浩撇嘴道 这老家伙 故弄玄虚 见一个忽悠一个 真当我年轻无知呢 说什么黄龙宫 或许他们真知道 找到的办法 但是黄龙宫内 必然凶险无比 否则还用得着外人啊 早自己跑进去搜刮了 龙大师漠然 陈浩看向龙大师 继续道 龙哥啊 以前如何 我且不说了 但是这娇人族 也非九流之地啊 欠得情大了 对龙月而言 也是一种拖累 龙大师眼神微动 陈浩道 好了 严禁于此 今日能见到龙哥 这一次东海之行 也不算白费 日后龙哥有什么事 尽管联系我 说着 陈浩转身就要走 陈导游啊 龙大师突然开口 陈浩脚步一顿 龙大师说 这娇人族特有的阴罗 既然遇到了 就当留个纪念 希望刀游不要嫌弃 陈浩看看龙大师 又看看阴罗 点头道 那我收了 龙哥留步 小月月 日后修行有成 一定要来找我 说完 陈浩带着撒小 转身离去 一路来到来时的水洞 陈浩带着吉小 直接顺水而上 就在他们走后不久 老浇人带着小浇人出现 目光看着水洞里 一眼不发 小浇人忍不住问道 宗奶奶啊 不是说 她有可能帮到我们吗 为什么让她走了 老浇人道 红儿啊 你要记住 哪怕我们焦人族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只要能找到 焦灵天珠 我焦人族 就能再续传承 但绝对不能触碰 人族气韵之物 哪怕背后算计也不行啊 否则 一旦前射其中 天道无情 哪怕我们躲在更深的深海 都无法避开结束 小浇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老浇人又看向水洞 满脸疑惑道 只是啊 这龙傲手中的阴罗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一路穿行水洞 片刻后 陈浩从水中飞出 落在了山洞里 守在旁边的蓝蝴蝶 极小见到陈浩回来 连忙围了过来 大师哥哥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蓝蝴蝶好奇地问道 陈浩笑道 见识了 自然要出来 其实也没什么稀奇的 说完 陈浩看向老鬼 问道 老伯啊 玉玺藏于何处啊 老鬼连忙道 老小为大师带落 离开山洞 来到了岛屿一处 乱石夹缝之地 陈浩在这里的一个角落 看到了一幅 几乎都风化消失的海谷 在海谷的下边 有一个被泥沙掩盖了 大半的盒子 当年沉船 老朽就被波浪 带到了这里 可惜当时被暗礁 划伤身体 人也老迈不堪 弃绝于此 临死前 我把玉玺置于身体 保护之下 一直到了今天 老鬼说起来 有些唏嘘 陈浩看着盒子 没有动手 反而陷入了沉思 被海谷压着的盒子 平平无奇 从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 但是 就这普通的东西 让陈浩道心 感觉到了一种压抑 那是来自玉玺龙器的威严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玉玺为人皇之用 人族气韵 汇聚之宝 他天生和逍遥自在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修行之人不合 此刻气息交融 陈浩有种感觉 只要自己接出了这个盒子 就无法摆脱玉玺出世的因果 或许还会牵涉到影响自身修行的事情之中 所以陈浩很犹豫 他答应了老鬼 必然要负责 只是不想被牵扯的话 这负责就需要一个方式 不能自己碰 不能通知其他能够处理的人 要顺其自然 这就为难人了 正琢磨着 陈浩面色一动 转身看向侧面 他看到了几个人 正在水中吃力地游向岸边 看到这几个人 陈浩眼神一动 突然笑了 随后 他带着吉小躲到了一边 水中一共有五个人 两男三女 男的分别是那个印象不错的男生 和那个背后付菲自己的胖子 另外就是三个女孩 五个人很快靠近了岸边 爬到了沙滩上 胖子直接倒在地上 气喘吁吁 一脸劫后余生的欢喜 另外三个女孩 也都没有形象地趴在沙滩上 唯独那个叫风哥的 努力站着 开口道 不能停啊 我们需要找一个 避风的地方休息 否则 在这里生病 必死无疑 不行啊 哎呦 我没理解了 就算病死也不想走了 胖子微微摇头 风哥正要开口 突然发现前面乱石后面有亮光 惊喜道 你们快看啊 那边有光 肯定有人啊 说不定是那个开船来的人 我们快过去啊 胖子文言吓了一跳 爬起来看过去 有些怯怯不安啊 宗师自己提议到船走 现在好了 船没了 大家都困在这里了 这要是人家找自己麻烦 那就悲剧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五十七集 太好了 我们快去 他一定有办法救我们的 三个女孩也都哭泣着爬起来 看风哥和女孩都走了 留自己一个在沙滩上 胖子也是害怕呀 不敢停留 只好跟上去 绕过了乱石 就看到了一条峡谷 然后几个人 然后几个人全部傻眼了 因为那光芒之处居然是一个古香古色的阁楼 发出光芒的正是楼门口的两个大红灯笼 这也太神奇了 在这荒岛之地居然还有房子 这之前怎么没发现呢 几个人面面相觑 风哥道 不用怕啊 不管这是真是假 总比在外面冻死要好啊 我们过去看看 说着 他带头走 来到了房子门口 房门自动打开 然后一只威武雄壮 羽毛鲜艳 机灌紫红的大公鸡走了出来 看向几个人 开口说人言 上穷必落下黄泉 人黄有宝赠有缘 时光一转两千载过去 真是等得太久了 风哥几人顿时目瞪口呆啊 一只鸡 开口说话了 这真的是鸡吗 不过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呀 什么人黄 什么有缘的 难道咱们落难海岛 就是为了来这里 胖子嘴是精明 闻言 眼睛一亮 跳出来就跪在了地上 高声道 神机啊 有缘人在此 风哥几人回过神 都是面色激动 却没说什么 公鸡看向胖子 有不有缘 还要看钱 守了人黄之宝两千载 想要得到 总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来 谁能拿出现在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我就跟谁换了 换钱 听到公鸡的话 胖子风中凌乱啊 这他妈不是赠有缘吗 怎么还带交易的 胖子看向公鸡 不满道 神机大大 您刚才说赠有缘 这怎么又变成了交易啊 公鸡撇视胖子 就你这智商 还有缘人呢 我问你啊 西游记中 唐三藏西天取经 佛祖赠经书 要钱没有啊 胖子下意识地摇头 西天取经 肯定没要钱啊 要钱了 还不成买卖了 叫什么事啊 但是 唐三藏领取真经的时候 可是用紫金波玉换的 你懂 公鸡意味深长地说道 胖子无语了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那好像是一道结束啊 怎么到了这里成了要钱的借口了 请问神机啊 我能知道这仁皇质宝是什么吗 风哥突然开口 公鸡说 这有什么不能的 这仁皇质宝 是玉玺 玉玺 听到这话 风哥眼神有些失望啊 还以为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呢 没想到是这个玩意儿啊 也别怪他失望了 古往今来 王朝也不算少了 每一个朝代都有玉玺 甚至还有许多最终没有城市的大佬 也有不少败王前登基的 这一朝朝地积累下来 玉玺虽然不说罕见 却也不是仅有啊 这样的东西也值得神机守护两千年 你是不是在想 这玉玺有什么稀罕啊 居然让本神机在这里镇守啊 公鸡淡定开口 说完 他环视一圈 继续道 嗯 一群蠢货 姬爷真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有资格成为有缘人的 也罢 为了让你们心甘情愿地拿出最值钱的东西交换 我就提醒你们一句 嗯 这玉玺可不是普通玉玺 而是传说中的那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的人黄玉玺 这玉玺为上仓所赠 人足弃运至宝 得到这块玉玺会被上天垂青 有四方神灵守护 更有资格问顶帝皇之位 即便死后也是龙气缠身万劫不灭 你们说 这样的东西值不值得鸡爷镇守啊 听到这话 风哥几个人都是倒吸凉气 玄机一个个目光变得炙热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神物 那真的要争取了 神机啊 如果要财务交易 我愿意奉上百亿家财 只要 风哥激动地开口 但是他还没说完 攻击就打断道 停 我还没说完呢 我要的是 你们现在最值钱的 可不是别处有多少钱 本神机差你们这点钱吗 我要的是心意 是态度 现在开始 每个人以此机会 你们准备吧 说完之后 说完之后 公鸡看着几人 默默等待 风哥几人 风哥几人互相看看 都看到了对方的渴望 在这荒岛 在这荒岛之地没有信号 没有救援 谁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 而这个突然出现了 这个突然出现的神物 荒岛带的东西 他最值钱的 他最值钱的是包包 可是带来的包包 早掉海里了 剩下的都在家里 在这里 他最没有竞争希望 公鸡看着二女争吵 默不作声 风哥一直观察神机 健壮 原本想把手腕上 带的那块价值 三百万的驼飞轮 拿出的想法 被压了下去 神机刚才说交易 但是并没有限定是钱 而是最有价值 而且要心意 要态度 什么是最有价值 是最好的心意 在生命面前 钱就是废纸 奢侈品就是废品 能有什么价值 所以要想获取玉玺 那就要拿出 最真诚的东西 眼神微动 风哥伸手 从口袋中 掏出了一块巧克力 看着公鸡道 神机啊 这是我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用它交易 公鸡看了一眼巧克力 说 这东西 好像不怎么值钱的样子 不 他最值钱 风哥认真开口 说着 他瞥了一眼 两个脸红脖子粗的女孩 笑道 什么项链 戒指 在这里值钱吗 不值钱 甚至可以说没用 他们都没有 我手上的这块 同样是废品的手表值钱 至少手表还能看时间 对生活有帮助 但是这个不同啊 这个是命 在这里 我们已经耗尽了体力 饥寒交迫 如果没有遇到神机 没有来到这里 或许今天晚上 我们都会在这里冻死 但是有了这块巧克力的我 或许能够活下去 所以 这就是我的命 它是无价的 也是我最好的态度 看到风格侃侃而谈 公鸡赞叹道 说得真好啊 听起来还真是很有道理的样子呀 说着 公鸡看向胖子 问道 你呢 你能拿出什么最有价值的东西呀 胖子在风格拿出巧克力 说出那番话后 原本放在口袋里的手就僵住了 听到公鸡的询问 胖子沉默了片刻 看向公鸡道 神奇大大 有刀吗 公鸡一招手 一把匕首飞了出来 落在胖子的手中 胖子握住把柄 二话不说 脱下裤子 对着裆部就是狠狠一哥 瞬间 血水飞溅 一坨肉掉在了地上 胖子身体摇曳 面色苍白 嘴唇都在哆嗦呀 不过他坚持着没有倒下 而是看着公鸡道 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对值钱的东西 公鸡风格三女都傻了 刘俊 你这什么意思呀 你这是羞辱神机吗 你这一团烂肉 能有什么价值啊 风格看到胖子的行为 心惊之余 急忙反驳 胖子冷哼啊 价值啊 神机大大缺钱吗 神机大大长生久世 自然保物无数 随便拿出一个 就是不是凡人能买得起的 神机大大要的是太多 你们拿出项链戒指 还有这巧克力 说的好听啊 可全都是身外之物啊 这也叫太多啊 我切记明智 谁能比我更有心意啊 胖子一番话呀 怼得风格说不出话来 随后胖子不顾血流不止 目光炙热地看向神机 神机大大 还请宣布 谁为有缘人啊 公鸡回过神来 惊叹道 人类果然是一个比一个狠啊 同自己都不说 现在连命根子都敢切 你这心眼鸡眼浮起 这玉璽归你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说着 公鸡转过身 一个高台从地下浮起来 高台上一个箱子浮动灵光 见到这个五个人都是目光火热呀 胖子最激动 他出身不差 父亲是搞工程的 可是社会阶级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站得越高 接触得越多 越能感受登上金字塔顶点的难度 也更明白 站在高处的人是何等的风采 因此 他利用父亲的关系 接触到了风哥这样的顶级豪门公子哥 就是为自己打基础 争取未来有机会能进入更高一层阶级之中 不过现在 遇到了这样天大的机缘 什么风哥 什么豪门 都无所谓了 只要得到了玉璽 一切都会有 正当胖子打算过去打开箱子的时候 突然 风哥先跑了过去 目光炙热地伸手抓向箱子 就在这时 公鸡冷哼一声 张口吐出一道碧绿光芒 射中了风哥 下一刻呀 风哥身体僵固 快速地转化成为一个石像 哼 不是有缘人 可不能接触遇袭 当即也是摆设吗 公鸡悠悠的话语传开 让原本心中浮现歪念头的三女也都一个机灵 压下了小心思 胖子也被吓住了 神机 不愧是神机 神童好生了得呀 直接就把人给石化了 心怀敬畏 胖子却是越发激动了 这么厉害的神机守护的玉玺 肯定如同他所说的那么厉害 太好了 老子要翻身了 要那些说我是狗腿子的人 看看将来 我是他们想要仰望都仰望不到的人 来到高台前 胖子打开了盒子 顿时一抹光泽浮现 龙气弥漫而出 一瞬间 一种无形的波动覆盖八方 扩散到了看不到的尽头 与此同时 不管是华夏还是海外 凡是修行之人 全部都感觉到了那一瞬间出现的契机 随后推算 立马面色大变 华夏 由关部门总部 一群大佬们快速巨头 个个面带喜色 感受到了吧 感受到了 到门那边也传来确切消息 说是传说中的那个玉玺出世了 这是真的 来得太及时了 有了此物 我华夏龙运绵长 必将逢凶化吉 再创盛世啊 先别高兴太早啊 玉玺出世必定牵扯许多 更有小小不会让我们如意 所以找到玉玺带回来是目前最关键的事儿 这个必须啊 我们这就吩咐下去 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玉玺安全带回来 这时候 华夏其他地方还有海外一些势力 也都秘密地做了许多安排 而在荒岛上 陈昊看着触摸了玉玺的胖子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天道把玉玺安排给自己 打得一手好算盘啊 不过可惜自己是艺术 是一线生机 除非我自愿 否则想要算计我 哪有这么容易啊 如今胖子付出切机代价 得到了护卫玉玺的机会 立马让自己脱身而出 不过这胖子倒也不算白付出 他原本虽有些福相 却是个短命鬼 只有不到二十年寿命了 此刻拿到玉玺之后啊 胖子的命相就发生转变 原本的福相变得富贵绵延 官运加深 命线更是比之前坚挺了几倍 也算是改变了命运 只是这胖子 似乎下半生还有一截 目前看不透 心中若有所思 陈浩给公鸡传音 这时候公鸡一挥翅膀 一道灵光加持在胖子身上 封住了他流血的下身 然后公鸡道 好了 人皇之宝送出 缘分已尽 望你好自为之 说完 耀眼的光芒浮动 等光芒散去 阁楼公鸡全部消失不见 原地只留下一个包裹 胖子先是查看了自身 发现下身已经结巴 疼痛感也减轻许多 顿时松了一口气 随后又把切下来的小老二 剪了起来 小心地放入口袋 切鸡虽然痛苦也疯狂 但是现代科技发达 切掉了又怎么样啊 街上不就行了 只不过是过程痛苦 吓人了一些而已 想要成为人上人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随后 胖子又打开包裹 看到了里面的食物 衣服 还有一部卫星电话 顿时啊 胖子眼睛变得明亮 正打算做什么呢 胖子动作一顿 然后拿起切鸡的匕首 转身看向了三女 目中浮现疯狂 而凶残的光泽 远处 正在离开的陈浩 突然转身 看向胖子所在的方向 眼睛眯起 公鸡错愕道 我去 这货怎么杀人了 陈浩注视片刻 抬头看向天空 嘲讽道 这就是与玉玺接触的结果 自古以来 王图罢业 莫不是尸山邪海诸旧 这不过是开始罢了 公鸡说 那我们不管吗 这可是活生生的生命啊 不能管 好不容易脱身了 可不能再扯进去 否则 不仅对我修行有爱 或许会因为我死更多的人啊 公鸡漠然 陈浩转身 眼神变得清冷 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 走吧 天道有他的安排 我也有我的选择 老祖宗说得好啊 穷则独善其身 达者兼济天下 我还未答不可妄为啊 到了一处水边 陈浩看向大海 笑道 丁组长 看了一路了 你有什么看法吗 随着陈浩的话出 一道海浪袭来 凌空幻化成一个水人 正是那个老娇人模样 老娇人看向陈浩 赞叹道 陈导长 你让老身刮目相看 陈浩笑咪咪地道 就这些啊 不想说些别的 老娇人说 陈导长 志向高远 前途无量 修行界传逆 是唯一能突破先天的 这一次我信了 之前是老身有所亏待 在这里向道长致歉 还请道长 莫要放在心里啊 说着他弯腰行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358集 陈浩测开半步 道 丁组长客气了 不管是修行还是年纪 你都是长者 我可不敢承担啊 不过我这来客船被毁了 如果领组长好先送一艘 那我感激不尽啊 老娇人说 这是小事 随着话出 海水分开 一艘看起来像是乌棚船 却通体碧绿 十分新奇的小船浮了上来 这老娇人贼精啊 却是早已经准备好了 碧绿之船看似很小 却在大海之上平稳前行 坐在船舱中 陈浩看向正在眺望 已经成了小点的孤岛的老鬼 笑道 呵呵 舍不得了 老鬼叹息道 啊 生前七十多载 大多数都在漂泊呀 甚至有时候还在担惊受怕 过得当真是酸甜苦辣 滋味自至啊 呵呵 没想到死后反而经历了真正平静无波的六十多年悠然时光 这里说起来 或许才算是我第二故乡啊 陈浩笑笑不语 老鬼转入船舱 看向陈浩 大师啊 你把玉玉就这么交给别人了 不后悔吗 陈浩笑着说 呵呵 有什么好后悔的 那玉玉与我道不合 何必招惹 老鬼叹息道 大师心境 老朽钦佩 我虽精力诸多 却始终做不到如大师这般 拿得起放得下 否则早在七十多年前 这玉玉就交给智游龙大师了 陈浩正要开口 突然愣住 看向老鬼道 你说 龙大师 呵呵呵 是啊 说来那龙大师学识渊博 不仅精通天文地理 风水定位 还能策字算命 离顺阴阳 曾经有此收到阴火 差点被诅咒缠身 也是龙大师为我破解 否则当年就死了 陈浩 陈浩默然无语 在老鬼说出龙大师的时候 陈浩突然心中一紧 有种莫名的感觉 说不清 道不明 正想着 陈浩眼神一动 拿出了一个白玉一般的小锣 这正是临行前 龙哥赠送的阴锣 陈浩之前遭遇焦人族的时候 就研究过焦人族相关的记载 知道这阴锣能够储蓄声音 还能够百里传音 对于焦人族来说 等于电话一样的存在 只不过阴锣这种东西 属于一种特殊海锣 即面后留下 十分稀少 哪怕能够在海中生活的焦人族 也没有多少 陈浩把玩片刻 把阴锣放在了耳朵边 下一刻 龙大师的声音响起 陈道友啊 我就知道 你不会带走玉玺 陈浩眉头一动 正要开口 龙大师的声音继续响起 陈道友啊 你不要说话 这阴锣被法术加持 一旦启动 只能存在一分钟 一分钟后 阴锣泯灭 所以 我说 你听 陈浩沉默下来 眼神却是变得古怪 这还是陈浩第一次听到龙大师如此严肃的语气 或许道友心里有很多疑问 不过现在我没有时间解释更多了 我只能说 这是我太爷爷为月儿铺下的路 三代前就口口传承 本来我也没有当成真的 毕竟太过玄奇 可是当我带着月儿来到交人宫 晚秋临终前告诉我关于玉玺的事情后 我这才相信啊 当年太爷爷真的安排了这件事 而且命运 前引我们来到这里 所以我不得不开始计较 不过这种事属于夺天机 而且只有一线机会 只要道友不放弃 我太爷爷的安排就算废了 而一旦道友放弃 月儿的机会就来了 道友啊 为了月儿 我也将要做些什么 或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了 谢谢道友给月儿的机会 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 陈浩手中的阴罗 突然化作粉末 随风而去 陈浩呆呆地不动 目光看向已经看不到的岛屿方向 好久之后才看向老鬼 问道 老伯啊 你那位知交好友龙大师 全名是什么呀 老鬼说 龙玄机 陈浩咧嘴一笑 起身走到了船尾 眺望波浪不休的海域 惊叹道 龙玄机啊 好一个龙玄机啊 推算之道 简直达到了鬼神莫测的地步 连我这艺术都算计了 不过 人算不如天算啊 你这是把主意打在了我身上吗 哼 陈浩抽丝剥茧 脱离漩涡 可是却没想到 却被一个数十年前的古人给算计了 弄成现在这样藕断丝连一般 那位龙玄机到底做了什么 能让龙大师和自己有如此深的交集 他又凭什么敢算计数十年之后的天地大势变化呀 心思白转 陈浩突然眼神一动 拿出手机 拨打了号码 电话一打就通 然后 戴云热情的声音响起 在 不是 陈道友 你有什么事吗 陈浩不废话 直接道 有关部门对修行界了解甚多 我想查一下关于龙大师 也就是龙澳的族谱 能帮个忙吗 戴云说 这个没问题啊 我正在部门办公 正好帮你查查 先不要挂电话呀 一分钟内给你消息 不过片刻 戴云的声音响起 找到了 我去啊 陈道友啊 这位龙大师还真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啊 他祖上居然是算天算地算无遗漏的龙玄机 那可是号称相师界最后一位九品相师 当年建国之时 他也出力甚多 据说还折了寿 之后秒无踪迹 而且有些奇怪 这龙玄机 师臣何人 来自何处 有关部门内部居然都没有一点记载 一切都是从龙玄机开始 之后 龙家基本上都是代代单传 还有这名字 也有点奇怪啊 龙玄机之后 一字排列是 龙巨 龙河 龙奥 到第五代才有三个字 名为成九 看起来就好像有某种联系一样 陈浩听完眉头一挑 龙奥不是有两个女儿吗 不该是单传吧 而且他女儿也不叫龙成九啊 戴云说 资料不会错的 这位龙奥龙大师自幼拜师雀跃门 和同门师妹成亲 但是婚后一指无出 就收养了一位同门仪女 而他们的亲生女儿 就是龙成九 小明月月 陈浩顿是莫然啊 如此说来 一切就有迹可循了 那位龙玄机 当真是为了自己后代谋划了不少啊 四代积累 五代惊天 陈道友啊 你突然查龙奥大师干什么呀 不会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吧 不过没关系 只要事儿不牵扯到国家人民利益 一切好说啊 戴云笑着说道 陈浩回神 眼神微动 说 麻烦戴云道友了 也没什么 就是打听一下 有时间拒绝啊 我先不打扰了 说完 陈浩挂了电话 另外一边的戴云听到电话断音 眼神变得锐利 目光又看向电脑界面上的龙奥家谱陷入沉思 职业习惯遇到任何事儿他都要琢磨一下 有时候就会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也说不定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祝鬼没了希望 收起电话 陈浩深吸一口气 笑了笑 转身走进船舱 大师啊 刚才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老鬼有些局促地问道 陈浩笑着说 没事啊 就是我得到了一个消息 很有意思啊 某个人算天算地 自以为掌握一切 可惜啊 一线生机 那是连天道都掌握不了的东西 他也敢利用啊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握 老鬼不明所以啊 陈浩却不多说了 重新坐下 盘坐修行 乌鹏船在海中畅行 速度极快 在第二天临近傍晚的时候 就看到了陆地 在一处海边停靠 陈浩一行下船 那乌鹏船就化作了海水散去 无影无形 之后找人询问 辗转两个多小时 陈浩来到了老鬼的家乡 海洋 老鬼的想法是落叶归根 人死入祖坟 这样他也就安心了 这事也不算难事 也没有危害别人 陈浩直接用幻术 从一些老人口中 得到了一些消息 然后就带着老鬼 来到了一处荒山野地 这里还有起起伏伏的小骨包 记住他的存在啊 这就是人族传承 两三代内还有亲情 三代之后祖上叫什么有的都忘记了 人类永远都是向前看的生灵 找了个平地 陈浩手捏剑绝 分开一道裂缝 把老鬼的骸骨放在其中 掩埋好 也不做坟头模样 然后拿出三支灵箱点燃 老鬼这时候已经发泄了情绪 来到陈浩身边 开口道 多谢大事恩情 老朽无以为报 如有来世 劫草闲还 报答大恩啊 说完 老鬼跪下 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头 陈浩没有避开 生生地承受了 随后 系统的声音响起 一年道横入账 然后老鬼身体灵化 再次送走了一个遗留人间的鬼屋 陈浩目光看天 叹息了一声 一路兜兜转转 遭计几何 直到今天 陈浩才算是从稀里糊涂的修行中醒悟过来 什么叫一线生机啊 那是不管任何事情 都没有绝对的死地 都会有一线生的可能 自己为系统就是一线生机 什么叫天道大事啊 天地运转 盛极而衰 转化旧时积累 造就新生天地 一线生机和天道之间互相依存 不可或缺 现如今 正是天道管阳 陈浩谢阴 看着天空 陈浩突然又笑了 哈哈哈哈 虽然感觉像是给你擦屁股 不过想要得到就要付出 这也是我的路 我认了 从今日起 行走人间 礼顺阴阳 话落 陈浩转身 翩然而去 夜色明媚 星河璀 凉风袭袭 渐带寒衣 黑猫 跑得不自在 直接跳到了陈浩的怀中 让他抱着走 这是属于猫主子的福利 公鸡也是好久没被陈浩抱过了 感觉有些怀念 也想让陈浩搭一城 不过公鸡一说 陈浩脑海中就幻化出一个形象 公鸡幻化大汉 用那魁梧的身材做小女儿姿态 沙包大的拳头打在自己胸口 扭捏地说 人家要用小拳去 哎妈 瘦不鸟 陈浩当场拒绝 并且告知 以后不准爬自己的床 公鸡顿觉委屈呀 我这不就是求抱抱不成吗 怎么连床都不让上了 说好的一家人呢 这都分床睡了 离开荒山野地 在晚上快十点的时候 陈浩带着仲晓 来到了一个小镇 小镇灯火通明 即便是很晚了 依然是热闹非凡 锣鼓悬天 陈浩靠近 询问了一个满身泥巴 还没来得及换衣服的大爷 这才得知 小镇这是在庆宫 原来在镇子东边 吉里就是一个大水库 那是小镇居民的供水地 就在几天前 水库之中突然出现了巨大的水怪 如果是之前听到水怪 人们还会惊慌失措 向政府求救 但是现在 不会了 因为水怪火了 这年头啊 人们的思维早就转变了许多次 到如今 哪怕是老头老太太也都知道 想要发财 就要抓住基于 就如同炒股啊 牛市多少年来一次 来一次就要抓住 抓住了就能发财 水怪 就是牛市 因为水怪肉太他妈牛了 血肉能抵抗现如今各种无法治疗的疾病 而且见效快 哪怕没病 吃了也能强身 甚至许多方面都有特别效果呀 市场是一天一个价 水怪却是一天天变少 有些人有钱都买不到 但是水怪虽凶 也挡不住人的欲望 十几亿人联合起来 遍布华夏各地那些冒出来的水怪 在短短时间内被打捞一空 然后各种交易呀 到了现在 哪里出了水怪 那都是让人羡慕极度恨的 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寻怪人和猎怪公司 就是专门在荒郊野外各种湖泊之中寻找 只要确定了真有水怪 那就能换取一大笔钱 所以小镇旁边水库出现水怪 小镇的人们就疯了 二话不说呀 全镇数万人齐上镇 一条冒出来的地下巨鱼 还没有来得及多呼吸几口地上的空气 就被弄死了 陈浩到的时候啊 正好是小镇人民才把巨鱼运过来 正在分割 现场和到来的商人们交易 大爷说的时候啊 还有些叹息 因为抓的巨鱼只是最低的一级水怪 如果是三级水怪 那就赚大了 陈浩听得无语啊 这分级也是现在流行的 也不知道是政府引导 还是现在人的脑洞大思维广 民众自发传开 在各种异常出现后 相对的等级也随之而来 久而久之啊 居然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就如这地下水怪啊 巨鱼就是一级水怪 还有一种类似章鱼的东西 是二级水怪 另外就是一种浑身骨刺 满嘴尖牙 特别难对付的怪物 就是三级水怪 等级越高 食用的效果越好 研究的价值越高 但是相应的 三级水怪 那可不是普通武器能够对付的 真遇到了 一个小镇的人都不够甜 这位大爷呀 也是心够大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五十九集 了解了详情 陈浩也过去凑了凑热闹 然后购买了三斤巨鱼肉 还别说啊 这巨鱼不愧是让人类疯狂的东西 因为其特残 因为其特殊的作用 现在买卖不是按金 而是按两 一两三千 我二家 陈浩买三斤 挖了九万大洋 一条巨鱼 起码也有一百多吨 哪怕去除一部分不能实用的 也能卖出数十亿 让参与的小镇居民平分 也能每个人得到十几万 这你嘛 一次买卖 整个小镇的身价都整体提升了一大截 也难怪听到水怪 人们只有兴奋 没有害怕 买了具鱼肉 陈浩没打算在小镇停留 因为小镇寻常 并无什么阴魂恶鬼 无需他关注 不过 当陈浩刚刚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脚步一顿 目光看向一个人 那是一个女人啊 气质如蓝 身材苗条 看起来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 却保养极好 更显成熟魅力 陈浩看的不是女人的美貌和气质 而是女人身上 阴气缠身 命相暗淡 这可不是偶尔撞邪的问题 而是和阴泪接触日久 才会出现的情况啊 女人是普通人 杜绝了养鬼的可能 那就是被阴灵纠缠了 被陈浩关注 那女人似有所觉 转身 看向陈浩 陈浩微笑点头 女人却冷哼一声 转过身去 不予搭理 陈浩一愣 哑然失笑 然后转身离去 女人看穿着就知道 不是普通人家出身 而且她旁边不少人听从调遣 显然是带队过来购买巨鱼肉 自身地位不低啊 这样的人 自己贸然过去说 你撞邪了 指定不会相信啊 还会被当成骗子 我掌系统为一线生机 想要一线生机 也要有缘才行啊 从小镇离开 一路前行 很快就到了一个巨大的水库边 这水库正是抓捕巨鱼的水库 此刻巨鱼被抓了 水库中除了那来来往往的各种鱼类 也没有其他水怪 找到一处平地 陈浩四处看看 就打算在这里露营了 寻来一些木材 挥手凝聚火球 陈浩又拿出各种佐料 然后把购买的巨鱼肉拿出来 准备做烤鱼 黑猫极小四处撒花玩闹 一时间倒也算的是难得的清静悠闲 巨鱼肉很快就变得焦黄 散发香气 受到香气吸引 极小也不跑了 全部围过来 烟巴巴地看着 陈浩笑了笑 把先烤好的巨鱼肉分成几份 每个一份 看着极小吃得欢快 陈浩目光看向了火龟 说起来 这并不算自己养的宠物 只是因缘巧合聚到了一起 原本是打算借着话题 转到东海 避开各种麻烦 没想到稀里糊涂发生了许多事 这货也跟着留在了身边 如今陈浩明悟几道 已明白了许多其他事 在这个末法绝代的节骨眼 任何一个灵物出世 都不会是单纯的出世 必然有其原因 所以陈浩不打算禁锢极小 只要有选择 毅然成全 看火龟正啃得美滋滋啊 陈浩开口道 小火龟啊 东海一行 我算是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啊 这颗珠子该给你了 正在啃鱼的火龟 顿时动作一顿 伸长脑袋 看向陈浩 嘴巴张了张 攻击道 浩哥 这话说 你不是骗他吧 陈浩笑了笑 也不废话 直接把手中的珠子 丢给了火龟 火龟大喜 直接跳跃而起 把珠子咬住 也是神奇啊 那珠子比火龟头都大不少 但是却被他一口吞了下去 珠子入腹 火龟激动不已 甚至还跳起来 翻了个跟头 之后 火龟看向陈浩 公击继续翻译 浩哥 他在道谢 还说那些什么 报恩的废话 火龟顿时不满的 邓氏公击 这死鸡啊 我这可是很认真的 道谢和表示态度 怎么从你口里说出来 就这么无关紧要啊 陈浩笑道 哼 报恩什么的不用了 这个本来就是别人给你的 我只是代为保管 如今东西给你 我们之间的缘分 也算是两清了 火龟愣住 玄吉他低下头 似乎在做什么 好一会儿后 火龟仰起头 对陈浩认真的对第三点头 然后转身 跳入了水中 陈浩感知到火龟入水 极快地消失到深处 笑了笑 继续烤鱼 吉小也只是看着火龟离开 并没有什么表示 安静夜晚 繁星满天 人语自然 切意悠闲 很快啊 三斤烤鱼 就被陈浩烤完 只剩下最后一块 面对这一块 吃上瘾了的黑猫 公鸡 胡适丹丹 都想要吃 互相呲牙咧嘴 眼神争锋 感情归感情 烤鱼归烤鱼 吃完还是好朋友啊 陈浩一边烤着 一边兴致勃勃地道 来 打一场啊 谁赢了归谁 我给你们当裁判 保证不吹黑哨 黑猫鄙视地 瞥了一眼陈浩 公鸡正要说什么 突然愣住 鸡头扭向一边道 这个时间点了 怎么还有人过来这里啊 陈浩一念赶直过去 旋即笑道 哼哼 只是听说了寻怪人 没想到今儿就遇到了 好了 都老实点啊 好好蹲着 扮演宠物 很快啊 一群人就从不远处冒出来 这群人一共有五个 都是魁梧汉子 身上带着各种装备 看到了正在肃营烤鱼的陈浩 就靠近了过来 有孩 还以为是同行啊 没想到 却是个野营爱好者呀 哎 小伙子 在这里 素营 就不怕有水怪冒出来 把你拖走啊 一个人看了看陈浩的帐篷 戏谑地笑道 陈浩 偏了一眼几个人 笑着说 这里的水怪不是被抓了吗 哪有这么多水怪啊 哎 这可不一定啊 否则我们怎么会过来呢 陈浩惊讶道 难道这里还有第二条啊 有没有 试一试就知道了 小伙子喜欢野营 肯定喜欢找刺激 如果发现了水怪 会很刺激的 一个男子咧嘴一笑 意味深长地说道 之后 几个人就卸下装备 各种操作 陈浩把烤鱼丢给了黑猫和公鸡 让两小争夺 他则好奇地观看 很快 几个人就调整好了装备 然后打开了笔记本 开始操作 笔记本界面是一个虚构的湖泊界面 一道光线盘旋 就好像雷达一样搜寻 这边忙活着 一个男子靠近陈浩 挑了挑眉笑道 兄弟啊 单身吧 陈浩无语啊 你怎么知道我单身啊 陈浩笑咪咪地问道 男子笑着说 一般喜欢野外活动的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单身 要是在野外 还带着宠物的 必定是单身 只有单身的男人 才有时间和精力养宠物啊 陈浩挑眉 意味深长地道 这又如何呀 别误会了 我可不出柜 我就是向你推荐一款产品 兄弟 你看啊 新一代全自动 冰冰款 神奇 轻巧便利 随身携带 而且 无需润滑剂 只要带着两截五号电池 让你没有女友 也能享受幸福人生啊 看着男子突然拿出来的 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陈浩顿时愣住 一脸懵逼 我他妈想了很多可能 唯独没想到这个 这荒郊野外 还是深更半夜 你他妈居然向我推销这种 说起来啊 貌似也挺合理的 单身男人 孤夜难眠 有个神奇吧 我操 我想什么呢 这个 我不需要啊 陈浩避开目光 果断拒绝 男子笑道 兄弟 别害羞啊 大家都是男人 我懂的 你别看我跟着一起寻怪 实际上 我的主业是 某某厂专业营销员啊 我发现寻怪这个行业 都喜欢往山林钻 而且寻怪99%都是男性 你想啊 一大群大男人 邪气方刚 十天半个月的 也不容易见到女人 这兴致来了 咋办啊 总不能 嗯嗯吧 是吧 所以我冒险 加入队伍 就是为了推销 这款产品 哎 悄悄告诉我 我们队 每个人都购买了 这款神器 嘿嘿 陈浩脸黑啊 我说了不需要 嗯 既然这里 有可能出现水怪啊 我胆子小 可不敢招惹 先走了 说着 陈浩起身 准备收拾 就在这时 突然惊呼声传来 华操 有动静啊 真的有水怪啊 太好了 发财了 听到声音 陈浩一愣 错愕地看去 而推销产品的男子 却是完全忘记了推销 惊喜地跳回去喊道 真的吗 老大 二麻子 你不去推销 你那款漏电神器了 麻痹的 发现了水怪 谁他妈还去推销神器啊 陈浩无视欢喜的几人 目光看向水库 这水库极大呀 一眼看不到边 而水库水深 陈浩意念无法渗透太多 之前感知不到 以为没有 没想到这群人 居然还真的探测到了第二条水怪 此刻陈浩一边偷看笔记本上探测的点 一边对照 发现那点移动在树里之外 这就超过了陈浩的感知范围 只是陈浩发现了 那点在模糊水库之中 似乎移动的速度不慢啊 这会儿 几个发现红点的人一边观察 为首的光头大汉 一边拿出电话 拨打了出去 等接通后 大汉笑道 刘总啊 好消息啊 啊 不错 你猜对了 我们发现了水怪 还真的 这绝对是真的 根据最新的模拟器探测啊 这水怪怕等级不低啊 就算不是三级 也绝对达到了二级 价值超过百亿啊 啊 地点啊 嘿 刘总啊 虽然咱兄弟们的装备都是你支援的啊 可是咱们也都是立了合同的 这要是发现了 都要按照合同来走啊 说好的 发现了立马每个人一百万奖励到账 等抓捕之后 还有百分之十的分红啊 哎 痛快 有刘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等奖励到账 我就把地点给你发过去 光头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其他几个人立马欢呼起来 不说马上到账的一百万 这水怪奖励才是大头啊 不远处 陈浩看着几个欢笑的人 面无表情 就在刚才打电话之后 这几个人原本寻常的命香 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黑气浮现 血光临身 这是死结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祝鬼为乐系统 不过 陈浩没有主动提醒的打算 每个人虽然起点不一样 但是诞生之后 鹿却是自己选择的 从来都没有什么上天注定 否则 每个人都要上天来安排 又何必有这种大乱征兆啊 那修行之人 又如何能够超脱啊 天道无情也无依 生灵有命 鹿自选 我是一线生姬 不是一线圣母啊 没有打扰几个人 陈浩继续收拾 突然陈浩动作一顿 转过身去 这时候啊 原本欢呼的几个人 靠近了过来 一个个目光凝重地 看向陈浩 陈浩环视一圈 笑问道 怎么 有事吗 光头道 兄弟 你要走啊 对啊 这里有水怪不安全 我肯定要走啊 这可不行啊 水怪这东西可是宝贝啊 你离开告诉别人了 怎么办呀 那咱们兄弟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一个男子笑咪咪的开口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 都是爷们 我们不跟你玩虚的 两个选择 一是留下来 等我们抓捕了水怪随便去哪儿 第二嘛 要是不合作 那就只能送你上路了 他话音一落 几个人就绕开包围了陈浩 陈浩叹息道 这又何必呢 区区水怪我也没放在眼中 更没兴趣到处说呀 嘿嘿 没兴趣啊 价值百亿啊 只要抓了 那就是纯利润啊 这么多的钱 你跟我说你没兴趣 兄弟 做人要诚实啊 另外一个男子嘲讽 陈浩正要开口 突然表情一睁 目光看向水库方向 感知中 终于出现了 那个水怪的气息 这不是巨鱼 而且体型巨大 拥有许多触手 正在快速地 向他们这边靠近 陈浩突然笑了 呵呵呵 我还以为你们的结束 是来自背后黑吃黑 没想到死结却在这里 背负一线生机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啊 现在赶紧跑 向北跑 这样还能火 我去 这小子很猖狂啊 怎么 你还想跟我们练练啊 男子以为陈浩不服气 顿时宁笑着靠近过去 同时抬起双手 关节捏得啪啪响 陈浩默默摇头 机会给你们了 真不珍惜在你们 说完 陈浩一挥手 光芒顿时浮现 等光芒泯灭 人和动物都消失不见 准备揍陈浩的男子 瞬间懵逼了 另外几个人 也都是四处看看 四周寂寥啊 没有人影啊 向陈浩推荐神器的男子 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唾沫 面露巨色 颤抖着声音道 那小子 不会是鬼吧 别胡说啊 什么鬼 你见过有鬼在野外素养 还烤火的吗 光头没好气地呵斥 随后正打算说什么 突然水库之中 哗啦一声 水花荡漾 听到动静 几个人看向水库 然后目瞪口呆地 看到一个巨大的圆形物体 从水面慢慢扬起 这巨大的圆形物体上 数十根触手漫天挥舞 数十米外 陈浩站在一处树林中 看着那从水中浮现的 巨大身影 这东西还真是长相奇葩呀 整个身体 如同一个巨大的篮球 而在身体表面 则是一条条 数十米长的触手 以陈浩的眼力 清晰地看到 那触手上是一根根倒刺 显然十分凶残啊 在看到怪物 几个人都被吓蒙逼的时候 那个推销神器的家伙 却是转身就跑 而且正是如同陈浩说的 往北跑 那速度直追短跑冠军啊 但是他刚跑出十多米 一条触手从天而降 啪的一声 直接抽中了他 就这一下呀 这货倒在地上 发出凄厉的惨叫 叫声传来 其他几个人反应过来 急忙分散跑 各找一条出路 可惜呀 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他们的逃跑 也只是临时挣扎罢了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三百六十集 怪物触手不断飞落 几个呼吸的功夫 在普通人中 算得上高大威猛 甚至都是经过训练的好手 就这样被轻易地杀死 看到这一幕 陈昊面无表情 眼神也没有丝毫的波澜 生死有命 任何的行为 都有得到和付出 这是他们的选择 陈昊明误几道 对于生灵行为可以管 但不能轻易就管 他的出手 等于给人一线生机 要是所有人都轻易地 得到了这一线生机 那这人间可就变了样了 杀了几个人之后 怪物居然没有吃人 而是用触手在尸体上不断地拨弄 好一会儿后 怪物速度极快地向远处爬去 看他去向 正是那个狩猎了巨鱼的小镇 面色微动 陈昊仔细打量怪物 似乎看出了什么 拿出手机 给怪物拍了招 然后发给了戴云 戴云道友 这东西有关部门需要吗 不过几个呼吸 戴云的电话打过来 激动地问道 要啊 这可是好东西啊 陈道友 你抓住了吗 哼 没呢 刚发现 他似乎准备朝一个小镇去 另外 他好像正在播种 什么 陈道友 你 戴云打惊啊 可还没说完 陈昊就打断道 他是一劫 我不方便出手 电话可以定位 怎么做 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 陈昊挂了电话 走到了几个尸体前 尸体惨不忍睹 血肉模糊 而在陈昊眼中 看到每一个尸体内 都有一个拳头打的蛋 这就是那个怪物 塞入尸体内的 似乎要用尸体孵化小怪物 陈昊看着蛋 脸上浮现纠结 刚才他在那个怪物的身上 看到了节气 也就是说 这家伙是应劫而出 来在人间制造灾难的 看他孵化蛋 显然这孵化蛋 就是灾难的源头 陈昊不敢出手毁掉 因为天要降下劫难 那就一定能成功 不容人破坏 否则自己一旦破坏 下一次出现的 只会是更可怕的节呢 所以陈昊明白 怪物可以死 但是死前 那些孵化蛋 也要放出人间 这就是结束规则 正琢磨着呢 突然一声微弱的 声音传来 陈昊看去惊讶地发现 那个推销神器 叫二麻子的哥们 居然还没死 被怪物触手抽打 他同样的血肉模糊 不过看样子避开了要害 所以看着惨 其实不要命 只是昏死过去 仔细打量这货呀 陈昊发现 他命功泛黄 三彩印眉 有九化之相 换句俗话说 这货命硬 冯凶化吉 遇难成降 只怕是一般的小诅咒 都揍不死了 先前没注意 现在才看到 这算是主动触发的 一线生机吗 陈昊若有所思 然后检查了二麻子的伤势 拿出三位道长上贡的丹药 药粉服外伤 丹药内服 随后陈昊又捏法绝 以生机术 为他再造肌肤 几重效果之下 片刻后 二麻子表面伤势 结巴脱离 人也从身影变成了舒服的哼哼 见此 陈昊直接带着几小臂开 又过了一会儿 二麻子醒来 先是茫然啊 随后一个机灵 跳起来大叫道 卧槽 怪物 要怪我 可是叫了几声后 却啥也没有发现 顿时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抚摸身上 满脸疑惑 记得自己是被怪物打死了的 怎么会活了过来 而且身上居然没有一点伤 奇了怪了 想不通啊 二麻子也不想了 四处寻找之前的同伴 然后就看到了几个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一看啊 二麻子吓得一怂倒在地上 连滚带爬地跑走 边跑边叫 陈昊不动声色 默默看着 果然又过了一会儿后 二麻子转了回来 在几个尸体上摸索东西 很快啊 他就摸到了尸体中的蛋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等几具尸体都摸了一遍 摸出四个蛋 二麻子脸色严肃的沉思 片刻后 他郑重地把四个蛋收了起来 并且把尸体丢在一个坑内 用携带的工兵铲 挖土掩埋 做完这一切后 这才离去 这一次 陈昊带着几小跟在了后面 来到了一辆金杯车前 二麻子把蛋放好 上车离开 车后座 陈昊端坐着 手还在轻抚黑猫 眼中确实露出饶有趣味的神情 命硬的人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逢凶化吉算是见识了 伙伴全死 自己没死 至于遇难城祥 陈昊也遇见了苗头 这城祥 怕是要落在这四个蛋上 金杯车跑了六个多小时 在天蒙蒙亮的时候 来到了一个城市的郊区村子 在一座院子前停下 二麻子下车 把四个蛋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屋内的一个房间 这才驾车离去 这一次 陈昊没有跟随 看着二麻子开车走了 这才进入院子 四处打量 感知中 屋内床上有一个妇女 看起来气息非常微弱 这会儿正在沉睡 而院子中 中药味道也十分浓郁 这是表面情况 在陈昊阴阳眼中 也发现这院子似乎暗合风水起法 房屋地下 更是埋着什么风水法器 看着风环气绕 朱煞必退 风水镇布局已经是非常久远了 另外就是 陈昊发现了奇异的地方 在房屋大厅正中央的柜子上 摆了好几个灵位 陈昊赶知 发现上面写着爷爷奶奶 还有父亲的名字 可是陈昊见二麻子面相 却非客亲啊 应该三代同堂才对 这一家 有点怪啊 正琢磨这里面的问题呢 突然陈昊眉头一动 目光看向二麻子放弹的地方 此刻呀 那四个弹居然在颤抖 而且陈昊看到 他们居然在汲取这风水局的气 这他妈什么情况 以陈昊的见识 此刻也感觉有些懵圈了 弹吸收风水之气的速度慢慢加快 最后几乎是惊吞一般 把所有风水之气瞬间汲取 顿时 院子下面的风水法器破碎 房屋原本风环气绕的情况消失 与其他房舍一般无二 而后 在陈昊的感知中 那四个弹隐约发生了无法理解的转变 正打算过去看看呢 陈昊脚步一顿 看向院子外 这时候啊 二麻子突然回来了 提着一个保温箱类似的东西 急急忙忙的就进了屋 陈昊看着四个弹被二麻子 一个个小心翼翼的放入箱子内 然后四个弹身上沾染了二麻子的气息 隐约有某种牵连气和 叹息一声啊 陈昊知晓 这就是这二麻子的福运到了 果然是命硬之人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咦 正看着呢 陈昊突然看向另外一个房屋 原本正在沉睡的女人 这会儿突然没了气息 似乎她的命就是依靠着风水局保护 风水局被破了 她就失去了庇护 梦中魂归 再看看二麻子 很诡异啊 她的命像中依然是三代同在 毫无缺失 看看死去的女人 再看看二麻子 陈昊若有所思 随后陈昊笑了笑 不在搭理 带着吉小离去 顺着道路前往城市 在八点多的时候 陈昊进入了城市 这却是一座大城市 高楼大厦 街道宽敞 高架起伏 车流不息 城市街道上 人们来去匆匆 姿态各异 陈昊走在路上 没有目的 所走方向 都是目光所及 随意而为 转入一条街道 红灯停止 又残疾乞丐 不顾危险地 跑到道路中央 手持鸡毛胆子 在车上扫动两下 伸手要钱 有人给 有人不给 陈昊 陈昊助手观看 很快 绿灯亮 车流动 老乞丐 跑到路边 等待着下一波 突然 他似乎来电话了 从口袋中 拿出了一个 苹果手机 接通了 很快 脸上露出急色 快速说了几句 挂断电话 匆匆离去 看着乞丐的背影 陈昊从他面向看出 今日有血光之灾 破财防消 正打算跟上去看看 陈昊一愣 目光看向 另外一个地方 那是一处路边 一个打扮漂亮的女孩 和朋友挥手告别 然后上了一辆 黑色本田 小车慢慢靠近 陈昊面无表情 手却是轻轻地一挥 看似随意 却有一道流光 进入了车内 落在了女孩身上 看着本田 从侧边开过 陈昊则错开 走向另外一条街道 这是一条商业街 街道两边 都是奢侈品店 陈昊在一家 服装店外停下 看向里面 店内没有客人 也没有服务员 只有一个长相帅气 穿着时尚的年轻人 正在坐着玩手机 而在陈昊眼中 看到了年轻人旁边 站着一个女孩 静静地看着年轻人 不说话 只是眼神恶毒 怨气弥漫 陈昊看了片刻 走了进去 年轻人看到陈昊 连忙咧嘴一笑 起身 放下手机道 老板 要看什么衣服 陈昊没有搭理他 而是看向年轻人的旁边 开口道 怎么样 死得冤枉吧 不甘心吧 想不想报仇啊 女鬼顿时看向陈昊 惊愕道 你看得见我 陈昊笑着说 自然看得到 不然怎么帮你啊 你说 想报仇吗 女鬼顿时凶恶地 看向年轻人 我要 我要把她千刀万剐 挫骨扬灰才甘心 王死鬼 莫莉 七天阴魂 完成死院 奖励 一个月到航 系统声音响起 陈昊笑了笑 对着一脸懵逼的年轻人 拿出一个小本子道 我是警察 过来调查 年轻人顿时色变 急忙道 警官 我就是一个卖衣服的 有什么好调查啊 有人举报 你牵涉了一件命案 我过来问几句 别紧张啊 就随便聊聊 年轻人面色有些发白 是这样啊 没事 我会配合的 警官 我先去给你倒杯水 说着 年轻人转身就走 到了店后 陈昊没有阻止 看着年轻人到了后面 然后从小门一路狂奔 跑了 看到女鬼似乎想追 陈昊开口道 不用追 这一去 他必将得到报应 有死无生 女鬼似乎不甘心 陈昊继续道 虽然今天是阴天 但毕竟是大白天 你这出去太伤魂魄 这小子命向短暂 死结临身 过不了多久就会命绝 正好我帮你一把 让他提前走 女鬼顿时掩面 痛哭起来 陈昊默默看着他 好一会儿后 女鬼稳住了情绪 看向陈昊道 谢谢大师 帮我报仇 这是你的缘分 我路过了 见到了 所以出手帮一把 也是他命该绝 如果心不慌 人不怕 我也吓不了他 不过我看你和他之间 似乎关系不浅啊 为何会弄成这般啊 女鬼咬牙道 他是我姐夫 可是人却是个渣男 没有结婚前各种表现 赢得了我姐姐的信任 但是没想到 结婚后立马暴露 而且他结婚前的 各种花销 都是借的高利贷 等我姐姐知道的时候 已经欠了一百六十多万 当时我姐姐 就要和他离婚 但是没过几天 我姐姐突然失踪了 我怀疑是他 对我姐姐做了什么 就过来询问 没想到 这个禽兽强暴了我 还 还把我杀了 对了 我姐姐还在 她还活着 就在这个禽兽的家里地下室 被她用铁链系着 不好 她肯定会去回去杀了我姐姐 大师 快去救救我姐姐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陈浩点头道 故事不错啊 不过你确定 你这个渣男姐夫的故事中 你没有别的角色 女鬼一愣 陈浩似笑非笑地道 我说了 这是你的缘分 不过 这个缘分 不是帮你报仇的缘分 而是帮你赎罪的缘分 你该庆幸 你有一个功德很大的姐姐 否则你觉得这大白天的 没阳光 鬼就能出现吗 为姐姐功德庇护 你却恩将仇奔 当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女鬼不说话了 你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女鬼一瞬间就慌了 语气也变得十分没底气 陈浩淡定道 听不懂就算了 反正这一次不是帮你 而是帮你姐姐 等她获救 未来还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而你啊 连投胎都不能 只能魂飞魄散 说完 陈浩转身就走 女鬼大声道 你站住 陈浩根本不搭理 女鬼绕到前面 瞪视陈浩 眼中满是怨毒 凭什么呀 陈浩笑了 你说凭什么 女鬼怒道 都是从孤儿院 被人一起领养的 凭什么最后得到遗产的是她 我哪里做得不好了 都是一样的努力 为什么好事都落到她身上 我不服啊 所以 你就嗨你姐姐 嗨 笑话 我只是想要拿到我应得的一部分 难道这也有错呀 女鬼冷笑 陈浩摇头啊 过程什么的我不想知道 我只看结果 结果是你姐姐功德很大 而你只有怨恨 妒忌 你自己不好好想想 为什么呀 功德 不就是帮过几个人吗 他要是能把钱给我 我也可以帮人啊 为什么就不把属于我的钱给我呀 用我的钱做好事 功德就算他的 这岂不是笑话呀 陈浩哑然失笑 问一下呀 你说你和你姐都是被领养的 女鬼邓是陈浩 不说话 既然如此 那养育你们的人 和你们完全没有一丝血缘关系 凭什么把钱留给你啊 他们能养你长大 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你是凭什么觉得 养你长大就必须给你遗产啊 女鬼还是不说话 所以说 就是你自己贪心不足 见不得别人好 本来你就没有你姐姐那样的善心 还强词夺理 胡搅蛮缠 甚至心生歹意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三百六十一集 我没有强词夺理 只要给我钱 我也能做到那样 是他对不起我 女鬼反驳 陈昊冷笑啊 没钱就不能了吗 我看过一篇新闻 一个捡垃圾的老人 用半生资助了十几个大学生 人家比你差远了吧 不说十几个 哪怕一个 你做过了吗 女鬼不说话呀 所以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人已经死了 晦之完你 自己品尝苦果吧 话落 陈昊直接大步离去 留下女鬼 待至当场 出了门 继续沿街道行走 几分钟后 公鸡从侧面小巷子中 飞出来 落在陈昊身边 开口道 昊哥 搞定了 陈昊笑道 辛苦了 不辛苦 这样沉恶扬善的事 做起来就是感觉贼爽 以后多多一山 公鸡美滋滋地说道 我倒希望这样的事 越少越好 人间乱阴阳必定失衡 也是啊 坏人还是少些好啊 公鸡琢琢磨一下 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小神影跑了过来 撞在了陈昊身上 陈昊先生面色一变 然后看到小神影儿的脸 心中一句妈妈屁 飘然而过 大哥哥 人家好饿 想吃大棒棒 你会请我吃的对吧 嗯 小神影儿是一个小女孩 十岁出头 一身公主裙 乌黑头发 打成小波浪卷 皮肤白皙 五官秀气 尤其是一双大眼睛 水灵灵亮晶晶 十分地惹人喜欢啊 不过面对小女孩 陈昊眼中不是喜爱 而是无奈啊 这他妈 怎么会遇到这祸呀 这小女孩 赫然正是鬼欲之主 梁红玉的 那个叫咪咪的 诡异朋友 这祸呀 披着人皮 却完全没有一点人性 做事全凭自己喜好 上一刻还有说有笑 下一刻说不定就要杀人了 完全无法捉摸呀 之前要不是梁红玉警告 陈昊都觉得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杠起来了 咪咪 哼 真巧啊 陈昊开口打招呼 小女孩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尖锐的白牙 哼 哟 还记得我呀 我还以为 你忘记我了呢 陈昊说 怎么会啊 咪咪这样的大美女 哪怕你化成灰我都认识 小女孩眯起眼睛 打亮陈昊一眼道 不仅记得我 胆子也变大了不少啊 不过修为的 的确提升得很快 的确提升得很快 而且给我一种 很危险的感觉 说 你是得到了什么厉害的法宝吗 你想见识一下吗 小女孩黑黑笑道 哼 这算不算是挑衅我呀 怎么会啊 一回生二回熟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说话不用那么多顾忌啊 这都十点多了 要不要找个地方吃饭 我请客呀 小女孩悠悠道 食饿了 但是我想吃人啊 你说咋办呀 陈昊眯起眼睛 抬起手 意味深长地问道 感觉到什么没有啊 小女孩闲事一愣 玄机面色大变 目光凝重地 看着陈昊好一会儿厚道 这个城市 有一家驴肉做得不错 就是地方有点偏 我带你去啊 哼 好啊 话落 陈昊跟着小女孩 漫步离去 看似走得慢 无人关注 但是几个眨眼 人就消失不见 片刻后啊 在城市南边 一片看起来 略有些破旧的 老城区街道尽头 小女孩脚步一顿 看向陈昊道 果然是道痕更深了 这是雷法神通吗 速度不错呀 陈昊笑咪咪地道 我讲了 还有待进步 小女孩脸上 又露出了笑嘻嘻的表情 我带你来的这家店 可不是普通人开的 店主人脾气有点不好 希望你别得罪了 陈昊看向不远处的一个 青砖绿墙的大院子 笑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很硬气嘛 希望你能一直保持啊 小女孩说着 带头走向大院的门 这门是很久之前的那种 大户人家的朱红大门 青铜钉 柳木门栓 很有气派 不过在这气派的门扁上 却有一个很随意的招牌 人间驴肉 四个字歪歪扭扭 如同画在白纸上 然后被装表挂上 到了门口啊 小女孩瞥了一眼陈昊 笑眯眯地走了进去 陈昊却是脚步一顿 目光闪动 这朱红大门之内 他感受到了一种 特别的气息 那不是活人 却又非死人 似乎是一种 很独特的存在 这种存在 让陈昊也很好奇啊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进入大门内 立刻就感觉到 门外和门内 是两个世界 似乎所有的喧哗嘈杂 都被大门阻隔在外 很显然啊 这里被布置了 阵法禁止之类 同时陈昊也感受到了 这大院之内 有不少阴灵存在 目光一转 陈昊就看到了 两个貌美女孩 身穿古装 手中端着盘子 飘然而过 他们都不是活人 却也非恶灵厉鬼 倒像是有了修行的阴灵 用阴灵当服务员啊 也是大手笔啊 陈昊笑了笑 很快来到了大厅方向 到了这里 陈昊就看到 先走一步的小女孩 正在跟一个少妇模样的女人撒娇 那个女人看起来三十出头 容貌美艳 身材妖娆 让人看一眼就觉怦然心动 当陈昊带着极小靠近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撅起嘴 委屈地指着陈昊道 三娘啊 就是这个人 她欺负我 你帮我杀了她好不好啊 陈昊脚步一顿 微笑不语 女人看向陈昊 眼皮跳了跳 似乎有些惊疑 一顿之后 她回归神 走了过去 直接开口问道 喜欢吃驴肉吗 嗯 还行 喜欢吃驴肉的 就是我的朋友 嗯 小咪啊 别闹了 找座位 我让后厨给你们准备大餐 说完 女人转身就走 小女孩呼喊不及 嘟着嘴 一脸不开心 陈昊上前淡然道 闹够了吗 小女孩撇嘴不屑 哼 嘚瑟什么呀 你身上是有一种 让我感觉很畏惧的东西 不过你以为 本姑娘是吃素的吗 我杀不了你 你身边的这些小家伙 可没有你身上那种恐怖东西 我要杀他们 嗯 貌似 很好玩的样子呀 嘴里说着 小女孩目光不善地 看向攻击黑猫等几小 似乎有些跃跃欲试 她的眼神格外吓人啊 让黑猫炸毛 攻击缩头 大头几个 更是不敢对视 陈昊皱眉 最好别乱想啊 否则这将是你承担不起的代价 小女孩嘻嘻笑道 不着急呀 先吃点驴肉 开胃菜 说完 她走进了一个 古香古色的包间 陈昊想了想 跟了上去 和小女孩对面落座 黑猫 公鸡等 却站在陈昊后面 暗暗警戒 很快啊 就有阴灵侍女 送来一盘盘的菜 全部都是肉 而且都是驴肉 每一个看起来 都色香味俱全 让人食欲大涨 不过 陈昊没吃 只是看着小女孩 开怀大吃 同时问道 你不是去追杀 那个变态了吗 怎么到了这里啊 小女孩边吃边到 被她跑了呗 你以为那家伙 那么好杀的吗 哦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不会就是 为了来这儿 吃驴肉吧 小女孩动作一顿 撅起嘴 看着陈昊道 你想知道吗 要是你亲我一下 我就告诉你哦 陈昊面无表情地 看着她 黑猫眯起眼睛 眼中寒光 逐渐强盛 小女孩撇嘴 真没劲啊 告诉你了 其实是红鱼姐 让我来的 说是这地方有古怪 陈昊依然不说话 小女孩继续道 在这个城市里 有很多百年难得一见的人 比如 顾命之人 命应之人 客亲之人 另外还有 三世善人 人形异类等 真的太有趣了 从未见过一个地方 同时出现 这么多人类怪胎 陈昊一愣 之前的二麻子 是命应 然后遇到的 那个女鬼的姐姐 貌似功德很大 不像是一辈子积累 难道是 三世善人 这么说 陈昊觉得 还真是很怪啊 任何一种怪命 都是很罕见的 有些人一辈子 走南闯北 都不见得 能够遇到一个 这一下子 全部聚集在一起 同时出现 肯定有问题啊 难道是天到所为 可是弄出这种情况 有什么意图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祝贵为乐希望 陈昊默默猜测 突然陈昊心生警惕 身影一律而起 这时候 小女孩突然出现在 黑猫面前 表情凶狠地伸手 抓向黑猫 那原本可爱肉嘟嘟 因为抓吃驴肉 还带着油渍的小手手 突然变成了 乌黑尖锐的爪子 黑猫喵一声 猫毛竖起 身体膨胀 虽然明知不敌 却毫无畏惧 凶残地抬起 血刃猫爪对抗 叮的一声啊 两个爪子交错 黑猫翻飞落在墙上 猫爪抓入墙壁 凌空俯视 目光恶狠狠地 瞪是小女孩 小女孩身体扭曲 脸还是可爱的模样 身体却变得十分丑陋 爪子更是闪烁蓝光 看起来似乎有毒 陈昊面色难看啊 这诡异他妈 果然是神经病啊 聊得好好的 突然就动手了 你是真没人性吗 我警告过你了 陈昊看着小女孩 语气冰冷 小女孩撇嘴 我也说了 我怕你的那个东西 但是他们我不怕呀 这小猫咪 刚才还敢瞪我 我腻歪了它 话落 小女孩看向黑猫 眼中杀意充盈 是吗 我看是你活腻歪了 陈昊话音一落 身影冲向小女孩 小女孩伸出血红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眼神火热 毫无畏惧 能让我恐惧的东西 一定要见识见识 以后也能 还没说完 小女孩突然凭空消失 陈昊身影落地 意念感知秀丽乾坤 秀丽乾坤空间中 小女孩眨巴眨巴眼睛 身体僵在了原地 空间角落 和服小女孩和白雾 全缩在一个角落 时不时的亏是 那个一动不动的白衣女子 因为白衣女子 长时间的没有打她们 只是在发呆 让她俩感觉轻松了好多 日子不是那么难过了 突然看到又一个小女孩出现 和和服小女孩和白雾 都吓了一跳 急忙先收敛自身气息 观察情况啊 小女孩懵圈之后 很快发现了 和服小女孩和白雾 都是异类 一眼就能看清楚 对方的身份 小女孩一愣之后 气息覆盖过去 用异类的方式交流 似乎说了什么 和服小女孩急忙摇头 然后扭头 看向了白衣女子 小女孩也看了过去 上下打亮几眼后 叠嘴笑了 她的嘴裂得很大呀 几乎都要裂到后脑勺 同时 小女孩的气息 更是变得越来越强 几乎都要充沛 整个秀丽乾坤空间 就在这时 原本安静的白衣女子 突然动了 目光和小女孩对视 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直接爆发 一时间 就好像一道 十米高的海浪 遇到了一道 百米高的海浪 瞬间被覆盖 小女孩闷横一声 身影倒飞而起 砸在了空间壁上 身上的气息 瞬间虚弱到了极点 眼神更是变得惊恐 开口大叫道 陈浩啊 我认输了 快放我出去啊 面对小女孩的求饶 陈浩无动于衷 而小女孩哀求了几嗓子后 没有得到回应 顿时脸色又变了 原本虚弱的气息 突然再次变得强盛 比之前还要强大三分 甚至整个小女孩 形象都崩溃 化作了一个如同液体 一样蠕动的怪物 不断地膨胀 和服小姑娘看得大惊失色呀 这她们怎么进来的 都是比我还要可怕的怪物啊 如果能从来 我一定不会想出来 就在这时 白衣女子面无表情地 看着液体膨胀到了身前 然后她伸出了鲜鲜细手 轻轻地探入了液体之中 似乎抓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慢慢地拉出来 少时啊 一个脑袋被白衣女子 从液体中拽出 正是小女孩咪咪 她奋力地挣扎 却根本挣脱不掉 脸上露出敬畏恐惧 开口求饶 白衣女子静静看着咪咪 慢慢地 平静的眼神中 出现了一丝涟漪 似乎想到了什么 然后她抬起了另外一只手 对着咪咪 啪啪啪啪地 开始反复打脸啊 白衣女子打起来似乎很轻 但是落在咪咪脸上 直接就把她的脸打得变形 并且随着巴掌 一下下地击中 小女孩化作的液体 不断地缩小 等她再次变成了小女孩时 脸已经肿成了包子一样啊 无论怎样都不能消除 只能可怜兮兮地看着白衣女子 嘴中发出呜呜呜的哀求声 白衣女子把小女孩丢在地上 转过身 仰起头 又变成了清冷模样 只不过此刻她的气息 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 一直关注的陈昊 漠然无语 秘密地反复无常 她不意外 两次见识 陈昊可不会相信一个诡异 这么轻易就被重伤 果然她是装的 但是陈昊有些疑惑呀 这白衣女子怎么会主动出手啊 自己教导她的所有知识 不是隔夜之后一次清零了吗 怎么感觉白衣女子有些不同 她似乎把秀丽乾坤 当成了自己的地盘一样 安分守己 自然无事 一旦嚣张 立马就会得到她的强势镇压 是她出现了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变化吗 陈昊无法理解呀 不过看到小女孩被欺负 陈昊只觉得心里倍儿爽 诡异之所以是诡异 哪怕把她碎石万段 只要没有伤及要害核心 就无法轻易抹杀 不过杀不了 可以关啊 不入先天 又费生灵 招惹了我 就是坐牢的结果 小女孩挨揍之后 果然老实了许多 跑到了另一个角落 委委屈屈的 屁都不敢放一个 陈昊笑了笑 意念收回 这时候 黑猫还保持着变身状态 看着陈昊目录疑惑 陈昊说 不用打了 我把她关起来了 肯定不让她好过 黑猫顿时猫眼露出愉悦的神色 身体逐渐缩小 嘿嘿嘿 蝉使官这一次干得不错呀 浩哥 情况不对呀 那老娘们又过来了 这是来者不善啊 公鸡突然开口 语气很是凝重 陈昊淡定道 不用管 我们走 说着 陈昊带头走出了包间 刚来到前厅 陈昊脚步一顿 在前厅站着十多个 阴灵服务员 还别说呀 这每一个都是国色天香 貌美如花 有一身弹牙骨裙 气质脱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362集 在阴灵面前 则是那个三娘 看到陈昊 三娘奄然一笑 先前有所怠慢 还望道友见谅啊 陈昊说 没事 你开店我吃饭 没什么怠慢不怠慢之说 今天吃得不错啊 多少钱啊 结账吧 三娘道 道友出来乍道 这一餐算我请 不过道友 三娘有个不情之请 不知道友 能够给三分薄面啊 哦 初次见面 毫无交情 既然是不情之请 那又何必说呀 陈昊没有给脸 直接反驳 三娘也没有不约 只是叹息道 哎 我也知小米有些过分了 不过 我与红玉数百年交情 也不能看着小米 在我这里出事啊 如果道友能放过小米 什么条件都可以说呀 把梁红玉都说出来了 你这算是威胁我吗 并非如此啊 只是道友既然与红玉相识 也 三娘还没说完 陈昊强势打断 够了 即便是梁红玉 今天在这里也没用 我不犯人 人不犯我 既然做出来了 就要付出代价 这才是真理 说完 陈昊嘲讽道 他先动手的时候 你既然不管 那就和你无关 现在他受罚 我也希望你别主动跳坑 毕竟对我而言 你这里还真算不上龙潭护穴 三娘这下 面色有些难看了 道友 当真一点情面不讲 情面 如果我的灵宠 被那鬼一杀了 谁来给我情面啊 我要情面又有何用啊 言尽于此 让开 陈昊冷冷开口 三娘没说话 但是身后的阴灵 却环绕开来 隐隐他们和这宅院的阵法契合 把整个大厅都封锁了起来 黑猫喵一声 身上气息暴虐 公鸡 则蜷缩起来 鸡眼眯起 锁定了三娘 蓝蝴蝶和黑猫搭配 翅膀煽动 四幻四针 大头夫妇 则是把两只小奶狼 护在后面 给脸不要脸 陈昊脸色如冰 直接伸手 把帝君请了出来 小巧的神像 散发出无量的神光 似乎从沉睡中醒来 帝君的眼睛 如同睁开一样 看到了对面的阴灵和三娘 正邪对立 帝君虚眼凭空凝聚 神威无双 覆盖四方 看到帝君了 三娘的脸色大变 尖叫的 这灵神像啊 不可能 这 不 我不求 他话未说完 帝君虚眼直接挥手 一道宝剑从腰间飞出 化作一道树杖长的匹链 当空斩下 眼看阴灵们就要被一剑斩灭 三娘突然迎头拦住 可是下一刻呀 一道光滑覆盖 挡住了剑光 随后 一道声音响起 道友 赞且住手 然后 红光落下 幻化成真 居然是梁红玉 陈昊眉头一挑 挥手收起帝君神像道 好久不见啊 梁将军 梁红玉一身大红长裙 姿态优雅 貌若天仙 成熟的风情 更是迷人心神 看着陈昊 梁红玉笑道 以前叫我红玉姐 现在叫我梁将军 这才多久啊 就这么生分了 陈昊说 这就要看红玉姐 是不是来求情的了 如果我是来求情的 你是不是真的不给我面子呀 梁红玉微笑问道 陈昊笑了 平静道 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善良之人 不管是修行前还是修行后 我做任何事都遵从本心 所以放是不可能放的 非要逼我 那就做过一场吧 如果你们比我厉害 那一切自然是你们说了算 如果你们奈何不了我 那诡异就由我处置 听到陈昊这话 梁红玉不笑了 沉默片刻叹息道 我等异类 和人类不同 凡事必争 这样才能生存 所以异类行事 从不按常理 随心所欲 雅自必报 这一次 咪咪行差踏错 招惹了道友 不知道你要怎么处置他呀 陈昊说 梁将军这一问 需要我给你一个交代吗 梁红玉认真看着陈昊道 非是我逼迫道友 而是咪咪与我有恩 又有数百年交情 情同姐妹 只要道友不杀咪咪 任何条件 我都能应承 陈昊嘲讽道 好一个情深义重 可梁将军 你又知不知道 我和小黑之间 也是有感情的 如果小黑死了 你能为我做主 处置这个诡异吗 梁红玉默然 陈昊继续道 你不能 因为你死了之后 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人了 与诡异为武 人为同类 别说诡异杀了一只猫 就是害死成千上万人 你的第一想法 还是站在他的一边 我说得对吗 梁大将军 梁红玉沉声道 道友 即便如你所说 那你能否给我一个面子 陈昊果断说 不给 在他对小黑出手的时候 他就已经注定了 不再是你的姐妹 而是我的囚犯 如何处置自然就是我的事 谁都不能过问 梁红玉 梁红玉脸色冷下来 道友 你可知即便是道门 也不敢如此对我 陈昊吃笑道 可把你牛逼坏了啊 道门是道门 我是我 梁将军 不用拐弯抹角 现在我要走 你敢拦吗 说完 陈昊直接带着吉小 从梁红玉面前走过 梁红玉目光深深地看着陈昊 一言不发 陈昊从他身边走过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梁红玉也没阻拦 等陈昊走远 三娘走过来 仍然有些心有余悸 他看了看陈昊离去的方向 然后一脸歉意地对梁红玉道 红玉啊 真是对不起啊 梁红玉摇头 和你无关 是我太纵容咪咪了 这么多年来 他肆无忌惮 行事怪账 把我提点全然不顾 不知道犯下多少罪孽 如今遭遇劫难 也是他自己找的 三娘说 那 我们真的不管了吗 梁红玉无奈道 管不了了 之前 我见这位陈昊 尚且还嫩 轻易拿捏 并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 这才多久过去 居然有了如许道行 更有真灵神相护身 简直不可思议啊 三娘眼中闪过一丝畏惧 的确 那是帝君老爷 对我们这样的异类而言 道法可以无事 但是真灵神力 确实能够轻易 轻易 不可不防啊 梁红玉突然又笑了 不过这位陈道友 怕是对诡异了解还不够 诡异如果真的好杀 咪咪也不能横行这么多年了 先天不出 诡异不死 但要看看 这位陈道友 能如何处置咪咪 三娘一愣 旋即恍然道 你不说我差一点忘了 小咪可是能够脱离天地限制 四方行走的诡异 虽然因此失去了一部分实力 但只要她保护住诡异之心 先天之下 只能震 不能杀 这时候 走出院子后 陈浩头也不回地转道而去 等距离得远了 公鸡这才开口道 卧槽 差点以为要发生大战了 骂了个劲啊 紧张死我了 黑猫不满地瞪视公鸡 叫了一声 公鸡黑黑笑道 猫姐 这不是那俩都不好对付吗 我感觉就算是把他们套住了 只怕也困不住 这两个东西可都不简单呢 黑猫眼中浮现不屑 看着二小斗嘴 陈浩笑了笑 眼神一片平静 以前是修为弱 惹不起 该退步的时候就要退步 否则人死了 哪来以后啊 如今不同 陈浩修为和神通都提了上来 秀里乾坤 先天之下一类无敌 更有帝君大佬庇护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认怂 那就真的没必要修行了 结果看来 效果不错呀 以梁洪玉这般道门 都要给三分面子的大佬 面对陈浩的强硬 也只能保持沉默 很显然 梁洪玉感知到了 来自陈浩身上的危险 那是近身有秀里乾坤庇护 远战有帝君大佬 斩邪的双重保险 哎呦 我操 浩哥 你看前面 那是什么玩意儿 正想着呢 公鸡突然叫了一声 陈浩回神 正眼看去 发现前面 就是一处公交站台 这会儿 一辆公交车停靠 然后几个人下车 各奔东西 这几个人中 陈浩看向了 其中的一对男女 这男女依靠在一起 男的搂着女人走 看起来像是情侣 只是奇怪的是 女人低着头 看起来有些呆滞 男的则穿着黑色大衣 还戴着帽子 行为怪异啊 陈浩看出来 女人气息微弱 精神萎靡 似乎是被迷惑了 而男的更奇怪了 陈浩看出 他是人类 有命气 还十分坚挺旺盛 说能活到一百岁 陈浩都信啊 只是男人身上 更有一种怪异的气息 那不是妖气 也不是阴气 而是野兽的气息 人的身上怎么会有野兽的气息 难道这或就是之前咪咪说的 人形异类 陈浩眼神闪烁 若有所思 随后 陈浩跟在了男女的后面 一路七转八转 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居民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到了这里 男女进了一栋楼 陈浩注视片刻 招手让蓝蝴蝶过来 小声吩咐了几句 蓝蝴蝶就飞舞而起 进入了楼房内 不多时 男女来到了三楼一户 打开门进去 等进了屋 男子就把女人丢在了沙发上 女人无力瘫倒 发出低微声音 看起来眼神迷离 似醒非醒 男子则脱掉帽子 露出了满头的金毛 这真的是金毛啊 而不是头发 而且还很茂密 金灿灿的 就好像黄金一样 随后男子转过身 露出了一张 如同狮子一样的面孔 脱掉了黑大衣 狮子的脸男 露出了上身的夹克 和下身的黑灰色牛仔裤 看起来颇有几分 西部牛仔的味道 她先是看了看 手腕上金灿灿的手表 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就这么坐在女人的对面 翘起二郎腿 手腕轻摇玻璃酒杯 一脸惬意 似乎红酒被摇匀了 狮子脸正打算拿起喝一口 突然手臂一顿 一只手握住了她的手腕 狮子脸男顿时一脸懵逼啊 扭头一看 一个魁梧大汉对着她咧嘴一笑 狮子脸男大惊失色啊 就要起来可是被抓住的手 纹丝不动 那是让她都感觉无法抗衡的力量啊 嘴巴抽出了一下 狮子脸男露出一个勉强的笑 哥 要喝酒吗 魁梧大汉正是公鸡幻化 她瞥了一眼酒杯 开口道 我不喜欢用同性的东西 狮子脸男连忙道 我这是还是新的 您等会儿啊 我这就给你拿 她正要起身 公鸡又把她拉得坐下 狮子脸男委屈巴巴 公鸡笑咪咪地道 多准备几个啊 狮子脸男一愣啊 几个啊 难道还有病 面头一动 她扭头就看到了一个人 一只猫 两只松鼠 两只奶狗 还有一只飞舞的蝴蝶 这他妈 狮子脸男心中 十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呀 老子这是得罪什么人了 怎么惹到了这些可怕的东西呀 心中惊惧 狮子脸男连忙道 一定多准备几个 公鸡这才放开她 狮子脸男一边去拿酒杯 一边打量一群动物 身为特异的人类 它拥有狮子一般的力量和耐力 更有野兽一样的敏锐 它清晰地感知到 哪怕是这里面的两只小奶狗 都要比自己可怕呀 真是热了狗了 早知道就不应该接这一单买卖呀 很快酒杯拿过来 然后倒了几杯 放在桌子上 狮子脸男就站到一边 满脸陪笑 先前那种惬意悠闲姿态 荡然无存 陈昊一直在观察狮子脸男 见此笑了笑 走到沙发前坐下 端起酒杯 闻了闻 开口道 嗯 酒很一般啊 狮子脸男干笑不语 不过你倒是挺会享受生活的 红酒美人 只是这情调过了点 啊 陈昊笑眯眯地继续道 狮子脸男正要点头 旋即反应过来 急忙道 哥 别误会啊 这女人认识我的老板 和那种事完全没关系 陈昊说 啊 你的老板被你迷晕了带来这里啊 狮子脸陪笑道 哥哥哥 听我解释 我这形象 您也看得出来 正常的生活工作都没戏 搞不好 还让人当成妖怪打死呀 嗯 你看不起妖怪 攻击幻化大汉眉头一挑 意味深长地问道 这不 这不能啊 您 您看我这形象 说是妖怪 绝对没问题是吧 我 我就是形容 表示一下 我在城市的生活艰难程度 狮子脸一脸无奈啊 那能说说 你这是 怎么个工作法啊 陈昊笑问 狮子脸连忙开口 解释阴犹 原来这狮子脸叫罗奇 别看长得狮子脸 很成熟的样子 实际上 这或今年才十九岁 而那个迷迷糊糊的女人 叫莫奇丽 居然也是和罗奇一样的人 只不过 罗奇是类似狮子 而这个女人 却是狐狸 她的特征 就是有一条绒毛小尾巴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能力 名为迷幻 倚仗这个能力啊 莫奇丽迷惑那些 有钱的公子哥 大老板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钱 以为占了大便宜 却又不会失身 可谓一门好买卖 可惜啊 莫奇丽的能力很弱 而且时间很短 一般意志力坚定一些 就无法被迷惑 或者抗拒的时间久一点 莫奇丽就会陷入昏迷 因此啊 罗奇就成为了莫奇丽的保镖 在他找到目标之后 为他保驾护航 听完罗奇的话 陈浩打亮昏迷的女孩 长相不是很漂亮 也不算差 算是中等偏上 身材却是很火辣 前凸后翘 皮肤白皙 不过身上那种野兽的气息 却是非常微弱 比罗奇差远了 之前没注意 此刻仔细看 陈浩就发现了 那有些许熟悉的气息 正是狐狸的气息啊 还真是有意思啊 人形异类 这一遇就遇到了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363集 陈浩看看女孩 又看看罗奇 开口问道 你也不用担心啊 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 就是有点好奇啊 你们这样的异类有多少 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 才变成这样的吗 罗奇道 目前我就知道 只有我们俩 至于怎么变成这样的 如果我说是做梦 哥你信吗 陈浩好奇问道 怎样的梦啊 罗奇道 18岁生日的那一天 我晚上做了梦 梦到了小时候 我遭遇到一件事件 那时候 我父母还健在 我很顽皮 去动物园玩的时候 翻过围栏 掉了进去 当时 那里面正好有一头狮子 我以为狮子会吃了我 但是那狮子只是看着我 和我对视 直到我被救出来 我都没有受到狮子的伤害啊 等到我梦醒之后 已经是早上 之后 我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化 慢慢地变成了现在这样 说到这里 罗奇看了一眼女孩道 奇力姐和我不一样 她小时候生活在附近的山里 说是曾经救了一只重伤的狐狸 然后却被狐狸咬了一口 之后不到两年 奇力姐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奇力姐被当成义类 村里人要杀她 就连她爸妈都不救她 她就跑了出来 这些年 依靠摸索出来的能力 活到了今天 陈浩漠然 两种异变情况都不一样 不过陈浩可以肯定 不管是罗奇对视的狮子 还是咬了莫奇力的狐狸 只怕都不是普通动物啊 看着罗奇片刻 陈浩起身道 介义让我碰一下你的身体吗 罗奇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眼中也有一些期待 似乎也想弄清楚 自己这变化是什么原因 陈浩上前 伸手放在罗奇身上 默默感知 同时问道 你变成这样之后 有什么不同吗 罗奇说 我的力气变得很大 可以举起一千多斤的重物 速度也变快了很多 以前跑几百米都会累 但是现在能快速奔跑数十公里 感觉还有余力 还有指甲变得很坚硬 而且是三角形的指甲 尝试用力 陈浩吩咐 罗奇双手一握 顿时手臂青筋抱起 力道十足 而陈浩却是目光一动 从罗奇的身上看到了一道兽魂 那是一头狮子 已经完全和罗奇融为一体 感知到了罗奇的异常 陈浩收回手 罗奇期待地问道 哥 看出什么了吗 陈浩略一沉吟道 你想不想变成正常的人啊 罗奇张口就想一说要 可话到了喉咙口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慢慢地罗奇沉默了 恋成了普通人 看似合群了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 须知这天下 普通人太多了 如果没有出众的长相 能力 家庭 放在云云众生之中 无人关注 和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啊 而现在虽然看起来有些另类 不容于事 可是这强健的体魄 超强的耐力和速度 还有那能够撕裂铁皮的指甲 简直就像是电影中的超人一样 虽然嘴里说着羡慕普通人 可是罗奇对于自己的变化 又何尝不暗暗欢喜 若非如此 他怎么能过得这么潇洒呀 看来你不想了 那么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你对人类有什么特别的念头吗 陈浩认真询问 罗奇一愣了 然后明白了陈浩的话 笑道 哥 你别闹了 我虽然变得有些奇怪 可是归根到底我就是人 难不成你以为我变成这样 就会像漫威里的那些反派一样 心里极端失衡 做出各种坏事吧 陈浩和罗奇对视片刻 突然笑了 没有忘记自己是人 这就没问题了 你的情况我看出一点 如果不出所料 当初和你对视的那个狮子 是有灵性的 不知道是他用了什么办法 还是你本身的问题 他的魂魄和你的魂魄融合了 才让你变成现在这样子 至于这个女孩 他是得到了狐足的馈赠 延续了狐足的血脉 和你不一样 罗奇瞪大眼睛 这么说 我是独一无二的 陈浩点头 所以你以后要小心谨慎 不可胡作非为 否则你这种大熊猫 都比不上的稀罕货 一准被抓去解剖 罗奇吓了一跳啊 急忙到 这肯定不会啊 当年我也是 健义勇为的好少年呢 陈浩笑了笑 好了 见也见了 说也说了 我们也该告辞了 罗奇热情道 这就走了 哥 要不 吃顿饭再走 陈浩目光微动 说 你确定要留我吃饭 罗奇不说话了 行了 开个玩笑 我来也就是好奇 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罗奇连忙说 哥 放心 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以后也会是什么样子 陈浩笑笑不语 带着吉小从罗奇这里离开 没有回头 罗奇看着陈浩的背影 眼神逐渐变得古怪 怎么 聊出感情了 不舍得呀 一只白嫩仙手搭在了罗奇的肩膀上 然后 原本昏迷的女孩 莫奇丽 这会儿却很清醒地站在罗奇的背后 罗奇一点也不惊奇 毕竟她对女孩了解很深 文言摇头 我总觉得刚才应该坚持一下的 坚持什么呀 罗奇张张嘴说 算了 没什么 奇丽姐 你没事了吧 莫奇丽笑了笑 开口道 当然没事 这一次收获不错 宰了一只大肥羊 走吧 今晚节请客 想吃什么 罗奇咧嘴一笑 吃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住鬼为乐系统 离开后 公鸡不解地看向陈昊 昊哥 真就这么走了 那家伙看起来很古怪呢 兽魂和人魂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怎么可能融合到一起啊 这肯定有玄妙啊 陈昊笑道 那又如何呀 活人自有活人管 我有什么资格插手啊 再说了 这种异类 看似无法理解 可只要存在就是真理 所以无需怀疑 公鸡疑惑得到 昊哥 你这表情告诉我 你好像知道些什么呀 嗯 这个罗奇看起来生命力很强 活一百年都不是事 但是 他命相多结 未来模糊 显然这个存在 肯定和大事变化有关 另外 就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命不久矣 我给他机会 让他留我 可是 他没有挽留 这女孩今日必死 这 我们不做什么吗 公鸡问道 机会给了 没珍惜 自然也就没了 不过大事之下 变化无数 或许 他们还有别的缘分 我们且看着就是 走吧 找个地方休息 这城市有意思 我们多留两天看看 夜色降临 城市灯火辉煌 街道上车流不息 组成一道道流光 让夜景美轮美奂 一家酒吧内 一个身穿火辣短裙的女孩 正在激情地打叠 时不时地吼叫两声 舞池中 一群男女集体抽筋 在酒吧侧边一个包厢 这是半开放式的 一面正好可以看到 舞池内的情况 陈浩坐在沙发上 一边看着舞池大厅 一边给黑猫拨瓜子人 陈浩的目光所及 罗奇和莫奇莉也在 罗奇已经刮了毛 光头模样 脸看起来不帅 却很阳刚 身上穿着黑色马罐一样的衣服 里面也没有内衣 露出强健的胸肌 和小腹六块肌肉 再加上身上的野性气息 有一股别样的魅力 吸引了一批女孩环绕 时不时地吃她豆腐 让罗奇得瑟得不行啊 在罗奇不远 就是莫奇莉 她穿得很火辣 把前途后撬这个词 完美地形容了 吸引了一大批的男子 环绕着转 各个眼神就好像要吃了他一样 而莫奇莉却假装不知 依然妖艳地扭着 时不时地抛出一个魅眼和飞吻 偌大的武池 两个人最是瞩目 陈浩着重关注莫奇莉 这个女孩第一次见到时 就有死气临身 此刻死气 似乎已经到了爆发的阶段 也就是说 这酒吧 就是她的丧命之地 不过目前酒吧内依然火热 不像是要出事的样子 陈浩把拨好的一捧瓜子仁送到黑猫的嘴边 黑猫舌头卷入口中 美滋滋地享受 随后 陈浩又抓起一把 正打算继续拨呢 突然陈浩动作一顿 目光看向武亭入口 一个男子进来 酒吧内灯光昏暗 看不清长相 但是在陈浩的眼中 却看到男子身上傻气沸腾 更发现男子身上 带着一把刀 男子似乎目标明确 近来就四处张望 然后直接前往武池 到了莫奇莉的旁边 就在莫奇莉一个转身 露出一抹妩媚笑容时 男子露出一个猙獰的笑 一把锋利的匕首冒出 对着莫奇莉的肚子 狠狠地插了进去 一刃入腹啊 莫奇莉顿时 表情变成了惊恶 低头 看了看腹部 又看向男子 恶然道 是你 男子眼神疯狂 宁笑道 是我 你这个贱货 你该死 嘴里说着 男子动作未停 匕首抽出插进 抽出插进 几个呼吸间 莫奇莉的腹部 一片血肉模糊 这一刻 终于有人发现不对劲 尖叫着散开 正在被一群女孩环绕 一脸嘚瑟的 罗奇发现混乱 然后看到了 被男子用刀捅的莫奇莉 瞬间 眼睛都瞪圆了 大吼一声 齐里姐 就冲了过去 到了近前 罗奇愤怒的伸手 一爪抓中了男子的脖子 愤怒之下 尖锐的指甲 把男子半边脖子的肉都带走了 而男子本身也凌空翻起 跌落在地 脖子大动脉 喷涌鲜血 浑身抽搐 一眼看就不行了 不过 男子还是挣扎着 看下莫奇莉 看着莫奇莉和自己一样 顿时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 脚一蹬 断了气 齐里姐 没事吧 你 你怎么会这样啊 快来人啊 叫救护车啊 罗奇抱住莫奇莉 看到她肚子血红一片 肠子绞成一片 泪如雨下 泣不成声 莫奇莉这时 却慢慢睁开了眼睛 目光看向罗奇 突然笑了 别哭了 小琪 这都是命 以后姐不在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可别继续这样傻乎乎的 小心被人发现 抓去解剖啊 不 你不能死 我不让你死 不准你死 罗奇大叫 眼睛通红 莫奇莉说 时间了 小琪 这两年 我攒了一些钱 足够你以后 过很长一段时间了 银行卡 放在我们的秘密地点 你 好好 保重吧 华洛 莫奇莉闭上了眼睛 脑袋一扭 手搭拉在地上 罗奇怒吼 声震四方 如同狮子发怒 包厢中 陈浩和吉小都在观望 看着这一幕 都觉得感动了 黑猫更是泪眼朦胧 疑惑地看向陈浩 似乎不明白 他们在这里 为什么不帮忙 陈浩摸了摸黑猫的头 没有解释 接触了越多 越能感受到天威如玉 那是这一方天地的规则 法则 它顺应万物 可万物延续 却对天地 无有一丝馈赠 还有埋怨 愤怒 破坏 毁灭 久而久之 积压之下 就成了结束 结束成 天地幻秦篇 各方变数应运而生 这是大事 不可忤逆 任何人敢于破坏 只会引来更可怕的后果 陈浩是艺术 可以避免 甚至可以庇护身边众小 可毕竟他现在还弱小 能做得不多 否则把自己搭进去 可就不值当了 浩哥 那俩老巫婆也来了 公鸡突然开口 陈浩已然敢知道 抬头一看 在酒吧一角 梁红玉和那个卖驴肉的三娘 静悄悄地站着 也在关注罗奇 陈浩看过去的时候 梁女也看过来 和陈浩目光对视 略一交错 陈浩就避开了 随后陈浩就发现 酒吧外其他地方 也有修行之人的气息 还都不弱 另外还有几个 看起来气息诡异的存在 就好像这些 都在关注罗奇一样 这让陈浩惊讶了 这个罗奇真的这么重要 目光看向罗奇 他此刻悲愤交加 野性气息越发的强盛 一般人看他 就好像看到一头真正的狮子 而且还是发怒的狮子 在罗奇怀中 莫奇丽身体逐渐冰冷 一抹虚影缓缓浮现 顿时陈浩感知到 有不少目光都落在 这一抹虚影身上 眉头一挑 陈浩正琢磨 要不要插一手的时候 突然一股超强的妖气 从天而降 这一股妖气不是很暴虐 相反 很柔和 不过很强 至少陈浩感觉 单凭个体实力 自己不一定杠得过 气势覆盖之下 那些原本要打磨其力 魂魄主意的存在 一个个收敛起来 旋即 一个身影 从酒吧上面 直接破顶而入 落在了舞池内 等看清楚了 陈浩恶然啊 那是一只白毛狐狸 优雅 端庄 特别的有气质 而在白毛狐狸背后 四条尾巴高高竖起 微微摇摆 四位灵狐 所有看到这白毛狐狸的存在 越发地收敛 不敢露出丝毫敌意 如果是三位 或许窥视的存在 还不一定给面子 但是四位 那已经是超脱了 普通的妖狐 成为了灵狐的存在 更别说 这铜体血白 一看就血统不凡 对于狐族而言 这样的灵狐 贵不可言 不容侵犯 不说干不干得过 真要动了手 日后天下狐族都是仇敌 不死不休 狐狸惹不起啊 又狡猾又忌仇 还沉得住气 谁也不敢保证 以后没有疏忽的时候 但是陈浩看着狐狸 却是慢慢露出了笑容 久违了 无道友 此刻看到灵狐的罗奇 也傻了眼 睁睁地看着白狐 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啊 白狐迈动脚步 优雅地走到了 墨奇里的身边 抬起爪子 轻轻一招 顿时 墨奇里的魂魄 被他收走 随后 白狐看向罗奇 突然开口说话 前因后果 一笔勾销 从此以后 狐族不欠你 罗奇眨巴眨巴 眼睛 有些懵逼啊 可白狐却不给他 丝毫解释 而是转身 看向了包奸中的陈昊 道友 别来无恙啊 找个地方聊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六十四集 陈昊笑道 当然可以啊 胡道友 请 白狐点点头 身影一跃而起 从破开的洞口中离去 陈昊伸手要抱黑猫 黑猫却避开了 目光优远地瞥了一眼 陈昊似乎用眼神表示 去找你的狐狸精吧 陈昊有些无语啊 这小家伙又吃醋了 大家都是道友 作而论道 有什么不好啊 吃啥醋啊 太小心眼了 陈昊可不惯这小毛病啊 强行抱起黑猫 然后带着吉小离开 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楼房顶层 白狐已经等待 陈昊靠近 笑道 胡道友啊 恭喜超凡脱俗 白狐开口 比起道友的进步 我这不过是后继薄发 不算什么 只是道友身边的这两个小家伙 进步确实太慢了 说着 白狐瞟了一眼黑猫 原本就有些小生气的黑猫 顿时飙了 猫毛乍起 在陈昊怀中挣扎 怒视白狐 爪子狂舞 一副要不是禅使官抱得紧 小姐姐我脑不死你的气势啊 胡道友啊 这一次是什么情况啊 看到白狐挑戏黑猫 陈昊一脸无奈 连忙转移话题 白狐道 这是我族与一位前辈的承诺 时至今日恩怨两宵 不如结束 陈昊错额 有些事我也不能说得太清楚 否则变数太大 不过我可以提醒一点 道友最好和那个失魂人 不要太接近 对你修行 不利 最后两个字 白狐语气加重了一些 陈昊点头道 多谢道友提醒 呃 道友约我在这里见面 怕是不便久留 匆匆要走吧 是啊 我眼生四味 胡足使命在身 来此完成恩怨只是一部分 还有诸多事物需要我去处理 另外还有件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胡道友但说无妨 道友气运双全 前途无量 这些小家伙能够跟在你身边 是他们的福气 不过除了这小猫咪和小鸡鸡啊 另外几个却与道友缘分不多 跟在身边固然安全 却失了自身的缘分 只怕未来道徒堪忧啊 你叫谁小鸡鸡呢 啊 有四条尾巴了不起啊 公鸡不满地反驳 呃 黑猫也是瞪是白狐 发出低吼 爪子指着它 义父你给我等着 小姐姐我一定 挠死你的凶狠模样啊 白狐笑道 言尽于此 我也该走了 道友聪慧过人 应有思量 说完 白狐对陈浩点点头 然后瞥了一眼小黑猫 眼神中满是细血 随后他身影一掠 如同流光一般迅速远去 黑猫奋力挣扎 似乎让白狐别走 要追上去 陈浩看得无语啊 这小家伙 虽然比鬼村时候强大许多 可是面对四位灵狐 根本就不是对手 还在这里叫得凶了 不过陈浩也没松开手 还拿出了一条小鱼杆给小黑吃 黑猫总归是灵狩 也要面子的 不能让他丢脸啊 否则哄不好咋办啊 另外 陈浩看了一眼大头夫妻 和两只小奶狼 之前陈浩就有思量 只是没想好怎么做 现在又被白狐又提醒了一下 陈浩觉得 要是安排就要趁早 否则耽搁了可就不好了 琢磨着办法 陈浩正打算离开 脚步一顿 转身看去 两个女人站在不远处 长裙飘动 绣发飞扬 正是梁红玉和三娘 看到二女 陈浩顿了顿 连招呼都没有打就要走 抓了诡异咪咪 就等于撕破脸 继续虚伪 可不是陈浩的性格 陈道友啊 梁红玉突然开口 陈浩面无表情道 梁将军有事啊 梁红玉说 道友放心 我并非为了咪咪求情 而是另外有事 没兴趣 道友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这事和突破先天有关 如此好事告诉我干什么呀 梁将军自己留着吧 说完 陈浩果断就走 梁红玉张嘴无语啊 三娘说 红玉 算了吧 又不是只有他一个选择 我们另外找人 梁红玉摇头 我有种预感 此事只怕是非他不可呀 这 这不能吧 难道他也是大事变数之一 三娘吃惊啊 梁红玉说 看不出来 这个人身上如同迷雾一样 根本看不透 我之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居然对这样的人 没有着重关注啊 这边说着 陈浩已经带着吉小 从楼上下去 转到别处 至于罗奇那边 陈浩也算看明白了 这人就是变数之一 莫其力就是为刺激他改变而死 而这死也是胡族安排好的 果然啊 谁都不简单 在这大时代 所有灵智有修行的人都在拼搏 想要从这大事转变之时 得到超脱的机会 或许 这也是修行界最后的盛焉 之后如何 谁也不知 想到这一点 陈浩却是再也没有停留的想法 天地大事 任何人都可以从中求变 唯独陈浩不用 因为他不需要 他的道 不在这里 一路走 不知不觉 陈浩离开了城市 前面平原一望无际 夜色之下 千墨纵横 一条被防护的铁路横穿而过 陈浩到时 正好有一辆货运火车飞驰而来 车头灯光耀眼刺目 看到火车 陈浩突然来了兴致 然后裹住极小 身影飞掠而上 顺便打个顺便车 坐在火车上 颠簸不大 迎风吹拂 清凉无比 黑猫原本因为见到白狐 又被调戏 有些小生气 这会儿碰到这么好玩的事 立马把生气抛在了脑后 在火车上奔走 两只小奶狼跟在黑猫后面 跑得欢式 公鸡没动 而是看向陈浩道 浩哥 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陈浩笑道 随缘 到哪儿就是哪儿 攻击顿时无语啊 浩哥现在越来越高深莫测了 之后时间慢慢过去 两个小时后 火车临近一个小站 似乎要停靠 陈浩这台带着极小 从火车上下来 然后绕行 看到了前方一座 灯火明亮的小城 仔细看了几眼 陈浩咧嘴一笑 迈步前往 走了片刻 还未到小城 先遇到了一条小河 看起来不算多宽 却蜿蜒曲折 环绕小城 到了这里 陈浩看向湖泊中 弥漫的阴煞怨气 眉头皱起 浩哥 这什么情况啊 怎么这么浓郁的怨气啊 公鸡惊诧问道 不清楚啊 看起来不像是 嗯 有东西过来了 说着 陈浩看向前方 面无表情 不多时 水中哗啦声传开 然后一条小船 慢慢靠近 这是一条双脚踩 可以方便 电鱼的双耳船 一个看不清楚脸的人 站在船上 带着电筒猫 手持电鱼杆 不时地捞上几条鱼 等接近了陈浩 船上之人突然大叫一声 是谁啊 陈浩笑道 哦 路过的人 看到水里有动静 过来看看 哎呀妈呀 可吓死我了 大半夜的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呀 知不知道人下人 会吓死人呢 电鱼的人叫了一声 陈浩说 工作烦心 出来散散步 抱歉了 呃 你在垫鱼吗 收获怎么样啊 还行啊 这一次弄到不少环顾鱼 喜欢吃吗 要不要卖些给你啊 这可都是野生货啊 狠补的 好啊 你过来让我看看 小船摆弄了几下 然后打鱼的人就到 后生啊 这乱世太多 不好靠岸 还是你过来吧 我这里有袋子 给你装几条 钱随便给 陈浩笑咪咪地说 行 我过来看看 说着 陈浩走了过去 一副毫无防备的模样 等到了船边 打鱼的人就捞出了好几条黄蛊鱼 用一个黑色袋子装好 递给陈浩 就在陈浩接住的时候 带鱼的人突然抓住陈浩的手 猛然一拉 陈浩温丝不动啊 再拉 陈浩还是不动 预感不妙啊 打鱼的人急忙松手 但是陈浩却反抓住了他的手 挣扎不拖 打鱼的人无语了 陈浩笑咪咪地道 这河流里的怨魂都是这样被你拉下去的吗 后生 你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你能不能放开我呀 这水流快 我压不住船了 打鱼的人急忙说 压不住啊 那就上岸啊 话落 陈浩手中用力 打鱼的人脱离了渔船 直接被扔上了岸 重重地摔了一下 打鱼的人没有惨交 反而一个顺势翻身 身影飞快地往前跑 但是没跑几步 他就撞在了一个大块头身上 被弹了回去 然后一片飞刀闪过 这人就失手分身 就在这时 一道虚影儿从尸体上飘出 还没来得及跑 一道法光飞来 缠绕一圈 就把这个虚影儿困住 放开我 否则和尚也发怒 你们统统都要死 虚影回神 奋力挣扎 却无法睁开 顿时怒视走来的陈浩 语含威胁 和尚也啊 牛逼了呀 行走天下这么多地方了 还第一次见到 敢自尊和尚的 说来听听 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陈浩笑眯眯地说道 虚影怒视陈浩 眼神怨毒 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 瘦弱男子形象 身上怨气缠绕 显然手中人命不少 你敢蔑视和尚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看着虚影疯狂的模样 陈浩撇嘴 别光说道话 麻烦带路 送我去和尚面前领死 好 这是你自找的 虚影儿大喜 然后毫不犹豫地 转身就跑 陈浩笑了笑 带着吉小 跟在后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入轨为乐系统 一路走 大约半个小时后 陈浩来到了一处 河流转弯的地方 这里出现了分叉 似乎经过扩展 河道足有二三十米宽 在分叉处 更是有一座闸口 阻断了河道 到了这里 陈浩就发现 这一片的怨气最重 弥漫整个河面 而在怨气之下 陈浩感知到了妖气 看到了一个潜伏在水下的妖物 这妖物的妖气 看起来很强的样子 却很博杂 有种外强中干的味道 只是一眼 陈浩就判断出来 这个妖物 痴人 它的修行 都是靠吞噬血肉 精气魂魄来催生 虽然它看起来很强 实际上不是自己修行 修为很博杂 陈浩目光变冷 直接拿出轩辕三代 法力涌入 剑身一斗 一道剑刚破空 直接劈入水中 直入水下 原本潜伏的妖物顿时受惊 可惜 他完全没有反应的机会 直接被剑刚一分为二 妖物生命还挺强啊 身体断裂居然还不死 半截身体在水中一个角洞 浑水浮现 半截身体消失无踪 陈浩赶之中 发现那半截身体 往小城水道跑去 冷哼一声 陈浩一招手 水中的另外半截妖物 飞了出来 被法光拖住 悬浮在陈浩面前 这半截 居然是一条黑鱼身 而且足有一米多长 此刻失去了上半截 居然还在抽搐 显示生命力的顽强 看着半截黑鱼片刻 陈浩笑了 用人命养腰 倒是真敢做这等穷凶极恶的事啊 一旁看到这一幕的虚影 一脸懵逼 这他妈还没开始呢 怎么和神爷就被灭了 和神爷不是无敌的吗 这不可能 他正要开口说什么 陈浩的话语先响起 这交互没用了 小黑 送给你了 黑猫一直在盯着虚影呢 文言张口一吸 虚影毫无反抗地 画作一道浑影 飞入了他的口中 嘎唧嘎唧地咀嚼啊 黑猫一脸享受 越是凶恶的阴魂鬼物 吃起来味道越好 随后 陈浩把半截黑鱼收起 带着极小顺着河道 进入小城 夜色深沉 街道灯光明亮 只是晚上行人逐渐变少 道路变得清冷许多 陈浩顺着水道进入城市后 就在一处失去了黑鱼的气息 四处看看 陈浩冷笑啊 果然是有人痒 这是派人半道接走了呀 不过 被我剑缸锁斩 没了这半截身体 又能活多久啊 剩下的半截 带回去做个鱼头火锅吧 正想着 突然扑通一声 落水声响起 陈浩一愣啊 宁神看去就发现 居然是有人跳水了 看着落水之人 陈浩无语啊 这人跳水似乎是求死 落水后就使劲扑腾 但是 怎么弄他都在水面上折腾 沉不下去 陈浩哭笑不得呀 人在水中 如果无惧无怕 身体放松 是有福利的 只有恐惧害怕 才会让人沉水 不过任由他这么折腾 搞不好还真死了 陈浩没剑也就罢了 剑了也不好无事 身影一掠 踏水而过 到了跳水之人身边 直接抄手抱起 身影翻转间 带到了地面上 把人放下呀 陈浩这才错愕发现 这跳水的 居然是一个女孩 看起来不大 十五六岁的模样 长得也不错 这花一样的年纪 怎么就想不开了 陈浩疑惑不解 女孩这时候 紧闭双眼 手舞足蹈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她睁开眼睛 四处看看 顿时有些迷茫啊 不是跳水了吗 怎么跑岸上来了 别看了 是我救的你 你说你这毛丫头 批大一点有什么烦恼啊 怎么就想不开了 是失恋了吗 陈浩开口 女孩欲言又止 最终不说话站起来 继续走向水边 陈浩笑了 第一次救你是因为我见到了 你命不该绝 但是我救一次 不会救第二次 不想活了 尽管跳 我保证你这一次 肯定会死 说完 陈浩直接转身就走 女孩脚步一顿 看看河道 又看向陈浩离开的背影 犹豫了一下 急忙追了上去 到了陈浩身边 女孩认真道 你救了我 我要报答你 别的我什么都没有 就一声相许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365集 在陈浩愣神的时候 小女孩就要上前 拉住她的胳膊 见到这个动作 黑猫当今怒了 那小狐狸精挑衅 也就罢了 你这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 谁给你的勇气 也敢抢夺 属于本喵的东西 黑猫想也不想 就扑了上去 把小女孩撞倒在地 还不等她做出反应的时候 黑猫压在小女孩 胸前的猫爪 弹出锋利的爪刃 架在了小女孩的脖子上 目光暴虐的 哇一声啊 小女孩被吓住了 不敢相信一只猫 居然这么大力气 而且 那爪子怎么像是刀一样啊 这还是猫吗 来 季爷给你翻译一下啊 猫姐说 看你还小 允许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公鸡跳了过来 语气怪异地说道 小女孩越发懵逼啊 一只鸡 开口说话了 好了啊 别欺负人家小女孩 陈浩看得无语啊 连忙呵斥了一句 黑猫扭头 委屈巴巴地看着陈浩 人家也是小女孩 好不好啊 哇 你 你们是神奇的动物 对不对啊 你们就是特意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 带我去一个 就好像爱丽丝 梦游仙境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啊 啊 突然 被吓住的女孩 突然笑了 语气激动地大声说道 黑猫和公鸡傻了 陈浩看着激动的小女孩 无言以对啊 面对这种情况 居然能想到爱丽丝梦游仙境 你这脑洞也是够可以啊 小黑 小黄 我们走 陈浩懒得解释 招呼一声 转身就走 攻击跟上 黑猫收起爪刃 呃 瞥了一眼小女孩 眼神从暴虐变成了鄙视 还以为是臭不要脸啊 原来是一个傻子 算了 本喵才不和傻子一般见识 眼看陈浩和神奇动物走了 小女孩急忙爬起来 再次追了上去喊道 你们别走啊 我要去仙境 我要去仙境 我说了不是啊 别跟着我们了啊 早点回去 否则受寒病了 难受的是你 陈浩面无表情地开口 小女孩却是满脸坚定 不 你们就是来救我的 他们是神奇动物 你肯定是神奇世界的王子 对不对啊 我就是灰姑娘 你来接我的 对不对啊 陈浩眉头一挑啊 停步 看向小女孩 你刚才说 就 小女孩可怜兮兮地说 王子哥哥 求求你 带我走好不好啊 我不想留下来了 我害怕 真的很害怕啊 陈浩上下打量小女孩一眼道 为什么害怕啊 谁欺负你了 小女孩迷迷嘴 委屈道 是我欺负 她今天太可怕了 喝了酒 就想非礼我 我害怕极了 那圆归扎了她 她流血了 我就跑出来了 王子哥哥 你是来救我的 对不对啊 看着小女孩 泪眼朦胧的样子 陈浩倒戏凉气啊 这他妈 天底下怎么会有 这么禽兽的父亲啊 哪怕是继父 那也太人渣了吧 陈浩道 你怎么不报警啊 小女孩摇头不语 陈浩说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 去年跳牢了 说是自杀 但是我觉得 是我继父杀了我妈妈 她太可怕了 陈浩皱眉 看着小女孩 好一会儿厚道 走 我送你回去 小女孩一惊 急忙摇头说 不要 我不回去 王子哥哥 你 陈浩直接打断 不要叫我王子啊 我不是王子 他们也不是神奇动物 你不要沉浸在 自己的幻想中 陈浩的大声 让小女孩愣住 陈浩继续道 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我送你回去 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你才能好好生活 要么 我不管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选一个 小女孩沉默了 好一会儿后 才弱弱地道 你真的会帮我吗 那要我亲眼见到了 确认了 我就帮你 小女孩连忙点头 随后 小女孩带路 陈浩一行跟着 一边走 陈浩一边询问 小女孩的家庭情况 然后陈浩才知道 小女孩叫袁淼 亲爹是农村的 结果在小女孩十岁的时候 得了癌症死了 小女孩的母亲 不甘心一辈子 躲在小村子里 就带着女儿来到了城市 然后被现在的继父 骗财骗色 最后没钱了 整天遭受毒打恶骂 过得苦不堪言 终于在去年 忍受不了的母亲 跳楼了 不过小女孩怀疑 是继父干的 只是没有证据 十几分钟后 来到了一个破旧居民区的 五楼三层 到了这里 陈浩就感知到 屋内有一个人 正在骂骂咧咧 满口脏话 小女孩怯怯地 看了一眼陈浩 这才掏出一把钥匙 打开了门 进去一看啊 客厅内果然有人坐着 正在给自己包扎脖子上的伤口 这个人体宽绑圆 光头圆脑 身上还纹了纹身 看起来就像是个社会人 看到回来的小女孩 光头顿时眼睛都红了 猛地站起来 恶狠狠地道 小贱人啊 你还敢回来啊 看我怎么收拾 话没说完 光头看到随后进来的陈浩 愣住了 你想收拾什么呀 陈浩面无表情地问道 光头回神 看了看陈浩 又看向小女孩冷笑道 哼 我说怎么敢回来啊 原来找到靠山了啊 怎么 你就是这小贱人的拼头啊 骂了个逼的 还装唇啊 早知道早把你玩了 养了三四年 居然便宜了你小子 陈浩摇头 来之前我还琢磨 你这种电视上 才会出现的混账 现实中怎么会有啊 现在我相信了 现实有时候 比电视剧还要离奇 不过善恶到头终有报 你的时间到了 光头宁笑啊 伸手从桌子下面摸出了一把砍刀 看着陈浩道 笑杂种啊 你刚才说什么啊 我没听清 陈浩一捏法绝 一道法光飞走 然后语气悠悠地道 害人者被人害之 你看看你身后 被你害死的人来报仇了 笑杂种 还装神弄鬼了 你当你龙格我吓大的 光头冷笑啊 不过说着 还是不由自主地 瞥了一眼身后 原本打算看完就准备动手 但是随后光头反应过来 突然色变 再次扭头看去 就看到身后站着两个人 一个长发披散 满身鲜血的女人 一个身材瘦弱 双腿截肢了的老人 看到这两个呀 光头一个哆嗦 手中的刀掉在了地上 不 不可能 这 这不可能 光头吓坏了 连忙跑到另外一边 目光惊骇地看着女鬼和老鬼 有什么不可能啊 你以为人死了 就没人知道你的罪行了吗 不 这些被你害死的知道 他们跟在你身边 时刻想着报复 好拉你一起下地狱 陈昊欲气悠悠 让光头不断摇头 脸色都下白了 不 他们是假的 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鬼 光头说着 猛然转身 夺门而出 但是两个鬼跟在身后 如影随形 光头一边大叫 一边驱赶 一边逃跑 很快就下了楼 这个行为吸引了一些 还未睡的人关注 尤其是两个老头似乎刚回来 看到光头从身边跑过面面相觑 可下一刻呀 俩老头面色大变 只见一辆宝马车呼啸而过 正好撞在了光头身上 把他撞飞了七八米远 出车祸了 快报警 一个老头喊着 就跑了过去 宝马车停下来 车上 两个衣衫不整的年轻男女跑下来 看到被撞死的人都是面色发白 然后 年轻男子急忙掏出电话 颤抖着声音道 爸 我撞死人了 啊 啊 没看到监控 好好 我马上就走啊 挂了电话 年轻人拉着女孩 转身就跑远 楼上 袁淼站在窗口 看着男子被车撞死 一脸懵圈 这 真的死了 这么简单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轨为乐系统 他转身 想要问陈浩 却发现房子内已经没了人 那个王子 那些神奇动物 全部都不见了 就好像从未出现一样 而这时候 陈浩带着吉小 正跟在那个逃跑的男女身后 这俩开车的时候找刺激 还超速行驶 虽然撞死光头 大快人心 不过陈浩却发现 那个女孩不对劲 身上有一种邪气 似乎被控制了一样 正在追查黑鱼精的陈浩 当即跟在这俩身后 一个地方 不可能存在那么多要挟 修行之人 这俩货 肯定和黑鱼精背后的人 有关联 二十多分钟后 陈浩来到了一个别墅小区外 在蓝蝴蝶的幻术遮掩下 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保安防守的小区 来到了一栋别墅 略以赶知 陈浩就发现了别墅内的四个人 吩咐蓝蝴蝶进去控制 随后 陈浩大摇大摆地进了屋 来到客厅 蓝蝴蝶已经停留在桌面上 正在舔一块糖 而别墅内的四个人 挨着站成一排 一个个目光呆滞 面无表情 四个人 分别是一对中年男女 和那对年轻男女 不过看得仔细了 陈浩这才发现 那个年轻女孩 居然是个金发洋妞 胸大屁股翘 身材火辣 只是她身上邪气弥漫 似乎是受到邪法控制 大师哥哥呀 我已经迷了他们的心智 现在你可以问了 蓝蝴蝶开口说道 陈浩来到年轻男子身边 开口说 这个女孩是从哪里来的 年轻男子呆滞的开口 这是买的狗奴 二百万一个 陈浩愣住啊 狗奴 什么意思呀 年轻男子道 就是从小被训练 面对主人如同狗一样听话 面对外人如狗一样凶狠 另外还精通无数姿势 全身开放 随时随地满足 更掌握了驾驭 三门外语 格斗 厨艺等技能 可以保护主人安全 我这个是中品 还有极品狗奴 价值千万以上 哼 卧槽 这他妈就是有钱人的日子吗 果然是身份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要不是亲口听到 陈浩还无法相信 世上还有这样的存在 不过看着金发女郎身上邪气 什么从小训练 分明就是邪术加持 把人格扭曲成为这种人形宠物 不过既然被训练是大洋马 那说明那个修行之人是外遇修士 陈浩继续问道 这狗奴从哪里买的 从马库斯大师手中购买 这个马库斯在哪里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为什么呀 马库斯大师很少露面 买卖狗奴也都是让人代办 把钱给他打过去 才会把人送过来 陈浩皱眉呀 倒是没想到 这货居然如此谨慎 不过这类欲外修士 来我华下为货 岂能让他继续逍遥啊 陈浩琢磨片刻 眼神微动 然后把黑鱼精半截身体 拿了出来 没了上半身 下半身已经死去 不过这黑鱼生机很强 隔了这么久还若有若无 如果及时在街上 或许还能救一救 如果那个狱外修士 真的和黑鱼精有关 那他肯定不会容忍 培养了这么久的黑鱼精被杀 一定会回来找 陈浩吩咐年轻人 从厨房拿出了一个铁盆 然后把半截黑鱼 放入其中 倒入半锅水 随后陈浩一捏法绝 一团火焰凝聚而成 环绕铁锅 熊熊燃烧 顷刻间啊 锅内的水就开始沸腾起来 半截黑鱼表面正在被煮熟 突然 陈浩眉头一动 咧嘴笑了 果然来了 随后陈浩就看到 一道黑影从门口蔓延过来 悄悄地靠近铁锅 就在黑影就要接触到半截黑鱼的时候 咻的一声 轩辕三代被陈浩掏了出来 对着地面一插 正好把黑影插在地上 黑影颤抖扭曲挣扎 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终于啊 黑影从轩辕三代插中的地方断裂 然后飞快蔓延走 留下一片黑影快速蜷缩 然后化作一股恶臭弥漫 陈浩挥手间 一道风裹住恶臭 从窗户扔出 然后陈浩又拿出葱姜蒜 直接就这么丢在锅内 一副今天要吃黑鱼火锅的态度 就在这时啊 一股黑烟又从门外渗透进来 快速弥漫 顷刻间就要覆盖了整个别墅 少时房门打开 一道身影冲了进来 然后啊 然后就悄无声息 没有丝毫动静 又过了片刻 又有一个人冲进去 一如第一个 没了声息 这下好久都没有人进去啊 而别墅内却是黑烟弥漫 啥也看不到 似乎是真正的主使人 按捺不住了 终于那黑影再次蔓延进来 就在这时 别墅外的一处阴暗角落 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人 把枯手乌黑的双手 按在地上 那蔓延别墅的黑影 正是从他手掌上延伸出去 黑袍人正驾驭黑手 正在寻找什么 突然他感觉到了什么 猛然转头看去 就发现了 一个人 一只鸡 一只猫 就这么排成一排 看他表演 看我做什么呀 继续啊 你这种艺术还真有点意思呢 陈浩笑咪咪地开口 黑袍人顿了顿 猛然身影一番 居然诡异地沉入了双手蔓延出的黑影之中 都到这里了 还想去哪儿啊 陈浩说着 翻手间 轩辕三代飞射出去 直接穿透黑影 顿时 一声惨叫响起 然后黑袍人滚了出来 左小腿被轩辕三代穿透 钉在地上 他抱着小腿痛苦哀嚎 救 救命 快来人啊 救命啊 黑袍人突然开始呼救 说出的中文十分怪异啊 陈浩淡定地走到他面前 别叫了 这里被幻树覆盖 你就算是叫破喉咙 也没有人来救你啊 黑袍人顿时消停 仰头看向陈浩 我与你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伤我领首 你这不是君子所为 哼 还知道君子啊 那你大半夜的 在这里使用邪术胡作非为 就是君子了吗 陈浩语气悠悠地问道 黑袍人默然啊 陈浩懒得废话了 抽出轩辕三代 把黑袍人提着 进入了别墅内 挥手间 弥漫的黑物被收入手心 然后凝聚成一颗黑球 放入秀丽乾坤中 这时候啊 客厅内又多了几个人 先前两个冲进来的女人 都是年轻金发女郎 而且身材更加火了 前凸后翘 容貌绝美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366集 只不过 两个女人身上都有邪气 似乎这就是那年轻男子 口中说的极品狗奴 另外就是黑袍人 被掀开了黑袍 露出了面目 却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白人 似乎常年不见阳光 皮肤白得有些过分 双眼褐色 有些内线 眉毛和头发 已经全部掉光 鼻子很高 脸颊很瘦 看起来 有种异样的邪魅 此刻黑袍人 虽然小腿受伤 却坚强地站着 目光看着陈昊 深邃的眼神 看不出什么想法 陈昊淡定地走到铁锅边 一挥手 火焰越发强盛 半截黑鱼被煮得劈开肉绽 散发鱼香 黑袍人见此啊 嘴角一抽 似乎很心疼 说吧 谁给你的胆子来划下害人啊 陈昊这时看向黑袍人 平静地询问 黑袍人道 我的背后 是你惹不起的存在 如果你不想死 最好放了我 否则凶 一道剑光闪过呀 黑袍人受伤的腿 直接从大腿半截而落 剑光速度太快 等黑袍人发现 自己少了一条腿后 这才发出凄厉的惨骄 然后倒在地上 痛苦地挣扎 陈昊道 做了坏事 还态度强硬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还我惹不起 这逼装过了啊 黑袍人目光看向陈昊 眼中满是恶毒 随后他低下头 嘴中发出急促而低微的声音 似乎在念咒 陈昊眉头一挑 似笑非笑地看着黑袍人 没有阻止 慢慢地 黑袍人身上突然冒出了火焰 蓝色的火焰 被火焰缠绕 黑袍人的衣服身体都燃烧起来了 火焰焚烧血肉 黑袍人变成了一个空壳 头变成窟窿 然后焚化成灰 洒落一地 看着一地骨灰啊 陈昊笑道 哼 我从一本道卷中了解过一些狱外秘法 其中有一种名为死灵屋 据说是一种特别的秘术 能够把自己转化成为一个超脱于生人 阴魂之间的存在 这种存在会在完成密法前给自己留一个命霞 只要没人知道命霞所在 就杀不死死灵屋 你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吧 在来之前 或者说在很早以前 你就准备好了成为死灵屋 然后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把自己转化 以此逃命 花霞修士 你知道的不少啊 一道阴冷声音响起 然后原本变成了骨灰的黑袍人 突然又缓缓凝聚 重新变回了原形 只不过此刻的他 虽然依旧是黑袍国体 可是里面的身体 却没有了血肉 只是虚构的骨架皮囊 两个眼中更是冒出蓝色火焰 陈昊笑道 哼 知道为什么我明白你的秘法 还是让你完成转化吗 因为你这样的存在 也是一种特别的鹰鹉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有些喜欢收藏 你们这类鹰鹉 你勉勉强强有点资格 收藏我 花霞修士 你会为这句话付出代价 黑袍灵屋怒吼着 化作一大片黑影 覆盖陈昊 陈昊一动不动 任由黑袍死灵屋进身 然后凭空消失 下一刻 黑袍死灵屋就在秀里乾坤空间中出现 一下子转变了地方 黑袍死灵屋感知的特别清楚 明白自己又遭了暗酸 他就准备跑 可是随后 黑袍死灵屋惨叫啊 不可能 我怎么干执不到我的命侠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这是上下尊卑的地方 新来的 让我教你点规矩 悠悠话语响起 然后一到身影靠近 对着黑袍死灵屋 砰砰砰的 就是一顿猛揍啊 片刻后 黑袍死灵屋被打得灵体暗淡 甚至有些虚化 身影 这才停下 露出了依然还是红肿包子脸的咪咪 似乎发现了心中的不爽 咪咪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笑 新来的 从现在开始 你要听我的话哦 否则 天天打你 咪咪开口 死袍黑灵屋灵体都快要被打散 现在慌得一逼啊 哪里还敢反抗啊 可是随后 黑袍死灵屋突然愣住 因为揍自己的女孩 突然被另外一个女人一巴掌打飞 落地后 咪咪扬起身 委屈地看向白衣女子 大姐头啊 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白衣女子不说话 只是看着咪咪 眼神平静无波 咪咪一脸委屈啊 连忙低下头 眼中却有胸意和恶毒浮现 从近来开始 她已经反抗了好多次 没有一次是对手 不管用什么招数 似乎都对白衣女子无效 这简直就是一个bug 让咪咪极度仇恨啊 还有那个陈浩啊 把自己关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天天遭受折磨 你等着 只要我出去 一定让你尝试逼我痛苦十倍百倍的折磨 谢谢 谢谢 谢谢姑娘 看有人为自己出头 黑袍死灵屋连忙感谢 白衣女子依旧不说话 仔细看着死灵屋 随后她伸出鲜鲜玉手 对着黑袍死灵屋一点 砰的一声啊 黑袍死灵屋身体就崩溃了 身体化作无数个小部分 动也不能动 合也不能合 那死灵屋傻了 感知到黑袍死灵屋的遭遇 陈浩笑了笑 正打算直接控制她 搜魂找出她的老窝 以免留下后患 突然秀礼乾坤空间急速颤抖起来 这个变化让陈浩色变了 秀礼乾坤是系统奖励 后来不断摸索领悟 这才有了今天的模样 不过总归来说 这秀礼乾坤 并非陈浩修行而成 二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就好像一个密室和门户的关系 秀礼乾坤是密室 而陈浩就是门 他可以控制出入 甚至可以改变密室的形状 划分多少小密室 但是想要彻底掌控秀礼乾坤 那就需要陈浩进入先天 能够领悟到空间的规则 才能勉强做到 如今秀礼乾坤居然自己出现了变动 这让陈浩有些手足无措 连忙宁神查看 随后 陈浩却是傻眼了 秀礼乾坤居然在变大 而且大的不是一点点 而是四方扩散 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就扩大了足足一倍 卧槽 什么情况啊 陈浩没有惊喜 反而有些懵逼 这系统奖励的东西 还能自己成长的吗 不可能啊 系统奖励之后 那就归自己所有 哪怕目前不能掌控 那也不能脱离掌控啊 肯定有什么 我没注意的变化 陈浩凝神 意念扩散 仔细感知 慢慢的 陈浩发现了问题 这问题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 第一是一个小东西 那是一个盒子 四方形 类似魔方 却四面一体 没有一丝裂口 这东西正是陈浩 在做赵灵巧的任务时 遭遇的那个邪教后所获 记得之后 邪教的老大邪佛 还火同浅血如暗算 就是想要抢回这玩意儿 陈浩原本以为 这东西是邪佛 用来收集信仰修行的 但是此刻 陈浩却发现 这四方盒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和秀丽乾坤空间 融为一体 甚至盒子四面 光芒浮动 隐约有几道气息 缠绕其中啊 略意感知 陈浩就发现了 第二个问题 这几道气息 居然是秀丽乾坤中的几个异类的 白衣女子 和服小女孩 白雾 咪咪 还有新进来的 黑袍死灵屋 他们的气息 在盒子中 若隐若现 而后 盒子浮动一种 陈浩感觉 不可揣测的力量 这股力量 正是扩展 秀丽乾坤的元凶 察觉到这个后 陈浩面色凝重 仔细感知 盒子和秀丽乾坤的变化 片刻后啊 秀丽乾坤的变动 终于消停 而这时候 秀丽乾坤空间 扩展了两倍有余 陈浩连忙尝试操控 发现居然没有一点问题 依然是之前的 那个秀丽乾坤空间一样 随心所欲 意念一动 任意变化呀 甚至陈浩发现 五米以内的死物 自己意念一动 就可以直接收取 这比之前 扩展了近乎一倍的距离呀 难道说 这个变化是 朝好的方向变化 陈浩一边实验着 一边琢磨其中问题 好一会儿后 陈浩彻底确定 变化 的确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然后陈浩有些激动了 秀丽乾坤是 陈浩掌控的 几种神童之中 进展最慢的 得到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现在还是什么样子 除了能够熟练驾驭外 陈浩找不到 任何促进成长的办法 原本陈浩以为 这秀丽乾坤 想要进阶 估计要先天之后了 现在看来 不入先天 它也是可以成长的呀 成长的关键 应该在于 那个四方盒子 然后就是异类 之前抓进来 异类没有什么变化 直到黑袍死灵屋进来 这才出现了变动 难道说 这四方盒子 需要融合一定数量的 异类气息 才能促进变化 陈浩若有所思 或许这个想法只是片面 但是根据变化来 目前就是这样的 那么 陈浩眼神闪烁 心中隐约有了主意 这时候啊 秀丽乾坤的变化 也让内中的几个异类 惊慌失措 等变动消停 看没啥异常情况出现 除了白衣女子之外 几个异类都是面面相去 难不成 这个鬼地方 还有地震不成啊 不对劲啊 我怎么感觉 自己好像丢失了一部分什么 咪咪一脸疑惑 喃喃自语 就在这时啊 黑袍死灵屋惨叫一声 身影消失不见 叫声吸引了几个异类的关注 啊 又变得紧张起来 而白衣女子却是仰起头 看向陈浩意念所在 陈浩传递出善意 白衣女子无动于衷 随后 陈浩强势 从抓去另外一个小空间的 黑袍死灵屋口中 得到了他老巢的所在 就把黑袍死灵屋 又丢了回去 看黑袍死灵屋回来 白衣女子终于移开目光 眼睛平静如水 波澜不惊 陈浩收回意念 然后用别墅主人的电话 报警自首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虽然这祸 撞死的是一个该死之人 可是 那种街道上乱来狂飙 撞到了无辜的人 怎么办呀 这种形势 无所顾及的人 还是老老实实地 进去比较好 做完这个 陈浩带着吉小和两个被邪术控制的大洋马离开 半个多小时后 陈浩来到小城西南郊区的一个偏僻角落 这里有一栋带院子的别墅 隐没在树林之中 周边没有人家 被陈浩抓的黑袍死灵屋 之前就一直潜伏在这里 仔细打量了 陈浩惊叹 那死灵屋还真有些门道啊 这别墅被布置了一种什么禁止 让这里和周边融为一体 把邪气 煞气 妖气 全部都压制在草木生气之下 不泄露丝毫 如果不是陈浩已经站在了别墅门口 近距离感知到了 几乎都发现不了啊 这每一个传承 能够在如今这个时代 还能活跃在修行界的舞台上 都不可小觑啊 陈浩暗暗惊叹一声 就进了别墅内 没有了防范 别墅内的情况 被陈浩意念感知的一清二楚 在别墅内的一个房间 陈浩感知到了那半死不活的半截黑鱼精 正在一个水缸内挣扎 别墅的后院 还有几种特别的妖气 潜伏在一个小水池内 都是很博杂微弱 另外就是一群外国幽灵了 这些不用陈浩感知 在陈浩进入别墅后 他们就从地上 窗户内草丛中冒了出来 包围了陈浩 一个个眼神凶狠恶毒 小黑 喜欢外国菜吗 陈浩笑眯眯地问道 黑猫舔了舔嘴 哇一声冲了上去 一日清晨 天色朦胧 小雨兮兮 这是一个雨天 天上乌云 漂浮汇聚 绵延不停 显然这一场雨 怕是要下很久啊 陈浩从打坐中醒来 就看到黑猫公鸡极小 正在逗弄一只四脚蛇 这小家伙也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的 想要偷吃死掉的黑鱼精 被黑猫和公鸡发现了 闲着无聊 逗弄着玩 面对一群灵兽 四脚蛇被玩得 已经放弃逃生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任凭柔烈 看到陈浩醒来 黑猫当即放弃了四脚蛇 跳到了陈浩的怀中 抱住黑猫 揉了揉猫头 陈浩道 好了 我们准备出发啊 攻击连忙问道 去哪儿啊 陈浩目光瞥了一眼 两只没心没肺 玩得开心的小奶狼 道 去做一笔交易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别墅院子里 还有一辆黑色大奔 钥匙齐全 陈浩不客气地 直接驾驶离去 在一行离开后 原本装死的四脚蛇 悄悄地叹起脑袋 四处观望了片刻 随后 他直接冲向那个落在地上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黑鱼精 一头钻进肚子里 雕出一颗珠子 吞入腹中 然后飞快地跑了 正在离开的陈浩 突然心头一动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后方沉吟片刻 笑笑不语 驱车前行 速度更快 在导航的帮助下 第二天的下午 陈浩来到了一个 一条连绵的山脉之处 到了这里啊 原本一只活泼的小奶狼 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眼睛直勾勾地 看向山脉方向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他俩一样 陈浩发现后 笑了笑 他来此 就是为了这俩小家伙 白狐说得对 自己虽然是艺术 但是别人不是他 哪怕跟在他身边 最多也就是得到庇护 如果是普通人 也就罢了 安然一生 倒也幸福 可是修行之辈 却是大大的不妥 把车停好 陈浩带着吉小下车 刚下车 小奶狼就反应过来 对着陈浩呜呜地叫 兴奋地直咬尾巴 陈浩笑道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小奶狼虽然有灵智 却懵懂不解陈浩的话 依然围绕着陈浩转圈 呜呜有声 似乎催促陈浩 带他俩进山 陈浩摸了摸 俩小奶狼啊 目光一动 看向大头夫妻 大头道有 这也算是你的机缘 敢不敢护送 这俩小家伙回家呀 大头一愣啊 混在这样一群 不是跟脚不凡 就是修为强大的同类中 他和媳妇 都快成为背景强了 一直也总感觉 哪里不对劲 现在听到陈浩的话 大头心中涌现一种冲动 一种莫名的念头 他果断点了点头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轨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六十七集 陈浩 陈浩拱手为礼道 好 那就麻烦大头道友了 此一别 往来日能见你超凡脱俗 大头对着陈浩拜了拜 然后对小奶郎叫了一声 小奶郎兴奋起来 两只逗闹着冲向山林 随后 大头夫妻看了看陈浩 黑猫 公鸡 蓝蝴蝶 终于也跟着离开 简一下子去了四个小伙伴 黑猫有些伤感 眼巴巴地看着 趴在地上 也显得有气无力 公鸡不舍地问道 浩哥 你真的要听那狗狐狸精的吗 我觉得我们一群生活 玩耍呀 修炼啊 都挺好的 为什么要分开啊 陈浩摇头道 你说这话的时候 就显得自私了 你所谓的好 是你的感觉 但是对他们四个 确实不公平 现在尚且没什么 但是潜力和底蕴 差距摆在这儿 随着我们几个 修为日渐高深 甚至超凡脱俗 成久闲天 他们还在原地踏步 你说这样好吗 公鸡莫然啊 大师哥哥 你会赶我走吗 我不会落下修行的 我很努力地修炼呢 蓝蝴蝶有些担心地问道 陈浩道 这不是赶 是各求几刀 而且他们是没有精力磨难 需要培养 所以才要放开 去接受更好的培养 你不同啊 你都百年道行了 以后循序渐进 大道可期 想走就走 不想走就跟着 我肯定跟着了 大师哥哥最好了 跟着你 每天都有甜蜜蜜 蓝蝴蝶 美滋滋地说道 陈浩哭笑不得啊 好了 事情办完 咱们走吧 说着 陈浩上了车 黑猫情绪不高 趴在后座 蓝蝴蝶陪着哄他 低语交流 公鸡到了副驾驶座 趴下来 开口道 对了浩哥 你不是说来交易的吗 这就走了 陈浩瞥了一眼 连绵的山林 笑道 交易已经完成了 我救了他俩孩子 还用灵乳和龙骨汤 扩展巩固根基 如今只剩下培养 送回来刚合适 得了我这么大好处 那笑月狼日后 必然会给我一个交代 公鸡沉默片刻 惊叹道 浩哥 想得真远啊 陈浩说 这只是埋了一个伏笔罢了 谁知道以后用不用得上啊 另外也是为了他们四个考虑 毕竟跟着我的确影响他们太多啊 那我们呢 还是随便乱走到处跑吗 陈浩笑着说 当然不啊 这一次我要去找王爷 公鸡金额道 浩哥 真的假的 咱们现在能杠得过他吗 杠什么呀 别说得那么野蛮 我可是和他做了友好的交易的 只是这家伙真的很谨慎啊 交易都过去这么久了 居然一点动静都没 看来我需要主动去刺激他一下 否则 这货就不会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的百年神力 啥时候才能收获呀 嘴里说着 陈浩直接踩油门 大奔呼啸而去 公鸡惊呼啊 卧槽 真去啊 麻了个劲啊 太刺激了 不行 我要好好琢磨一下新神通用法 这一波一定要找回场子 随后 他也跳到了后座 趴下来 没了动静 一路向北 绕过几个异常区域 用了足足三天时间 陈浩来到了一片荒芜人烟的山林外 根据许天美透露的信息 陈浩略一分辨 就带着机晓 汽车入山 面对山林 陈浩一行如履平地 一个多小时后 就来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 在这里 陈浩发现了修行之人的气息 数量还不少 划分了好几个队伍 各占据了一处地方 甚至陈浩还看到了建筑屋 感知中 这里纯正道门之法 旁门邪法 妖气 邪气 错综复杂 现在每个队伍归属都不一样 陈浩敢肯定 这里面肯定有道门的人 和有关部门的人 正看着呢 一道阴煞之气席卷而来 在陈浩面前幻化成形 却是一个形象可怖 双目血红 周身被黑煞之气 缭绕的女子 听说 你能帮助鬼类完成医院 邪性女鬼 目光看向陈浩 用嘶哑低沉的声音询问 陈浩上下打亮女鬼一眼 笑了 你要帮忙吗 女鬼道 我生前被人挖心而死 现在我要找回我的心 你能帮我吗 系统没搭理啊 陈浩笑了 人死不能复生 你的心自然也就腐烂无形 去哪里找啊 女鬼咧嘴一下 邪气凛然道 你是大师啊 肯定有办法的对吧 实在不行 把自己的心掏出来送给我也是一样的 大师上体天心 慈悲为怀 就当可怜小鬼我了 好主意啊 你的心没了 我的心还在吗 你想要吗 给你接住啊 说着 陈浩伸出一只手 张开的瞬间 女鬼就消失不见 直接被收入了秀丽乾坤 随后 陈浩目光看向一个方向 那是一处阴煞邪气弥漫的区域 这女鬼就是从那边过来 不管是试探也好 还是故意找茬 这个仇 记一下了 随后陈浩带着吉小 向一处建筑地走去 这建筑还不小 联动几排 如同一处营地 而建筑群中全副武装 直勤站岗的人 也证明了他们的身份 只是让陈浩惊讶的是 这些人看起来 一个个身材魁梧 手持枪械 却全都是普通人 在这一片妖魔鬼怪横行的区域 这些人看起来 丝毫没有畏惧 眼神坚毅 站岗之时 身体板直 目不斜视 看了片刻 陈浩笑了笑 迈步靠近 当陈浩走过的时候 站岗的战士突然敬礼 陈浩一顿啊 转身看向战士 战士看着他 眼神无波 动作帅气 陈道长啊 欢迎欢迎啊 这时候啊 一道声音响起 然后几个人走了过来 陈浩看了看啊 这些人都穿的野战服 都是普通人 陈浩看着来人 没说话 来人中看起来最年长的一个销售男子 继续道 陈道长啊 我是深渊镇守营的队长 我叫白红旗 对于道长 咱们虽然都是普通人 却也九阳大名 没想到 今日道长居然能来到我们这个营地 真是碰壁生辉啊 陈浩笑着说 哦 倒是没想到啊 这地方还有普通人 你们就不怕呀 白红旗认真道 陈道长啊 我刚才给你介绍了 这是深渊镇守营 一入深渊 生死度外 我们都做好了准备 陈浩一愣 旋即深深地看了一眼白红旗 点头道 好样的 钦佩 哈哈哈哈 不过其实也没啥好怕的 我身后站着整个国家 无所畏惧 而且还有有关部门的高人坐镇 倒也无事啊 陈浩瞥了一眼 有修行之人的角落 一共五个通道 却只有一个还看得过去的 另外几个就像是学徒一样 真遇到事 自身都难保啊 倒是另外一边 有好几个修为不弱的 猜测没错 应该是道门中人 啊 道长啊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只要我们能做到 尽管开口 白红旗笑呵呵地主动表态 哦 帮忙不用 我来的目的就是去拜访一下旧友 说完 陈浩看到门那边 还有有关部门这边的同道 居然没有过来找他聊聊的意思 陈浩继续道 你们都是国家的精锐 放在这里浪费了 回头收拾一下 准备回去吧 祖国需要你们的地方很多 没必要浪费在这里 说完 陈浩转身就走 红白旗一愣啊 满眼错愕 什么叫准备回去啊 难道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事 红白旗斟酌了一下 不敢暗自揣测 连忙联系上面的人 这时候 陈浩带着吉小 继续往区域深处走去 还没走多远呢 一大片阴气覆盖过来 鬼哭狼嚎鬼影重重啊 陈浩冷笑 身影突然加快 直接冲入了鬼影之中 下一刻 浮动的鬼影 一个个消失不见 顷刻间 现场只剩下阴气漂浮啊 这时候 陈浩停下脚步 意念感知秀丽乾坤 数十个厉鬼恶鬼 被收了进去 可是 设想中的秀丽乾坤 变大没有出现 依旧平静 反倒是这么多 厉鬼恶鬼的涌入 让咪咪和服小女孩 白雾哄抢一空 吞噬殆尽 就连黑袍死灵窝 都抢了一个 偷偷的吞噬 看到这一幕 陈浩皱眉啊 看来秀丽乾坤 想要继续扩展 需要的不是数量 而是质量 这质量不论修为 而是论特殊性 念头一动 陈浩看向那阴煞邪气 巨合的地方 一而再的挑衅啊 这是故意找茬啊 难道是即将我过去 打算埋伏 陈浩 打量片刻 笑了 二话不说 继续走 目前最重要的 还是把王爷这个家伙忽悠走 一旦完成任务 百年神力奖励 那是何等强大呀 说不定 法天 相帝 这门神通 直接就大成了 到时候 神通之下 就算是鬼婆婆 黄鲜奶之类 统统都不怕 不怕了 这小小阴煞聚集之地 不管隐藏着什么陷阱 都不过一巴掌的事 随后 陈浩没有再遇到阻碍 直接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峡谷前 这峡谷呈现斜坡壮 直通下方 深不可测呀 陈浩感知过后 就直接下去 深入百米后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穿着公裙 款款而行 姿态优雅 到了近前 女子行了一礼 笑眯眯地说道 我家主人吩咐奴婢 前来迎接贵人 陈浩笑道 呵呵 你家主人厉害了啊 被镇压了都还能算到我到来啊 女子说 奴婢只是带路 请贵人随奴婢前行 好啊 陈浩笑了 只是眼神闪烁 似有所想 随后女子带路 一路往下 走了又几百米 突然转弯 陈浩眼睛微微眯起 不动声色地继续跟随 少使啊 眼前出现一片金碧辉煌的宫殿 有许多太监宫女来去匆匆 一派皇家景象 等陈浩到了宫殿外的时候 突然无数的清兵从两边蜂拥而出 顷刻间就把陈浩和吉小包围起来 面对这一幕 陈浩淡定 攻击无畏 黑猫舔了舔嘴 爪子一动 似有些安耐不住 这时 一个老太监尖着嗓子喊道 太后嫁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在一群宫女太监的护卫下 一个穿金带银的老女人出现 怎么还在那儿处着呀 没听见咱家的话吗 太后嫁道 寒话的老太监看太后出场了 陈浩居然还站着 顿时不悦地呵斥 陈浩笑了笑 看向公鸡道 小黑啊 你说太后了咋办呀 小黑扶持心灵回道 笑他 那还等什么呀 这可是你猫姐的机缘道了啊 陈浩意味深长的开口 公鸡一愣啊 然后注意到黑猫激动的眼神 略一琢磨就明白过来 大喜道 果然是猫姐的机缘 这死老太婆身上还带着一丝黄巢笼气 这玩意儿猫姐收了定有大收获呀 说完 公鸡扬起鸡头 看着老女人道 老太婆 下来受死 狂妄 嚣张 莲婴 给本宫拿下他 凌迟 老女人面色难看 语气恶毒的吩咐 老太监连忙领命 然后一挥手 四周包围的清兵如同潮水 冲击而上 这时候蓝蝴蝶翅膀一闪 蓝色的光芒覆盖四方 幻化道道连移 所有清兵冲入 消失得无影无踪啊 距离大殿几十米外的一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 陈浩站在了这里 和那个带路宫女站在一起 宫女看起来有些害怕呀 微微发抖 想跑 又不敢跑 陈浩笑眯眯地问道 你说 谁能赢啊 奴婢 奴婢 你可拉倒吧 好好的王爷不当 偏要玩角色扮演奴才 难道这是你的特殊癖好啊 陈浩似笑非笑地开口 宫女一顿 看向陈浩 你居然能看穿 陈浩说 别忘记了啊 你的分身被我抓过 你的气息我最清楚了 别说变成宫女 就是变成一坨屎 我也能认出来 宫女冷哼啊 陈道友啊 你突然到我这里来 可别说是来看望我啊 陈浩笑着说 你还真猜对了 我就是来看你的 你说 你不是找到了离开的办法了吗 啊 为什么还不走啊 难道对这个世界有了感情 不舍得了 宫女冷冷看着陈浩 哼 本座能纵横一界 即便遇到大恐怖也能重生 就不是能被人算计的 可是本座没想到 道友手段果然了的 居然成功算计了本座 我没有啊 别瞎说 陈浩果断反驳 宫女不说话 只是看着陈浩 陈浩没好气道 选择是你选择的 我啥也没做啊 怎么就算计了 你确定没有 宫女看着陈浩 眼神平静 看不出什么想法 陈浩淡定道 信不信随你 反正我是盼着你走的 可不希望出现意外 把你给留下来 到时候害了别人 那不成了我的罪孽啊 宫女不说话了 陈浩这时 却是看向大殿方向 说 这老太婆 你不打算护着啊 宫女淡然道 不过是亡国孽魂 与我何干啊 打着我的旗号 在这里耀武扬威 不过是以前 本着这旗号还能用 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罢了 如今这天地大变 我再不走 可就真的走不了了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听到这话 陈浩笑着说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随着陈浩说出 突然一道金色光圈 凭空出现 套中了老女人 老女人大惊失色 连连呼救 可是变身后的黑猫 也呼啸而来 救援的太监宫女被扑倒撞飞 然后黑猫一爪子摁住了老女人 老女人惊惧了 连忙开口道 神猫饶命啊 我愿意补偿 要什么给什么 黑猫哇一声 眼神炙热地看着老女人 猛然张口 一股犀利浮现 老女人就被吸得魂魄扭曲 隐约之间 魂魄之中有黄气浮动 老女人痛苦挣扎 却无法抗拒 被黑猫强势吞噬 哎呀妈呀 原本还想跑过来救助的老太监 吓得惊慌失措 转身就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368集 黑猫却已经没兴趣追他了 眯起眼睛飞快咀嚼 很快 魂魄被消化 一股黄气被吸收 顿时啊 黑猫的气息飞快膨胀 慢慢地被一股玄妙的气息包裹 化作一团 好神通啊 倒有这灵猫 潜力无限啊 远处 看到黑猫变化 宫女惊叹一声 陈浩笑道 呵呵呵 一般一般 宫女看向陈浩 倒有 本座将去 此一别 或许再无相见 你为此界天命之子 说来 也是这里 唯一有资格成为我道友的人 临别之时 可有兴趣 小酌一杯啊 陈浩看着宫女片刻 终于微笑 有何不可啊 道友请 说着 陈浩和宫女同步而去 至于大殿这边 自有黑猫攻击处理 少时 陈浩到了一处朴素无华的偏殿 这里一切从简 没有豪华装饰 却有一股玄妙的道义营绕 令人沉迷 在偏殿之中 已经准备了酒菜 看起来还是热的 陈浩不客气地落座 就看到一个清秀男子走了过来 正是王爷本尊 看到他 陈浩眼神微动 说实话呀 这还是陈浩第一次 见到王爷本尊 有些惊人 他是活人啊 而且还是普通人 身上并没有丝毫修为 不过这伙被镇压这么多年 却没死 还保持这么年轻 显然是用了自己 无法理解的秘法 界外邪神啊 果然不同凡响 道友 这应该算是 我们第一次真正见面 是不是很意外呀 王爷在陈浩对面坐下 微笑开口 陈浩说 是有些意外啊 不过我想这对你来说 也不过是一个取窍罢了 王爷笑了 果然瞒不住道友啊 我的本身和这一方天道 相悖不容 当初来此 如若不转生 根本无法存在 便只能如此 不能真身相见 道友勿怪 陈浩说 没事 能理解 道友 其实你能过来 我很开心 开心啊 那王爷还怀疑我 那只是玩笑啊 但是当道友进入这里 我就相信你了 因为如果道友 对本座有阴谋邪念 在这里 本座就能察觉 王爷意味深长地说道 陈浩一愣啊 感知我的阴谋邪念 狗鼻子吗这么灵啊 不过说起来 我这还真不算是阴谋邪念啊 光明正大的让你跳坑 不是我的阴谋 邪念更别提了 那是奖励 板上钉钉的事 我何必多想啊 另外就是 道友啊 知道我为什么 有了把握离开 却还在等待吗 其实 我就是在等你过来 即便试探不出 你的恶意 我也不相信你 只有带着你一起走 我才能放心啊 王爷语气悠悠地开口 陈浩眉头一皱 也笑了 知道为什么 明知你很危险 我还敢跟来吗 王爷一愣啊 陈浩继续说 看你脚下 脚下 王爷下意识地就往下看 这是 陈浩挥手 轩辕三代凭空出现 对着王爷的脑袋 狠狠地斩了下去 只听丁的一声 一股佩然之力 把轩辕三代弹开 难道倒有忘记了 这神器镇压了我 却也保护了我 否则这么多年来 本座早就寂灭陨落了 王爷淡定地看向陈浩 一脸戏谑 陈浩笑着说 看脚下 王爷无动于衷 冷冷道 认你狡诈如虎 但是进入了我神国之中 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陈道友 诛天万界 精彩无限 本座带你领略外界风光 无需个 还没说完 王爷突然一愣 低头看下去 就发现一道金色光圈 从脚边蔓延 缠绕上来 怎么会 那只鸡 王爷错愕的四顾 别看了 不在这里 这可是小黄 事先准备的 上次被你打击之后 小黄为此耿耿于怀 苦思冥想 终于让他改进了 这乾坤 意气定身法的用法 还有了更多的变化 正好啊 这再次使用 对象还是你啊 只是不知道 这一次你是否 还能轻易破解啊 陈浩说着的时候 那金色光圈蔓延之后 王爷的下半身 就开始实化 居然是双重神通 王爷淡定地 看向陈浩 微笑道 这个曲窍 不过是方便存于此间 如今本座即将离去 曲窍于本座 也是毫无用处 你觉得本座需要破解吗 陈浩傻眼啊 王爷却是哈哈大笑 一副能够胜过这气韵中秀 天道青睐的命运之子 是多么的自得呀 陈浩连忙运起所有的法力 加持轩辕三代 不断地攻击王爷 可是无论从什么角度 均无法伤害王爷分毫 就在王爷半身都被石化的时候 终于开口道 好了道友 时间到了 随我一起领略万界风光 这下一个世界还未知是什么地方 有你陪伴 我也算有个伴啊 说着 整个片殿都开始颤抖 一道道流光盘旋 与此同时 一股惶惶之威轰然而下 王爷闷哼一声 七孔流血 双目顿时怨恨的邓氏上空 冷冷的 好一个契运神器 奈本座日后成就无上 定要归来了结这个因果 说着 他却是更加卖力运转 终于所有流光聚合 化作一个小小漩涡 盘旋在王爷身后 发出偌大的犀利 下一刻 一道金光从王爷身体中浮现 向漩涡之中飞去 道友 不用抗拒了 这是本座根据究极盗绝 乾坤灭魄改变而来 能够洞虚破戒 吞噬万物 它的犀利会越来越强 你撑不了多久的 王爷之灵 潜伏在漩涡之中 淡然开口 陈昊不再攻击 惊慌表情也消失不见 看着漩涡咧嘴一笑 毫无畏惧 反而略显得意 我就说 你这样谨慎的性子 如果我不冒险过来 只怕你是不敢离开的 生怕我坑你啊 现在好了 王爷 不 应该称呼你为残神 一个被人重创 至今未能恢复的残神 一路走好不送啊 王爷之灵 顿时感知到了 那某种古怪的力量浮现 这种力量 传递出一种不可抗拒的信息 让王爷之灵惊惧啊 好好一个命运之子 你等着 本座还会回来的 说着 王爷之灵不敢拖延 主动收起了漩涡 看到这一幕 陈昊反而松了一口气 然后直接虚脱地倒在地上 随后 叮咚之音响起 二百三十年残魂 神愿完成 奖励百载神力 而随着系统声音响起 即将泯灭的漩涡 突然被强行扩大 露出了里面的王爷之灵 怎么可能啊 这是轮回之灵 不可能 这种力量怎么可能出现啊 这是无法驾驭的力量 这是超脱众神之上的力量 你不可 不 我不要轮回 我不要残伦 我万年得到福音 倒有放过我 放过我 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 王爷之灵害怕了 惊恐了 甚至开始求饶 但是没有一点用处 被那股力量牵动 王爷之灵连反抗都做不到 就这样直接被带走 陈昊看着这一幕 彻底地吐出一口气 哼 麻痹的 这一波看似轻松 实则凶险万分啊 为了把这个谨慎的不像话的家伙忽悠走 自己主动冒险 危急时分 依然用嘴炮来忽悠 可算没有白费功夫啊 哼 如今王爷一去 依附他而存在的那些妖邪 可就成了一盘散沙 从此以后 即便还有危险 也没有那么大了 仅凭这一点 陈昊就觉得冒险很值 这可都是功德呀 正欢喜呢 陈昊就感受到了一股浩瀚强大的力量 突然涌入周身 死之百害 被这股力量渗透 啊 啊 唐唐唐唐唐唐 陈昊忍不住身体蜷缩 发出惨叫啊 可是这股疼痛越来越强 钻心一般 覆盖周身每一处肌肤 骨骼血肉经脉 让陈昊不断哀嚎翻滚 似乎过去了千年万年 陈昊几度昏迷苏醒 终于痛彻心扉的那种感觉消退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舒畅 有力 就好像能够扛起山岳 踏破大地一般 扶至心灵般 陈昊低吼一声 身体舒展 然后如同打了激素一样 快速膨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住鬼为乐系统 三米 五米 十米 十五米 直到十八米高 陈昊这才停止了膨胀 而变化如此巨大的他 头顶触碰到了一屋 仰头一看了 陈昊就看到了一个 小巧的三足顶 凌空悬浮 这顶在陈昊眼中很小 实则并不小 通体骨铜铸造 上课悬傲花纹 有山河千古之运 气运中灵之旋 正是传说中的九鼎之一 也是镇压王爷的神器 眼睛一亮 陈昊心中生出念头 但是仔细看了看 陈昊却又摇了摇头 镇国神器 民族传承之物 因果加持 不可能被个人拥有 甚至珍藏都不行 否则损害民族利益 必遭报应 不能得到 陈昊自然不娶 可是这见到了 也不能放在这里 不管吧 外面还有些 要挟萧小小呢 陈昊沉吟片刻 突然眼睛一亮 咧嘴露出一个贼笑 随后 陈昊凝聚神力 抓住九鼎神器 灌注其中 随后陈昊意念覆盖 冥冥中似乎感知到 某个方向 然后陈昊毫不犹豫 挥手把九鼎丢出 只听砰的一声 九鼎破开山体 直冲云霄 虚空化作一道光芒 如流星般 转瞬即逝 投掷了九鼎 陈昊就感觉到 原本膨胀无量的神力 突然有些虚了 连忙驾驭 变回了原身 这比之前用几秒 就虚脱可好多了 至少法力还在 身体无恙 随后 陈昊看向九鼎飞去的方向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昔日恩怨 今日一笔勾销 随后 陈昊环顾四周 九鼎一去 这里那种玄妙的气息 顿时消失 原本存在的宫殿阁楼 也都开始崩溃破坏 陈昊不再犹豫 身影飞掠 往上面跑 少时 陈昊来到了大殿这边 这里的阴魂鬼物 已经一个不见 只剩下公鸡和蓝蝴蝶 却没见黑猫 正寻找呢 一双手抱住了陈昊 陈昊错愕低头 就看到一个肉嘟嘟的小女孩 正抱着她的大腿 蹭啊蹭 胖乎乎的脸上 露出一个大大甜甜的笑容 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 还带着两个小虎牙呀 这小女孩看起来 不过七八岁模样 穿着小肚兜 皮肤有些偏黑 头发倒是乌黑靓丽 却是个娃娃头 看起来不是很漂亮 却非常可爱 看着就让陈昊心中生出 去捏捏小脸的冲动啊 但是下一刻 陈昊反应过来 惊喜道 小黑 小女孩点点头 美滋滋地道 哥哥 我又回来了 和之前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 这可是真正的我哦 陈昊打量小女孩 的确和小黑之前的变身 有些差别 不过还是有很多相识 陈昊忍不住道 小黑 你是天生皮肤就这么黑吗 小女孩表情一僵 生气的 更是陈昊 你嫌弃我 陈昊连忙道 不是 我就是随便问问 纯属好奇 我还小 也是刚刚有了幻化之力 幻化的 还不够完全 等我能够变形的时候 一定可以变得很漂亮 你 话未说完 小女孩突兀的就消失了 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抱着陈昊大腿的黑猫 黑猫愣了愣 气急败坏地从陈昊身边跳开 委屈巴巴地看着陈昊 陈昊哭笑不得呀 看来 这小猫咪吞噬了那皇朝龙气 的确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只是这好处不够给力 让他拥有了半吊子的幻化之力 好了 我相信 小黑一定可以变得很漂亮的 这里没事了 我们该走了 说着 陈昊主动抱起黑猫 带着公鸡和蓝蝴蝶 继续离开 就在陈昊这边奔走的时候 数千里之外 天山 飘渺风云光洞 正在洞府内身处前修的鬼婆婆 突然睁开了眼睛 心中生出巨大的不安 似乎有什么天灾 即将要降临一般 鬼婆婆面色凝重 掐指莫算 却一无所获 只觉得一片空白混沌 什么问题都找不到 这让鬼婆婆越发不淡定了 连她都算不到 那肯定是巨大的结束 只是 我的修行结束还要多年才来 这又是什么结束啊 不行 我要做些准备 她从前修中出来 呼唤情魔 但是没过多久 不安变成了危机 似乎已经逼近 略意感知 这一次清晰了 危机来自 天上啊 鬼婆婆大惊失色呀 正要有所准备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 山峰颤抖 轰隆作响 刚得到传唤 靠近过来的情魔 甚至都没有任何反应 突然被一个东西砸中了头 啪的一声 情魔倒地 脑袋却已经没了 倒在地上 气息全无啊 全二 鬼婆婆慌乱之中 抵挡了那种佩然冲击波 虽然有些损失 却反应及时 没有多大伤害 可是感知到情魔的情况 鬼婆婆怒叫一声 急忙过来查看 然后啊 鬼婆婆目光绝望地仰天怒吼 哪个混账 暗算笨作呀 吼声传荡似野 潜伏天山之中的其他异类 全部受惊而起 急忙远离 避开这眉头 片刻后啊 鬼婆婆蹲在情魔身边 面露悲切 情魔是怨念之体 属于一种有形无形之间的存在 轻易不会被抹杀 可是此刻呀 被破灭头颅 虽然身体还在 情魔却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断无恢复的可能了 鬼婆婆目光看向那个抹杀情魔的东西 这一看啊 鬼婆婆就好像见到了天敌一样 惊得一跳而起 究定 这怎么可能啊 她不是 鬼婆婆顾不得伤心了 目光看向西北方向 手指快速掐动 可是越掐 她脸色越难看 因为 啥也算不出来啊 终于 鬼婆婆闷哼一声 面色变得煞白 停止了推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六十九集 好一会儿后 她的神色变得冷静 沉默许久 这才一伸手 一团阴气在手心中盘绕 随后 飞舞而出 消失不见 做完这个 鬼婆婆抱起情魔 走向了洞府身处 眼中闪烁着胸利的光泽 从地下出来 陈浩就看到了一大群人包围了她 这些人都是修行之人 而且每一个气息都十分纯正 显然不是道门就是有关部门 看看其他方向 那些要挟之辈居然跑了个一干二净 之前阻碍我肯定和那个老鬼婆脱不了干系 不过得罪了我 可没这么容易跑掉 等着吧 我记住你的气息了 未有相遇的一天的 心中念叨 陈浩转身 看向那些打量他的修士 咧嘴一笑 二话不说 卖步就走 一个老者忍不住问道 陈导游啊 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陈浩果断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下去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老妖婆 好像是慈禧来着 她神经病一样 见面就想怼我 面对着祸害过曾经滑下的魂杖 我肯定不怂啊 正打着难解难分的 突然砰的巨响地动山摇 然后有什么东西跑掉了 慈禧吓跑了 我也赶忙而跑了出来啊 修士们傻了 看他们都是一脸不信 陈浩道 事情就是这样子 我还有事啊 先不聊了 诸位留步 众修士又傻了 看陈浩快速远去 有些年轻气盛的修士 不甘心地问道 诸位道友啊 就这么放他离开吗 这封禁之地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而且九鼎都飞了 要是上面问下来 咱们怎么交代啊 那你去抓他呀 我们为你呐喊诸位啊 一个中年男子戏谑地开口 年轻气盛地修士顿时语色 算了 发生什么事 会有人询问的 咱们还是先联系上面 确定九鼎去向 这是我华夏神气 不容有失啊 随后修士们散去 原本一个禁地 请客间 就变成了 无人关注的废墟 从山里出来 陈浩回到了停留的车前 这一次来得快 走得更快 不过要做的是做完了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奖励 还意外地 让小黑也拿了一个机缘 陈浩很满意 至于其他 王爷对自己来说是威胁 对华夏来说 更是定时炸弹 如今这个炸弹被强制轮回 让自己少了一个大敌 也为人间解决了一个潜在危害 这一波怎么着 也要给点功德吧 陈浩正美滋滋地想呢 电话传来 拿出一看 是带云打来的 陈浩笑了笑 他接通啊 主动道 带云道友 有事吗 哎哟 我的财神爷啊 您早跑去封禁之地了 带云无奈的话语传来 陈浩说 怎么 这地方我不能来啊 倒也不是啊 只是 道友在封禁之地做了什么 那位王爷呢 还有九鼎呢 我不知道啊 我是遇到了 别闹了陈道友 咱俩也算是老交情了吧 能说两句真话吗 带云果断打断了陈浩 陈浩不再调戏 直接道 真话就是 王爷被强制轮回了 他跟脚不凡 更有成道之气护身 或许转世之后 就是一个灵童 有关部门 想要得到这个灵童 需要多多关注 这之后出生的孩童了 毕竟这家伙身上 带着一个神国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底蕴啊 强制轮回 能说清楚吗 带云语气变得凝重了 轮回转世 从来都是让人不敢轻视的 不管多么牛逼 多么强大 只要轮回 就等于洗白了账号 从头开始 虽然跟脚 能为再次开始 带来更高的好处 可是 新的开始就是新的 和以前根本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 轮回等于彻底的泯灭 不复存在 能把一个大佬强制轮回 这需要多么恐怖的神通 才能做到啊 陈浩说 这个 我真不知道啊 这个王爷感知到了天地的变动 趁机利用密法逃离 可惜他玩脱了 彻底地被捆绑在这个世界 再也无法离开了 这也算是 为他曾经的所作所为 补偿了一部分吧 毕竟这货是其他世界的命运之子 积累深厚 咱这里穷啊 就需要这样的土豪 多多的馈赠 道友啊 你还说不知道 你这知道的不是一般的多呢 陈浩呵呵一笑 另外就是那个神器 王爷走了 没得镇压 神器自然不想待在这里了 我看他是往西北方向飞去了 你想找可以调动卫星影像吗 带云还想问 陈浩继续道 至于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带云道友也无需多问啊 带云顿时明白 今儿是得不到更多信息了 不过得到这些也算满意 这些可都是第一手信息 能让有关部门掌握主动 九鼎且不说了 这是真正的国宝 要挟避异 镇压国运 不容有失 而那个王爷 如同陈浩所说 他承道于另外一个世界 几乎是无数的珍宝积累而成 是那个世界的命运之子 拥有深厚的底蕴 如果能够找到王爷的转世之身 慢慢培养 日后继承了前世积累 那几乎可以成为 有关部门的守护神了 不过寻找转世之身还不着急 而且也有些难度 目前最关键的就是 把九鼎找回来 挂断电话 陈浩笑了笑 驾车开始离开 一路晃悠悠地走 这一次 陈浩没有着急赶路 而是悠然往前 车座后 蓝蝴蝶攻击黑猫 正在用零售之间的方式交流 看模样是蓝蝴蝶和攻击指点 黑猫学习 那一脸的认真 让人看着很想揉揉 时间慢慢过去 一个多时辰后 天色黑下来 满天星辰 似乎伸手可摘 这北方天空 夜色很美 陈浩看了看前方 还没走出山 四周的山林 很是陌生 像是走错路了 这么大晚上的 继续走不安全 陈浩在靠近一处水源的草地停下 然后开始扎营 黑猫极小都是灵兽 对于居所都没有特别要求 只要是和陈浩在一起 别的 无所谓 收集了一些干柴 点燃后 黑猫继续找蓝蝴蝶和公鸡取经 毕竟蓝蝴蝶是百年老妖 而公鸡有幻化人形的经验 这都是黑猫需要的 在画形之前 保持稳定的幻化 是黑猫梦寐以求的 必须要做到 陈浩则盘坐下来 一边恢复消耗的神力 一边意念进入秀丽乾坤 感知内中情况 如今的秀丽乾坤 空间扩大了很多 困住白衣女子 一群一类的空间 都变大了不少 这会儿啊 白衣女子依然站在中间 和服小女孩和白雾 占据一个角落 咪咪占据一个角落 黑袍死灵屋 占据一个角落 相互之间互不干涉 颇有划分地盘的意思 而陈浩意念亏是 白衣女子顿时有所感知 看了过来 二者相互接触 陈浩有种奇怪的感觉啊 这个白衣女子 似乎在经过被自己教导之后 并没有被彻底地清洗记忆 她还是受到了影响 而且现在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 隐约和秀丽乾坤居然有一丝契合 陈浩有些迟疑 预想中 这个白衣女子应该和音乐山中的大佬有关系 如果因此和那位大佬有了恩怨 可是一个大麻烦啊 王爷可怕 却被镇压 招惹了还能淡定面对 那位藏身音乐山中的大佬 似乎并没有什么限制 如果招惹了 可是麻烦事啊 要不 这白衣女子 不放出去了 就关在这里 当不知情 陈浩心中琢磨 突然 陈浩面色一动 意念直接回归 然后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不远处 一道黑影正在飞快靠近 感知中啊 那道黑影居然是一头野猪 扑哧扑哧跑得飞快 嘴中还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 在野猪后面 还有一道黑影 似乎在追击野猪 这却是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个普通人 陈浩有些惊奇 之前遇到的那位毛六爷 一把砍刀入山猎野猪 自己也只是看到 一身血和死了的野猪 没见到真正的战斗 没成想啊 今儿只是陆处野外 居然亲眼看到了 追杀野猪的人 很快 野猪先靠近了陈浩这边 他似乎受了伤 正在亡命奔跑 见到火光 发出尖锐的嘶吼 似乎在警告 别来路 这时啊 黑猫扬起身体 哇哗了一声 正在奔跑的野猪 顿时瞪圆了眼睛 双腿一蹬 来了个急刹车 冲击的鱼力 让野猪的双蹄 翻起一条泥土沟 而后 他一个青岛打滚 这才止住了冲击的冲势 不过这时候 距离陈浩这边 只有五六米距离 野猪站在原地 畏惧地看向黑猫 跑都不敢跑啊 这时 追击野猪的人 也跑了过来 在火光照应下 露出了模糊的身影 这是个男子 穿着破烂的衣衫 头发又长又乱 脸上脏兮兮的 全身上下 只有手中的那一把匕首 闪烁着明亮的寒光 见到有人 男子眼睛眯起 没说话 只是死死地看着陈浩 陈浩笑了 也不说话 就这么打量男子 人家毛六爷打猎 只用一把砍刀 已经让人惊叹了 没想到今儿遇到的家伙 更牛逼啊 拿着一把匕首 把野猪追得亡命奔逃 这货看起来 像是在野外生存很久了 不过 却还没有变得 如同野兽一样 身上没有怨气煞气 却是邪气 很强 很旺盛 不是凶匪逃犯 不知道是什么人啊 这时候啊 野猪终于按耐不住了 毕竟是野兽啊 只能凭借本能来判断凶险 追击的匕首男惹不起 但是那只猫更惹不起啊 只能往别处跑啊 但是他这一动 一只公鸡又冒了出来 看那吊儿郎当的姿态 却散发出让自己绝望的气息 野猪瞬间暴躁起来 蹄子不断地踢打地面 眼睛慢慢地变成了红色 却是被激发了凶性 公鸡眼睛微微眯起 本以为这有野货要怼他呢 没想到野猪身体一滴 猛然转身冲向了匕首男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祝贵为乐系统 即便凶性爆发呀 不顾一切 野猪还是遵从了本能 从比较弱小的威胁处突围呀 而见到野兽居然害怕一只鸡 匕首男有些惊恶呀 不过野猪临近 却是顾不得考虑了 匕首男微微弯腰 在野猪冲来的时候 匕首男突然大吼一声 身影敏捷地一个跃转跳跃 然后凌空面朝下 双手持匕首 对着野猪的脖子狠狠地捅了下去 锋利的匕首 顺利地穿透野猪的脖子 整个刀身都没入血肉之中 野猪发出哀嚎 一跃而起 想要把匕首男甩开 可是这时候啊 匕首男主动放弃匕首 突然一手揪住野猪毛 另外一只手 对着野猪的头颅 狠狠地拍了下去 陈浩清楚地看到 他用的是掌 而不是拳头 然后匕首男的手掌 在野猪的头上啪 拍出啪啪的门响啊 而且拍的速度很快 几个呼吸 就是十几掌下去 然后野猪倒在地上 猪蹄抽搐 显然是活不了了 陈浩看的错额呀 这他妈是铁杀掌 仔细看啊 还真是 匕首男的手掌很厚 隐约能够看到 比一般人的手掌皮 更厚很多 看来这货不是普通人啊 而是练武之人啊 这时候掌臂野猪 匕首男再度转身 看向陈浩这边 似乎迟疑了一下 匕首男就拉起野猪腿 就这么拖了过来 陈浩正看着匕首男呢 突然眼神一动 又看向匕首男追击野猪的来路 这边居然又冒出一个人 正在慢慢靠近 感知中似乎是个女性 陈浩若有所思 不动声色 公鸡黑猫蓝蝴蝶 也都环绕到陈浩身边 安静下来 在有外人的场合 不管是什么人 极小都习惯 让陈浩主导 很快 匕首男到了进前 把野猪腿丢下 看向陈浩开口说话 我 我 接活 烤肉 分你 他似乎很久没说话了 声音沙哑干涩 还不连贯 不过却能分辨出是普通话 略带北方口音 陈浩笑了 请便 匕首男再次沉默 然后把野猪拖到了一边 抽出了匕首 就这么熟练地开始分解 这会儿 那个女性终于靠近 在火光下看出相貌 和匕首男不同 却是个穿着很时尚 打扮得很漂亮的现代女性 看起来不是很大 二十来岁的年纪 一头短发很干练 个子很好 身材很好 前凸后翘 有种野性美 这会儿啊 短发女背着背包 拿着手机 气喘吁吁的 似乎追了很久 但是看到匕首男 和倒在地上的野猪 她却是眼睛一亮 忍住疲惫 上前对准了匕首男 和野猪 激动地道 看到没啊 看到没 野人大佬 真的手扔了野猪 这简直不可思议啊 一个人凭借一把匕首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一头野猪干掉了 这绝对是只有野人 才能做到的事啊 正常人 谁可以啊 快 666走起来啊 礼物刷起来 今儿姐放下话 打赏超过百万 姐就把野人 拉拢成为搭档 为野人大佬配装备 最顶级的野外生存装备 一起为亲们探险最神秘的野外风景啊 看到这一幕啊 陈浩无语啊 这居然是一个主播呀 卧槽 深更半夜的 在这山林里面 你一个女人是不是胆子也太肥了 做滴滴的女性胆子都没你大呀 不过面对短发女的行为 匕首男却无动于衷 继续自己的操纵 短发女和观众们 一顿互动 什么装备可以配 床不能上 野人的大小还没见到 回头拍一个看看 话语巫破天际 让人测目啊 似乎聊得差不多了 短发女终于看到了 现场还有陈浩 然后又发现了黑猫和公鸡 眼睛一亮啊 短发女上前 笑呵呵地伸手道 哥 你好啊 荒山野外的相聚就是有缘 我叫编丽娜 网名 娜姐 看着伸过来的手陈浩没接 当然的 我叫陈浩 幸会 这时候短发女的手机中 不断地弹出消息 各种戏谑之词 显然短发女一直在自拍 她主动示好 却被陈浩无视 遭到了调侃 短发女 编丽娜 倒也没有生气 做主播的 什么人都能遇到 这不算什么 随后她继续道 哥 你这是在野外 玩篝火野营吗 这一带野猪特别多 一个人野营很危险的 陈浩笑了笑 呵 那你呢 一个女人来野外 就不危险了 边立娜 咧嘴一笑 意味深长的刀 呵呵 哥 要不要脱下裤子 比比谁的大呀 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七十集 逗你玩呢 可是提前准备了许多防身装备 哥 你肯定不常上网啊 也不看直播呀 否则肯定知道我辣姐 人送外号 百变神女 浑身都是暗器 之前我可是上传过不少乘车自保的手段 如果各地女孩子学习了 保证乘车安全 谁敢乱来 必死无疑啊 陈昊笑了 正要开口 突然愣住 甚至直接站了起来 看向一方 黑猫攻击蓝蝴蝶也都关住了过去 那边啊 一大片的暴虐气息正在靠近 那是野猪群 陈昊有些错愕 这赶之中的野猪可不少 足有数百头之多呀 先不说这野猪为啥聚集这么多 就说这联合一起冲击 只怕是任何人遇到了 也要心惊肉跳啊 而且陈昊发现 这野猪之中 有一头异于普通的野猪 体型庞大近乎一倍 却又没有达到妖化的程度 而是身上的气息更加暴虐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 那就是凶 超凶啊 难道这野猪也是受到了天地转变的影响 陈昊注视片刻若有所思 随后陈昊眼神微动 看向了还在解剖野猪的匕首男 今儿这一场遭遇 也算是见证了 转变后的天地 野兽和人类是如何对立的 哥 怎么了 边利娜看陈昊的脸色不对劲 连忙问道 陈昊说 那边有几百头野猪过来了 听到这话 边利娜一愣 然后笑了 就连她手中手机的直播界面 也是消息飞快刷新 哥啊 真的假的 我知道这里野猪多 可是几百头也太夸张了吧 更别说一起过来 这 她还没说完呀 突然声音戛然而止 目光呆滞地看向地面 这么一会儿啊 大地开始颤抖 隐约还能听到尖锐的声音 解剖野猪的匕首男 也急忙起身 目光锐利地看向野猪群来的方向 随后 他跑到了一棵大树前 动作麻溜地爬了上去 哥 咱们也上树吧 边利娜面色发白 虽然他身上有很多防身之物 可是面对野猪群 根本没毛的用啊 陈浩点点头 没拒绝 带着姬晓 跟边利娜来到了 和匕首男不远处的 另外一个大树 到了这里 边利娜动作麻利地 从腰部取下了一个东西 对着树上射出一条长线 锁住了一根分叉枝 然后按动 就这么拉着它往树上跑 请客间 边利娜就上到六七米高 到了一根树枝上 稳住身体后 他正想开口询问 陈浩需不需要帮助呢 突然一脸懵逼 这会儿啊 陈浩就在他旁边的一根树叉上 不仅是他 那只鸡和猫也上来了 排成一排 边利娜无语了 哥 你怎么上来的 边利娜忍不住问道 陈浩笑着说 爬的呀 我小时候在村里长大 最擅长爬树了 边利娜嘴角一抽啊 再他们擅长 也不至于比我的科技产品还厉害吧 我这可是特制攀登飞转 都和电梯一样了 你看起来比我还轻松 难道是飞的 不能吧 人怎么可能会飞啊 这时候啊 直播视频中的观众们也发现了陈浩到了树上 一片惊呼各种议论 边利娜虽然惊疑 不过这会儿最重要的还是面对野猪 而且边利娜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直播观众正在飞速增长 观看的观众正在逼近五十万 显然啊 深夜山林 人类追杀野猪的标题 吸引了太多的观众 而且现在遭遇野猪群更是难得一见 边利娜心里原本还有些畏惧担忧 这会儿全都变成了欢喜 这是要大火了呀 果然啊 只有刺激才能吸引人 之前虽然各种走夜路穿山林 但是不够刺激 虽然小伙了一把 却审美疲劳 久了还掉了一些粉 如今看着这不断跳跃的观看数字 边利娜觉得这冒险值得了 不风魔啊 不成活 想要成为直播一姐 不想躺下来承受 就要站起来拿命拼 面色变幻 随后边利娜深吸一口气 继续开始直播 介绍目前的情况 这时候啊 随着碰碰碰的蹄子奔跑声 一大片野猪铺天盖地地跑了过来 这些野猪密密麻麻 到了之后 居然环绕着两棵树包围了起来 似乎目标就是对准了这里的几个人 然后野猪们停下 一头巨大的野猪慢慢地走了出来 这野猪啊 当真很大 体型如同一头牛 覆盖泥甲毛刺横生 嘴中獠牙外露 猙獰可怕呀 这一幕 不仅让匕首男和边利娜惊骇 更让直播观看中的那数十万观众震惊啊 虽然这一段时间来各种异常不断出现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只是各种传言或者上网查看一些资料和图片 如今亲眼看到这超乎想象的野猪顿时哗然一片 然后消息传开 短时间内视频观看人数一下子爆发了 导致视频变得卡了起来 野猪们包围之后 消停下来 场面衣食变得非常安静 唯有巨大野猪仰起头 看向树上 眼中凶光闪烁 暴虐飞肠 哥 完了 这野猪太大了 这棵树怕是保护不了我们呀 边利娜这会儿也不敢想什么大火了 面对一般的野猪依靠大树还能火 可是这野猪太大了 只怕几下就能把大树撞断啊 上树死路一条啊 陈浩笑了笑道 哼 不用担心 这头野猪不一般 他这是想要和我们谈判呢 小黄啊 下去跟他聊聊 问问什么情况 攻击得令 翅膀一抖 飞了下去 边利娜看得一脸懵逼啊 他 谈判 扯淡吧 野猪都包围我们了 现在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啊 凭什么要谈判啊 而且叫一只鸡下去 这 这是送菜呢 啊 啊 这 这是什么情况啊 突然啊 边利娜眼珠子瞪圆了 那只公鸡飞了下去 落在巨大野猪面前 按照一般情况 本该是大野猪一口咬中公鸡 嚼巴嚼巴裹腹的 可是现实是啊 那头巨大野猪居然对公鸡 低下了头颅 看起来像是 像是行李 而后野猪叫 公鸡叫 看起来还 还还还真是 是像谈判的样子啊 我操 老娘一定是太累了 都出现幻觉了 不仅是她 直播看到这个画面的 数十万观众 集体失声啊 这 这画面 太离奇了 太诡异了 根本就不像是真实的 可 可这是直播呀 而且数十万人看到 哪里会有假呀 这一刻 居然没有人发消息了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 看着直播 看向地面 看向那一只鸡 一头野猪的交流 少使啊 在安静之中 公鸡突然转身 看向大树 开口说话 靠哥 这野猪兄弟说 树上那小子杀猪越货 杀猪可以不计较 但是货必须还回去 哈哈哈哈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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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了 她 她 她怎么 边立那瞪大眼睛 结结巴巴 说不出完整的话 直播观众也都沸腾了 消息快的都看不清楚了 陈昊身影一略 直接从树上腾空而起 飞落在匕首男所在的树上 看着一脸懵逼的匕首男道 原来是冲你来的 是男人就敢做敢当 下去 当面聊聊呗 匕首男手握匕首 目光凝重地看着陈昊 陈昊说 你可以拒绝啊 不过你拒绝了 我立马就走 结果如何 自行负责啊 匕首男沉默了 随后 转身从树上下来 陈昊笑了笑 再次从树上飞掠下去 身影如同树叶 飘然而下 看到这一幕的编利娜 彻底的三观崩溃了 一直以为的普通野营爱好者大哥 自己能飞 身边跟着的攻击 能够说话 还可以和野猪交流啊 我操 我这算是接触到神秘群体了吗 就好像哈利波特一样 这是世界的神秘一角 编利娜三观重新重组 自我脑补啊 然后激动的对着直播 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让观众们热火朝天 各种打赏 如同下雨一样啊 随后编利娜也不害怕了啊 操纵着飞爪从树上下来 开始直播着超脱现实的一幕 很快啊 画面就变成了野猪群包围 野猪王和陈浩匕首难对立 编利娜在一旁直播 此刻的直播再次爆炸 观众超百万 并且每秒钟数万的速度在增长 编利娜激动得浑身都在发抖啊 这一次不是大火 而是爆红了呀 不仅拍摄到了刺激的场面 更见证了神秘群体的存在 今天之后 她辣姐说自己是直播界一姐 谁敢否认啊 哼老娘也要做到 眼看各就各位啊 陈浩笑眯眯的道 好了 现在双方都在场 有什么恩怨明明白白的说出来 来 野猪这边什么情况啊 攻击道 浩哥 野猪兄弟说 他在山中发现了一块石头 每天甜就能变大变厉害 野猪兄弟就是收益者 结果这事情被手底下一个小弟发现了 那个小弟偷了他的石头 跑了 然后被这小子杀了 石头也被抢走了 这话说出来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匕首男身上 同时啊 直播视频中的百万观众也是哗然一片 居然还有这样神奇的石头啊 那要是人得到了 舔一舔会怎么样啊 或者说从中研究出能够基因变化的药剂 变成超人 寿命延长 力大无穷 一时间啊 无数人心思白转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行动 陈浩目光诧异地看向匕首男 之前看他就是平平无奇 除了气血强盛一些 也没啥特殊啊 倒是没想到身上居然带着这样的东西 不过有些疑惑呀 这样的石头应该算是宝物一类 为什么自己感知不到啊 听到这话 匕首男错额随后开口道 是 一根 长 长 一头圆 一头大 大石头 攻击道 对 就是这个 匕首男道 没了 攻击一愣啊 怎么没了 匕首男说 我在 野猪 独子里 取出 拿到手里 破碎 公鸡无语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陈浩仔细打量匕首男 匕首男一副心无愧疚 心口如一的表情 好一会儿后 陈浩道 那个石头破碎后 你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匕首男想了想 抬起右手 那天后 我 力气变大 陈浩一看了 就发现匕首男手掌心 有一处黑气马虎的东西 看起来像是胎记一样 仔细感知 陈浩就发现 这东西 有种特别的玄机 非常微弱 和匕首男的气血 混合一起 几乎难以察觉 陈吟片刻 陈浩看向公鸡 给这野猪说清楚了 东西没了 而且这东西 是他从另外一头野猪身上得到的 这等于东西和他缘分尽了 公鸡翻译了一下 巨大野猪顿时暴怒 凶性大发 直接冲向匕首男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挡在了野猪前面 挥手一拍 啪的一声啊 巨大野猪整个仰起 翻滚而起 凌空砸在了地上 地动山摇啊 巨大野猪被拍得 险云难起 发出哼起哼起的门哼啊 不过再看向陈浩 巨大野猪 却是害怕了 呜呜呜的叫啊 陈浩冷冷道 滚 公鸡听了 急忙道 浩哥 就这么放他走了 陈浩看看天 又看看匕首男笑道 看来是不能到处 乱跑乱搞事了 否则做了就要还的 真是天作孽 有可为啊 说完 陈浩招呼极小 也不管匕首男和边利娜了 回转车上 直接驾车离开 留下匕首男和边利娜 茫然无措 好在这会儿啊 巨大野猪带着野猪群跑了 二人倒也无事 车上 公鸡还是不明白 问道 浩哥 那两人是不是有啥问题啊 陈浩一边驾车一边道 是啊 开始遇到我以为是普通事 但是后面算是看清楚了 这是天道算计呢 解由我的手 让外界知道了那种石头的存在 日后这一片怕是不能安静了 天道算计 不是吧 那咋办呀 公鸡有些怂啊 老天啊 惹不起 陈浩说 不用担心 一般是算计我的 这一次算是主动招惹 毕竟王爷存在于这一片天地 肯定后面有不少属于他的故事 被我摆了一刀 强制轮回 等于打破了规则 改变了不少命数 改变的自然要补回来 所以那种石头才会出事啊 公鸡恍然 随后看着陈浩 急一眼崇拜 浩哥就是浩哥 现在打交道的都是天道了 妞了个逼的 那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公鸡问道 陈浩说 找个地方住下来 这一次经由我的手 发现了这种凶兽 发现了石头 肯定还有更多的连锁变化 先看看再说 继续驾车 这一次陈浩没有出错了 在导航的帮助下 一个小时候来到了一座小县城 在一家酒店开了房 洗漱之后 陈浩躺在床上 拿起手机 准备看看这一次的直播有什么影响 不过刚打开微博 陈浩突然愣住 出现了第一条说说 居然是一个熟人的 说说带着图片 上面人物正是身穿厨师装 面前一桌佳肴的宋静炉 说说标题则是 华夏除神 一席定规则 嘿 再次看到老宋啊 居然是在头条上 陈浩也不由地惊叹一声 这货一去无消息 还以为受挫的不好意思联系自己呢 没想到人家现在混得风生水起 都登上头条 成为人生赢家了 仔细看看说说 陈浩这才发现 宋静炉能登上头条 是因为他创造的七道佳肴 这七道菜可不是普通菜 而是用地下生物搭配出来的药膳 每一种都有特别的功效 解释得一清二楚 看到这个 陈浩就知道 这事不简单啊 毕竟地下生物限制很短 有能力研究出 这些生物的特别之处的 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如果猜测不错的话 宋静炉应该是和某些人合作了 他求名 别人求财 看到文章最后说 宋静炉要制定属于 华夏的厨师界标准 而这个标准 就是新出现的生物做出来的佳肴 看完后啊 陈浩笑了笑 宋静炉这一波 可是还有百年道行啊 原本不期待 不过现在陈浩觉得 这事儿或许能成 到时候百年道行加深 先天瞬间达标 不过陈浩也只是想想啊 把希望寄托在宋静炉身上 谁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啊 心思还在放进一点比较好 随后陈浩继续翻看其他消息 世界变化 关于明星的消息少了许多 更多的是奇异事儿 地下生物异常之地 尤其是地下生物啊 这是目前最火的一类了 但凡出现消息 都是数十万的评论点赞 多数是羡慕极度恨和求地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371集 原本巨大生物出现 让人惊慌害怕 如今人们却更害怕 这玩意儿不敢从地下出来了 毕竟巨大生物和健康和金钱挂钩啊 最后 陈浩终于扒拉出一条关于他的消息 这是一个视频 内中播放的正是关于陈浩一行 面对野猪群的一幕 评论数无数啊 各种话语都有 比较多的就是 怀疑陈浩是修仙者 公鸡是妖 野猪王是新的小妖 所以野猪王才对公鸡公敬 毕竟在华夏呀 修仙才是玄奇主流啊 看到这些 陈浩哑然失笑 倒是猜对了 只是陈浩要找的关于石头的新闻 却没有发现半点消息 显然是被封禁了 有内幕 之后陈浩继续寻找消息 然后看到了更多 太平洋中出现巨型怪兽 摧毁邮轮 这个是真的巨型怪兽啊 比游轮还大 拥有数百米长的触手 活生生地把游轮拉入海底 花旗国海军猛追 结果 一整支舰队几乎被打残 也只不过留下了巨型怪兽 几条触手 让那货逃跑了 惹待雨林出现恐怖识人小兽 连绵无尽 吞噬万物 把方圆数百里变成了空白区 被当地政府用火攻 这才消灭 倭国出现地震 富士山死火爆发 吞没周边区域 似有诡异从火山中出来 目前踪迹不明 南美洲一座小山脉 整体沉入地下 只露出尖头部位 目前尚未发现伤亡 这些消息平时出现 几乎都可以成为热门 但是国内明显更关注自家的事 却不如以前那样热衷于国际 毕竟比起外人 自家的小日子才是最重要的 也只有一些大V呼吁什么人道主义 提供捐款渠道 发表感人肺腑的言论 为外国人民揪心之类 少有人搭理啊 看了片刻 陈昊也算是了解了一个大概 随后便不再关注 不管如何 这些变化都是人类要自己面对 慢慢适应 如果能适应了 那人类还是主角 不能适应 就要被淘汰 天道变迁之下 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收起手机 陈昊正打算休息一下 突然动作一顿 身影飞略而起 来到了窗户口 目光透过窗户 看到了远处一片阴气 呼啸而过 在那阴气之后 还有一道阴煞之气尾随 看起来就好像阴煞之气 正在追赶前面的阴气一样 眼看着阴气和阴煞之气远去 陈昊沉吟起来 浩哥 好像是厉鬼作祟啊 公鸡开口说道 黑猫也变成了小女孩模样 从陈昊腿上爬了上去 抱住陈昊的脖子 目光炙热地看着外面开口道 吃它 陈昊伸手 把小黑抱入怀中 捏了捏小黑脸 笑道 哼哼 别总想着吃啊 先看看再说 说完 陈昊带着撒小离开酒店 驾车 追向阴气和阴煞之气 一路飞驰 因为是凌晨之后了 路上无车 陈昊开得比较快 不多时 陈昊就来到了县城西边 看到了这里 陈昊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 前面是一个高楼小区 里面有四栋十五层的楼房 仔细一看 陈昊就发现 这小区应该是五栋楼 只不过有一栋 倒了 这会儿啊 一大片阴气潜伏在那倒下的楼房中 而另外的阴煞之气 则化作了一个老头 站在废墟上 正趾高气扬地说着什么 陈昊默默观看 没有说什么 好一会儿后老头似乎说够了 化作阴煞之气 破空而去 留下废墟楼房之中 阴气潜伏 寂寞无声 陈昊这才从车上下来 走向小区 小区看起来很新啊 似乎建造不久 可惜现在小区内却是空无一人 即便是另外两栋楼也没人住 来到废墟前 陈昊看向那些潜伏的阴魂 意念能够感知到他们的忧伤悲愤 眼神微动 陈昊翻手间 一把灵香拿出来 点燃后快速焚烧 把灵香烟气裹住 覆盖向废墟中 顿时 潜伏的阴魂吸收了香气 一个个阴魂强壮了不少 然后一道道阴魂从废墟中出来 在陈昊面前不远浮现身影 大大小小 老老少少 足有二十多个 阴魂出现后 一个老头就走上前 对陈昊行礼 我谢大师相助 感激不见 陈昊说 一点心意 无足挂齿 我想知道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老头叹息道 我们商当受骗 冤死了 说着 老头就解释了一下阴魏 原来这小区 是县城前两年 才交接的楼盘 因为是高楼 能够俯瞰全县风景 成为了县城楼价最高 不过即便如此 也有人购买 然后迫不及待地 住入新房 可是在半年前 一场意外 让这个原本火热的小区 成为了绝地 五栋楼之一 倒了 好好的楼房倒了 这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奇葩事 而且倒下的楼房中当时住了十多户人家 正是大中午的在家吃饭了 结果那顿饭就成了最后的午餐 事出了后啊 县城一片哗然 舆论纷纷 剩下的四栋楼住户更是吓得当天搬走 连家具都不敢搬动 活人如何追究责任啊 且不说了 这冤死的一栋楼住户们 当然不甘心这么无缘无故地死了 就去找开发商 可惜开发商早不见了 似乎就是转着一波 找不到责任人 冤死的住户们就去找承建承包商们 这其中带头的就是本地的包工头 魏三黑 他自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自幼好勇斗狠 到处惹是生非 是拿命拼出来的家业 这一次倒下的楼盘开发 就是他提供的所有原材料 如果开发商们赚大头 那他肯定跟着喝血 可是冤死住户们去了才发现 这个包工头居然有祖上庇护 那是包工头的爷爷辈 曾经是个小地主 不知道是咋死的 死后没去投胎 而且变成了恶鬼 非常凶悍 庇护包工头家里不受要挟迫害 这些被冤死的住户根本没办法 多次去讨公道都打不过那个恶鬼 听到这些 陈浩看向老头道 那你们想要怎么样的公道 赔偿还是什么呀 老头说 我们这些家几乎都是全家死绝了 赚这样的黑心钱 我们也要他尝试同样的后果 这是报应 这是报应 他家不死绝 我们绝不甘心 随着这话出 系统声音响起 听到系统声 陈浩眉头一动 有些惊讶 居然奖励 五年到行 这任务有这么高难度吗 这些冤死阴魂 要求的是全家死绝 看来这难度 就印在全家二字上 当即啊 陈浩道 行 这个忙我帮了 不过一切要听我的命令 老头眼睛一亮 急忙点头答应 其他阴魂也都是激动地 看着陈浩 全家横死啊 太凄惨了 这些阴魂飘荡半年 为的就是一个公道 不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即便魂飞魄散 他们也会留下怨气 祸害人间 之后陈浩驾车 带着一群阴魂 来到了县城另外一边 到了的时候 陈浩发现 那个所谓的包公头 住的是别墅 而且还是独栋 那追击阴气的阴煞之气 也在别墅内躲藏 陈浩感知了一下 别墅内的情况 就直接翻了进去 来到别墅内 陈浩就看到一个供奉台 也是稀罕啊 这包公头赚黑心钱 却是狠讲孝心 供奉了十几个祖宗牌位 香火不断 而那一团阴煞之气 就躲在其中的一个牌位上 陈浩二话不说 直接凝聚一道法光 困住了牌位 让老鬼出不来 之后 陈浩顺着感知到的人 往楼上去 还没到楼梯口呢 陈浩脚步一顿 就发现上面住的人醒了 似乎是来了电话 稍时啊 房门打开 一个大胖子悄悄地摸了下来 居然来到陈浩不远处的一脚 然后接通电话 小声道 娟儿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今儿回家住啊 让你别乱打电话 你怎么 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天宝呢 他现在怎么样啊 突然 胖子语气变大了不少 似乎很激动 很担忧 而电话中传来的女生 哭泣着告知 却是说 一个叫天宝的人 似乎和别人喝酒斗殴 把人捅伤了 然后天宝跑回了家求助 听说天宝没事啊 胖子松了一口气 然后道 别着急啊 这不算大事啊 只要孩子没事就好 啊 我等会儿 给那边一个朋友打电话 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 天宝不能留在那边了啊 你立刻带着他来我这边 对 一分钟都不能留 这小子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什么事都敢做 简直有勇无谋啊 这样以后怎么继承家业啊 正好 他现在也不小了 我打算公布他的身份 待在身边教导 好让他以后能继承我的事业 真的 太好了 我一定带他回去 你就放心吧 等挂了电话 胖子松了一口气 悄悄亏是片刻 又摸上楼 陈浩看着这一幕 没说什么 等胖子上了楼 他这才出去 临走前 自然也把困住老鬼的牌位带走了 出了别墅 陈浩看向一群阴魂 笑道 刚才的电话你们也都听到了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这个胖子没有儿子呀 老头连忙点头道 对 这位三黑也许是族上不记得 自己也乱来 娶的媳妇也不是好东西 野蛮生性的狠 两口子生了三胎都是女儿 而且大女儿 二女儿结怜夭折 小女儿送到了娘家养 这才成活 不过据说野是药罐子 上学都没去 陈浩笑了 这么说 他这是有外事 还得了一个儿子 还活了下来 可惜看样子 那小子把他爹的饼杏 寄成了个石成石 也是个不省心的主 说完 陈浩看向老头 继续道 你们要报仇 要卫三黑全家陪葬 这无可厚非 在生命面前都是平等的 你们也都是老小全家横死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天经第一 我不反对 不过我希望 你们不要滥杀无辜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维勒系统 老头认真道 我们都是普通人 活着不惹事 死了也不会乱害人 只是死的冤枉 心里憋屈 只要报了仇 咱们就算是魂飞魄散 也心甘情愿 其他阴魂看向陈浩 默不作声 显然支持老头的话 陈浩说 那行 我会为你加持一道法力 让你在准备动手的时候 拥有接触活人的机会 时间有限 所以该怎么做 你自己把握 错过了时间 那就是对方命不该绝 说着 陈浩手捏法绝 一道灵光 加持在老头身上 老头感受了魂体的变化 面露欢喜 连忙道歇 陈浩看着老头片刻 说 机会给你了 条件也准备好了 如何行动 自行决定吧 说完 陈浩转身 带着吉小黎去 等回到了酒店 陈浩拿出牌位 解开了封禁 丢在地上 阴傻之气 汇聚 一个穿着长袍的瘦弱老头浮现 不等老头开口 陈浩一巴掌打在老头身上 老头魂魄浮动 身体突然出现了变化 从原本的老头形象 化作了一只黑狐狸 咋巴咋巴眼睛 一脸懵逼 看着黑狐狸 陈浩笑咪咪的道 好玩吗 黑狐狸不说话 公鸡也有些惊啊 不错 这是什么情况 这老头是这狐狸 也不能说老头是狐狸 而是这狐狸 纠占雀巢 控制了老头的魂魄 你说我分析的对吗 看到陈浩细谑的神情 黑狐狸平静下来 发出人语 对 陈浩说 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黑狐狸哼道 哼 解释什么 无非报仇而已 你害我妖身 我豁你子孙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害你妖身 我看你妖魂 生前也是有修为的 至于被普通人害了 哼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当年 我被一个老银币猎人瞎套 用一个五香鸡屁股 让我中了陷阱 伤得太重 我好不容易挣脱 跑到了那卫三黑的祖宅 当时卫三黑的爷爷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用帮他发财的要求求他救了我 可是没想到那家伙心太毒 在我帮他得到了一笔横财后 他暗中给我喂了毒药 要我提供更多的横财 我不应 这家伙就活活地打死了我 才把我的皮扒了脉 杀身之仇 不共戴天 我自然要报复 哼 你也是傻呀 他要你就答应呗 等脱身之后再报复不行吗 至于把自己弄死啊 公鸡鄙视插话 哼 黑狐狸也鄙视地看向公鸡啊 你一只鸡也有资格评价我胡足 人类的狡诈恶毒可比我们腰泪强百倍 你以为我答应了那家伙就会放了我吗 贪婪是无度的 人只会想得到更多 即便我说了 最后也不过一个死子 既然怎么都逃不掉死结 那我何必让他得逞啊 可是你死了 死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那又如何呀 害我者必要遭受百倍痛苦 我临死之前 在那家伙身上下了咒 夺得他的生魂 受魏家百年供养 弃运欲供 届时只要我灭 他们魏家一脉 不管有多少人都必遭横祸 家破人亡 断子绝孙 公鸡倒些凉气啊 不错 够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七十二集 说到这里 黑狐狸看向陈昊 于气悲怯地继续道 你身上有我黄狐气息 定然是我狐足贵人 我黑小八也不敢冒犯您 如今既然被拆穿 那就是我的命 该那魏家不绝 我没什么好说的 只求苍天有眼 让这魏三黑一家 死无葬身之地 让我不要死也不明目 说着 黑狐狸突然魂魄浮动 然后道道分散 居然是主动散魂了 公鸡看得瞪眼啊 为黑狐狸感到不值 这虽然是报仇了 可是自己魂飞魄散 也太凄惨了吧 陈昊却是叹息一声 然后他身影一掠 突然出现在窗户口 伸手一抓 一到虚影 被陈昊抓住 又扔了回去 虚影落地 居然是黑狐狸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前人作恶 后人遭殃 这种因果报应的事 我本不应该管 可是你当面忽悠我 这也是面对 一个狐足贵人的态度 陈昊似笑非笑地 看着黑狐狸 看到这货安然无恙 公鸡有些懵 然后反应过来 瞪是黑狐狸 气急败坏地道 你他娘的 刚才是忽悠我们呀 作死啊你 鸡爷差点为你流泪呀 黑狐狸眼珠子一转 黑黑笑道 这是我的故事讲得好 怎么能叫忽悠啊 鸡爷 您说笑了 公鸡瞪眼 你以为叫我鸡爷 我就能饶了你啊 骂逼的 当面忽悠我 果然狡诈形容 你们狐狸没错 今儿鸡爷就让你知道 马王爷有几只眼 说着 公鸡就要动手啊 黑狐狸吓得退后几步 看向陈昊道 大师大师 你可是我狐足贵人啊 不看僧面 看佛面 饶了我吧 陈昊看着他道 饶不饶你 这要看你合不合作了 再敢胡说八道 黑狐狸连忙道 不敢 不敢 我就是以前在山里经常给小辈们讲故事 习惯性的开口就来一段 现在肯定说实话 如有虚假 天打雷劈 陈昊说 来历 和魏家到底什么关系 黑狐狸道 我是苍茫山的狐足 说起来还真是和魏三黑的爷爷有关系 只不过 魏三黑的爷爷当年也算是开明的地主 在乡里善明传百里 我见他为人和善 就献身于钱 借他的手 为我收取人间才有的东西 助我修行 只可惜我命终于大道无缘 虽然苦修百年 最终死于雷劫 而魏三黑的爷爷也是命运令人唏嘘啊 前半生富贵 后半生凄苦 挨了批斗 当年那个世道 你懂的啊 身份决定屁股 可不是真的做善人就能得善果 而魏家与我结缘 虽然我允身大道 却因果未消 稀里糊涂的就得了 魏三黑爷爷的残魂 如此 助修行加言魂之恩 我也不好一走了之啊 就留下来照顾魏家后人 可是我没想到啊 到了魏三黑这一代 却出了这么一个魂人啊 把祖上姬德拜得一干二净 还招惹捷运上身 先前我就觉得不妥 但是我根本走不了啊 大师啊 你老火眼金睛 定能看出我的不妥 我这是真没法啊 除非助纣为虐啊 说到最后 黑狐狸眼泪汪汪 可怜爸爸 不过他表演过一次 公鸡却是不再信他 只是冷冷盯着黑狐狸 只等陈昊吩咐 就给他一个甜甜圈 让这货知道 什么叫欺骗鸡感情的后果 陈昊这一次 却是沉默了 看着黑狐狸好一会儿厚道 你和魏家因果前涉太重 已经无法脱身 想要得到解脱 只有魂力自解才行啊 黑狐狸叹息道 魂力自解 说得容易啊 但是自解之后 最大的可能就是魂飞魄散 我没有这么大的自信和勇气 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能活着 谁想死啊 求我 陈昊突然开口 黑狐狸一愣啊 陈昊笑道 如果解开和魏家的因果是你的愿望 你求我 我可以帮你自己 让你能够重入轮回 黑狐狸看着陈昊眼睛一亮 激动地道 大师 你没骗我吧 我身上的恍惚的气息还能有假呀 只要你确定要转世轮回 我就能帮你 黑狐狸果断点头 语气正中的道 当年雷劫之时 我魂魄将散 得到魏太公之魂 这才延续下来啊 度过数十年庇护 也算是偿还了恩情啊 如今魏家后人自寻死路 我不想助纣为虐 为我胡祖惹祸 甘愿自己 请求大师相助 黑狐之魂 七十年参灵 完成寺院 奖励五年道行 诶 五年道行 陈昊眉头一挑 惊讶地看向黑狐狸 本以为这都到了嘴边的肉了 能给个一年两年道行 那都是惊喜了 没想到 系统直接给了五年道行奖励 这 难道又是一波浮烈 心中琢磨 陈昊手下却是不含糊 在系统任务激发后 反手间 大陶木剑拿了出来 时至今日 以陈昊的修为 用轩辕三代比较顺手 陶木剑已经有些品级低了 不过 这并不妨碍陶木剑的特殊用处 那是轩辕三代也比不上的 在法力的催动下 陶木剑爆发灵光 一剑斩在黑狐狸身上 灵光闪动 黑狐狸身上一道魂魄被直接斩了出去 而黑狐狸本体却是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 魂体不稳 慢慢散开 这时 一道无形的力量加持 黑狐狸即将散去的魂魄又开始汇聚 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法光的黑狐狸 缓缓飘浮起来 黑狐狸眼中露出惊喜和感激之色 然后对着陈浩三点头 这才魂魄散去 下一刻 系统声音响起 五年道行奖励到账 感受着法力的增长 陈浩目光看向了那个被斩出黑狐狸的魂魄 这是一个老者形象 魂魄暗淡无光 眼神呆滞 已经没有了任何灵质存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不过 这老头魂魄清澈 没有怨气 没有煞气 反而有种清光 陈浩眉头一皱 沉默下来 看到清光 陈浩就明白了问题 魏家的五年道行 不好拿呀 搞不好这一次任务 会弄出一些小麻烦来 因为这个老头身上 还有阴德没有完全散去 这阴德虽然少 却还能够庇护一位后人 也就是说魏家 不该断子绝孙 注视老头片刻 陈浩叹息一声 挥手把老头收了起来 这就是做善事的好处了 秘德行善 秘德行善 因必后人 不过一般行善 都是硬在自己身上 少有人愿意放弃自身 把阴德留给后人 这老头难道是知道自己后人不孝 会有祸事临身 所以才割舍因德善果 让血脉不至于断绝 心思白转 陈浩突然笑了 魏家虽然不该绝 不过也要看谁不该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规则 即便这一次任务得不到奖励 闹出麻烦 也绝不让坏人活千年 好人不偿命 规则之内 我还是可以钻漏洞的 之后两日 陈浩留在县城 哪儿也没去 专门盯着魏家 同时暗中给魏三黑的夫人 打了个神秘电话 告知了小三的存在 果然啊 小三存在和小三的儿子 让魏三黑的夫人爆发了 这是要断他的根啊 以后魏家交给了私生子 家里还有他什么事啊 不过魏三黑的夫人 没有如同一般女人一样 争吵生气 而是安排人 把仅有的女儿送了回来 嫡传才是正统 不论古今皆是如此 这时候讲感情没用了 要的是家业传承 中午 一辆黑色轿车正在路上行驶 进入县城 在一条街道的转道口转弯时 突然迎面一辆大卡车 飞驰而来 当头对撞 砰的一声 就把轿车撞停 然后笔直地顶在了一面墙壁上 整个轿车都被撞扁了 这样的惨烈事故 吸引了附近人的关注 纷纷上前帮助 之后有人惊讶地发现 这轿车内的司机 已经血肉模糊 死得不能再死 可是 车内坐着的一个女孩 却被甩了出来 落在一边 虽然昏迷了 但是检查之后却发现 没有太大的伤势 这让救助的人满心惊叹 遇到这样的祸事都不死 当真是福大命大 大卡车上的司机 原本惊慌失措 可是看到这一幕 却是脸色发白 眼中有绝望 而这时候 车祸不远处 陈昊一手拖住一团光芒 一边看着车祸 脸上露出微笑 这老头子留下的阴德 想要保住血脉 可是陈昊试验后 这阴德居然不能 加持在女孩身上 显然老头子留下阴德时 也是做了后手 保子不保女 迂腐思维啊 不过这难不倒陈昊 强制把阴德和女孩 契合 让女孩得到了阴德庇护 这才在车祸之中 没有丧生 而这个操作 让陈昊对于阴德 也有了一定的领悟 阴德之类 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可以转变的 当然扭转阴德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否则遭受反噬 后果严重 陈昊属于艺术 不在天道管辖范围之内 不受天地规则影响 而且阴德并非夺取 而是血脉之间的转移 这才可以转变 如今经过这个实验 陈昊心中有了底 以后这要是面对那些 蒙祖上阴德的人 也不是没有办法了 只要把他的阴德 转移到血脉亲人身上 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 甚至 陈昊从这转移阴德之中 窥视到了一点 对抗天道的味道 天地为棋盘 众生为棋子 既然有棋子 就要有下棋的人 天道可以驾驭棋子 陈昊也可以 只不过目前修为还弱 不能随意乱动 若想和天道对棋 还要更进一步才成 陈昊领悟颇多 对于日后之路 越发清晰了一些 这般持续下去 道横提升 晋级先天 水道渠成 心思白转 陈昊注视着女孩 被到来的救护车带走 然后漫步继续跟在后面 转移阴德之类刚刚入手 还需要更多的实验 这女孩正是最好的实验品 下午 得知女儿出了车祸的魏三黑夫人 急忙赶到医院看望女儿 哭泣 怒吼 要报复魏三黑 这个想要抹杀亲生女儿的混账 可是在离开医院的时候 魏三黑夫人被人故意推了一下 从楼梯口滚了下去 摔成了重伤 这一下 母女俩都住院了 可是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魏三黑居然没有来看望 反而把外事和私生子 接入了家中 似乎打定主意要培养亲儿子 而不管妻子和女儿 当天晚上十二点 魏家别墅内出现了惨叫 血光 恐怖无比呀 可是这一幕 从别墅外却看不到 第二日 有保安巡逻 发现了魏三黑 横死在窗口 身上血肉模糊 皮都被剥了 吓得报警啊 半个小时后 魏家之便传开 魏三黑和外事私生子横死 凶手手段残忍 之后 医院也有消息传出 魏三黑妻子 跳楼自尽 一时间魏家只剩下独女 车祸昏迷不醒 夜色幽暗 不见星月 县城医院 住院部一间病房外的走廊 这会走廊内 烦人眼中 只能看到一片空荡荡 但实际上 走廊内密密麻麻 一片深影儿 一个穿着血衣 披头散发的女人 站立在病房门口 双目阴冷 杀气逼人 而在她对面 则是一群男女老少 默默对峙 另外一边 陈昊不动声色地看着 这两日啊 魏家转折太多 有怨魂找魏三黑报仇 魏三黑却想着培养私生子 魏三黑妻子不甘心 带回女儿争夺家产 私生子母子心狠手辣 故意谋害 先弄女儿 再弄魏三黑妻子 本以为这是一个 有手段 有心计的小三 折服多年 准备逆袭上位 可是魏三黑妻子 还有杀手锏 那是一件破烂血衣 杀气杀气 浓郁的不像话呀 也不知道魏三黑妻子 从哪里得来 被推下楼梯 摔伤之后 魏三黑妻子就毫不犹豫地 拿出红衣穿上 然后纵身一跳 当场横死 死后 魏三黑妻子 直接成为了立魂 并且果断地回到家里报复 把魏三黑和那私生子 母女残忍谋害 剥皮泄恨 而现在呀 就是第二天晚上 魏三黑妻子守护女儿 却被那些怨魂找上门来 不能不找啊 这边还在谋划着报仇呢 没成想人家家家窝里斗了 看看那手段啊 怨魂们都觉得不寒而栗 女人凶起来 当真是没有什么不敢做的 可是这边也是怨气不散啊 咱们等待这么久 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结果你咔咔咔给弄死了 我们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 心中的憋屈 完全无法解开啊 所以一群怨魂 来找魏家的最后一个女儿 虽然这女孩还小 看似无辜 但是想到她是魏三黑的女儿 能够平安长大 也是多亏了魏三黑坑来的血汗钱 怨魂们就无法淡定 我们都是全家横死 你们也要一家齐整 结果 就是在现在这个场面 魏三黑妻子不敢走开 怕女儿被暗算 那些怨魂不敢动手 怕干不过煞气逼人的魏三黑妻子 只能你瞪我 我瞪你 默默对之 眼看着情况 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陈浩只好走过来 要不要打呀 要打就开始啊 不想打就老实点 听我说 你算什么东西啊 魏三黑妻子 邓氏陈浩 煞气浮动 眼神恶毒 陈浩手捏剑指 对着魏三黑妻子一划 一道灵力的灵光闪过 魏三黑妻子身上的残破血衣 就被撕裂一道口子 那暴虐的煞气都散去了一部分 魏三黑妻子老实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七十三集 别以为穿件破衣服就了不起啊 这玩意儿就是个外物 如果我把它破了 你还敢嚣张吗 陈浩冷冷开口 魏三黑妻子面色大变 退后几步 惊惊地看着陈浩 却是不敢乱说话了 陈浩看向另外的怨魂 继续道 怎么样啊 我说话 你们有意见吗 没有 大事的话 我们还是相信的 怨魂们连忙表态 陈浩说 那就好 说实话 我本不想管这个破事 不过之后我发现了比较有意思的事 这个魏家祖上还是个善人 留下了阴德庇护后人 这表明即便魏三黑 坏事作金 自身该死 甚至牵连家人 可是必然会有一个血脉流下来 原本按照魏家祖上的意思 保子不保女 我就动了一个手脚 把魏家殷德 强行转移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 这才让她避免车祸而亡 说到这里 陈浩瞥了一眼魏三黑妻子 让她表情有些错愕 随后 陈浩看向怨魂们 我也不骗你们 这个女孩你们杀不得 因为魏家身上的殷德 算是我悟到的一部分 既然我做了开头 就要做全套 把阴德完全转移到这个小女孩身上 有阴德护身 你们伤不了她 而且这不仅是她的机缘 也是我了解阴德 完善自我修行的关键 听到这些 怨魂们顿时怨气浮动 一个个有些躁动 怨魂老者也迟疑地看向陈浩 大师啊 那您这样说 我们岂不是报不了仇啊 陈浩笑道 还死你们的魏三黑已经死了 甚至他的私生子也死了 等于段子绝孙 也算是遭了报应 至于这个女孩 虽然得阴德而不死 可是她依然会受到 父亲所谓的影响 如果想要安全长大 过正常人的生活 就必须做两件事 一 是散尽家财 就是魏三黑的遗产 全部散出去 用在可用的地方 二 是继续祖上所为 做善事 基因德 这样她不仅能保护自己 也能为父亲赎罪 不可能 那都是我女儿的 我不答应 魏三黑妻子尖叫 陈浩看向她 冷冷道 我不灭你 不是因为我不打女人 而是因为你为自己女儿所做 尽了一个母亲的本分 可是我可以原谅一次 却不会原谅你第二次 再说一个字试试 魏三黑妻子想开口 可是看到陈浩的眼神 怎么也说不出来 另外告诉你 之所以救你女儿 不是因为我怜悯她 而是因为这殷德 没有出现殷德 门一家早就起证了 陈浩继续开口 倒是啊 如果是这样 我们可以接受 魏三黑啃了多少人 更害了多少人 他死有余辜 断子绝酸是应该啊 如果把坑来的钱 全部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自己一分都不留下 我们可以答应 这时候 怨魂们似乎达成了一致 表达了想法 陈浩笑道 放心 我保证他会这样做的 毕竟这钱还沾染着因果 身为子女 不消除因果就会遭受抱拥 到时候就算是阴德 都保护不了他 听到这话 怨魂们感激地对陈浩 鞠躬道歇 然后一个个露出了笑容 身上怨气消散 那是终于得到满意答复 心中再无执着的轻松 随即怨魂们散发白光 浮空而起 轮回转世去了 而系统声音也响起 五年道行入账 感知这新增加的十年道行 陈浩心满意足 这一次两个五年道行 完成得比较轻松 而且从任务中 陈浩接触因德 甚至摸索到了一些规则的味道 明确了未来的道路 算是意外地得到了一波福利 不过这任务还差最后一步 陈浩正要去病房 突然看向魏三黑妻子 把衣服脱了 啊 你想干什么 魏三黑妻子双手下意识地环护 警惕地看着陈浩 陈浩脸黑啊 你乱想什么呢 我让你脱了这外面的血液 这玩意儿原本是个好东西 却被你玷污了 真是为他不值啊 魏三黑妻子邓氏陈浩 什么玷污了 这是我王家祖传的 当年我爷爷 就是穿着这件衣服 对抗鬼子 身上中了几十枪都没倒下来 这是我王家的荣耀 所以 你又穿着这个变身厉鬼来害人啊 陈浩嘲讽 魏三黑妻子冷哼 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 母女都失去了抗衡之力 除了这个办法 我还能怎么做呀 陈浩看着他道 我不需要为你去想怎么做 因为 你跟着魏三黑吃香喝辣 穿金带银 就没想过 他的家财来之不正 你心安理得地享受 凭什么不承受这份因果呀 魏三黑妻子不说话了 好了 废话少说 衣服脱下来 你女儿承受不起 这衣服上的煞气和杀气的冲击 魏三黑妻子 狐疑地看着陈浩道 你想干什么 陈浩说 我需要试验因得转移后的变化 这件衣服最合适不过了 你要害我女儿 我不答应 魏三黑妻子连忙摇头 陈浩咧嘴一笑啊 可以啊 反正魏家的因得还在我手中 如果我不给他 他连今天晚上都撑不过去 你确定不妥呀 魏三黑妻子 瞪视陈浩 咬牙切齿刀 你这样 太过分了 陈浩撇嘴 有眼无珠 如果我说我现在对他的折磨 是帮他消除孽果 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你相信吗 魏三黑妻子沉默片刻 猛然伸手 把身上的血衣拽了下来 陈浩正要伸手接 突然表情一僵 连忙转过身 你里边怎么什么都没穿啊 陈浩很是无语啊 魏三黑妻子笑道 当年有一位大师 评价我家这件血衣 说是它上面蕴含了 我祖上的煞气和煞气 只要我白加血脉 穿着横死 必成厉鬼 埋葬当兽衣 必成阴尸 不过这血衣不能有爱 当然要贴身穿才有效啊 怎么 大师如此道行 还未降助心火 要不你护我女儿 瞎鬼为怒为病 任由摆布啊 被魏三黑妻子这一击 陈浩转身 目光平静地看着魏三黑妻子 我不看你 不是因为你裸体 而是因为男女有别 给你留脸 另外 你别自我感觉太好了 想诱惑人 也要先看看自家的身材 都大妈了 下垂如此严重 心里没点数吗 说着 陈浩取过血衣 进了病房 留下魏三黑妻子 脸黑如墨 咬牙切齿 病房内 小女孩还未醒来 看起来 看起来情况依然不乐观 陈浩一翻手 一团灵光浮现 正是魏家祖上残魂 魂已经没有一丝 只是被殷德 汇聚 没有犹豫 陈浩直接把殷德驾驭 送到小女孩身上 这一次 魏家其他人都死 只剩下这一个 殷德 似乎也没了选择 不再抗拒 融入了女孩身上 顿时 一种无形的力量 裹住了小女孩 慢慢的 小女孩的呼吸 慢慢变得匀称 就连苍白的脸 也出现了一丝血色 那庇护效果 不是一般的好啊 陈浩见状 没有犹豫 直接把血衣 丢向女孩 盖在她的身上 血衣被魏三黑妻子 带着跳楼 血煞化音 已经变成了死物 对活人有害 此刻血衣和小女孩接触 自然就会侵害 不过在血衣 即将靠近 小女孩的身体时 突然一股清风吹来 这风来得如此巧妙 正好带动了血衣 让她从小女孩身上翻过 落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陈浩笑了 整个移动阴德的计划 完美无缺 得到了最好的结果 看来这天道是真的无情 只认规则不认人 只要在规则之内 就可以尝试改变 心思白转 陈浩的眼睛 却是越来越亮 刚才那是 阴德护身 魏三黑妻子看到血衣不能伤害女儿 有些惊喜 陈浩转身 看向她 不错 从现在开始 你女儿算是安全了 或许以后 也会脱离药罐子生涯 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这一切的基础 还是魏三黑的家产和罪孽 身为人子 必受牵连 若不想真的横死 如何去做 你比我更清楚 说完 陈浩直接迈步就走 想要的结果得到了 其他的 与他无关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轨为乐系统 回转酒店休息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陈浩就带着撒小 继续驾车离去 一路前行 天高云阔 天气不错 陈浩的心情更好 发现了阴德 接触了规则 这几乎是陈浩近段时间 最大的收获了 凭借这个 即便对上天道 陈浩也不用像之前那样 只能避开 而不能还手了 几个小时后 陈浩离开了县城 来到了一片 一望无际的辽阔树林 这树林连绵不见尽头 都是笔直的松树 又粗又高 一条平坦的公路 在树林中弯转 陈浩驾车飞驰 正开着呢 陈浩突然发现 前面出现了一辆车 这车是一辆宝马X5 已经翻了 倒在路边 看痕迹 这是遇到了突发情况 操作失控 然后一路撞击 最后翻车 靠近之后停下 陈浩仔细打量 又发现了血迹 却未见尸体 另外陈浩发现了 大型的爪阴 看起来啊 那是一头很强壮的猛兽 眉头一挑 陈浩四处打量 阴阳眼中 看到了四周的各种气息 从中 陈浩捕捉到了 几道残留的人气 还有一种暴虐气息 果然是出了事儿了 陈浩沉默片刻 笑了笑 蒙采油门离开 现在正是天地大势驱动 万物大变之际 或兮服之所以 服兮或之所服 用一句话形容 这看起来是灾难 说不定就能触发什么机缘 陈浩恰逢其会 却是没必要参与 毕竟他是艺术 影响了别人的机会 又是麻烦事 虽然现在陈浩无惧麻烦 可是自身修行才是最重要 不想节外生枝 刚刚开了十多分钟 陈浩面露惊异 在这里 又出现了出车祸的车 而且这一次还不是一辆 而是好几辆 各种牌子 没有一辆是完整的 现场也没发现人 继续走啊 不多时 陈浩眼神一动 侧目看去 就看到一旁的树林中 有一道灰色的身影 潜伏 似乎在窥视他 察觉到了陈浩的眼神 那身影猛然转身就跑 很快远去 陈浩停车 再次看了一圈四周的树林 慢慢地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树林 似乎有些不对劲啊 浩哥 是义类 这时候公鸡伸长脖子 看着车外 开口说道 陈浩再次看向灰色身影所在 却已经消失不见 甚至都感知不到气息所在了 陈吟片刻 陈浩笑道 一类好啊 我就喜欢一类 说着 陈浩继续驾车 慢慢前进 一路上遇到的残破车辆 越来越多 终于 在开到了一段路之后 陈浩停下 注视前方 路前十多米外 突然出现了人 这一出现还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数十 甚至可能有数百个 这些人把路堵死了 排列着 面无表情地 看向陈浩这边 看到这些人 黑猫嘀吼一声 猫眼浮现凶光 公鸡也是惊讶道 这我能耐不小啊 驾驭愿灵 自己却隐蔽地无法寻找啊 陈浩说 别慌 看我的 说着 陈浩打开车门下去 漫步走向怨灵群 看到陈浩的行为 那些怨灵们猛然冲过来 一个个眼神变得恶毒 呲牙咧嘴 一副要拉着别人一起 陪葬的凶狠模样 陈浩一步一变 身体膨胀 在怨灵到达了身前的时候 陈浩已经变成了18米高 瓦天像帝大神通 在得到了百年神力之后 已经小成 神通威力更是不可思议 之前全力爆发 甚至把一件东西 隔着千山万水 扔到想要扔的方位 可见一般啊 如今面对怨灵们 陈浩之前消耗的神力 恢复过来 再次运用 怨灵们无所畏惧 疯狂扑过来 陈浩直接抬脚 一脚横扫 啪啪啪啪的声音中 树木被踢碎 怨灵们被踢散 一脚之后 怨灵们少了一大片 大树也断裂好几棵 不过陈浩没有停止 俯瞰大地 陈浩伸手握拳 对着地面一拳打下 一股浩瀚的力量 瞬间爆发 渗透 大地颤抖 裂开纹路 方圆千米之内啊 大地突然砰的一声爆开 尘土飞扬 这时候 一声尖叫 一道灰色身影浮现 疯狂的顿走 定 随着攻击一声 一道金色光圈 从天而降 套向灰色身影 灰色身影速度很快 直接闪避 但是金色光圈 却是一个转弯 如同追踪导弹一样 从后面追上套中 下一刻 灰色身影落在地上 发出吱吱的叫声 小样啊 金爷的追踪套套 滋味如何呀 爽不爽啊 攻击飞落 鸡爪压住灰色身影 语气满是嘚瑟 这时候啊 陈昊也恢复正常 漫步走过来 而黑猫则冲进怨灵群中 疯狂吞噬 到了灰色身影前 陈昊一看 眉头一挑 这灰色身影 居然是一只猴子 看起来还是一样的瘦小 浑身灰色毛发 只不过 他的眼睛是白色的 邪气逼人 这会儿被光圈困住 依旧呲牙咧嘴 彰显凶悍 奇怪啊 这小家伙的气息 和异常之地好相啊 只是他身上 也有普通猴子的气息 这是怎么回事啊 被异常之地影响的动物 现在能够走出异常之地了吗 陈昊一脸凝重 难难自语 这问题可不小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374集 目前异常之地有不少 但是危害 却比普通的地下生物都要小 主要是因为异常之地的影响 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哪怕受到异化的生物很凶猛 却也不会走出范围之内 可是现在啊 这小猴子却出现在这里 如果不是异常之地有了变化 就是其中有什么问题 陈浩看了小猴子片刻 突然伸手 轩辕三代拿出 一箭消首 这货已经成为异类 留着就是祸害 只能斩杀 被斩掉了头颅 小猴子居然还不死 头颅刺牙咧嘴 身体用力挣扎 脖子中并无血水流出 陈浩眼神微动 神力加持轩辕三代再次斩下 这一次 小猴子脑袋一分为二 终于消停 显然 对于这种异类 神力是克星 消灭了小猴子 陈浩从尸体上射出一道虚影 正是小猴子魂魄 只是仔细打量 陈浩就发现 这货的魂魄有些怪异 就好像融合了什么东西一样 失去了原本的纯净 让陈浩有种莫名的厌恶 琢磨了一下 陈浩挥手 把魂魄收入了秀丽乾坤之中 可随后陈浩就感知到 小猴子魂魄进去 直接崩溃 连让里面的几个异类 动手都不用 魂魄分散消失 化作阴气 那种让陈浩莫名厌恶的东西 确实让陈浩有些惊喜 这玩意儿被秀丽乾坤吸收 莫名地让空间扩大了一点 这一点 如果不是陈浩对秀丽乾坤了如指掌 几乎难以察觉 好东西啊 这玩意儿多多益善 陈浩眼睛贼亮了 随后陈浩没有犹豫 带着已经消灭了院灵的黑猫和公鸡 再次上路 因为道路被破坏 车是没法用了 陈浩直接放弃 一边观看天地间的各种气流动态 一边判断方位 一路走七转八绕的 一个多时辰后 陈浩就看到了一座在山边的小镇 这小镇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 周边都是树林 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山中小镇子 而这时候啊 看到小镇的陈浩却是眼神灵力 在陈浩目力之下 可以看到小镇人口不少还在活跃 但是在阴阳眼下 整个小镇没有一个活人的气息 大白天的 回雾不可能出来行走啊 那么这些人 就是变成了和猴子一样的存在 随后陈浩就发现了 小镇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气息 如果预料不错的话 这就是一个被忽略的异常之地 只是这异常之地啊 似乎和其他的异常之地不同 他在奴役生灵 浩哥 这地方看着不好对付啊 公鸡语气凝重地开口 你怕呢 黑猫幻化成的小女孩 骑在陈浩的脖子上 听到公鸡的话 鄙视反驳 公鸡仰起头 我怕 开玩笑 鸡眼神通 玄妙莫测 谁都不怕 那就过去干它呀 那边的气息 我很讨厌 黑猫目光灼灼地看着小镇 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 浩哥 你说 公鸡嘴里倔强 却不是个鲁莽的主 又把皮球踢给了陈浩 陈浩当然不能走啊 这些异类可都是秀丽乾坤的养分啊 尤其是其中的那个异常之地 真正的怪异 陈浩有预感啊 只要抓了他 秀丽乾坤肯定会更进一步 不用争了 我们过去看看再说 靠近小镇 陈浩所见 小镇中人还不少 如同正常人一样 生活工作 如果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白色的眼睛 几乎看不出异常 等陈浩出现在 小镇门口的时候 那些正在工作的人 突然都停住了 一个个看向陈浩这边 陈浩眼神微动 却不理睬 继续进入小镇 一路上 陈浩走过的地方 人们都会停下手中的事 看向他 等陈浩到达了小镇中的时候 一个看起来还挺漂亮的女子 靠近了陈浩 女子长发飘飘 身材苗条 瓜子脸 大眼睛 肌肤如雪 又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 看起来足有九十五分以上 免方来的朋友 你信叫吗 女孩微笑开口啊 纯白的眼睛 看着陈浩 令人不寒而栗 陈浩咧嘴一笑 你找错人了 我姓陈 女子说 朋友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这是向你推荐我们的叫 永生叫 只要加入我们永生叫 你将得到长生不老 永生不死 我不信 女子笑着一招手 一个男子走过来 他的手中还拿着一把刀 为了让朋友幸福 我可以让你见证 什么叫不死 女子 女子说完 看向男子 男子会议 拿起手中的刀对着心脏 直接捅了下去 看着刀插入心脏 男子依然平静 女子笑道 看到了吗 进入永生叫 信奉灵神 我们就能得到神的赐福 和神一起 永生不朽 这是新时代的开启 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时刻到来 加入我们吧 这是人类唯一的选择 陈昊撇嘴刀 容易把魔术刀就想骗我呀 没门 想让我相信 除非我亲自砍 女子笑道 完全可以啊 甚至你可以砍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断头 神都能把头颅接上 这就是灵神的伟大之处啊 那好 这可是你说的 话落 陈昊反手 轩辕三代拿出 一剑闪过 女子脑袋被削 弹起几米高 这一剑 陈昊加持了神力 女子死不瞑目 随手把女子的魂魄收取 陈昊撇嘴刀 骗子 还说不会死啊 不死你倒是起来说话呀 这时候啊 站在一边 胸口还插着刀的男子惊骇道 你 你怎么能杀了圣女啊 怪我咯 是他自己要随便我砍的 你刚才也听到了 男子咬牙道 灵神 不会放过你的 你 他还没说完 就被陈昊再次一剑斩杀 什么狗屁灵神啊 哥们来这里 就是为了收割的 这么多屁话呀 两道异常魂魄收入秀丽乾坤 感受着空间细微变化 陈昊心中满意 可是这时候啊 陈昊的行为似乎惊动了什么 整个小镇正在忙碌的 所有人 包括所有动物 全都定住 随后啊 全部看向了陈昊所在的方向 各自寻找了最近的武器 然后包围了过来 距离陈昊最近的 就有数十个人 已经冲了上来 陈昊没客气 提着轩辕三代直接把这些人全砍了 这些被异常之地驾驭灵魂的家伙 已经不再是人了 留在世上 有害无益 可是当陈昊正砍得过瘾时 突然一架直升飞机盘旋飞来 然后一道身影从上面跳了下来 拦住了陈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陈道长 手下留强 跳下来的人看着陈昊 开口问道 他看起来四十多岁 脖子脸 人微胖 穿着很正派的样子 陈昊瞥了他一眼 笑道 我就说一城之地这样明显 有关部门不会不关注 怎么 这些都已经不是人了 也在你们的保护范围之内 中年男子解释道 陈道长 这不是保护 而是研究 想要在异常贬地中生存下去 我们就要研究出这些异常的优点弱点 也好未来能够妥善地面对 陈昊冷笑 研究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了研究 上万人为之付出异变代价 还变成小白鼠 为了研究 前面那些死在树林中的人都白死了 还有 异常之地这么多 为什么别的不研究 专门研究这个 你们到底是为了未来着想 还是某些人看中了这里的不死特效 中年男人脸色微变 陈昊仔细看了中年男子一眼 似笑非笑地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里的研究也只是某些人的主意吧 真是一群蠢货 都这个节骨眼了 不团结一致研究对策 还在搞歪门邪道 想从异常身上研究出长生不死 简直脑子有病了 陈道长 请不要一谋论 这里的研究至关重要 另外 我这是来通知你 而不是商议 请陈道友离开 否则后果自负 中年男子争辩不过 瞬间面色变得严肃 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 陈昊说 要是我不离开呢 中年男子眼神变得凶狠 我知道陈道长道行奇高 神通强大 忧望先天之境 可是陈道长啊 毕竟你现在还不是先天 不入先天肉体翻胎 终究不能完全免疫大型热武器 听到这种威胁 陈昊咧嘴一笑 所以说你们是做好了两手准备是吧 有意思 你们这么做不就是想不死吗 行 我满足你们的想法 话落 陈昊身影一掠 抓住了中年男子 身影往前飞奔而去 中年男子大惊失色 一边挣扎一边道 陈昊 你想干什么 陈昊说 不是想不死吗 成为了异类不就可以了 中年男子倒心凉气 急忙到 不 我不要成为异类 你放开我 陈昊冷笑 等你成为异类了 你就不这么想了 少时 陈昊来到了一个 看起来很陈旧的老式院子外 这是一栋四合院 看起来年份不短了 曾经怕也是地主老财所见 而陈昊看到的恐怖气息 就在这里面 到了这里 陈昊就发现 那恐怖气息潜伏在院子中的一个古井中 院子内有不少异类正在操作 从井中打水 装载容器 而那些水就蕴含着陈昊厌恶的东西 挥舞轩辕三代 直接斩杀这里正在操作打水的异类人 陈昊走到了水井边 看向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已经面色发白 浑身发抖 威逼利诱了一路 抗拒不得也挣脱不得 他几乎都绝望了 此刻面对陈昊冰冷的眼神 他颤抖着声音 做最后的努力 陈大师 我错了 饶了我 我尚有老 吓你妈了个逼 陈昊一挥手 中年男子直接腾空 跌落井中 随着绝望的惨叫 扑通的声音传来 扔人下去后 陈昊面无表情的观望 感知到中年男子入水 居然直接沉了下去 连漂浮都没有 少时被井水阻断 陈昊感知不到中年男子所在了 见此 陈昊却是冷笑了 然后毫不犹豫 身体再次膨胀 变成了十八米巨人 双手握拳磅礴的神力汇聚 猛然抬脚 一脚踩下 砰的一声啊 大地颤抖 一股无形的力量扩散 整个小镇的房屋 如同豆腐渣一样 砰砰砰的破碎 倒塌 那些围绕过来的异类人 全部倒在地上 似乎骨骼全碎了一样 死得不能再死 倒是黑猫攻击 蓝蝴蝶撒没有大碍 看向巨人浩哥 都是震撼得不行 虽然浩哥从来都是东奔西走 看似游山玩水一样 不务正夜 却没想到 如今的浩哥 却已经有了 现在这样可怕的神通 厉害了我的浩哥 老大没选错呀 这时候 主要承受陈浩神力攻击的 古井周边 却是疯狂崩裂 裂缝蔓延 可见十多米深的地下 如此破坏 陈浩可没有满足 双手握拳 对着地下一拳一拳攻击 每一拳都打出一个巨大的坑 连续几拳之后 武井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坑 而在巨坑底部 一个人躺在地上 看着陈浩眼神呆滞 这人正是中年男子 只不过 这时候的中年男子 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他的身上 缠绕了一种铜体乌黑 类似藤蔓的东西 这藤蔓 没有叶子 却有枝结 每一段枝结处 都有一圈 又长又细的触绒 这时候 这些触绒 渗透在中年男子的体内 似乎寄生一样 陈浩没有迟疑 伸手把中年男子抓了起来 被陈浩接触 那黑色藤蔓 瞬间受到刺激 猛然脱离了中年男子 缠绕向陈浩 陈浩 咧嘴一笑 念头一动 藤蔓就消失不见 下一刻 藤蔓出现在秀里乾坤空间 随着他的出现 那磨合四面闪烁灵光 顿时 藤蔓分解 寸寸消失 可是黑色藤蔓也是神奇 就好像不死一样 消失多少就生长多少 异常诡异 而后 空间震动 四边蔓延 这一次的震动 比之前那次还要快 还要动静大 让被困在其中的几个异类 都是懵逼中 连忙警惕起来 倒是白衣女子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她蒸蒸许久 突然身影一掠 离开了一直站的地方 来到了磨合边 认真的看着磨合 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 白衣女子化作一道流光 进入磨合内 陈浩感知到秀里乾坤的变化后 就收回了意念 这个变化太大了 即便她是主人 都短时间内无法驾驭 所以陈浩干脆放弃 任由她变化 等一切稳定了再来看看 恢复正常身体 男子丢在地上 仔细打亮及眼后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异类源头被自己抓了 其他异类也都死绝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这一个活死人 倒要看看啊 某些人要如何对你 抬头看了看远处正在盘旋的直升机 陈浩冷哼一声 带着吃饱喝足的黑猫 还有公鸡和蓝蝴蝶 从另外一个方向离去 留下一个烂摊子 让有关部门收拾 一路走 在镇子旁边 陈浩看到了一辆无人的面包车 发现钥匙还在 上面还有几袋粮食 应该是镇子中的活死人所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375集 陈浩也没客气 直接驾车 顺着道路离去 一个多小时候 陈浩感知到秀丽乾坤 稳定了下来 这才停车靠边 然后意念深入 感知变化 这一感知啊 陈浩吓了一跳 这他们 还是秀丽乾坤吗 只见此刻的秀丽乾坤 真的像是一处小空间了 四方宽阔了数百倍 原本被分割 用来存放一些东西的小空间 现在就好像一个 县城中的一栋房子一样 另外最神奇的是 空间中多出了 原来没有的东西 这是一条河 从东往西 河流不宽 水流不及 却散发出一种 特别的气息 仔细感知啊 陈浩就反应过来 这河流中的气息 是之前 那个黑色藤蔓的气息 塌压的 怎么变成了一条河呀 还有就是 和秀丽乾坤 生出某种关系的磨合 这会儿 悬浮在小空间上空 散发朦胧的光 如同一轮优越 啊 谁他们优越啊 这是那个白衣女子的气息啊 她怎么和磨合跑一起了 倒是咪咪等几个异类 没有什么变化 像是被吓得不轻 一个个趴在地上 警惕四方 看着如今阴森森的秀丽乾坤 陈浩感觉很不适应 虽然已经把这当成了牢房一样 关押异类 可是这变化 有向地狱转变的趋势啊 难不成 这秀丽乾坤的最终命运 是进阶成为地府 这哪能成啊 地府在幽明 就连地府之宝六道轮回都在幽明 我这不可能吧 心中虽然自我反驳 可是陈浩还是忍不住有些思维发散 这要把秀丽乾坤变成地府 那才是真心过瘾啊 掌控众生轮回的地府在我手上 这你妈 哥们才是真正的众生主宰啊 卧槽 浩哥 出大事了 就在陈浩心中歪歪的时候 突然一声大叫 把陈浩的意念从秀丽乾坤中拉了回来 眉头微醋 陈浩转身 就看到公鸡幻化成大汉 拿着平板 一脸惊涩 出什么事了 陈浩问道 公鸡幻化大汉没有解释 而是把平板递给了陈浩 浩哥 你自己看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 陈浩狐疑的结果 翻转一看 就看到是一个视频 雕题是 古代将军穿越现代 城市之中取人头 踏歌行 而视频中啊 播放的是一个身穿铠甲的男子 一手持长枪 一手提人头 闹事之中纵身飞跃间隔十多米的楼层 在警察追捕下 快速远去 看过视频啊 陈浩一脸懵逼 这这他妈视频中的人 怎么这么向我召唤的斗兵啊 嘿 确定了 这他妈就是我召唤的斗兵 视频不常反复看了几遍后 陈浩表示了肯定 因为撒斗成兵这样的神通 一般都带着主人特有的标志 那是主人施法时 心中认为最符合 士兵的念头所画 穿着就看得出来啊 视频中的斗兵 就是陈浩召唤出来的斗兵 一般无二 只是 我他们召唤的斗兵 怎么可能去闹事啊 而且还是离开我这个主人去闹事 这不科学啊 斗兵自身的灵机 根本撑不了这么久的 好不好啊 陈浩下意识地看向公鸡 眼神表达了疑惑 公鸡幻化大汉翻了一个白眼 你整出来的东西 看我干嘛啊 陈浩又看向平板 视频中有许多评论 有说是拍电影的 还有说是假的 不过也有几条证明的 说是还有其他的视频 另外这是今天上午 发生在高屏的事 陈浩翻找了一下 还真找到了 都是不同角度拍摄的 斗兵逃走 警察追赶 让陈浩松了一口气的是 这斗兵虽然一手提着人头 看起来穷凶极恶的样子 但是离开的一路上 却没有伤害一个人 甚至还小心地避开了一些 差点碰撞的人 这让陈浩微微有些好奇了 不伤害普通人 怎么会提着一个人头啊 从几个视频角度看 那个人头 似乎还是个老头子 很瘦 头发很长 表情猙獰 死不瞑目 这老头不像是好人啊 陈浩断定 随后 陈浩也不琢磨秀丽乾坤的事了 这个斗兵 一定要弄清楚 拿出地图 搜索高屏 发现距离自己不算远 当即 陈浩把平板丢给公鸡 开口刀 找这个相关的视频 然后找人问问详细的情况 说完 陈浩驾车狂奔而去 油门加大 速度提升到最快 用了三个多小时 在临近傍晚的时候 陈浩赶到了高屏 刚进城市 陈浩就发现 道路被封锁了 到处都是警察巡视 甚至还有直升机 在天上盘旋 就连普通市民 都在到处寻找什么 另外就是 陈浩感受到了 不少修行之人的 法力气息 有关部门也残祸了 陈浩眉头促起 浩哥 这个斗兵厉害了 到现在还没被抓住 现在网上已经 大规模报道这个事了 斗兵躲在高屏没走 不知道藏在哪里 警方发布了悬赏 现在整个高屏 全民参与寻找穿越者 公鸡摆弄着平板 给陈浩解说目前情况 陈浩笑了笑 斗兵之所以是斗兵 是因为他们体内 有一股生机之称 生之气 命之本 潜伏下来如同草木 贪河寻找啊 只不过这个斗兵 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情况啊 居然能够变成这样 当真是玄奇啊 浩哥 这个斗兵如果是你召唤 你应该能感知得到啊 公鸡问道 陈浩沉默下来 好一会儿后摇头道 无法感知啊 不过有种特别的感觉 就好像我知道 他潜伏在这里 却无法锁定地方啊 说完 陈浩突然眼睛一亮 笑道 不过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公鸡问 什么办法呀 把他引出来 说完 陈浩驾车就走 十多分钟后 陈浩出现在一个楼房顶部 身边躺着一个袋子 袋子已经打开 里面满是黄豆 陈浩伸手抓出一把 揉了揉 凝聚法力 然后随手一洒 二十多颗黄豆飞出 落地变化 成了二十多个穿甲持枪斗兵 单膝跪地 口称主攻 去 分开跑 陈浩下令 而后二十多个斗兵 毫不犹豫 分散就跑 而这时候啊 高平一处别墅房间内 斗兵坐在沙发上 长枪不离手 面无表情 似乎在休息 他面前的茶几上 摆放着死不明目的人头 在斗兵前面不远处的另外一张沙发上 也坐着两个人 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胖子 两人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 小胖子手里死死地抓住一把9K仿真枪 似乎这个能够给他力量 突然啊 斗兵站起来 眼神浮现亮光 见到这个 中年妇女惨叫一声跪了下来 大哥 别杀我儿子 我给钱 多收钱都行啊 我再也不吃鸡了 再也不欺负同学了 我会好好学习的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小胖子也跟下来 哭得眼泪鼻涕横流啊 可是跪地磕头的两人却没注意到 斗兵起身 提着人头就离去 我找到了 十万 不 是凶犯 是穿越着凶犯 警察叔叔 我在 我靠 兄弟 你过分了啊 这是我发现的 你别闹啊 什么枪啊 我也发现了 喂 摇摇洞吗 我找到凶犯了 对 就那个穿铠甲的 妈逼的 你这是抢我钱啊 我操 那边也有一个啊 正打算动手的人 突然愣住啊 看着又一个穿越着跑远 还真有啊 警察叔叔 这一个十万 发现两个 是不是二十万啊 警察傻了 随着二十多个斗兵冲出去 顿时正在寻找斗兵的高屏沸腾了 警民一起还有那些修行之人全部出来 开始围堵这些穿越者 慢慢的呀 人们就发现问题了 这斗兵 是不是也太多了点啊 之前不就一个嘛 怎么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呀 而且这些斗兵 各个都是能够飞烟走壁 力气也大得不可思议 但是有一点不同啊 这些斗兵 手里有长枪 却没人头 见此 市民的热情顿时消减 都不带人头 没奖励的 吃饱了撑的 跟你一起跑啊 就在这时候啊 那些修行之人突然集中一处奔去 堵住了刚刚冒出来的提头斗兵 让开 提头斗兵面容如同万年不化的尖兵 冷冷开口 一个男子咧嘴一笑 道友 请别误会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 还没等他说完 提头斗兵身影一掠 冲击而去 但是 这些修行之人却早有准备 洒出一片法网 覆盖提头斗兵 提头斗兵 一言不发 长枪一抖 一道寒光闪过 法网一分为二 而后 枪影抖动 围堵的修行之人 就被无形的力量打飞 提头斗兵丝毫不恋战 破开堵截后 身影冲击 从坊顶上奔袭而过 吸引了万千市民 惊呼着 跟随着奔跑 几分钟后 斗兵一顿 看到了前面不远处 同样站在楼上的陈昊 隔着数十米对视 陈昊有种很奇异的感觉 这个斗兵 使他撒斗成兵 造化而出 但是这个斗兵 却已经有了自己的路 与他并无从属关系了 这种感觉出现 陈昊再看斗兵 顿时叹息一声 斗兵却没有什么想法一样 大步如流星 请客间就到了陈昊面前 这时候啊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女孩 拿着手机似乎在拍摄 他爬到楼顶 看到了提头斗兵和陈昊 见到这一幕啊 女人激动得面如桃花 双眼惊亮 急忙整理一下继续道 兄弟们 看到没有啊 前面 就是那个 衣食穿越者的小将军啊 他手里的长枪 还有人头 就是证据 小将军牛逼了 全程围堵 警民合作都没有抓到他 这身手 绝对是万人敌啊 不过 这个小将军 前面的人是谁啊 看起来有些面数 我靠 那是仙人哥呀 还真是啊 那节视频中的 那个牛逼哥们 之前有人研究过视频 断定这个哥们 是个修仙者 他的身边的攻击 则是神机 据说 还是什么什么血脉 很玄奇 还有一只猫 一直没动手 也没吭声 不过 能跟着仙人哥 指定有来头啊 研究如此浅薄 仙人哥的视频 我看了不下百遍啊 发现仙人哥 还有一只蝴蝶宠物 那蝴蝶我查了 目前世界上 并没有这个类型的 绝必不是繁物啊 呀呀 还傻站着干啥啊 快过去拜师了 只要拜师 你也可以成为仙姐呀 对对 还要地址啊 我们也要拜师 只要掏出信息 多少礼物都没问题啊 观看视频的观众 瞬间认出了陈浩 议论纷纷 各种怂恿 只是女人已经激动坏了 目前直播界最火的蜡姐 就是直播一件奇异事 所以才大红大紫 没想到这种好事 让她也撞见了 我也有机会成为和蜡姐 并肩的顶级女主播呀 机会 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呀 心脏跳动如雷 血液都在沸腾 女人可不打算听那些 看直播的人的话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拜师 那是做梦 这样的神人 收图肯定很严 有他们自己的标准 贸然乱来 拜不了师 也没有成名 那就竹篮打水了 所以 权衡之后 女人找准了角度 开始直播 果然啊 仙人歌在先 再加上穿越小将军 双重吸引下 直播间的人数 如同火箭一样飞涨 这可都是人气呀 她激动的都要晕厥了 突然 一道流光飞来 笔直地融入了女人身体中 顿时啊 原本兴奋的女人 表情显示呆滞 然后脸上露出了一个 妩媚的微笑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这时候 斗兵已经来到了陈昊面前 与此同时 不少人也从其他地方冒出来 看向斗兵和陈昊这边 陈昊露出一个微笑 正想要开口打招呼 斗兵猛然单膝跪下 口呼主攻 陈昊一顿 心中满意 虽然有了自己的道 不过不忘本 很好 很不错 起来吧 你有今天 我也是做梦都想不到 当真是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啊 陈昊笑呵呵地开口 斗兵面无表情道 兵主公 木将一战杀主公之敌 请主公验说 陈昊无语了 我靠 刚才还夸你有良心呢 你就这么打我脸啊 啊 大庭广众之下 那么多人看着 你提着人头说 是我让你去杀的 我他妈啥时候 派斗兵去杀人了 这你嘛 你是披着斗兵皮的 邪羞卧底吧 好心情瞬间没有了 陈昊果断反驳 我没有 不是我 别瞎说 斗兵认真道 此人杀我士族 必是主公大敌 末将千里追击 与荒坟处斩杀 锁魂鱼炉 提来请罪 锁 锁魂 陈昊看向头颅 慢慢地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然后看向斗兵 你怎么杀的他呀 一枪捅死 斗兵很干脆啊 陈昊无言以对 不过这时候 他却不反驳了 这货呀 还真算是他的一个敌人 头颅老者 正是曾经驾驭白衣女子 围攻他的那个 不曾露面的邪羞 本以为这货跑了 没想到啊 却被斗兵追杀 也是命该绝了 看了看四周 冒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此地不宜久留啊 陈昊看向斗兵 我们换个地方再说 遵法旨 斗兵一副言听计从的态度 正打算离开呢 突然陈昊神色微变 眼神变得伶俐 看向前方 出来 好敏锐的感知啊 居然发现我了 一道兮兮的笑声响起 然后一个女子走了出来 正是那个搞直播的女人 陈昊看着女人 冷冷道 道友的隐匿之法更高明 若非我打算离开 你有了异动 我都不知道 还有人潜伏在旁边观看啊 过奖过奖啊 不过小手段罢了 但是今天见到道友 我很满意 不愧是让大金 千里追寻的救主 倒很不弱呀 还有灵宠为伴 前途无量 怎么样 跟本座混吧 本座绝不会亏待你的 女人笑咪咪的开口 陈昊也笑了 哼 你这是要招揽我吗 不错 可以啊 能有大佬看中我 我很感激 不过想要招揽我 首先要比我更厉害才行 接我一招 接住了 你就是我老大 女人诡异一笑 你确定啊 我确定 很好啊 来吧 今日本宫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站着让你打 你都扇不了半根毫毛 也好让你心服口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376集 说完 女人背负双手 姿态嚣张 但是这一刻呀 一种莫名的力量覆盖周身 让她看起来像是真实 又像是虚假 如同不存在于这一方时空一样 陈浩见了 咧嘴一笑 这是幻术吗 看起来很厉害啊 不过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说完 陈浩身影一掠到了近前 伸手拍向女人的胸口 女人眼中浮现得意 故意暴露几处弱点 就被我骗了 殊不知本宫这神童弱点在 嗯 哎 哎 眼前天地突变啊 景色焕然不同 原本还是城市居民楼 转眼间 却成了一处荒凉的幽暗之地 四处看看啊 女人一脸懵逼 我她们被暗算了 咦 又来了新人啊 看起来长得不错呀 一道声音响起 咪咪出现在女人面前 目光似无忌惮地打量 女人回神 看向咪咪 眉头一挑 诡异 咪咪笑了 哼 还有点见识嘛 不过 我最讨厌被称呼诡异了 你找死啊 死字刚落 咪咪就出现在女人面前 伸手掐向女人脖子 脸色变得凶残而暴虐 但是下一刻 咪咪 呜了 手中掐住的脖子 如同虚无 啥也不存在啊 咪咪还双手摆动了一下 捏了捏 依旧感知不到女人的存在 这一下 咪咪色变了 身为诡异 幻化虚无可是基本能力 但是 让她都无法琢磨地幻化 那绝对是惹不起呀 踢到铁板了 女人却是笑了 哼哼 本宫被人阴了 正心情不爽啊 你这小小诡异 也敢冒犯本宫啊 说着 女人挥手一抓向咪咪 但是咪咪瞬间幻化不见 女人冷笑着一招手 咪咪又出现了 并且被女人直接抓在了手里 反手就是一巴掌打过去 咪咪挣脱不脱呀 郁闷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巴掌 久久没有落下 睁开眼睛一看 却是白衣女子出现 抓住了女人的手 女人一脸震惊了 白衣女子面无表情 大街头 你出现得真是太及时了 这个女人 欺负我 咪咪可怜巴巴地求助 眼泪说来就来 看着让人怜爱 女人反应过来 惊骇道 你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可能碰到我呀 回答她的是一巴掌啊 并且直接把女人打得破碎 消失不见 咪咪看得到些凉气呀 大街头太可怕了 自己都碰不到的家伙 被她一巴掌灭了 大街头到底是什么存在啊 跟脚完全看不透啊 突然 咪咪感觉到一种心机 抬头一看 就看到白衣女子在打量她 那眼神让她毛骨悚然啊 想也不想 咪咪转身就跑 瞬间远去 消失不见 白衣女子正打算做什么 突然一顿 凭空之间 一个身穿铠甲的人 出现在旁边 白衣女子看向铠甲男子 居然敢破本宫模影化身 很好 你成功激怒本宫了 说完 她看向被惊呆了的一众人 冷冷道 即刻出 咦 怎么可能啊 还没说完 女人蒙蔽了 她在斗冰身上加持了秘法 而现在 斗冰也感应不到了 这一刻呀 她心里像是被割了几刀 丢了一个手下 还搭上了辛苦炼成的魔影化身 人间 人间什么时候这么可怕了 高平 陈浩把昏迷的女孩放平在地上 然后直接把斗冰也收入了秀丽乾坤 然后毫不犹豫地带着撒小跑路 斗冰闹得太厉害 提着人头招摇过市啊 简直嚣张到了极点 而且这事儿网络也闹开了 避免牵扯太多麻烦 陈浩必须尽快离开 一路避开人群 陈浩找到了停放的车 驾驶着一路飞奔而去 半个多小时候 陈浩离开了高平 随意找了一个方向 让公鸡幻化大汉驾驶 陈浩则想要把斗冰召唤出来 问问他是什么情况 意念一动啊 诶 斗冰呢 陈浩惊讶地发现 被他收入秀丽乾坤的斗冰 不见了 我擦 什么情况啊 陈浩连忙仔细感应 然后啊 陈浩的意念覆盖在那个 四四方方的磨盒上 无言以对 斗冰的气息居然在磨盒内 而且看样子 斗冰肯定出现了什么变化 意念转向白衣女子 这一次陈浩没有客气 直接问 给我一个解释 白衣女子只是看向陈浩的意念所在 没有任何表达 陈浩有些恼了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把你从院灵中拯救出来 你就这么报答我呀 他正想继续说 突然白衣女子开口 呛 月灵残身 千年离魂 完成灵愿 奖励 掀起一道 陈浩一愣 卧槽 这就激发任务了 呃 不对啊 这他妈是 月灵啊 还是千年离魂 没跑了 肯定和音乐山那位有关系 白衣女子却不说话了 只是看着陈浩意念所在 陈浩沉默片刻 突然发现 被他拉进来的 那个附身人类的东西 也不见了 仔细感知啊 似乎是 被灭了 空间中还有他残留的气息 似乎蕴含某种特别的法则 被秀丽乾坤融合了 让陈浩清晰地感知到 秀丽乾坤似乎多了某种变化 再次沉默呀 好一会儿后 陈浩意念一动 秀丽乾坤出现变化 被困在里面的几个诡异 突然被重新安排到了 新组成的小空间中 这个变化 让咪咪和和服小女孩 白雅 白雅 黑袍 死灵屋都兴奋了 任凭谁被一个可怕到毫无反抗之力的存在气压都不会开心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终于分开了 心情是大不同啊 咪咪咪 只能看着 几个诡异 哼 从现在开始啊 我就是大姐头 你们服不服啊 看向咪咪和服小女孩 白雾 黑袍死灵屋 连忙站到了一起 哟 还知道联手啊 不过垃圾就是垃圾 联合一起就是一对 咪咪正嘲讽呢 突然说不下去了 猙獰的表情更是抽搐了一下 脸上满是懵逼 因为白衣女子 突然冒出来半个身子 就好像是打开门 打个招呼 她就收回了身子 咪咪和服小女孩 白雾和死 黑袍死灵屋无语了 陈昊也傻了 我擦 这他妈都拦不住啊 这个家伙难道已经摸透了 秀丽乾坤的规则啊 不能吧 这可是老子的秀丽乾坤啊 他凭什么能够无视规则啊 陈昊心情复杂 意念再次感知那个散发光芒的磨合 不知道为什么呀 陈昊感觉 现在的白衣女子和刚进来的时候 不一样了 可是哪里不一样也说不出来 只觉得这货 貌似和秀丽乾坤 不分彼此了 想想音乐山中那位白衣大佬 陈昊默默做了决定 找桥 不错 陈昊的决定就是帮白衣女子找桥 只要完成了任务 这货就会被强制投胎 大时候啊 管你和白衣女子啥关系啊 都与我没关系了 只不过 这桥是什么桥啊 有什么特征啊 要去哪里找啊 陈昊需要好好询问 意念和白衣女子接触 陈昊发出了疑问 不过白衣女子却不再回应 只是看着陈昊意念所在 那深邃如星辰一般的眼神 让陈昊想到了两个字 你猜 妈逼的啊 音乐山中的那位彻头彻尾 不知道任务要干啥 你倒好啊 比那位强啊 多了一个字 呵呵 找桥 给你找个奈何桥 你要不要啊 奈 奈何桥 陈昊突然心思一动 看着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却是突然转身 身影化作一抹白光 融入黑色磨合之中 陈昊目瞪口呆啊 我操啊 不会真的要奈何桥吧 你 你要这玩意儿干啥 你别走啊 多说一个字能死啊 你 陈昊赴匪的时候 黑色磨合之中 一道金光落下 汇聚成形 正是斗兵 看到斗兵被放出来 陈昊顾不得多想了 直接意念带着斗兵 从秀里乾坤中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祝鬼威乐系统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 正在愤怒却无计可食的霸气女 猛然眼睛一亮 看向一个方向 冷笑道 找到你了 面包车中 斗兵凭空出现 陈昊上下打量他 惊愕地发现了 斗兵和之前比 有了一点差别 首先是外表 原本是金灿灿的盔甲 这会儿 盔甲带着黑边 显得神秘许多 更有一丝高贵的味道 另外就是盔甲胸口 浮现了一个 呲牙咧嘴的恶鬼形象 看起来凶神恶煞 十分可怕呀 陈昊迟疑着问道 你 你 你没什么问题吧 斗兵一如既往的 面冷如冰 冰主公 属下承接了主公的任命 定回认真负责 绝无懈怠 还请主公 为属下配一营士族 陈昊一愣啊 啥任命啊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你说清楚啊 我又让你干啥了 陈昊追问 这货虽然有了机缘 超脱了斗兵的命运 可是 因此变得自作主张 可就不好了 这样的手下 只会惹麻烦 斗兵说 兵 别兵兵兵的 直接说 陈昊打断 斗兵道 末将接受了主公属神之命 得轮回镇守使之位 负责镇压阴明 看守明河 啊 我啥时候 有属神了 难道 陈昊想到了秀丽乾坤 再次进阶后的秀丽乾坤 空间内 出现了一条河 这该不会就是明河吧 但是空间就那么大 河很窄 普通人助跑 都有可能跨越 看着就和小水沟似的 也敢叫明河呀 还有属神啊 这个难道是指白衣女人 啊 他到底在秀丽乾坤中干了啥呀 怎么就成了属神了 陈昊满脑子迷糊呀 根本找不到头绪 只好看向斗兵 继续问道 你说 你刚才经历了什么 我要详细过程 斗兵沉默片刻 看向陈昊 嗯 属下忘记了 哈 不过属下没忘记 说着 斗兵眼神变得精亮 高声道 末将位轮回镇守使 镇压阴明 看守明河 还请主公位 陈昊直接一挥手 把这变得神经质的斗兵 给收了起来 来个眼不见 心不烦 嘿 大叶的 这情况看着有些悬啊 这个女人 该不会是觉醒了什么属性 想要把哥们的秀丽乾坤 变成真正的地府吧 仔细想想啊 哎 目前环境已经很像了啊 连明河都有了啊 这以后继续扩大 再填一些如奈何桥啊 阎罗殿啊 十八层地狱啊 啥的 可不就是地府吗 而且哥们掌控系统 日后封阴神覆盖四方 为我效命 绝逼可以和幽名的那个地府 抢生意啊 心思白转 陈浩一时间竟然有些期待了 嘿 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啊 那牛逼大法了啊 正想着 突然面包车停了 陈浩回神 看向公鸡 公鸡道 浩哥 下面有鬼 啊 有鬼 陈浩又看向前方 不知不觉 公鸡驾车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这会儿 面包车停在了一个湖泊边的路上 顺着公鸡锁指方向 陈浩发现 湖中有阴气汇聚 一道虚影在水中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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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似乎在哭泣啊 陈浩看了片刻 发现这道虚影居然是心魂 也就是刚死不久 不过这死了不去投胎 定然有冤情啊 陈浩直接推车下去 遇到有故事的鬼 那都是任务 是修为不容错过 走到了水边 陈浩看向哭泣的鬼眼 这是一个女鬼 看起来很年轻 漂浮在水面 正在哭哭啼啼 陈浩看了看 伸手一捏法绝 对着女鬼一招手 下一刻水面翻涌 裹住女鬼向岸边飘来 开始女鬼还没有发觉 等快到了岸边 女鬼转身看向了陈浩 顿时一惊啊 下意识地就往水里钻去 但是水面一震 女鬼就惊呼着从水中飞起 落在了陈浩面前的地面上 一脸懵逼 陈浩笑眯眯地开口 小姐 不要怕 我是好人 女鬼回神 切切地看着陈浩不敢说话 陈浩继续道 我看你已经死了 怎么不去投胎啊 难道是有冤在身 不甘心吗 女鬼还是不说话呀 陈浩等了片刻道 你再不说话 我就走了呀 我走了 你可就找不到第二个 能看到你的人了 这下女鬼反应过来 急忙爬起来 看着陈浩道 你 你真的看得见我 陈浩哭笑不得呀 难道你以为 我是对着空气说话吗 说吧 怎么死的 我看你年纪轻轻 不会是想不开跳壶了吧 女鬼反驳道 我是被人害死的 陈浩说 说来听听 我和朋友一起吃饭 但是吃饭完后 他们居然想欺负我 我不从 还动手打人 不让我走 最后 把我推到湖中 陈浩眉头一挑 这么残忍啊 女鬼咪咪嘴 气怒地说 那几个混蛋 就不是好人 我也是被骗过去的 现在我死了 他们还逍遥法外 我不甘心啊 陈浩说 我明白了 你想报仇吗 女鬼看向陈浩 激动地问道 可以吗 我都碰不到人 之前去找他们 根本没用 只要你想 我可以帮你 我想 王死鬼周扬 一个月阴魂 完成死员 奖励 一个月到航 OK了 你想什么时候报仇啊 陈浩微笑开口 女鬼一愣 似乎迟疑了一下 弱弱地道 哥 我想报仇 可是我不敢杀人啊 陈浩错愕道 你都被人害死了 还怕什么呀 女鬼羞愧道 小时候 看到杀鸡 我都会做噩梦 长大了 我吃肉都吃得少 怎么敢杀人啊 而且 杀人是犯法的 陈浩无语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轨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377集 还以为这一个月到航的奖励 任务很简单呢 没想到 奖励少 也他们有不好整的 那你想怎么报仇啊 总不能看着他们老死吧 纪天宇哭笑不得地问道 女鬼可怜兮兮地说 哥 你帮我想个办法吧 陈浩无奈地看着女鬼 好一会儿厚道 既然不想杀人 但是也不能让这些家伙 逍遥法外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女鬼期待地看着陈浩 淹了他们 如果不解恨 还可以弄瞎 打断双腿 双手 割掉舌头 这样等于活死人 啥也干不了 比死了还痛苦 这个够解恨吧 女鬼无语了 行吗 行的话 我为你加持一道法力 这样你能够短时间内 接触活人 就可以去报仇了 陈浩问道 女鬼果断地说 我觉得 还是杀了好 哥刚才说的 太残忍 我做不出来 陈浩笑了 那是你的问题了 现在你可以走了 等你好消息 说完 陈浩凝聚一道法光 加持在女鬼身上 感受着身体内的某种力量 女鬼对陈浩感激地道谢一声 然后转身 化作流光远去 等女鬼一走 陈浩再次转身 看向一片小树林 笑咪咪地道 看了这么久了 是不是该出来打个招呼啊 小树林没有回应 陈浩不说话了 伸出手 五指之间电流闪动 看着十分吓人 别 别这样 我 我出来 哥 你别动手 一声惊呼 然后一道身影 屁颠屁颠地跑了出来 等到了近前 这人露出容貌 却是个身材矮小 瘦瘦弱弱的青年男子 而且他五官不是丑 也不是帅 却有种莫名的喜感 特别笑着 让人看着就乐呀 哥 我也有冤 瞧住 男子看着陈浩 一脸认真地说 陈浩笑了 什么冤啊 我 被人强上了 干了三次 奶奶个熊啊 直接把我给干出血了 到现在都没人来找我的尸体 哥 你说我冤不冤啊 陈浩上下打量男子急眼 意味深长地道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人看中你了 一富婆 喝多了 走起路来歪了七八的 我以为能顾到点钱 卡卡的就冲上去开墙啊 谁知道这富婆真那么有劲啊 卡卡的两下给我制服了 然后这富婆 瞅我有点小帅 把我给拖车里卡卡的就给玩了 完事儿 我以为她会丢点钱 给我补充一下营养 谁知道这富婆上瘾了 把我拖小树林 又折腾了两次 都他们磨出血了 然后还他们不负责任地 把我丢在小树林里自己跑了 那 你是怎么死的 那不能啊 我一夜七次郎啊 早上不赖床 三次怎么会死啊 我是被蛇给咬死了 不过哥 这是博人没有杀我 我却因博人而死 那富婆有责任吧 陈浩叹息道 你先抢人家 然后被人反劫色 完事儿只是丢下你 你被蛇咬了 总的来说 这是你自找的呀 凭什么说冤啊 男子瞪眼啊 哥 话不能这么说啊 我抢劫他 可以把我送派出所啊 我又不是没去过 凭什么对我实行私刑啊 还把我丢在这小树林 不知道树林中蛇多呀 被咬了一口 没得救啊 指定毒死啊 那好啊 你去找他说理去啊 男子干笑 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我 我找了 他家大门我都进不去 里面有蛇 陈浩一愣 富婆家有蛇 男子点头道 对啊 还是很可怕的蛇 又大又粗 很邪性啊 陈浩眯起眼睛 看着男子 好一会儿后说 你的尸体在哪里啊 带我去看看 看你也可怜 给你埋了 免得暴石荒野 太凄凉了 男子连忙答应 然后带路 不到一刻钟 陈浩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在一个平坦处 看到了一个 躺在地上的尸骨 啊 很诡异啊 人死之后都是会腐烂的 尤其是在野外 腐烂得更快 但是这个男子的 却没有腐烂 而是 咽得干瘪 看起来就好像 被风干了一样 而且男子尸体扭曲 奇形怪状 似乎临死前 遭受了什么 很痛苦的事情 这看起来不像是中毒啊 如果中了蛇毒 人会挣扎 但是死后尸体 应该是笔直的 或者蜷缩的 而不是这样扭曲啊 另外就是 男子尸体中 有一缕邪气存在 陈浩看向男子 本想问话 突然无语 这货看着自己的尸体 居然还津津有味的样子 妈了个蛋的 这心真大呀 陈浩忍不住问道 看着自己的尸体 有什么感想 男子黑黑笑道 哥 你说 如果不说冤枉这个事 我算不算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嘿 那你这意思 是不打算报仇了 陈浩问道 男子连忙说 这不能啊 一码归一码 害死了我 肯定要给补偿啊 补偿 陈浩有些错愕呀 男子说 对呀 按照规矩意外害死 人不想公了 一条命十万块 我这也不多要啊 打个折八万 这钱一分不能少啊 陈浩完全被这奇葩 整得无语了 这他妈都死了 你还要钱干啥呀 行啊 要钱没问题 知道那富婆住哪儿吗 我跟你过去 帮你讨债 陈浩懒得扯了 直入主题 男子惊喜道 真的 哥们 你够敞链 只要你能 帮我要回来啊 兄弟 不喊我 分你五千劳务费 陈浩看着男子 久久不见系统提示音 突然笑了 这鬼有意思呀 这是当面忽悠我吗 哥们可是带系统的男人 你他妈说的连任务都激发不了 还一般正经的胡说八道 营地级的表演啊 富婆是吧 走着 倒要瞧瞧是个什么玩意儿 带着男子 七转八转的 来到了一座山头下 这山不高啊 树木却茂盛 一边靠着城市 一边淋水 风缓水绕 倒也风水俱佳 在山侧水边 则是一个三层大别墅 虽然是夜色 但是灯火通明 如梦如幻 让人能看出这别墅的豪华大气 能入住者 非富即贵 第一眼看到 陈浩有些惊讶 这大别墅被封禁了 不错呀 很明显的就能看到那封禁的痕迹 而且封印似乎还不弱 封印之下 大别墅内有什么完全感知不到 啊 这就有意思了 如此明显的封禁 肯定是不怕被人发现的 或许都是被人知晓的地方 能动用这么大动静 封印的肯定不是别墅 而是别墅内的东西 这逗逼鬼说 富婆住在这儿啊 陈浩眼神闪烁 不动声色 面包车停靠 男子就激动的道 就这儿 哥 你是不知道啊 外面看啥也看不到 但是进入就能发现一条大白色 哎 骂老吓人了 上次要不是我机灵跑得快 指定报销在这里啊 封浩笑道 那行 前面带路 我们进去看看 男子点头 然后 屁颠屁颠跑在前面 等到了别墅院子门口 这大门也没关 只是看不到人影 男子先一步走进去 然后对陈浩点头 表示探好了路 陈浩扬装不知 跟在后面 可是当陈浩一步跨过大门的时候 突然景象转变 眼前不再是别墅 而是一个漆黑无比的地方 上下左右 什么也看不到 那男子自然也不见了 不慌不慌啊 陈浩目光亮起 观看四周 进发虽然不错 蒙蔽了感知 但是阴阳眼下 却能看到进发运转的脉络 何处是生地 何处是死地 一目了然 陈浩环视一圈 脚步迈动 左三步 右五步 退后两步 进两步 然后似乎抓住了机会 直接一步横跨 下一刻 眼前景色转变 又看到了别墅 然后也看到了一个 端着酒杯 依靠别墅门栏 看起来姿态很慵懒的女人 这女人 身材丰满 皮肤白嫩 长相更是妩媚迷人 这会儿 穿着一件看起来像是 情趣内衣的暴露黑丝裙 露出了修长雪白的大腿 和膨胀的半边大白兔 一般男人见了 必会小腹起火 口干舌燥啊 看着陈浩走出迷进 女人也不惊讶 只是笑眯眯地看着陈浩 一言不发 陈浩也看向女人 打量几眼后 猛然转身就走 正在摇晃红酒的手一顿 女人仰起身道 小道友 既然来了 何必着急离开啊 陈浩完全不搭理啊 继续走 眼看陈浩走到了别墅门口 女人无法淡定了 跑了过去 拦住了陈浩瞪眼的 你什么意思呀 陈浩这才笑眯眯地道 什么什么意思呀 我们认识吗 女人目光挑逗地说 不认识 可以慢慢认识啊 你想怎么认识都行 陈浩撇嘴 认识个蛋 刚才没注意 但是看到你之后 我才反应过来 迎我来此的那货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鬼魂 她是猖鬼 你倒是好算计啊 说着 陈浩意味深长地看着女人 女人笑道 所以 你看到我就走 就是害怕 我有什么阴谋诡计吗 陈浩说 我不是怕你 而是怕我自己 女人一愣 不解地看着陈浩 陈浩说 我怕我忍不住 收了你 女人嬉嬉一笑 身影柔软无辜一般 瘫倒向陈浩胸前 正要说两句调逗的话 突然女人惊呼一声 退后了几步 但是 她的动作已经慢了 脸上出现了三道血痕 鲜血渗透滑落 再看去 陈浩背后不知道怎么 冒出来一个小女孩 抬起一只猫爪 血刃爪子张开 一脸的 你再靠近一个试试 女人摸了摸脸上的伤口 瞥了一眼小女孩 抿嘴笑了 原来小盗友身边 还有一只小猫哟 这黑不溜秋的 难道是非洲种啊 小女孩傻了 眼看着小黑身上的 凶利气息越来越强 陈浩连忙把小黑 反抱在怀中 安抚道 小黑别生气啊 这老女人 哪里知道你的漂亮可爱啊 这是嫉妒 别听他胡说八道 小黑眼泪汪汪地看着陈浩 一副 确定你没忽悠我的表情 陈浩直接在小黑额头上 巴唧一口 然后道 放心吧 我们家小黑最漂亮了 以后也会更漂亮 被陈浩一亲 小黑顿时没开眼笑 乐不可知 什么女人 什么生气 直接丢在了后脑勺 随后 陈浩看向女人 皱眉道 这里的封禁是正道之法 说明这是道门中的 某位高人所为 你是被封禁之物 我意外撞见 不想同道生戏 你懂的 女人的封禁之物 女人这时候脸上的伤口已经不流血 而且正在快速地愈合 显得十分诡异 您正在收听的是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看着陈浩 女人冷笑 哼 道门 高人 可笑啊 道门都是一群伪善的牛鼻子 狼心狗肺的臭男人 天底下最无情的渣男 说完 女人看向陈浩 目光炙热道 知道封禁我的是谁吗 是上阳真人 你们道门所谓十大高手的那位伟善渣男 知道我是谁吗 上阳真人的旧日爱旅 是不是很意外啊 小道友啊 我看你长得不错 想不想给上阳老贼戴个绿帽子 我可以满足各种姿势哦 陈浩说 说完了吗 女人冷笑啊 哼 真是虚伪的人族 明明是比我们拥有更复杂情感的人 居然生出这种压抑欲望天性的行为啊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锁住纯阳 得到成仙吗 扯淡呀 如同你们大门修行 不过是当一辈子人行石头 最后一无所获罢了 想来许多修行之人临死前一定是后悔的 修了一辈子 连一个正常人都不如啊 说得好 突兀的 一道叫好声传来 陈浩面色微凝 转身看去 就看到又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这女人和别墅女人不同 是一个大波浪 身材更加丰满 圆壁风腰 前凸后翘 而且穿着黑色皮衣 整体妖媚野性却透露出高贵的气质 十分的诡异呀 这位姐姐有见地呀 盗门就是这样一群冷血无情 臭不要脸的破石头 皮衣女走过来 先是夸赞了别墅女人一句 然后看向陈浩语气悠悠地道 第一次见面 自我介绍一下 大明皇族 星平公主朱胜南 你也可以叫我归名 孟希 大明公主 听到大波浪的自我介绍 陈浩眼睛瞪大 这他们不就是 芒山鬼王跑掉的执念吗 哇操 这货身上可是有着一个 让自己做梦都流口水的神迹 勾魂斩命啊 心中大喜 陈浩突然有种踏破铁鞋 无密处得来全部费功夫的欢喜 公主你好啊 陈浩突然咧嘴一笑 向朱梦希伸出了手 下一刻 朱梦希凭空消失 陈浩接着说出第二句 公主再见啊 别墅女人无语了 陈浩收了朱梦希 心中美滋滋 转身 看向了别墅女人 今晚的夜色真美啊 别墅女人莫名的感觉身上一凉 然后突然正经起来 抬头看向天空 一脸惊叹 陈浩笑道 呵呵呵呵 月色好看吗 别墅女人连忙道 好看 还想离开这里吗 想 不想 我发现这里住着其实也挺舒服的 看着花容失色的女人 陈浩笑了笑 转身离去 这一次 女人别说挑衅 多一个字都不敢说 还以为就是一个道门新秀 没想到这么牛逼啊 一下子就把一个 自己都看不透的异类镇压了 先前自己居然还想算计他 这要是翻船了 可比镇压还要悲剧得多呀 所以能活着还是活着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378集 从别墅这里离开 陈浩回到车上 让公鸡幻化大汉驾车 自己则意念深入秀丽乾坤 一进去啊 陈浩就感知到 朱梦熙正在发飙 恐怖的阴法正在疯狂地攻击四方 陈浩默默观看 无动于衷 这时候 突然一股庞大的力量从天而降 覆盖朱梦熙 朱梦熙愤怒嘶吼 音法化作巨大手掌 撑天而起 砰的一声 巨大手掌破碎 然后庞大的力量把朱梦熙镇压在地上 站不起来 随之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正是白衣女子 他出现在朱梦熙身边 一只脚踩着朱梦熙的头 遭受如此屈辱 朱梦熙气得眼珠子都红了 身上哪里还有什么贵气啊 有的只是无尽的怨念和暴虐 分开本宫 朱梦熙愤怒挣扎 白衣女子面无表情 但是脚却猛然狠狠一跺 啪的一声 朱梦熙的头被踩扁了 你找死 头扁了 朱梦熙还在威胁 白衣女子又是一脚啊 混账 有本事 放开本宫 借我一张秘法 够了 本宫不要面子了吗 打人不打脸啊 我 我认输了 算你狠 我他妈都认输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这一下 朱梦熙不说话了 躺在地上如同一条咸鱼 然后脑袋被一脚一脚不断地踩 已经瘪得就好像一张纸啊 不知道踩了多少脚 白衣女子终于不踩了 但是她却抓起朱梦熙的脚 把朱梦熙提了起来 飞向磨盒 看到这一幕 陈浩大惊失色呀 你他妈别闹啊 这可是我的任务物品 我还要换勾魂斩命呢 你可别给我整霉了 陈浩就要意念阻止 可是这时候啊 突然砰的一声 陈浩感觉地动山摇 天旋地转 顾不得朱梦熙了 陈浩意念回归 就发现面包车突然就飞了起来 凌空翻滚 眼看就要车毁 陈浩面色微变 直接破开车顶 飞舞而出 然后一面覆盖四方 发现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 正是施法突起大地 造成面包车翻车的罪魁祸首 面色一沉啊 陈浩凌空落下 看向对面 一共四个 都是男性 而且年纪都不算小 穿着打扮 各不相同 却都有一身数十年的法力 给我一个解释 陈浩冷冷开口 不想有任何废话 哼 邪魔歪道 居然敢进入境地 罪不容数 偷袭面包车的人冷哼 曹尼玛 你说谁邪魔歪道呢 居然偷袭我们 谁给你们的勇气啊 突然遭袭 公鸡怒不可遏 落地之后 等是四人 太大意了 完全没想到 这大半夜的开车 居然还有人 潜伏偷袭 突然来一下子 差点阴钩翻船啊 感觉脸丢大了 公鸡目光不善 要讨回面子 修为不够 却能开口说人言 还是个有根脚的腰泪 不错不错 让我刻下咒音 可保一妙 又有一个人开口 语气中似乎有些惊喜 赵尼玛 他攻击气坏了啊 跟着陈浩走南闯北 遇到的对手也不少了 但是却没有谁敢说 要奴役他的 这货成功激起了 公鸡的怒火 看着说话之人啊 公鸡直接张口一吐 一道碧绿流光飞出 大师兄 两位师弟 这急要我看中了 不要和我抢啊 那人说着 身上冒起一层光滑 身影突然急速冲击 避开了碧绿流光 冲向公鸡 啪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正是陈浩 直接强势拦截 正要抓捕鸡妖呢 突然被人阻挡 那人大吃一惊 根本无法反应的 就被掐住了脖子 第一次见到如此嚣张的通道 你们看守封禁之地 是和上阳真人一伙的吗 先前那妖物说 上阳真人如何 我还不信 现在我信了 果然都是人渣 嘴里说着 陈浩手中 确实没有松懈 说完 陈浩已经把 要抓攻击的家伙 脖子拧断 这话呀 根本没想到 自己居然如此轻易 就挂了 死不瞑目 其他三人见状 惊呼一声 联合一起冲过来 这时啊 嗡嗡嗡的三道金色光环 凭空出现 瞬间锁住三人 然后一片飞刀闪过 三个修为不弱的人 连一句正儿八经的台词 都没有 瞬间横尸当场 报了仇 陈浩面无表情地 转身就走 少时 陈浩再次回到大别墅内 看到陈浩突然回来 女人心惊肉跳啊 正琢磨如何应对呢 陈浩开口 给你机会 说出你的真实想法 想不想离开这个封禁之地啊 你说 我帮你 女人愣住 不明所以地看着陈浩 这 这人怎么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仔细看啊 不像是欺骗 女人突然有些激动了 忍不住小声道 我不想被困在这里了 我想出去 我想回家 封禁蛇灵 五十五年运灵 完成任务 奖励 十年到行 系统任务应声而来 奖励丰厚 陈浩看了 没有欢喜 这破开封禁不难 奖励不应该这么高啊 但是破开封禁 就等于得罪了盗门石墙之一的上扬真人 这么一想 十年奖励 理所当然 一念之后 陈浩吸了一口气 身体疯狂膨胀 化作十八米巨人 在女人目瞪口呆之下 一脚踩在了别墅上 巨脚的落下 瞬间触发了禁止 一瞬间灵光浮动 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陈浩无动于衷 巨脚裹霞磅礴的神力 狠狠踏下 砰 砰砰砰 神力之下呀 灵力如同豆腐 寸寸崩溃 等禁止彻底被破的时候 别说也被陈浩一脚踏成了废墟 女人整个都傻掉了 震撼了 但是随后她一个机灵回神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仰天发出丝鸣 身上出现了一条条红色的纹路 然后一个个小巧的符纹 从女人身上浮现 然后脱离 随着符纹的消除 女人的身体也开始了诡异的变化 扭曲着 慢慢裂开 终于就好像挣脱了一层皮 一道血红之影冲了出来 盘绕着变成了一条十多米长的巨蛇 对天张开大嘴 蛇心吞吐 妖气弥漫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维勒西方 与此同时 距离极远 处于深山之中的一座古朴道观中 正在镜室内打坐的一个盗袍老者 猛然睁开了眼睛 目光锐利地看向一个方向 随后未说一句话 盗袍老者先吐出一口血 紧接着 原本乌黑的头发变成了白色 光滑的面孔变得苍老 就连身上那深不可测的气息 都一下子变得灰色起来 收敛些啊 被镇压这么多年 还没得到足够的教训吗 陈浩变回原身 微笑开口 血红大蛇看向陈浩 蛇身伏地 发出人语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 陈浩淡然道 谢就不用了 你已经给了我报酬 现在可以走了 血红大蛇有些懵啊 莫名其妙地放出自己 还说我给了报酬 啊 我给啥了 我咋不知道啊 心中疑惑 但是血红大蛇却不敢多问 毕竟刚才陈浩施展的神通 真是太惊蛇了 是 小蛇 这就走 血红大蛇乖巧听话 等等 陈浩开口 血红大蛇看向陈浩 记住 我救你 是你命好 可别得救了就胡作非为 祸害无辜 陈浩意味深长地说道 血红大蛇连忙道 大师 放心 放心 小蛇发誓 以后绝不害人 若为此事 天大雷劈 琵琶一声啊 话音刚落 突然一到雷电 从天而降 落在血红大蛇不远 见此 陈浩一愣 血红大蛇也有些懵逼啊 这只是发誓啊 难道老天觉得 我说假话直接批了 不带这么玩吧 不对劲啊 陈浩仰望天空 目光凝重 这时候啊 天空中有乌云汇聚 一股极为压抑的暴虐气息 正快速汇聚 陈浩本以为是天谴 是被自己破坏禁止处罚 但是看了片刻后 陈浩否认了 这个劫雷虽然看起来夸张 但是和之前陈浩碰到的那一次 根本没法比 这是 这是他的结束啊 陈浩看向血红大蛇 血红大蛇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看向天空惊呼的 三九天节 这不可能啊 我已经过了百年节 现在距离二百年还久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现三九天节啊 说完 血红大蛇慌了 看向陈浩可怜巴巴的道 大师 救命啊 陈浩没说话 只是打亮天空 少时 陈浩看向血红大蛇问道 你被镇压期间 都干了什么 血红大蛇迟疑了一下 弱弱地道 大师 我先声明 我没有故意害人 只是这些年来 和大约三千个男人 发生过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吸了些精气 之前你遇到的那个纯属意外 他是身上沾了我的气息 吸引了那些无知野蛇咬他 这才死的 陈浩倒吸良气啊 卧槽 三千斩 上阳真人头上一片大草原啊 不过三千男子精气 貌似也不足以引动天结吧 陈浩看着血红大蛇 血红大蛇都要哭了 大师 你要相信我呀 我真没故意害人 哦对了 这张皮 一定是这张皮 这是上阳老贼 用来困我的邪气 这些年来 我也摸索了一些 这张皮的本质 它好像是从一个 不得了的人身上扒下来的 我被困住的时候 好几次都得到过片面的记忆 很模糊 但是也很恐怖啊 陈浩闻言看向地面 血红大蛇脱离 皮就落在地上 看起来平平无奇 似乎刚才的雷电 也是劈向这张皮 陈浩斟酌了一下 正打算靠近那皮的时候 天上的劫雷已经孕育完毕 然后惊雷一闪 变光落下 这一次呀 郑重画皮 琵琶声中 画皮被白光淹没 就在这时 血红大蛇突然惨叫一声 身上冒出丝丝烟气 还有肉被烤熟的香味啊 倒在地上 血红大蛇翻滚哀嚎 大师救我呀 大师救我呀 血红大蛇的声音凄厉 听者都能感受到他的痛苦 陈浩不再犹豫 身影一略 到了画皮处 直接把他收入了秀丽乾坤 瞬间 结云翻涌 却不再有雷电落下 慢慢的就消散了 陈浩松了一口气 再看向血红大蛇 眉头微醋 画皮遭受雷劈 却好像落在血红大蛇身上一样 造成了他皮肉损伤 腰气溃散 看起来别提多惨了 这条蛇怎么说 也是百年道行了 没想到遇到劫雷 一下就劈得半死不活 雷法刚烈 要挟臂衣 果然不假呀 哥们掌心雷还是太弱了 也不知道啥时候 能遇到禁监雷法的任务啊 念头发散 陈浩脚下却走到了血红大蛇身边 不 现在不是血红大蛇 而是黑红相间 皮开肉战蛇 为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求人间真情 被人镇压 好不容易出来 又被雷劈 现在 妖魂被种入劫雷气息 妖魂无法汇聚 必死无疑啊 大蛇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老天凭什么这么对我呀 大蛇发出悲切的质问 陈浩沉默呀 天地大劫之下 众生都是蝼蚁 喊冤的 何止你一个呀 有时候 对没有超脱的普通生灵而言 无法反抗 就只能认命 看陈浩不说话 大蛇扭动了一下身体 继续道 大师 能否求你帮我最后一个忙 我想回家 我不想渴死异地 陈浩说 请道友说出地址 大蛇道 多谢大师 我祖地为青城山 九曲下 白娘洞 说完 大蛇头颅落地 眼神暗淡下来 一道蛇魂 缓缓飘出 咦 看着从大蛇尸体中 飘出来的蛇魂 陈浩眼瞳一缩 这蛇魂 有着人头 而且还是一个长发女人头 这就神奇了 一条蛇 魂魄 怎么可能会有女人头啊 仔细感知 陈浩也没有发现 这人头蛇身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似乎他天生就是这样 被陈浩打量 蛇魂也回过神来 看了看自己的尸身 语气黯然道 百多年苦休 一朝请起 身死倒消 这就是命 比起这个 我很想问问 你本体和蛇魂 似乎有什么不同呢 你没发现吗 什么不同啊 蛇魂有些错愕 陈浩说 你自己看 说着 陈浩反手之间 一道清水化作一面水晶 倒映了蛇魂 没什么问 我 我 我怎么是 人头啊 蛇魂反应过来 一脸惊骇啊 陈浩说 这就是我疑惑的地方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啊 蛇魂就要解释 突然愣住 似乎想到了什么 好一会儿后 蛇魂的女人头 突然变成了 猙獰表情 身上更是涌现怨气 不断增弹 上阳老贼 上阳老贼 我要杀了你 把你碎尸万段 让你永不超生 蛇魂的话语 蛇魂的话语 蕴含着惊人的恶毒 让陈浩都听着 感觉头皮有点发麻呀 冷静点 你什么情况啊 陈浩打断了蛇魂的 愤怒之眼 蛇魂看向陈浩 眼中一下子冒出了泪花 化作阴气散去 大师啊 人间真的有真情吗 自然是有的 无往今来的真爱故事 还少吗 那些没资格 被传送的凡间真情 更是数不可数 蛇魂哭泣道 那 我 为什么就没有遇到啊 遇不到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要求太多了 二是 要求太低了 陈浩意味深长地说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七十九集 蛇魂喃喃自语 最后道 我明白了 原来是我要求低了 所以 遇到了不爱自己的人 自以为欢喜 结果害死自己 真是活该啊 说到最后 蛇魂苦涩一笑 神色落寞 陈浩问道 你这是知道了什么吗 蛇魂叹息一声 我被上阳老贼算计了 当年我和他相遇 他就从未喜欢过我 对他而言 我就是一个寄宿的屈窍 利用的工具 和画皮有关 陈浩想到关键 蛇魂点头 就是此物 这画皮 是上阳老贼早年行道所得的 后来 他又得到了一种 恶毒的秘法 然后对我下了毒手 打算以我血肉 供养画皮 甚至 还打算把我变成画皮之魂 供他驱使 说到这里 蛇魂冷笑道 可惜上阳老贼 既观算计 却不知道这画皮 和我是天生契合 命中有缘 他来算计我 却不知成全 陈浩听了好奇道 那这画皮 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蛇魂看向陈浩道 大师 我说了 你能把画皮还给我吗 陈浩笑了 看你说的 别闹了 到了我手里的东西 你就别想了 这可是我的寄院啊 大师 蛇魂还没说完 陈浩伸手打断 认真的 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的报酬已经给了 你看 就是这画皮 蛇魂不说话了 遇到这么个睁眼 说瞎话 完全不要一点脸皮 而且还打不过的人 蛇魂感觉很忧伤啊 大师 这个你带着也没用 这是蛇物画皮 只有灵蛇血脉 才能驱使驾驭 然后 让我退去旧皮 生出新皮 增强自身 你没有灵蛇血脉 留着也没用啊 你不是死了吗 难道这画皮 还能让你的蛇魂 也退皮啊 它可以保我魂体不灭 甚至可以帮我修鬼仙 你就不一样了 想要利用 必须有契合的 灵血血脉啊 大师 哦 这样啊 没关系啊 当战礼品也不错 呃 好了 我还有事啊 先走一步 你现在 明系前尘 有仇报仇 有怨报冤 我助你马到攻城 嘴里说着 陈昊转身就要走 大师刘布啊 可以商量的 我用秘法交换如何呀 蛇魂不敢信地追问 陈昊笑了笑 哼 和法天相帝一样的秘法吗 蛇魂无语啊 甘笑道 法天相帝 那是大神通 秘法是法术 不一样的 陈昊顿时笑眯眯地 看着蛇魂 不说话 蛇魂人脸一抽到 我知道有神通强大 道很深厚 看不上秘法 但是有一种秘法 道友肯定喜欢 陈昊说 说来听听 顾扬索惊 生鲜法 陈昊瞬间脸黑啊 这名字一听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的法门了 大爷们的 你这是在说我这方面不行吗 不好意思啊 我还真不喜欢 呃 啥也不用说了 东西你别想 想报仇就去 其他的别拦我 否则 能放了你 也能再次封禁你 说完 陈昊不再停留 快步离去 半个多小时候 陈昊进入了城市 没了车 陈昊也不走大路 而是穿街过乡 悠然踏步前行 刚刚转到一条路上 陈昊脚步一顿 转身 看向旁边不远处的一栋桶子楼 这楼很老旧了 房间虽不少 里面住户却不多 从人气看 就几家 零散住着 陈昊的目光 看向的是 桶子楼三楼 东边的一户 这一家 有两道气息 一道人气 一道阴气 人鬼同住 有意思 陈昊观看片刻 身影飞掠过去 上了三楼 到了这里 陈昊直接对着屋内一招手 下一刻 房间内的阴魂就飞了出来 阴魂是个老人 看起来刚死不久 被陈昊射出来 老人还有些懵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陈昊没有废话 直接问道 老奶奶 人死不能复生 死了就要面对死亡的归宿 你这样逗留人间 有些不妥呢 老人这才回神 惊奇地看着陈昊 陈昊果断继续道 看不看见鬼的问题 就不用说了 老奶奶啊 您看起来也不像是有怨气的样子 为什么不投胎啊 老人叹息一声 我放心不下孙女儿 她今年才八岁啊 对我太依恋了 我死了两天了 她都只等我睡着 小伙子呀 你能看到我肯定是个有本事的人 别的 我不要求 能把我的尸体处理了吗 这样留在家里肯定对孩子有影响的 陈昊笑道 这有什么呀 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了 不等老人开口道歇 陈昊继续道 就是我有个疑问啊 这孩子才八岁 以后谁来照顾他呀 老人叹息道 唉 这正是老婆子最担心的地方 随后 老人把自家的情况说了一遍 原来啊 这老太是几十年前搬来这里的 在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亲人 早年老头死了 带着女儿也没有找班 独立把女儿抚养长大 本来这也就是一个单亲家庭的日常 并不算多离奇 但是 在老太女儿上大学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个让老人惊天霹雳的事 她的女儿在医院跳楼自杀了 不仅如此 还留下一个婴儿 和一张写着对不起母亲 对不起孩子的纸条 老太当年 为此疯狂地闹腾 寻找女儿自杀的原因 婴儿的父亲到底是谁 想要寻一个公道 可惜 势单力薄 最终 老太太愤怒地拒绝了学校和医院的赔偿 带着婴儿 带着婴儿离开了 然后 一养 就是八年 毕竟是女儿的血脉 老太本想把婴儿养大 可惜自己身体不给力 长年劳累 早就不堪重负 终于猝死 听完 听完老太的故事 陈浩道 这么说 您是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老太咬牙切齿道 当然知道 化成灰我都忘不了 那个畜生 当年连孩子都不想要 还想给我一笔钱 说是养育费 被我拒绝了 我只恨苍天不公 为什么没有降下一道雷劈死他 陈浩沉默下来 片刻后 看向老太 老奶奶 你想报仇吗 老太太连忙道 小伙子呀 你可别胡来呀 杀人是犯法的 我虽然恨那个畜生 不过 也不想让别人来犯法 这样不值得 陈浩笑道 老奶奶放心 我不杀人 而且我可以保证 这事对您孙女儿有好处 老太太狐疑地 看着陈浩一会儿 终于点头 任务出来了 奖励不多 不过陈浩另有计较 也不在意这点奖励了 伸手一挥 把房门打开 走了进去 打开灯 陈浩就发现这屋内一片陈旧 都是老家具了 不过屋内被收拾得很干净 摆放也很利索 让人看着很舒适 这些年来 我身体不好 家里都是冰冰着孩子收拾了 他就和他母亲小时候一样 乖巧懂事 跟在陈浩身后 老太满眼柔情 叹息开口 陈浩点头 走进了一个卧室 卧室内的床上 一个小女孩躺着 看起来睡得很香 陈浩走上前 看着小女孩 小女孩很白净 但是很舒 躺在床上 呼吸均匀 在陈浩眼中 能够看到小女孩的命像之中 有贵气 显然 本该生来不凡 不过却被蒙沉了 看命像 似乎这辈子都无法逆转 只能一辈子普通 也就是说 这就是一出豪门公子哥 玩腻了大学女生 抛弃不要 还留下一妇女的狗血故事 只不过和豪门剧情不同的是 这个一妇女 没有翻身的可能 随心所往 相遇有缘 既然遇到了 那就是你命好 成为了我第二种实验品 陈浩笑了笑 伸手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为小女孩盖好 就在这时啊 突然生变 小女孩猛然睁开了眼睛 陈浩的反应就是叮 一愣神的功夫啊 小女孩突然从被子中伸出了一只手 她的手中 抓着一把水果刀 对着陈浩就是一刀子 陈浩吓了一跳 退后了几步 小女孩却趁机蜷缩身体 蹲在床脚 目光死死看着陈浩 双手握住水果刀 义父 你敢碰我 我 我就叉叉叉 陈浩嘴角一抽啊 这你妈什么情况啊 不仅陈浩 公鸡黑猫蓝蝴蝶仨都惊呆了 第一次遇到这么凶悍的小丫头 居然敢对浩哥动刀子 这 冰冰 她怎么会啊 老太太都有些懵 不敢相信自己乖巧可爱的小孙女 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晚上睡觉 背中藏刀 陈浩回过室 仔细看着小女孩 此刻小女孩不说话 但是脸上表情却表明了想法 她在害怕 恐惧 还有愤怒 一个小孩子 而且还是一个乖巧可爱 本该无忧无虑 不知道什么是忧愁的小女孩 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情绪啊 一定是经历了什么 陈浩露出一个微笑 柔声道 啊 小妹妹 不要怕 我不是 呃 本想说不是坏人 可是陈浩却说不出口啊 大半夜的陌生人 闯入卧室 说不是坏人 谁信啊 想了想 陈浩直接手捏法绝 一道法光覆盖在老太身上 下一刻 她的魂魄浮现 肉眼可见 看到老太 小女孩先是一愣 然后大喜 连忙跳起来冲向了老太 结果 小女孩穿透而过 再次愣住 老太一脸惊恶啊 陈浩 陈浩开口道 老奶奶 我为你加持灵光 短时间内 您孙女儿可以看到你 不过不能触碰 毕竟人鬼有别 接触不好 老太大喜 够了 这就够了 说着 她走到女孩身边 蹲下来 眼中泪水滴落 满脸不舍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威乐系统 小女孩看着老太 慢慢地 放下了水果刀 眼睛也变红了 丁丁 你知道的 奶奶已经死了 你两天不去上学 守在家里 奶奶看得出来 不过 人总会死的 奶奶年纪大了 真是命啊 你还小 不能这样一恋奶奶 你要学会坚强 这样 奶奶才会放心地走啊 小女孩不说话 只是看着老太 伸出手 似乎想要抚摸 但是手 却触碰不到奶奶的脸 老太越发心酸 继续道 冰冰冰啊 这个叔叔是好人 他可以帮你 你一定要听话 知道吗 小女孩看了一眼陈昊 陈昊下意识地露出一个笑脸 小女孩又看向老太 看着他期待的眼神 终于点点头 老太松了一口气 然后带着小女孩 走到自己房中 交代了一些遗物 又嘱咐了几句 这才心满意足 彻底放下心 然后身体浮动灵光 飞了起来 似乎感知到什么 老太看向陈昊 面露感激 陈昊微微汗手 要是放心 您这位有趣的孙女儿 我一定不会让她吃亏的 等老太魂魄消失 陈昊看向小女孩 还没等她开口 小女孩先一步开口 说了见面后的第一句话 你会玩刀吗 啊 你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陈昊惊疑地看着小女孩 小女孩说 我想学 陈昊醋梅啊 你一个小孩子 学什么刀啊 小女孩看着陈昊 你会照顾我一辈子吗 嗯 小女孩继续的 看来不会 那我就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陈昊无言以对啊 这孩子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啊 早说得有点可怕 还有 奶奶让我相信你 你要怎么安排我 小女孩看着陈昊 继续追问 至始至终 她的脸色就没有变过 哪怕是见了奶奶的魂魄 也只是眼睛红 陈昊深吸一口气 不再把这小家伙 当成孩子看待 你知道自己的身世吧 小女孩淡定道 知道 陈昊饶有兴趣地问道 嗯 你有什么看法吗 小女孩瞥了一眼陈昊 呵呵 陈昊傻眼啊 我 我问你 你喝毛线啊你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要怎么安排我 小女孩冷漠地追问 陈昊深深地看了小女孩一眼 这才到 我会帮你讨回公道 小女孩狐疑地看着陈昊 没说话 陈昊笑了 呵 信不信随你 不过 我这个帮忙 你或许无法理解 然后 你也会遭遇 你不敢想的事 说完 陈昊似笑非笑地 看着小女孩 眼神十分的玩味 才八岁 就已经成熟地过了份 或许这是生活造成 如果突然扭转 让你过上不可能的生活 你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啊 陈昊意外地有些期待了 孩子就是孩子 总不可能总摆一张冷面孔啊 看到陈昊的表情 小女孩忍不住缩了缩头 对陈昊有了几分警惕 第二天 小女孩终于放下 开始处理奶奶的后事 陈昊本想帮忙 可是 小女孩拒绝了 倔强地自己一个人忙活 请的是最好的殡仪馆 酒宴却不多 就在隔壁酒家 只邀请了同楼邻居 免费招待 丧事办得有条不紊 看小女孩这么能干 陈昊惊叹之余 也越发地好奇 这样一个女孩 要是得了气韵中灵 会有什么奇妙的变化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八十集 心中琢磨着 陈昊也没闲着 意念深入秀里乾坤 感知内中变化 朱梦熙被抓入秀里乾坤后 陈昊就没管了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对朱梦熙 陈昊还是很重视的 毕竟关系着一个保命技能 意念扩散 笼罩整个秀里乾坤 对这个小空间而言 现在的陈昊并非主人 而是一个管理员 所以意念笼罩 陈昊并没有那种 如必之使 掌控一切的感觉 感知下 被重新接纳进入 大空间的和服小女孩 白雾 鬼灵屋 全部都乖巧地各自潜伏 似乎在修行 而咪咪不知道 又怎么得罪白衣女子了 被打成了一坨 扔在空间角落 斗兵 则寻着小和在巡逻 陈昊并没有给他配小兵 不过这货一丝不苟 一个人走出了一个队伍的感觉 不 不对啊 朱孟熙呢 陈昊反应过来 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了磨盒 然后陈昊傻眼了 朱孟熙的气息正在磨盒内 这尼玛 白衣女子对朱孟熙下手了 可别整出幺蛾子呀 这是我的任务物品呢 念头一动 陈昊直接给白衣女子 发出了个询问的意念 白衣女子一如既往的高冷 和陈昊意念对峙 没有鸟腾 嘿 陈昊大怒啊 直接给了信号 把朱孟熙放出来 否则这一次真不客气了 白衣女子终于给出了回应 乔 换 简单的两个字 意思很明显 陈昊皱眉 你要的是奈何乔吗 白衣女子再次沉默 看着陈昊 陈昊那叫一个纠结啊 这女人能急死人啊 不过你既然没反对 那就先弄一个给你看看 好 我答应了 你先把朱孟熙弄出来 给我看看 确保她没出问题 我就去找 白衣女子一招手 一道虚影从磨合之中飞了出来 落下后化作了朱孟熙 一现身啊 朱孟熙就屁颠屁颠地跑到白衣女子面前 献媚地道 大街头 您叫我有什么事啊 白衣女子没说话 只是看着上面 朱孟熙似有所觉 可怜兮兮地喊道 放我出去啊 快放我出去 我知道错了 大师 放过我吧 陈昊的声音响起 朱孟熙 你知错了吗 得到回应 朱孟熙激动到 知错知错 大师 饶命啊 那若本作让你放弃王朝霸业 你看如何呀 这 这不可能 朱孟熙下意识地反驳 说完之后面色一变 大师 其实 你也不是不行啊 可以商量吗 你先放我出去行不行啊 陈昊叹息啊 果然执念就是执念 难得消除啊 看来这个保命技能不好拿 还需从长记忆 正想着 突然陈昊眉头一动 睁开眼睛 看向了门外 片刻后 陈昊咧嘴一笑 站起身来 走了出去 到了外面 陈昊就看到一辆大奔 停在路边 一个穿着潮流的年轻男子下车 嘴里嚼着什么 似乎在打量这边的丧事 一脸的不情愿 看了年轻人几眼 陈昊手捏法绝 一道流光飞出 从年轻人身上闪过 再次回到陈昊手中 化作一个光球 这光球内 有一道赤红色光芒流动 很微弱 细如法丝 看到赤红光芒 陈昊笑了 这是气韵 属于年轻人 或者说 属于年轻人 分配到他背后家族的气韵 有了这份气韵 年轻人会有很多机会 只要不作死 必能富贵一生 一旦气韵被剥夺 那年轻人就费了一大半 弄不好 还会有祸事上身 截取了年轻人的气韵后 陈昊没有停留 反手间光球脱手而出 虽然能夺 却不可留 气韵有归属 陈昊这样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即便是艺术 也不能违背规则 那是属于人家的东西 就好像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 陈昊借来看看 可以不还给主人 但一定要交给主人的至亲 不可自留 光球飞去 砸在了小女孩的身上 赤红光芒瞬间融入她的身体 看到这一幕 陈昊咧嘴一笑 实验品二号成功上线 走吧 我们去找你那个便宜父亲 一个有趣的实验对象啊 让陈昊有些迫不及待了 漫步离去徒步前行 陈昊不说话 小女孩也默不作声 攻击黑猫仨自然更不会理会 走得不远 一辆车靠近 拦住了去路 这是一辆房车 车门打开 一个女孩恭敬地开口道 静静 气韵被剥夺呀 正在观望的年轻人 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感觉到一种 深入骨髓的含义 按摩了一声邪门 年轻人拿出一个手机 拨打了出去 少使电话接通 年轻人撇嘴道 三哥 我到了 已经确认 那老婆子死了 嘿 这还不信我吗 我就在现场 不过三哥啊 那丫头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确定真的不管了 好好好 是我多事啊 我不问总成了吧 挂了电话 年轻男子再次撇了一眼丧事现场 叹息道 哎 凤凰的身子也机命啊 没办法 谁让你娘当初不把你打了 现在只能孤苦伶仃 要怪 就怪自己投错胎吧 说完 年轻人戴上墨镜 上了车 可是还没等他启动 只听嗡的巨大声音中 一辆大货车呼啸而来 年轻人傻眼了 惊呆了 整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应对 然后 砰的一声 大货车撞在了大奔上 推动了七八米 这才停下 但是大奔却一个扬身翻了 突然的车祸惊动了周边的人 一些更是快步跑过去查看情况 救我 救我 大奔呢 年轻人终于开始求救 看他喊得中气十足 似乎没多大问题啊 之后啊 跑来的人 联手把年轻人救了出来 但是查看大货车的时候 却让所有人愣住 大货车的司机 带着安全带 看起来并没有受多大的伤害 甚至都没有流血 但是诡异的是啊 大货车司机 死了 一个老头面色素目地给大货车司机检查了一下 叹息道 是突然猝死 应该是心机梗死 文言 围观者恍然 本想找麻烦的年轻人 脸黑如墨 人家都死了 自己还能说啥呀 真要说了 估计现场的人都不答应 猝死这种情况谁都不愿意 遇到了 只能同情 不过这么倒霉 也让年轻人心中憋屈啊 本来就是过来探听个事 没想到还能遇到车祸差点被撞死 现在想发泄一下不满都不成啊 恨恨地看了一眼死去的大货车司机 年轻人转身就要离去 虽然没出多大事 可是也受了一些皮肉伤啊 甚至他感觉五脏都有些痛 必须要去医院检查 自家的命真贵着呢 可不能和大货车司机一样 死得那么卑微 转身离开人群 正打算从破烂的大奔中取出一些东西 突然有人惊呼小心 小心啥呀 咔 一声脆响 身体猛然僵在原地 年轻人看着破碎的花盆 连着土和植物从头上落下 心中一句妈妈屁飘过 然后倒地 人事不知 哗的 一碗水泼在了脸上 年轻人瞬间清醒过来摸了摸脸上的水滋 年轻人脾气瞬间怒了 你他们 话还没说完 扬起身后的年轻人愣住了 用水泼她的是一个小女孩 这女孩她认识 正是三哥遗弃在外的遗夫女 她的亲侄女 自己手上有她各种角度的照片 早就熟悉得不得了 只是 她怎么在自己身边 还用水泼她呀 年轻人有些懵 就在这时 看到她醒来的小女孩冷冷开口道 你说 我是叫你六叔 还是叫你霍中旗 年轻人一惊啊 你怎么知道 小女孩面无表情道 我不是小孩子了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 年轻人嘴角一抽 压抑八岁的孩子 跟我面前装老成啊 不过这片刻 年轻人也算定了定神 看着小女孩笑道 怎么 你这是想认亲吗 小女孩回她个呵呵 年轻人黑脸啊 喝个屁啊 小丫头骗子 别以为知道了身份 就真的想高攀 我告诉你啊 你这是做梦 小女孩冷冷的 要做梦 也是你们做梦 我懂事起 就叫楚冰冰 以后也不会改了 这一次 你主动送上门 正好 用你把那个畜生引来 我妈妈有一个她的东西 需要我亲手还给她 年轻人瞪眼 你居然叫亲生父亲为畜生 小女孩道 害其妻女 不是畜生是什么 年轻人语色 随后她突然想起来 看向小女孩 你想让三哥过来 这不可能啊 三哥不会来见你的 你死心吧 这可不一定啊 你主动打电话 说被大嫂的人跟踪了 知道了一副女的事 你那个三哥 怎么可能不过来啊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却是陈浩插了话 年轻人面色大变 你是谁啊 陈浩笑道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一副女的事 你也通知了你大嫂 甚至通知了霍家的好多人 估计她们现在都在赶来 这里马上就会上演一场好戏 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啊 卧槽 你他妈坑我 年轻人吓得跳了起来 惊怒的邓氏陈浩 陈浩笑而不语 年轻人看了看陈浩的体格 本想打一架的心思散了 随后 他急忙掏出手机 想要拨打电话 却发现了 电话上有六十多个未接 大部分是三哥 还有一些其他亲人的 看到这一幕 年轻人只觉得一股冷气 直冲脑门 身体摇摇晃晃 完了 完了 这下彻底把三哥得罪死了 这以后的前途 全没了 不不不 我要补救 不能慌 不能乱 有了 有了 年轻人说着 突然表情变得猙獰 然后目光凶狠地 看向小女孩 突然就出了手 直接掐向小女孩脖子 很用力 非常用力 只有杀了小女孩 死无对证 后面就好操作了 虽然这样背负了人命 但是三哥满意 肯定会救他 甚至为他今日的 所作所为而重视他 机会 这是证明的机会 年轻人的眼神变得通红 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来掐小女孩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而这时候啊 陈浩黑猫攻击蓝蝴蝶小女孩 站在一边 看着年轻人抱着一个毛毛熊 正在疯狂地掐脖子 陈浩看得叹息啊 果然都是同一个家门出来的 小女孩打小就恨 也不是没原因 而小女孩只是面无表情地 看着疯狂的年轻人 眼神越来越冷 这时候啊 陈浩眼神一动 笑道 小家伙 马上改变你命运的机会就要来了 从此之后 你的人生再不相同 至于会变成怎样 就看你自己努力了 说着 陈浩带着仨小臂一开 另外一边的年轻人 却抱着毛毛熊 疯狂地大笑 破旧的桶子楼外 一辆辆豪车 从不同的地方开了过来 把一片空地占得满满的 这种豪车汇聚的场面 这一片居民可是从未见过 一个个围观着 议论纷纷 一群年纪不等的男女 从车上下来 联合一起上了楼 陈浩站在楼道旁边 身边一只猫 一只鸡站在身后 蓝蝴蝶隐藏在猫的毛发中 一群衣着光鲜的男女 无视陈浩 从陈浩身边走了过去 陈浩笑眯眯地看着 等一群人走过 陈浩抬起手 一个光球浮现 里面一条拇指粗的气韵游走 这一波拿得多 几乎可以说 把霍家的气韵夺了六七成 没了这些气韵 霍家立马就要 缘起大伤 灾难突生 把家族破败到和目前的气韵相同的底位 才会罢休 当然 这一切还要看小丫头怎么做了 毕竟转移气韵 陈浩也是头一遭 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随后啊 陈浩挥手 光球飞去 感知中落在了小女孩身上 一瞬间 陈浩感知到小女孩的身体 似乎放出了光芒 隐约有凤鸣之音 而小女孩的命运 更是瞬间扭转 气势如虹 如同笼罩了一重赤红之光 气韵加深 原来是这样的 陈浩看得惊叹 而这时候 在城市的另外一处 一个车祸现场 一个倒在轿车前的邋遢和尚 正在和一个肥胖的中年男子争辩 说他撞了自己 要赔钱 赔一万亿药费 不给钱不起来 胖男气得横眉竖眼 怒道 明明是你主动撞我车 现在反而诬陷我 就算是出家人 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啊 邋遢老和尚道 狗屁 你看你这车撞的 窝这么大一块 再看看我这腿 都断了 能是我撞你啊 别闹了快给钱 不给钱 佛主都看不过眼 你还会倒霉的 胖男无语啊 不过还真是斜了门了 自己开得这么慢 别说把人撞断腿 能碰倒就不错了 可是现在不仅和尚断了腿 看起来扭曲得吓人 自己的车更是窝了好大一块 只怕维修费是劳大一笔啊 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胖男知道自己估计变不过了 再弄下去 自己的工作要出问题 可能还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正打算给钱呢 邋遢和尚突然惊疑一声 从地上挑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看着一个方向 神了个气啊 还有这种事 邋遢和尚似乎发现了什么 脸上满是惊讶和好奇 然后在围观之人的目瞪口呆下 原本扭曲的腿一甩就履直了 然后邋遢和尚提起脏兮兮的僧袍 动作麻溜地横穿道路 跑了 魏急 和尚出现在一栋破旧的桶子楼下 目光看向三楼 嘴里不断地嘖嘖嘖嘖嘖 正惊叹着呢 和尚表情又是一愣 然后面色大变 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这时候啊 一边出现 原本安静的桶子楼 突然出现了咔咔咔的声音 紧接着 整个楼层都开始崩溃坍塌 楼内这会儿也没有其他人 只有小女孩和刚进来的霍家一大家子 这种情况下 霍家人自然顾不得其他 先逃命要紧 可是越紧张越出错 人一乱啊 就好像无头苍蝇一样 还有几个倒霉的 直接绊倒了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如同大鹏展翅 腾空上了三楼 正是邋遢和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八十一集 他没有多想啊 伸手就要去救最近的人 但是很诡异啊 就在和尚快碰到的时候 那人脚下一空 直接掉了下去 被一道钢筋穿透胸膛 邋遢和尚愣住 啊 居然还有他救不了的人啊 这不佛学啊 目光一宁 邋遢和尚再次转身 抓向另外一个 可是这一个更意外 手被邋遢和尚抓住了 但是瞬间一道影子闪过 然后这人的胳膊直接撕裂 惨叫着跌下楼去 这一下 邋遢和尚惊骇了 再也不敢去救人 直接躲到了一边 可随后看到的画面 却让邋遢和尚 面色难看至极 没有了他的救助 那些人虽然惊慌失措 到处乱跑 可是 这诡异的 没有再死一个啊 都是有惊无险 平安落地 这 这他妈故意针对我吗 邋遢和尚目光闪烁 猛然扭头看向一边 然后就看到一张 笑盈盈的年轻面孔 对视片刻 邋遢和尚飞掠下来 到了年轻人身边 倒是没注意啊 这里还有一位道门天骄 阿弥陀佛 和尚乌龟 但问道有法号啊 邋遢和尚正经了许多 认真的问道 陈浩微笑 三水官 陈浩 果然是你啊 和尚机缘不错 倒是碰到道门大牢了 幸会幸会 邋遢和尚瞬间没了正派 笑嘻嘻的 没点和尚样 陈浩说 大师才是真大牢啊 人间污秽归于自身 夜火注红莲 佛心入彼岸 这等藏无身法 大师怕是进入了佛门数百年来无人触及的境界啊 哪里哪里啊 就是一个垃圾处理工罢了 为人间扫扫地掠尽棉薄之力 和尚黑黑笑 看起来很猥琐 陈浩笑道 可是大师啊 刚才你害死了两个人啊 邋遢和尚无语了 陈天教 话不能这么说 我本慈悲为怀 既是救人 可惜命运难测 贫僧 有心无力 如之奈何 怎么能叫害死人啊 可是我看出他们本不该死 被你接触就死了 邋遢和尚叹息 哎呀 若是如此 那就是贫僧的锅了 贫僧愿意一丝抵命吗 大师果然佛法高深 精通因果之道 佩服佩服 邋遢和尚看了一眼陈浩 然后伸手从鼻孔里 慢慢掏出一根长长的毛 一脸慈悲道 我修佛法 五十年称赐金毛佛果 如今斩去佛果 超度世人 愿使者安心 等林彼岸 我操 这么不要脸啊 对了 陈天娇 身为道门娇子 为何眼看灾祸出现 却冷眼旁观 无动于衷 难道 这就是道门修行 邋遢和尚意味深长地问道 陈浩咧嘴一笑 关你屁事 邋遢和尚无语了 哦 我知道了 道友也是为了这孩子而来吧 不过可惜啊 你晚了一步 邋遢和尚没有生气 反而笑咪咪的一脸得意 陈浩也笑了 那真是要恭喜你了 实验品三号 邋遢和尚一愣 你说什么 陈浩说 我说大师牛逼 邋遢和尚深深地看着陈浩 虽然看不透 但是他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自己怕是被坑了呀 哎 这是哪里被坑了 和尚怎么也琢磨不透啊 陈浩却不想多说 开口道 恭喜大师喜得良才 小道还有点事 先走一步 来日有缘再聚 说着 陈浩转身就走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那不能不走啊 这一波有点玩拖了 气韵和阴德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阴德庇护后人 友好无坏 但是气韵却有些飘渺 不可捉摸呀 陈浩强行把气韵剥夺 加持在一个人身上 这种行为 看似增强了一个人的气韵 实际上 这和中的西星大法差不多呀 表面气韵强 实际上杂乱柔和 外强中干 甚至 有可能在某些时候 这些气韵反而是毒药啊 另外则是 气韵被剥夺 货家一群人遭受了反噬 虽然有惊无险 却也让陈浩心惊肉跳 打定主意 这以后没必要 还是不要轻易触碰气韵 这类比较难搞的东西 否则受到牵连 哪怕是异术 也避不开因果呀 不过不幸中的大幸 还不等陈浩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拉他和尚主动入局 偷偷地在小女孩身上 加持了一道佛光 瞬间让气韵有些被调和了 看到这个呀 陈浩这才说出 和尚是试验品三号的话 对于小女孩而言 这和尚就是一个活得一金睛啊 而和尚接手 自己顺理成章地脱手 各得其所 看陈浩真的慢慢走远 邋遢和尚愣住了 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小牛鼻子 什么意思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入鬼为乐系统》 就在这时 一只小手抓住了和尚的衣角 和尚转身 就看到小姑娘 定定地看着她 和尚本该欢喜的 但是莫名的 心中感觉很慌 只是看着小姑娘身上 那龙胜的气韵 甚至有奉鸣之音 和尚就觉得 为了这样一个气韵之人 付出一点代价 也值得了 当即和尚一笑道 小姑娘 你觉得老哪如何呀 小女孩说 你会玩刀吗 和尚错愕呀 看小女孩认真的表情 顿时咧嘴一笑 翻手一挥一袖 瞬间数米外的一个垃圾桶 一翻为二 然后和尚淡然道 佛门乱屁 风刀法 哎 了解一下 跑得远了 陈浩松了一口气 哎呀 差点酿造大货呀 牵连自身 好在佛门有好人啊 有机会去给大光头 烧几炷香 不过这一次试验 陈浩琢磨出一个问题啊 越复杂的东西 越是不能强行干预 这本身就违背了规则 因得之类属于前人灾树 后人乘良 只要是嫡系血脉后人 谁承受都一样 之前轻而易举的成功 那也是因为只剩下一个后人了 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气运不同 变化莫测 像霍家正胜 气运正龙 祸祸祸一个两个还行 强行剥夺大部分 把本该还能兴旺数十年 甚至更久的家族瞬间破败 这造成的后果影响太大呀 或许这样一个家族的兴旺衰败 天道还不会太在乎 可是 如果有大事之下的棋子 被陈浩强行改变 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大家可以下棋 你来我往 只要大事不变 往合乎天地完善的方向走 一切OK 可如果把我的棋子偷换了 那哪成啊 这是要掀棋盘步玩的节奏 陈浩这一次誓言 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却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答案 避免以后乱来 让自己太被动 正走着呢 一辆红色宝马车开过来 拦住了陈浩的去路 陈浩脚步一顿 抬头看去 就看到车门打开 一个穿着腰艳 多处暴露的女人走了出来 直接走向陈浩 这女人浓妆艳抹 眼神涣散 身上散发很浓郁的劣质香气 但是香气下 却有一抹几乎掩盖不住的糊臭之气 陈浩眉头一挑 眼中浮现一抹厌恶 对一般人 陈浩一般不会讨厌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因为不值得 但是这个女人 陈浩厌恶了 是因为女人元气虚弱 身上有怨气缠绕 感知该是婴儿怨念 而女人身上腥臭难闻 这应该是妇科病 而且还是那种很严重的妇科病 这二者结合 显然女人打胎很多 而且滥交之后得了病 郑富匪呢 突然黑猫哇哟一声 直接扑向女人啊 陈浩本想呼止 却发现 面对兄弟的黑猫 女人居然没有惧怕 而是在黑猫扑过来的时候 突然身影一个抖动 如同疑形幻影一般 绕了过来 到了陈浩的面前 这个行为啊 让陈浩懵逼 我操 完全没发现 这居然还是个有修为的人啊 什么样的人 会有这样的身体啊 不对 这是附身 仔细分辨之下 陈浩终于发现 女人那浓郁的香气下 还有一抹邪气 很微弱 被香气和腥臭之气 双重覆盖 陈浩大意之下 几乎忽略了 不过这明显的邪气 却瞒不过小黑 哇一下 女人原本平静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猙獰起来 伸手成爪 凶狠地抓向陈浩 陈浩身影闪动 轻易避开 同时开口道 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女人却完全不搭理 只是不断攻击 速度越来越快 陈浩怒了啊 莫名其妙地跑出来一个人 这么疯狂地要杀他 神经病吧 反手捏法绝 陈浩直接抓住女人胳膊 手指在女人眉心一弹 红光一闪 一道虚影浮现 被弹了出来 仔细一看虚影 陈浩色变 刚要开口 虚影再次回转女人身体内 然后反手抓住陈浩 表情猙獰 身体居然开始膨胀 裂开一道道纹路 那原本模糊的邪气 更是汹涌膨胀 成倍的增长 陈浩顾不得多想 反手一掌 女人脱离 凌空飞去 五六米外 女人砰的爆裂 杀得尸骨无存啊 随后 陈浩身影一掠 对着爆裂的女人 触伸手一抓 一道道残影俱合 化作一团阴气 被陈浩收入了秀丽乾坤 紧接着拿出一把灵箱 燃烧后 把香气覆盖在阴气上 慢慢地 阴气稳定下来 化作一道魂影 却是一个女鬼 杨红 你不是跟着鬼婆婆走了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陈浩意念询问 女鬼听到陈浩的话 睁开一眼 虚弱地道 大师 救救我妹妹 跳楼鬼 杨红 四年卸凉 完成死院 奖励 十年到行 系统任务被激发 陈浩却没有管这个 而是继续追问 我问你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杨红 陈浩看着杨红的魂魂 一找他来的 似乎怕陈浩不来 特意用杨红来挑衅刺激 这是打算恩怨不休吗 陈浩面无表情 目光并不休息 目光并不休息 都说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不知道你鬼婆婆又当如何看我呀 随后 陈浩直接驾驶杨红开来的车 带着撒小直奔天山 一路风驰电车 五天的时间 陈浩驱车数千里 看到了巍峨壮观的天山 根据导航 陈浩直去飘渺封锁在区域 下午风和日丽 万里无云 随着接近道路不平 坑坑洼洼 终于宝马车爬窝了 陈浩下车 带着撒小步行靠近 但是在看到一座小村庄后 陈浩愣个 村庄内 修行气息足足十几个 而且基本都在一定水准上 能够出师的那种 诶 这就神奇了 塞外的骄子就这么多 一个普通的村落 居然有七八个修行之人 心中狐疑 陈浩漫步靠近 来到村子时 陈浩就发现那七八道气息 锁定了他 似乎在暗中观察 当陈浩准备进村的时候 一个人主动出来迎接 这是七八个修行之人之一 看起来四十出头的模样 一身黑红色道袍 身材魁梧 长相平凡 不过 脸上挂着笑 眼睛很大 很有神 原来是陈天椒来了 真是荣幸啊 来人热情地问候 陈浩狐疑地看着这货 你是 啥时候我的名声 都传到这里来了 我叫徐中奎 眼下山 飞龙冠冠主 如果徐天椒不嫌弃 可以称呼我老徐 认识我的人都这么叫我 徐中奎笑呵呵地 很和气 陈浩看了他一眼 笑道 那徐道友也别叫我陈天椒了 亏不敢当啊 陈道友可是道门传奇 虽然不见你人 却早已听闻了你不少传奇故事 一个天椒之明 正合你身份 徐中奎认真辩驳 说完 不等陈浩开口就继续道 陈道友啊 你来这里也是为了酒鼎神器吧 陈浩笑着说 呵呵 何以见得呀 徐中奎道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这个来的 不过可惜啊 那鬼婆婆已经布置了大阵 封锁飘渺风 方圆数十里 别说人了 就算是天上的老鹰进去 也飞不出来啊 陈浩无语啊 原来这些人都是被酒鼎吸引来的 我说呢 一个小山村不可能有这么多修行之人啊 心思白转 陈浩道 这么说这里来的人不少了 徐中奎说 前几日是高风期 我估摸着足有数百号人 不仅咱华夏道门 有关部门 旁门散修来了不少啊 国外不少邪门外道也都来凑热闹 不过目前进去的没有一个出来 显然都被那老鬼婆给削了 陈浩正想再问 徐中奎就说 陈导游啊 村里还有一些其他同道 咱们都是看着没希望 就退一步在这里看热闹的 如果导游不嫌弃 可以认识一下 陈浩笑着说 这又何妨啊 说着 徐中奎带路 一行入村 来到了一个大院子 进屋一看啊 好家伙 客厅内热气滚滚 香气弥漫 一张大桌子围绕了一圈人 正在吃火锅 嘿 陈浩无言以对啊 这些修行之人 未免也太接地气了吧 陈天娇啊 初次见面啊 频道本 陈天娇 频道 陈天娇 不等陈浩开口 屋里的人就先自我介绍 然后满含热情 这种待遇啊 让初次体验到的陈浩 有些受宠若惊 哥们在道门之中 可是没怎么接触过 没想到却已经有了 这样的地位 难道 这就是 哥不在江湖 江湖中 却流传哥的传说 嘿嘿 心中有些自得呀 不过 陈浩脸上却是淡定 一一回应 随后 陈浩给他们介绍了 黑猫 公鸡 蓝蝴蝶 对于陈浩而言 黑猫仨不仅是灵宠 更是修行路上的伴侣 所以既然有隆重介绍 那必须当成同伴对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八十二集 对于黑猫和攻击 屋内的人也都了解一些 毕竟陈浩的资料 在道门早就传开 两个宠物各有神通 惹人艳羡 不过倒是蓝蝴蝶 信息很少 让人多看了几眼 撒小都表现得很有灵性 却没有开口 有所藏着 只是萍水相逢 没必要透露太多 也免得吓到别人 寒暄过后 陈浩入座 笑道 呵呵呵 诸位道友 酒鼎神器 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据我所知 这神器虽然离开 却有限制 对我等修行之人而言 必大于利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争取啊 徐忠奎叹息道 哎呀 道友是天骄啊 自然不理解我们这些 普通修士的焦虑 半辈子苦修 努力的不过是把道通传承下去 等待修行盛世来临的一天 不负祖师也重托呀 可是这天下呀 资源已经很少 能够传承的弟子更少 大部分都被道门大派 有关部门搜落去 我们这些旁之散修 何以传承啊 呵呵 不怕道友笑话啊 我们在座八个 各有传承 方在几百年前 那也是响当当的道家门派 可是如今啊 我们八个 除了洪老三 意外遇到了一个不错的传人 全部都没有满意的弟子 更没有足够的资源 让弟子突破呀 是啊 照这样下去 一辈子我们旁门之脉 十有八九是要没落了 再下一杯啊 可就无人知道 道门曾经还有我们这一脉传承 有人接话 一脸其苦 这一次来天山 也是接了有关部门的任务 那奖励太丰厚 咱们也就来碰碰运气 倒没想到 这九鼎神器居然吸引了这么多人来 那鬼婆子更是施展大振 风尽飘渺风 不知搞什么鬼呀 哦对了 我在道友群中得到一个小道消息 说是鬼婆婆和一些邪道人物 国外修行之人 甚至还和有关部门接触啊 说是要用九鼎神器交易什么 哦 还有这种事啊 陈浩一脸惊讶 这也就是小道消息 是否可靠我也不确定 不过也是因为这样 咱们都不敢太过靠近 只能在外围观望 陈浩点头 旋即笑道 看来这里面水很深啊 我要斟酌斟酌了 这也就是我们修为低下 没有那个本事 但是陈道有不同啊 以你的道行 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啊 徐中奎哈哈大笑 陈浩谦虚道 嘿嘿 话不能这么说啊 我也只是多走了两步 可不敢自傲啊 哎 陈道有客气了 来来来 相聚就是有缘 我们敬陈道有一杯 徐中奎笑呵呵地拿起了酒杯 另外几个人顿时热情地迎合 陈浩推脱不过 举杯喝了一口 之后 谈天说地 东拉西扯 慢慢地 陈浩突然说头晕 然后摇晃了几下 干笑道 不曾碰酒啊 没想到酒量如此浅薄 让几位道友见笑了 说完 陈浩身体一滴 趴在了桌子上 一瞬间 原本谈笑风生的几个人 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打量陈浩 靠近陈浩的徐中奎 更是急忙伸手 在陈浩的脖子上摸了摸 松了一口气 笑道 呵呵呵呵 中招了 腰消气了 听到这话 另外几个人都是大喜 太好了 抓了此人 鬼婆婆答应的那些宝贝 可就是属于我们的了 那么多人算计 没想到 却是让我们拨了头筹啊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哎呀 惭愧惭愧啊 为了师们传承 如此对待同道 与邪魔合一呀 哎 道友何必如此说呀 人不畏己 天助地灭 比起一时的手段 还是传承更重要啊 白道友说得对 非常时期 用非常手段 为了传承 一切行为都值得 哦对了 这三只灵宠 诸位道友 你们说该如何处理呀 灵宠极好啊 可惜有主啊 既然如此 那就炖了吃 对我们而言 也算是一次大补 哎 好 这个主意可以啊 我赞同 一群人议论纷纷 说得十分激动 就在这时 陈昊突然扬起身体 笑道 呵呵呵呵呵 想怎么吃啊 红烧还是清炖啊 红烧不错呀 这个最 陈道友啊 你 你没事啊 其他人也都反应过来 错愕地看着陈昊 靠得最近的徐中魁 更是跳了起来 避开了几米 陈昊笑咪咪地道 可不能有事啊 有事我家几个小宝贝 可就被人吃了 吃 想吃鸡业的人多了 他们算老几啊 公鸡抖抖翅膀 站了起来 语气满是不屑 然后黑猫蝕蝴蝶重新恢复 众人色变啊 这他们早就被人看穿了呀 亏得自己还入戏很深 而且这公鸡开口说人言 百年打妖啊 突然白姓休士 转身就跑出房间快速远去 其他人反应过来连忙死散 不可力敌啊 分散跑 就看谁运气差 留下来垫背了 可是诡异的是 这些人出去一个 倒下一个 只有徐中奎忍住了没跑 看到一群同伴倒下 瞬间气息没了 他面色变得苍白无比 眼睁睁地看着一团 看不出是啥玩意儿的白雾 从同伴的身体上飞出来 回转到陈浩身边 绕了一圈 消失不见 徐中奎态害怕了 战战兢兢地开口求饶 陈导游啊 我 我是被 胁迫的 饶我一命啊 陈浩笑了 哼哼 再给你一次 组织语言的机会 徐中奎本想求饶 可是 看着陈浩的眼神 心脏一跳 连忙把话语 淹了下去 怯怯地道 陈导游啊 都怪我们贪心 没有经得起 鬼婆婆的诱惑 求导游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伤有父母 狭有妻女 不 不能死啊 陈浩说 怎么个诱惑法啊 徐中奎道 鬼婆婆说 只要替导游人头 就可以在他那里换取 白草鸡蛋 那那金丹 可得十年苦修之功啊 还有严寿之效 另外还有诸多法宝 可以任选三件 陈浩笑着说 看来我还挺值钱的嘛 我都忍不住 自己提头去换了 徐中奎甘笑不语 不敢接话 陈浩继续道 除了你们 还有谁打算对付我呀 徐中奎迟疑了一下说 陈导游啊 不瞒你说 我觉得在天山这里的所有通道 没有一个是清白无辜 心里干净的 只要有机会 说到这里 徐中奎不说了 但是意思很明显 陈浩沉默下来 好一会儿后 陈浩说 你想活吗 徐中奎连忙点头 期待地看着陈浩 陈浩笑了笑 挥手 取出一串猪链 戴在了徐中奎的手腕上 拍了拍他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说 好了 你可以走了 徐中奎惊喜道 真的 陈浩说 你要不想 徐中奎转身就跑啊 不走啊 还傻子才不走啊 出了村子 徐中奎非快奔跑 只恨爹妈 没多给他伸出两条腿 免得陈浩后悔追上来 可是没跑多远 就有人惊呼啊 是陈浩 快 拦住他 徐中奎开始还没察觉问题 有人拦截 他正在拼命呢 直接下死手 干倒了几个 可是慢慢地 围堵的人越来越多 他感觉不对劲了 看了看衣服 很陌生啊 不是自己常穿的 拿出一把匕首 刀光倒影中 自己的脸 是陈浩的脸 瞬间啊 徐中奎懵逼了 我蹭 一段急促的古怪阴节中 一片黑影从地上蔓延 覆盖向徐中奎 徐中奎毛骨悚然啊 感觉不对劲 就想跑 但是黑影很快 缠绕了他的影子 然后包围了徐中奎 只觉得身体被禁锢了一样 动弹不了分毫 这种感觉让徐中奎 亡魂大冒 自己被变成了陈浩 然后成为了别人猎杀的对象 这他妈太冤了吧 我不想死 我不能死得这么憋屈啊 徐中奎振扎愤怒怨恨 突然一道声音在耳中响起 奥特曼变身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希望 这声音啊 似乎有引导之能 让徐中奎下意识地跟着喊了一声 这 下一刻 徐中奎就感觉 手腕处有一股蓬勃的力量涌入身体内 然后身体开始膨胀 膨胀再膨胀啊 等地面上靠近的人在眼中变成了小不点 徐中奎这才停止了膨胀 感觉身体内涌现一股可怕的力量 似乎能打爆一座山 我 我这是 我变成了奥特曼 徐中奎惊呆了 震撼了 奥特曼这不是小鬼子虚构出来的外星人吗 自己是怎么变成这种虚构的人物的 不过 这种感觉真好啊 徐中奎感知身体内涌动的力量 那是摧枯拉朽 无所抵挡的力量啊 这种力量正是徐中奎一辈子梦寐以求的 没想到啊 今天一下子就得到了 这是机缘 大机缘啊 奥特曼系统绑兵成功 徐中奎一愣 奥特曼系统 怎么这么奇怪的名字啊 还有 这叮咚什么的声音有点熟悉啊 怎么感觉像是那个陈浩的 徐中奎正要询问什么 突然叮咚的声音再次响起 能量不足 请宿主寻找能量块 扫描中 发现巨大能量体 宿主可夺取 成功 可得超强变身 失败 能量耗尽 变身消失 听到提示的内容 徐中奎大吃一惊了 哪里还顾得上一点疑问 居然能量不足啊 难道这变身也和电视里一样 只有几分钟 这哪成啊 这个变身是我的 我将因此而成为地球的主宰 甚至宇宙的主宰 徐中奎目光看向飘渺风 这一片区域 能被断定为能量体的 也只有九鼎神器了 得到九鼎神器 拥有永恒的变身 心念一起就无法忽视了 徐中奎 环视了一圈 被震撼到的小小人群们 眼中浮现冷意 现在的你们啊 不过都是蝼蚁 心里想着 徐中奎一脚横扫 一大片人被踢飞横死 剩下的也都是 惊慌失措的逃散啊 这种掌控别人生命的感觉 让徐中奎心中大为满足 也更舍不得奥特曼系统了 但是很快啊 徐中奎就发现 身体内汹涌的力量 一下子减少了一部分 这让徐中奎谨慎了起来 叮咚说 能量不足 没想到这消耗起来更大呀 必须要尽快找到九顶神器了 否则没了能量 可就没了变身啊 心中有些急了 徐中奎不敢浪费时间 转身大踏步地向飘渺风跑去 奥特曼能飞 但是徐中奎不敢飞 能量消耗太大 而十多米高的奥特曼行走 也是吸引了附近所有人的瞩目 一个个 眼珠子差点没蹦出来 这他妈真的假的呀 奥特曼都跑出来了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世界吗 而后啊 当剩下的人看到奥特曼跑向飘渺风时 所有人都冒出了古怪的念头 这奥特曼也知道九顶神器是宝贝吗 这是要抢的节奏啊 顿时人们兴奋了 好奇地观望 虽然不知道奥特曼什么情况啊 但是奥特曼大战鬼婆婆 很让人期待嘛 随着奥特曼逼近飘渺风 飘渺风周围也出现了异常 一声尖锐的长笑 然后黑气汇聚 阴煞俱合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鬼影 这鬼影看起来比奥特曼还要高大 足有数十米 猙獰满面劈头散发 只有上半身浮现 一双手如同鬼爪挥舞 搅动风云 散发邪恶的气息 覆盖奥特曼 一座小山头 陈昊一行站在山顶 看着巨大鬼影出现 陈昊眉头一挑 那鬼影有几分熟悉啊 仔细一想 陈昊记起 这鬼影看起来很像是情魔呀 尤其是脸上的一些痕迹 这过去的时间也不算长 陈昊并没有忘记 只是情魔怎么变成了这样啊 看起来好像没有理智一般 像是被人祭恋成为了邪恶 这是鬼婆婆干的吗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陈昊心踪琢磨 目光却看向徐中奎 面对如此强势的邪恶 只是被自己加持了一次变化 和五十年神力 化作奥特曼的他 真的有胆量硬怼鬼婆婆吗 要不要在模拟系统 给他打打气 咕哩咕哩 随后陈昊就发现啊 自己小看徐中奎了 这个一招得到强大力量 内心膨胀 眼界拓宽 只觉得地球再无敌手的他 何惧妖魔鬼怪啊 面对比自己强大的邪恶 徐中奎不退反进 驾驭那磅礴的力量 汇聚双手 然后双手模拟 曾经带着孩子 一起看过的奥特曼动作 双手合十 不过徐中奎 忘记了奥特曼发招的名字 肤质心灵 大吼了一声 鬼婆神话 随着吼声处啊 被徐中奎汇聚双手上的 庞大力量 化作一道赤色光柱 轰然而出 直接把巨大的邪恶 冻穿了身体 这神力所化之光 克之万法 冲击之下 鬼影邪恶 发出痛苦的哀嚎 身体扭曲 似有散开的征兆啊 混账 住手 啊 一声尖锐怒叫啊 然后黑气之中 鬼婆婆终于现身 她拄着黑色拐杖 轻轻一顿 一圈黑光扩散 对抗神光 但是 黑光在神光面前 依然崩溃 毫无反抗之力啊 鬼婆婆面色 瞬间阴沉下来 怒视徐中奎 好一个陈昊啊 短短时日 亲不如死 好一个发天相帝 一力相万伐 老神佩服啊 鬼婆婆看着徐中奎开口 徐中奎一愣 什么陈昊啊 我是徐中奎啊 呃 不对 好像有什么地方 被我忽略了啊 之前我是 嘿 就在徐中奎 捋自己的思维时 鬼婆婆继续道 陈昊 你这发天相帝大神童 老神不可敌 但是老神也不可欺 今日你既然来了 只要答应老神 把这方圆百里的 所有修士的血肉神魂 都用来滋养全儿 你迫害全儿之事 我可以不计较 徐中奎大惊啊 这鬼婆子好狠的心肠啊 这一次 可是有不少修士 被九鼎神器吸引过来 这要是被一锅端了 华夏修行界瞬间就要参一半啊 正想着呢 叮咚的声音再次响起 发现阴魂鬼类 为邪恶阵营 临时奖励 二届奥特曼变身 望宿主 不亡奥特曼之心 对天对地 对空气 随着叮咚声 徐中奎就感知到 身体又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能量没有增加 身体似乎变强了一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八十三集 虽然不算太满意 但是徐中奎也不再琢磨 不对劲的事 心中满是对鬼婆婆的不屑 我这是奥特曼变身系统 哪是法天相帝神通 你没见我的龟波神光吗 这老太婆真是没见识 不能再废话了 刚才一招 能量少了一大半 现在当务之急 是找到九鼎神器 否则没了变身 老子怎么怼鬼婆子呀 徐中奎低头俯瞰缥缈峰 很快啊 他就感知到了一种 浩瀚力量的潜伏之处 顿时眼睛明亮 九鼎神器 发现你了 哼 你要我帮你斜迹 徐中奎看向鬼婆婆 开口询问 鬼婆婆道 这是唯一解开我们恩怨的方式 徐中奎果断道 我答应了 不过你要先把九鼎神器给我 鬼婆婆一愣啊 这神器不是你丢过来的吗 徐中奎也愣住啊 我丢 这样的神器我怎么可能丢啊 你当我傻呀 鬼婆婆顿时满眼狐疑啊 之前神器砸死情魔 他推算不出 直接就把账算在了陈昊身上 毕竟对于修行界的了解 只有那个见过一面的陈昊 是他看不透跟脚 也看不穿未来的 现在陈昊否认了 难道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 让他看不透的存在 鬼婆婆心思白转 不过很快 他就打定主意 不管是不是陈昊 计划已经进行到这一步 他来了 就算他的锅 现在他要取九鼎神器 正好全了计划 九鼎神器 就在飘渺风云光洞外 你自取便是 鬼婆婆开口说道 徐忠奎心中得意 曾几何时 他还是一个希望得到 鬼婆婆奖励的扑街修士 虽然对于凡俗而言 算其人易事 可是只有修行的人自己明白 不到一定的境界 也就是比凡人多些本事 而且上有道门和有关部门压着 这本事都没地方发挥啊 如今可不同了 奥特曼系统加深 瞬间翻身当大佬 连之前仰视都没资格的鬼婆婆 都表示不是对手 而且要的东西也不敢隐瞒 这种压制一切的成就感 简直爆棚啊 心满意足 徐忠奎几个跨步 进入了群山之中 环绕群山的禁法都收敛了起来 似乎不敢招惹 没了禁法遮蔽 徐忠奎就看到了 那个落在半山腰 一个洞口外的大顶 大顶古朴气息沧桑 蕴含着不可估量的磅礴力量 更有惶惶人道气韵缠绕 给人一种得到九顶 就能得到天下的感觉 徐忠奎眼神火热 伸手就抓住了九顶神器 九顶入手 气韵轰鸣 力量震荡 震撼心灵 徐忠奎瞬间迷了 从此以后天上地下 奥特曼无敌 甚至还可以征伐宇宙 称霸苍穹 这种感觉啊 就好像小屁民 突然继承了一个国家一样 根本无法淡定啊 叮咚 能量不足 请宿主尽快抓捕能量 正美滋滋的徐忠奎 顿时愣住 我操 什么情况啊 我这不是拿到了九顶神器吗 怎么可能还是能量不足啊 逗我玩呢 热情被浇了冷水 徐忠奎不满得到 系统 用九顶补充能量 宿主想多了 这是一个破铜烂铁 有什么能量 真正的能量是那个鬼婆子 几百年积累 能量浩大 请宿主尽快抓捕 这一刻啊 他感觉好崩溃啊 他妈这系统是不是在玩我呀 一个神器不是能量 一个老鬼成了能量 要不要这么坑啊 心中憋屈啊 可是没办法呀 能量是大问题呀 系统说啥是能量 自然就啥是能量 自己能咋办呀 瞥了一眼鬼婆婆 发现他还在看着 徐忠奎顿时记上心来 小心 有人偷袭你 突然徐忠奎对着鬼婆婆 大叫了一声 让关注徐忠奎的鬼婆婆 下意识地转身看去 随后 鬼婆婆感受到一种心计临身 再之后 鬼婆婆怒吼 陈昊你又扔 却是感知中啊 九鼎神器又砸了过来 这他妈还说不是你扔的 这一次可是人证物证俱灾 灵巧地避开了九鼎神器 然后就听到了徐忠奎紧接着的攻击 满天星神光 双手一合呀 剩下的能量全部汇聚双手 在鬼婆婆避开九鼎神器的时候 徐忠奎猛然爆发 神力从双手之间爆射 如同子弹 密密麻麻一大片 面对这一次的攻击 鬼婆婆冷哼一声 身影猛然爆发 无量煞气翻涌 变成了一个树杖大小的怪物 这怪物啊 头身独角 面目猙獰 浑身骨架缠绕 双爪尖锐骇人 张口一吼 惨白色的火焰喷土 这正是鬼婆婆仗之成名的神通 悬阴鬼神 现在已经修炼到了鬼神法相的地步 变身之后啊 鬼婆婆怒视徐忠奎 身上煞气翻涌 形成磅礴的煞气潮汐 抵挡神力 不过神力虽然看起来气势不如 但是威力却是反朝 那煞气根本就抵挡不住 来多少泯灭多少 可是神力终究少啊 慢慢的消失 煞气反而占了上风 鬼婆婆大喜 以为陈浩这法天相帝的神通 还没有修炼到家 当即全力爆发 甲狱煞气潮汐 汹涌冲击 就在这时啊 鬼婆婆突然感觉不对 转身一看 就发现被攻击的奥特曼 出现在背后 飞龙一线神法啊 这不是飞龙馆的传承吗 陈浩你怎么会 鬼婆婆有些懵啊 徐忠奎可没空搭理 抓住机会 疯狂地抱住了鬼婆婆 然后大吼 使通吸收能量 没打死 吸收不了 徐忠奎大怒 使通你麻痹 老子没能量了 怎么大呀 作主辱骂系通 违背了规则 系通自动脱离 诉主再见 徐忠奎傻了 你不是陈浩 就在这时 鬼婆婆看着徐忠奎 突然怒吼一句 然后鬼婆婆反手 抓住了徐忠奎 愤怒地道 混账 居然破坏了本座的计划 你该死 说着 鬼婆婆鬼爪 反抓徐忠奎 一下子就穿透了皮肤 徐忠奎惨叫 哀嚎 身体光芒一闪 突然奥特曼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 正是徐忠奎的本体 鬼婆婆张口 喷涂一口惨白色火焰 瞬间就把徐忠奎焚烧成渣 连魂魄都没有留下 灭了徐忠奎 鬼婆婆转身 看向了山外 这边争锋啊 数百修行之人四处观望 见到鬼婆婆胜了 预感不妙 顿时转身就跑 鬼婆婆冷哼一声 爪子挥舞 那原本被徐忠奎打伤的 巨大情魔虚眼 再次出现 覆盖山峰 蔓延四方 一些跑得慢的修饰 直接被黑气覆盖 哀嚎一声后 没了声息 袁妙星啊 你过分啦 这时候啊 一道声音响起震荡苍穹 然后十多道 强大的气息 从各处冒出来 把飘渺风包围 鬼婆婆虚空凝步 俯瞰四方 毫无畏惧 冷冷道 过分又如何呀 有本事来杀我呀 鬼婆婆霸气回应 四方出现的那些强大存在 顿时漠然 嘿嘿嘿嘿 怎么呀 不敢啊 害怕承担因果 嘿嘿嘿嘿 虚伪的盗门 鬼婆婆婆冷笑嘲讽 愿妙心 这一切都是九顶神器的问题 把它交出来 一切可以既往不咎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士开口 你说不咎就不咎了 这神器不情自来 害我弟子 如今你们又包围我东府所在 各种手段对付本座 本座若是不做些什么 颜面何存啊 鬼婆婆反驳 说完她冷笑道 哼 我者 按照之前商议好的 你们把陈昊抓来 人本作处置 一切都好说 袁妙心 你够了 白发老道士嘀喝一声 鬼婆婆冷笑啊 丝毫不怂 哼哼哼哼 本座把话放在这儿 要么帮本座完成阴阳魔炼制 要么把陈昊给本座送来 否则 这九顶神器 谁也别想带走 你们若敢动手 本座即可放开地下封印 让方圆百里化为地狱 这滔天因果 全部给你盗门承担 说完 鬼婆婆一转身 消失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祝鬼威乐系统 随后 吞噬了一部分修行之人的情魔虚眼也推了回去 一时间啊 偌大的地方一片寂静 一众道门强者居然无人敢追 回转洞府内 鬼婆婆脸色阴沉下来 看向呆呆站在身边不远 身影虚幻 飘渺无定 眼神呆滞的情魔 脸上露出愤恨表情 全儿 你放心 婆婆一定让你恢复如初 还有害你的那个魂杖 婆婆也要把他碎尸万段 抽魂亮 嗯 话没说完 鬼婆婆突然变色 转身一掌拍下 浩荡的煞气轰然爆发 把前面石壁破裂一大片 而在煞气之下 一个小女孩倒在地上 身体残破 正在扭曲组合 而她也是一脸懵逼啊 不知道为什么又被揍了 鬼 鬼婆婆看向小女孩 眼睛眯起 语气越发冰冷 谁给你的胆子 敢来本座这里啊 我给的 突然一道声音在旁边响起 鬼婆婆豁然转身 就看到情魔虚影走到了身前 原本呆滞的眼光变得炯炯有神 之后 鬼婆婆就感觉眼前一黑 再看到 已经不是洞府了 糟了 念头一起 鬼婆婆就发现 一道白衣身影 飘然而下 落在身边 打亮着她 那眼神啊 让鬼婆婆恨不自在 这时啊 咪咪也凭空出现在空间中 残破的身体恢复了不少 然后 咪咪尖锐大骂 凑你吗 陈浩 又坑我 正在打亮鬼婆婆的白衣女子 反手一巴掌 刚刚组合身体部分的咪咪 瞬间又崩溃 而且破得更加不堪 这一次 咪咪明智地闭嘴 看到这一幕 鬼婆婆倒吸冷气 可怕呀 这是她对白衣女子的第一印象 不可立敌 这是第二感觉 这是一个疑似先天级别 存在的大佬 总结之后 鬼婆婆连忙收敛了气息 露出一个笑容 老身 圆妙心 不知 白衣女子反手就是一巴掌啊 鬼婆婆傻了 正在意念观察的 陈浩爷傻了 卧槽 这女人怎么见谁 都是揍啊 难道她有潜藏的暴力基因 被打了一巴掌 而且这一掌的力量穿透灵魂 即便是修炼成悬阴鬼身的鬼婆婆 也差点吃不消啊 太可怕了 根本打不过呀 鬼婆婆心中惊惧 但是也有一点欣喜 她所求突破限制 成就鬼仙 永恒存在 若非如此 她也不会那么重视情魔 因为那是她千方百计才得到的一线机会 如今看到了超越的希望 只要眼前这个大佬指点 必然有机会超脱 想到这里 鬼婆婆直接忽视了打脸的羞辱和痛苦 正要开口 白衣女子又是一巴掌打下来 这一次鬼婆婆的悬阴鬼身直接被打破 魂体激荡 似有散魂驱使 鬼婆婆无语了 白衣女子却是眼神有点变化了 似乎两巴掌射出了鬼婆婆的身前 表达了满意 然后白衣女子伸手抓住鬼婆婆婆的衣领就要走 鬼婆婆怒了 怎么说也是鬼道大佬啊 数百年威武霸道 如今被人打了两巴掌还提了起来 这太过分了 怒吼一声 鬼婆婆正要挣扎 白衣女子提着一抖 鬼婆婆就感觉浑身的阴煞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面色一变 鬼婆婆确定无疑了 眼前的绝对是达到了先天级别的存在 我怎么招惹了这样的存在啊 鬼婆婆心中凄苦绝望啊 然后被女子带到了水边 随意地往地上一放 然后拍了拍鬼婆婆的头 啊 鬼婆婆一脸憋屈啊 但是随后 憋屈变成了惊恐 她发现自己动不了了 就连眼睛都无法转动一下也不能说话 如同木偶 惊恐 害怕 眼神中流露出求饶 但是白衣女子却完全不管 看着鬼婆婆 抬起手 一根手指化作一截柔光 融入鬼婆婆身体 下一刻 鬼婆婆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她的身体开始膨胀 扭曲 双手化作枝叉 脖子拉长 脑袋变成了一个柳 头发散乱成柳条 请客之间 鬼婆婆变成了一棵树 而且还是一颗歪脖子垂柳 不 应该叫鬼柳 意念观察的陈浩有些目瞪口呆啊 这女人怎么做到的 而且把鬼婆婆变成柳树 有什么意义啊 正想着呢 突然陈浩发现鬼柳上 有黄金色光芒浮动 慢慢的叶子变成了金色 这是 功德 我惨 鬼婆婆这个杀人 无数的鬼道大佬 居然还有功德 这他们天道瞎眼了吗 陈浩满心疑惑呀 难道白衣女子 也是看中了鬼婆婆的功德 这才把鬼婆婆变成这样 正想着 陈浩突然接触到了 白衣女子的意念 一如既往的空灵 不染尘埃一般 不过这时候 白衣女子却给陈浩传递了一个信号 保住她 陈浩一头雾水啊 这个她 不会是指鬼婆婆吧 可是 她都被你变成树了 还需要找我干毛线啊 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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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 陈浩突然反应过来 琢磨片刻 意念回归 开始打量鬼婆婆的洞府 暗中潜伏 借由情魔虚眼混进来 都还没有好好看看 此刻没了威胁 陈浩走走看看 不多时就发现了一处奇异的地方 在洞府深处的一个洞穴中 陈浩看到这洞穴直通地下 内中有尽致遍布 而在最下面 沿浆滚滚 平静流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助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哎呀 第三百八十四集 发现荣江 陈浩很是惊诧 这儿可是天山 而且四季飘雪的地方 地下居然有火麦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陈浩都不敢相信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奇 鬼斧神功 发现荣江 陈浩仔细勘察片刻 总算明白 鬼婆婆的这功德 从何而来 这火麦看似平静 实际上并不平静 只是火麦的每一次翻涌 都被洞内遍布的禁制 给压制了下去 然后 另外的禁制疏导 让火麦涌动的力量扩散 不会造成爆发的情况 说来这禁制布置的 也是妙道巅峰 让人惊叹 从压制 到引导 再到扩散 甚至还有一些 是接引火麦之力 用于其他 简直是把这一处 本该爆发的火麦 利用到了巅峰 不仅得到了疏散火麦 造福方圆百里的功德善举 更利用火麦 为自己造就了一处 动天伏地 心里想着 陈浩漫步穿过洞穴 果然看到了更深处 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空间被划分几处 有单房 药院 修炼士等修行之人 必备的地方 空间有许多暗槽 里面布满了岩浆火力 在禁制的引导下 覆盖空间 被各种利用 只是有一点啊 陈浩发现 这覆盖溶浆地穴的禁制 需要看护 而且还需要随时补充 因为控制岩浆的禁制 在阻挡岩浆爆发的同时 也在损害自身 需要时常看顾 加持 否则 哪怕崩溃了一个 也会造成连锁反应 到时候 这一片区域 只能被溶浆覆盖 生机不存 也就是说呀 这是一处 可以造就功德的地方 却也有巨大的因果风险 算是一把双刃刀 白衣女子说 保住它 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地方了 功德这东西 就算是真正的神仙 也不嫌多的 肯定是对白衣女子 改造秀丽乾坤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 只是 总不能把自己困在这里吧 虽然能够得到功德 可陈浩有系统 升级不需要靠这个呀 而且对于功德 陈浩喜欢 却不是很强求 看鬼婆婆呀 在天山镇守百年了 最后呢 还不是被白衣女子 种在了明河边 成为了一棵树 所以这玩意儿看看就好 可别真的当成了依靠啊 否则 有功德就牛逼 那就都去做好事 积攒功德算了 何必修行了 要给这地方找一个新东家 而且这个新东家 一定要靠谱 陈浩心中琢磨呀 浩哥 快过来 这边有新的发现啊 这时候 公鸡跑过来 开口说道 陈浩回神 好奇地跟过去一看 就发现 那边也是一个洞穴 不过这时候 洞穴已经被完全冰封住了 只能隐约看到 里面有一道女子身影 目光微动 陈浩伸手覆盖在冰上 赶至片刻后 松开了手 这冰不是很强 但是和山洞隐约契合 如果强攻 有可能造成崩毁 到时候 地下禁制也会受到惊动 后果不堪设想啊 皱起眉头 陈浩打亮山洞 似乎想到了什么 陈浩一挥手 一团光球浮现 化作了一道虚影 正是情魔虚影 在之前 徐中奎神光攻击 造成情魔虚影崩溃 陈浩趁机控制了他 这才有机会接近鬼婆婆 否则 任凭秀丽乾坤如何神奇 鬼婆婆这样等级的大佬发现不对 瞬间远顿 陈浩也没辙呀 不过控制之后 陈浩就发现 情魔是真的不存在了 哪怕现在看起来 还是他的样子 却只有魂体 没有意念 放出情魔虚影 陈浩驾驭着靠近冰封山洞 顿时啊 接触到情魔气息 山洞内的冰 如同水一般融化 让情魔 一点一点进入 等接近了洞穴深处 陈浩就发现 那被冰封住的女子 正是杨洪的妹妹 那个被情魔选中 寄生胚胎的悲情女人 此刻 随着冰融化 女子慢慢睁开了眼睛 双目一片血红 不过 脸上却是激动表情 死死看着情魔 泪水无声地滑落 终于 女人看向了陈浩 发出了沙哑不同人类的语言 把她给我 我把身体还给你 陈浩看着女人好一会儿 这才到 我同意 女人笑了 一招手 情魔虚影靠近 然后女人身上 也浮现一道虚影 抱住了靠近的情魔 这却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古装女子 抱住之后 古装女子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 头放在情魔的肩膀上 闭上了眼睛 盘旋着 散发了灵光 见状 陈浩黯然叹息 这女人居然和情魔一起 散魂同归 为情而生 为情而死 为情成魔 一生一世 一双人 同死同归 同祭灭 这 就是情魔 陈浩没有阻止 也阻止不了 这是归宿 是他们的命运 很快 情魔男女化作万千光点散去 如同昙花一般 绽放了最后的美丽 沉默了片刻 陈浩看向了女人 失去了情魔女的控制 她恢复了正常 看起来甚至有些虚弱 再看她腹部 陈浩很是惊讶 没有了情魔女 这个小生命居然还活着 看起来比母亲可要强壮多了 斟酌了片刻 陈浩眼睛一亮 先给女人喂食了一颗 护住身体的丹药 然后让公鸡和黑猫照顾女人 自己则离开了洞穴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祝鬼威乐系统 来到飘渺风上 四周的静置还在运作 防御了方圆数十里 飞鸟难度 不过对于拥有阴阳眼 能够看穿各种变化的 陈浩而言 这禁止只是摆设 毫无威胁 陈浩没有在意禁止 而是拿出一物 正是鬼婆婆的拐杖 这也是一件法宝 蕴含恐怖的阴煞之力 手持拐杖 陈浩一顿 灵光绕身 瞬间幻化 变成了鬼婆婆模样 检查了一下子身 陈浩满意一笑 有法宝气息覆盖 七十二遍又特别神奇 以目前修行界的这些人而言 想要看穿自己 根本不可能 变身之后啊 陈浩开始准备自己的计划 天山飘渺风不能崩 这不仅仅是功德的问题 更关系到方圆百里生灵 甚至牵涉整个天山地势变化的大问题 所以啊 陈浩准备了一个想法 一个时辰后 一面石碑从飘渺风的禁制中飞了出去 落在了山脚下 穿透地面树立大地 石碑上书 飘渺风昭叙 九鼎神器为骗 石碑飞来啊 声势极大 还没有离开的修行之人 瞬间被吸引 不过 畏惧鬼婆婆雄威 短时间内居然没人敢过去查看 等了许久啊 发现没有什么异常 这才有一部分按耐不住好奇过去 结果懵逼了 鬼婆婆 这 赵旭 卧槽 这老婆子传言中不是老厨女吗 哪来的女儿啊 也没见出来行走过呀 而且居然是九鼎神器作为礼物这么大的手笔 这是招上门女婿吗 可是不管如何呀 看到九鼎神器为礼 所有人都眼睛贼亮 但是看到下面的细泽 很多人脸色变得古怪 条件不多啊 就三个 第一 要有传承 越大越好 第二 要有修为 最少二十年道行 第三 要有亲人 越多越好 看到这些呀 所有人面面相去 满头雾水 这他妈哪像是招女婿啊 除了第二条啊 其他的是什么鬼啊 不过人家鬼婆婆是大佬 眼光不在一个层次上 说不定这里面有什么深意也说不定啊 所以摸不透之余 看到的人也都心思各异 琢磨着自己够不够格 而这时候 一群盗门大佬 直接来到了飘渺风劲之外 为首的白发老道沉声道 袁淼欣 你又想干什么呀 紧致浮动 陈浩走了出来 龙行虎步 手中的拐杖扛在了肩膀上 看起来特别的怪异啊 一群盗门大佬 看得目光有些呆滞 这 这鬼婆婆的打开方式不对吧 白发老道更是嘴角一抽啊 有种三观崩溃的感觉 诗碑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 你们不认识字啊 陈浩反问啊 白发老道认真道 袁淼欣 岛门敬你数百年苦修不易 镇压火迈百年苦功功功高啊 所以不曾以丝毫冒犯 这一次的九鼎神奇之时以外 我等已经好话说尽各种要求 也提出 希望原道有三思 莫要自悟啊 陈浩咧嘴一笑 白白手道 安拉安拉 我知道你们的好心 我也领了 不过你们能不能别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腹啊 我这只是给自己谋求 一个小小的福利 不过分吧 这九鼎神奇落在我家门口 这就是老天给我的 否则 为什么不落在道门 或者有关部门啊 这就是缘分 你们没意见吧 不过哥 婆婆我守着这飘渺风 一目三分地儿 就指望着每天攒点功德 过日子 也挺苦的 刚好啊 我收了一个干孙女 可疼爱了 就想给干孙女找个良人 如今这九鼎神奇 婆婆琢磨是守不住了 就换个孙女去 难道就这一个小小的要求也不行啊 哎 一众高人面面相觑啊 这才多长时间啊 怎么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而且这话说的 很不像是鬼婆婆的风格呀 只是 鬼婆婆的气息却没错 那拐杖更是标志法宝 鬼婆婆账不离手的 相互看看 一个高人道 鬼婆石碑上的要求太片面了 可有其他限制啊 陈浩咧嘴一笑 嘿嘿嘿 限制啊 不存在的 我就是感觉自己没啥希望突破了 说不定哪天就散魂 所以要给干孙女找个依靠啊 所以不分男女 不分年纪 就算是几位道友也可以考虑一下 你们要来可以优先选择你们 婆婆说笑了 听到这话 一众高人脸黑呀 不说其中一部分已经有了道理 甚至都有孙子了 就算是孤身一人的 那也是一心向道 别无所求啊 怎么可能肯给别人当干女婿 看这情况 还要上门啊 这脸丢不起啊 按照婆婆这意思 只要有足够的背景 就能换取九顶神器嘛 一个高人开口 陈浩笑道 猜得不错呀 就是这样 只要亲人多 关系通达应庭 能让我干孙女横行无际的 就是我的好孙女婿 不仅可得九顶神器 还有我已买的各种法宝资源 也都全部传给她呀 听到这话 一众高人终于眼睛亮了 如果是这样 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能够有惊无险地得到九顶神器 还能得到一个数百年鬼道大佬的传承 为了这些 哪怕鬼婆婆的女儿是个丑八怪 那也值得了呀 哎 心思动了啊 一众高人各自悄悄 用手段传递了消息 陈浩把一切都看在眼中 笑咪咪地道 如果诸位导游有兴趣 要尽快做决定啊 因为我限定的时间只有三天 三天后的太阳落山前 我就会从来的人中挑选出一位 关系最硬 亲朋好友最多的人 成为我的女婿 说完 陈浩直接转身回去 一众高人眼神交流 不动声色 白发老道转身 看向众人道 各位道友啊 你们觉得 袁妙心是别有谋划 还是真心如此啊 修道友最善观想 你都看不出来 我们怎么能看透啊 不过我感觉 这不像是假的 毕竟这么多年来 鬼婆婆虽然横了一些 却也是说话算话的主啊 不错 鬼婆婆毕竟也是修行界的前辈 不可能言而无信 自会颜面 既然都摆出十倍了 那肯定不假 既然如此 为了成功起见 我们要不合作吧 白发老道突然开口 合作 一群高人面面相去 不解地看向她 白发老道说 鬼婆婆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会这么做 可是我们如果散开 各自盘算 最终可能是一场空啊 因为有关部门 那几位道友 可是一直在观望呢 他们肯定也会安排人 闻一言 众人恍然 的确啊 如果道门分散了 怎么可能是整体的 有关部门对手啊 有关部门别的不说 人够够的 道门只有联合一起 才能压制啊 想到这里 一众高人开始商议起来 而这时候 消息传开 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了鬼婆婆招叙的事 有关部门传回消息 总部震动 经过分析 有关部门也得到了 和道门类似的结果 然后开始安排 这一次啊 完全是最轻松的 得到传承神器的机会 百年不错的大好事 不容错过呀 另外就是江湖散修 小门派 甚至外遇修饰文言 在应对本地 异常事宜的同时 也在悄悄安排 准备试试水 说不定人家鬼婆婆 就爱好这一口呢 在陈浩悠然带着撒小 在鬼婆婆的洞府中 吃吃喝喝中 三天时间过去 这一天啊 骄阳西落 天际染红 天山飘渺风外 大批修行界人士汇聚 一共分成了七八处啊 每一处都有一个人 站在最前面 那是他们推选出来的 映招男郎 飘渺风 云光洞 陈浩看着面前安静的女孩 认真问道 你考虑清楚了吗 须知这计划一旦实行 可就没有退路了 女孩不打反问 大师 你跟我说 我参与您的计划 就能让我的孩子 得到最好的待遇 未来一片坦途 您确定没有骗我呀 陈浩说 嗯 我以自身大道发誓 所言句句属实 没有丝毫欺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驻鬼为乐系统》 演播 蜘蛛 作者 左断手 第385集 女孩笑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答应了 嘴里说着 女孩伸手 轻拂了一下肚子 脸上满是一个 母亲的慈爱光辉 陈浩说 如此 那我就去安排了 说完 陈浩转身离开 走的时候 身影幻化 变成了鬼婆婆模样 来到禁制外 陈浩的身影 一下子吸引了 数百上千号人的关注 没办法呀 鬼婆婆的名声 实在太大 数百年来战斗无数 从无败绩 当年一怒收割 小鬼子一个大队的魂魄 小鬼子总部屁都不敢放一个 事后据说 还赔偿了不少东西 祈求谅解 如今这个大佬 放话要招女婿 谁不期待啊 不过要当鬼婆婆的女婿 这也不是谁都有资格的 于是 这才有了各大利益体 共同推出的七个候选人 这可都是各大利益体 根据陈浩提出的要求 推选的最合适的人 如果这样都不能让鬼婆婆满意 那就没辙了 陈浩走了出来 标志性的拐杖 依旧扛在肩膀上 大步如飞 神色俱傲 身体摇摆 走得六亲不认啊 没见过鬼婆婆的人 看到这嚣张的步伐神态 都是一脸敬畏 暗道 果然不愧是名震数百年的鬼婆婆 太有范儿了 而认识鬼婆婆的 全都一脸黑线 那么这老婆子是不是走火入魔 神魂混乱了啊 好好的一个鬼道大佬 变成了一个中二鬼王 不过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这会儿都不在意鬼婆婆的变化 他们在意的是 谁能成为鬼婆婆的女婿 这不仅事关九鼎神器的归属 更有鬼婆婆的身价传承 真要说起来 鬼婆婆的传承和家当 比九鼎神器更吸引人 毕竟九鼎神器就是一个神器 除了镇压气韵之外 貌似也没有太多其他的作用 而且没有一定的实力 也玩不转神器啊 鬼婆婆的传承就不同了 得到了 不仅瞬间野鸡变凤凰 更有鬼婆婆这样的顶级大佬 指点修行 未来一片坦途啊 在所有人的期待目光下 陈浩停下了脚步 而后 各大立一体的大佬们上前 和陈浩见礼 陈浩笑呵呵的 完全没有鬼道大佬的风范 如同一个慈祥老太太 和所有人打招呼 不过嘴里笑着 陈浩心中也是惊叹啊 这一次到来的 真他妈咋 到门 有关部门就不说了 其他的诡异 阴灵 异类 也混在其中 比如梁红玉 和那个卖驴肉的女人就来了 似乎梁红玉 和鬼婆婆还认识 上前来就笑呵呵地道 妙心姐姐 什么时候收了个干孙女啊 居然不通知妹妹 太见外了吧 陈浩黑黑笑道 刚说没多久 一点小事 也不麻烦红玉妹妹啊 听到陈浩的话 梁红玉目光微动 笑眯眯地伸手 亲切地挽住陈浩的手臂 妩媚道 妙心姐姐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切呢 不过您干孙女招女婿 这可不是小事啊 妹妹也能帮着参考参考啊 陈浩一顿 瞬间 陈浩就感觉到了梁红玉的变化 而且梁红玉居然胆大地对她试探 一种诡异的力量从胳膊上蔓延 我去啊 难道我刚才说错什么话了 让这个女人怀疑我的身份 这可不行啊 想试探我 现在的你可不够资格了 陈浩不动声色地把梁红玉 试探的力量瞬间收入秀丽乾坤 随后 陈浩反手抓住梁红玉的手腕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梁红玉一惊啊 再看陈浩那意味深长的表情 顿时尴尬一笑 就要松开手 但是陈浩却趁机一拉 梁红玉入怀 丰满得胸部被挤平了 感受着软玉温香 陈浩笑嘻嘻地道 老神记得 红玉妹妹也是貌美如花 单身一人吧 难道这渺满的身体就不像男人吗 嘴里说着 陈浩在梁红玉屁股上一捏 还别说 这货真修行到了一定的境界 阴魂肢体与活人无异 挺翘得臀部软软的 还有些热热的 捏过之后 陈浩心中暗暗惭愧 为了入戏 自己牺牲太大了 不过这梁红玉的身材还真他妈不错 也不知道有没有男人开发过 梁红玉有些懵逼啊 毕竟鬼婆婆是女性 而且双方并不是来打架的 所以对鬼婆婆完全无防备 被鬼婆婆轻易地拉入怀中 可是梁红玉没想到啊 这个鬼婆婆居然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还抓自己的 惊呆之余 梁红玉更是有些慌张 因为被鬼婆婆抓了一下 她居然感觉到了异样 不可能啊 我不可能是喜欢女人的拉拉呀 这时候 其他各大立一体的大佬靠近 一个个看着鬼婆婆调戏梁红玉 都是一两无语啊 一个老太太和一个风华正茂 身材火辣的女子搂在一起 这感觉不是一般的重口味啊 难道是鬼婆婆终于觉醒了自己的真性情吗 想想现在啊 鬼婆婆的奇异姿态 一些人觉得不是没可能啊 毕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嘛 被人围观 尤其是被一众修行界的大佬围观 自己被调戏 梁红玉脸上难得的露出了红色 急忙避开 然后低下头去 眼神一片冰冷 麻痹的死老婆子 居然让我出了这么大的仇 你等着啊 总有一天 小样 还想试探我 啊 陈浩得意的转身 看向一众大佬 哈哈大笑着道 呵呵呵 诸位道友 稀客 稀客呀 一众大佬也都是微笑回应 态度特别的热情 要知道 在场的大佬 都有可能和鬼婆婆结成亲家呀 一家人当然要和和气气的 袁道友啊 时间不走了 这玄虚是否可以开始了 一个老者开口问道 陈浩看了看天色 太阳真的快要落山了 当即道 陈 来 把人都叫过来 先让我瞅瞅 啊 先声明啊 这是第一关 我都看不中 就可以打到回府了 听到鬼婆婆的话 各位大佬 连忙招呼 他们挑选的人过来 一共七个 看起来年龄各异 而且 真的有女的 而且年轻漂亮 修为不弱 这也算是兵行显招了吧 说不定 耗这一口呢 陈浩目光打亮 面无表情 可是眼神却十分玩味啊 七个人早被陈浩意念感知了一遍 其中六个不认识 一个熟人 熟人 正是戴云 说实话呀 看到戴云的时候 陈浩差点没笑喷 真是意外啊 招女婿 把这家伙给招来了 这算不算是缘分呢 带着好玩的心态 陈浩漫步走向七个候选女婿 第一个 是个青年 看起来三十出头 修为不差 相貌更佳 面对陈浩 他露出了得体的笑容 却又体现出尊敬来 很会讨人喜欢 不过这人身上气愿 虽然不少 却十分分散 一看就知道 是散修联盟推举的 这不符合陈浩的要求 他要的是能够长久不变 保护缥缈烽火 能够源源不断 获取功德的大势力 而不是得到好处 就分行力的乌合之众啊 第一个 打叉 然后第二个 却是个白人 人高马大 身材魁梧 三十多岁的样子 相貌且不说了 他的一头金发 非常耀眼 闪闪发光 白人身穿粗布麻衣 面无表情 神色平静 一副万物与我 如浮云的神态 这人的修行有些意思呀 似乎是外遇苦行一脉 倒也有了不浅的火候 气韵也不弱 可惜他的靠山都在国外 也不符合陈浩的选择 只能打叉 第三个 是个女的 英姿飒爽 却眉清目秀 有柔美 也有英气 尤其是眉目间 一股清零浮动 似乎有前世印记一样 陈浩有些惊诧 忍不住多打亮了女孩几眼 这一幕 让一直关注的各位大老中 几位眼睛贼亮啊 暗暗欢喜 这一步棋或许走对了 可是很快 他们就目光呆滞 陈浩也只是多看了几眼 就到了下一个 并没有说什么话 这下一个 就是黛云了 他是老熟人 啥样子不用介绍 不过比起之前 黛云现在的修为 似乎提升了不少 也不知道是自己 辛苦努力得来 还是有自己提供的 灵香作用 另外就是气韵了 以前的黛云 陈浩也不是没看过 虽然有来历 却也没有这么庞大的气韵 看起来就好像 气韵之子一样 这转变啊 简直是天渊之别 也不知道是有关部门干了啥 才让黛云变化这么大 站在黛云面前 陈浩问道 结果昏美啊 黛云本来冷着脸 看陈浩问了 不喜 反而露出苦涩 这他们那么多选择 怎么就和我说话了 难不成 看中了我呀 卧槽 老婆子眼神不好吧 心思白转 黛云却不敢犹豫 开口回答 上位 陈浩玩味地问道 对上门有什么想法没啊 黛云越发预感不妙啊 弱弱地道 婆婆 其实我 她自然是欢喜的 黛云还没说完 一道声音响起 却是一个短发老者 不苟言笑 目光瞪是一眼黛云 替她回答了问题 黛云憋屈地打消了自己的想法 这一次过来 她代表的意义太大了 来之前各种耳提面命 让黛云都目瞪口呆 显示了这一波任务的重要性 个人的意志根本不能主导 认命吧 还能咋整啊 有句话说得好 既然不能反抗 那就躺下来享受吧 陈浩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点头道 喜欢就好啊 小伙子不错啊 我看好你 说着 陈浩继续假模假样地观看其他人 都是各大利益体推选的精英 自然没有差的 不过这里面 却还有一个让陈浩更意外 这人气运之强 几乎能和黛云抗衡 不分伯众 询问之后 陈浩这才得知 这是道门推举而来 正是曾经听闻过一次的 昆武官三代首席沐云峰 之前还是和龙大师他们闲聊修行界 这才知道道门年轻一代修为排名 这货就是青年一代的第一 不过现在自然是被自己掩盖了风头 不过当初听闻的时候 年满三十三的沐风云 也不到二十年道行 而如今看看 陈浩发现他已经有二十四五年的道行了 这样的增进速度和陈浩没得比 但在修行界绝对是做火箭 修行得来是不可能 绝必有其余呀 心中惊叹 陈浩心中却是纠结了 现在看来啊 沐峰云和戴云都是最佳选择 任何一个选到了都能保住飘渺风 虽然功德有所分配 却是给大家分蛋糕 细水长流的好事啊 只是两个都很出色 一个被靠盗门 一个被靠有关部门 都是十里大腕难以取舍呀 要不两个都要了 陈浩念头一动就被放弃了 这种事啊 就算是能得到自己假扮的鬼婆婆 数百年积累传承和九鼎神器 盗门和有关部门也不会答应的 他们丢不起这个脸 故作考虑了片刻 陈浩走到了一群大佬前 直接道 我提的要求你们都了解了 人我也都看了啊 每一个都不错 那么现在咱们就进入主题 谁能给我干孙女儿 最好的保护和照顾 我就选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住鬼为乐系统 说完 陈浩笑道 我说的是 完全保护 你们这些长辈要代表背后的势力发誓的 不管我出了什么意外 都要保住飘渺风 保住我干孙女儿 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得到我所有的积累和九鼎神器 一众大佬互相看看 莫不作声 这时候一个老道笑着开口 原道友啊 不必争论了 风云这孩子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只要原道友选择他 我可以代表道门二十七个门派 向道友做出保证 力保缥缈风 善待您的孙女儿 重云老道啊 话不要说太过了 飘渺风又没有危害世人 反而有功当代 需要你们什么保护啊 我觉得原道友最想要的 就是干女儿的幸福 能够瞒过世人 不为人所知 啊 可见原道友对干孙女儿的疼爱和保护啊 那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有关部门 代表国家保证 原道友的干孙女儿 只要不做危害国家 损害人民利益之事 未来天下横行 无处不可去 无人敢欺负 天山飘渺风 也可以单独化成一处传承之地 绝不会让任何人打扰 邓氏代云的短发老人 再度开口 一脸正色 陈浩文言 看代云身上气韵突然汹涌浩荡 所向披靡 瞬间有了决定 笑道 那好 就这个代云小伙子了 来 过来叫奶奶 代云和一众大佬懵了呀 真的被选中了 代云本来提心吊胆的 现在却突然轻松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只是 我怎么对得起 甜甜啊 还有 心中万般念头 但是在陈浩的注视 和一众大佬的目光下 代云乖乖地低下头 奶奶 好 很好 太好了 小伙子很不错啊 我很满意 诸位导游啊 今儿是我孙女大好喜事 我就不多留诸位了 导游啊 你带着我孙女去 跟我一起来 陈浩对短发老人说了一句 就转身离开 短发老人严肃的表情 也不禁露出笑脸 招呼了代云一声 就跟着陈浩走 其他人眼巴巴地看着 没人敢乱来啊 以前的鬼婆婆就不好惹 现在和有关部门结成了亲家 不仅自己牛逼 帮衬得也牛逼 这下是连闲话都不敢说了 否则被揪了小辫子 可逃不着好啊 回到云光洞 在短发老人和代云的目光下 原本走得极度嚣张的陈浩 突然身体一软 差点倒地 短发老人和代云一愣啊 陈浩就稳住身体 面色惨白地笑道 让两位奸笑了 我们里面说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订阅